第1048章 五位 时间一分一刻地过去 天时转晚 但天光反倒变得比此前更明亮些 雷远抬头看天 发现厚重的云层间 不知何时透出了一块无云的晴空 阳光从这里洒落下来 仿佛照射在雷远身前身后 又仿佛照射着整片战场 马中喜道 天时助我 我们的机会更大了 他双掌交击 肩膀上的甲咒 便发出铿锵的清脆响声 这位左将军长使 此时已经携弓带刀 预备亲自作战了 与此同时 将士们陆续都披挂停荡 自从雷远投入汉中王麾下赌掌一军 他就特别重视军队的长途奔袭能力 经常安排大规模的强行军训练 以此来锤炼将士们的体魄 增进将士们彼此之间的互助 他们在交州时 更动辄以千数人马 横跃重山峻岭 与蛮夷进行连续数十日的缠斗 虽然有这样的基础 但是从基明山道聚柳燕 六十里路 大半日里强行军抵达 依然太艰苦了 更何况 将士们本来就已经在水泽间 连续作战多日 体力不断消耗 今天行军到半路上 就不断有将士疲惫不堪的倒下 有将士磨破了 脚步得不驻足 还有更多的将士始终在坚持 却被同伴们越抛越远 他们真的没有力气了 走不动了 放在平日里的行军训练时 焦州军对此有专门的条令 要求各时 无要全力帮助调队的同伴 各区要专门准备车辆 马匹来协助带着病号 但今天凌晨 雷远向全体将士宣布了 此战不带跟不上的人 焦州军各部扣除此前战斗折损 出发时共计一万六千人 能够保持建制 高强度行军到此 能够投入作战的 只剩下八千五百余 堪堪过半 兵法云 以近带远 以意带劳 雷远这样的做法 简直与兵法背道而驰 然而 在雷远看来 决定作战胜负的 并不只有远近劳役 更关键的 还是大士 大士成 则窃者勇 大士施 则勇者窃 此时此刻 大士已成 那么 在疲劳的将士 都足以迸发出 超越极限的力量和勇气 疲劳到极点以后 人只靠着一股气支撑 一休息 气就泄了 所以 雷远也没有给将士们 留下休息的时间 而让他们止步以后 立即披甲 此刻数千人 身似铁塔浮屠挺立 又根据主将的号令 开始整备随身的武器 整支军队 没有发出任何 过躁吵闹之声 唯有金属 与金属轻轻的碰撞摩擦 像是某种庞大到 无以复加的猛兽 在铺石之前 稍稍吸张领甲 带到武器检查完毕 有经验的将士 开始轻轻地跺脚 以此来疏通脚上的血脉 将士们整备的过程中 雷远张开双臂 让护从们为自己披甲 他的眼睛 始终注视着高处 拒柳燕上的战场 不发一眼 厮杀声 仿佛一阵阵的潮水 正从燕上传过来 随之而来的是 越来越刺鼻的血腥气和尘土味道 雷远忽然想起 当年自己初次上阵作战 在故事境内某处燕帝背后 等着兄长与曹军熬战决胜负 也是类似的场景 当时的自己 何如现在的自己 当时的曹军 何如现在的曹军 进而再想 当时的曹操 又何如现在的曹操呢 在故事一战之后 世事的发展是多么不同 自己身经的大小战士 又何止数十 当年在淮南挣扎求生的人们 到这时候 已经凋零了许多了 后继者踏着他们的鲜血 不断前进 终于到了此刻 有了复仇的机会 有了能够一战底 定天下大势的机会 人生的际遇变换 总是莫测 而沙场上的胜败一换 更难把握 外人看来 雷远始终 无论碰到什么难题 都能沉着镇定 但雷远自己身临沙场 遇到了决战决胜的时候 欲感觉到 对命运的深深敬畏 马中忍不住催促 将军 听厮杀声 伯瞻已经亲自陷阵 曹军 毕竟多有精锐在此 他们困兽游斗 斗志很旺盛 而伯瞻他们的马匹太疲劳 没办法坚持多久的 万一 伯瞻不用坚持多久 雷远继续宁神看 听宴上情形 他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马带的骑队自然是疲惫的 雷远自己也是骑兵作战的行家 很熟悉马匹 早就听出宴上 有战马的斯明胜部队 梁州战马力在短时间的猛烈迟突 不以耐力著称 马带这样子驱使战马往复冲杀 只怕一战之后 至少有三成的战马伤病 不堪再用 马游如此 人也是一样的 8500人长途奔袭来此 就算个个都是铁人 也只剩下了一战之力 雷远必须把这一战之力 用到最合适的地方 就在这时 巨柳燕上 有鸣笛 锐利的声响 破空而起 雷远仰头看看 笑了起来 抓住了 曹操确实就在这里 我确实抓住了他的行踪 笑声中 他翻身上马 在数十名护从的簇拥下 当先奔出了卢尾档 护从们高高地举起了他的将棋 红色的旗帜上 左将军雷远五个大字 翻飞飘扬 仿佛随时会飞离其面 化作猛兽士人 在他的身后 八千五百名焦州军将士 如同铁流 纹令而动 刹那间 沙声震天动地 邓范昨日 在卢尾档中 辐射的道路 被太多人猛力踩踏 渐渐地陷进了水里 淤泥里 而将士们毫不在意 踏着水和淤泥 向前冲刺 他们冲过了卢尾档 冲过了巨柳燕下方的坡地 冲垮了层层布设的木栅和路角 冲进了营地 快速地奔跑过程中 差不多每一个冲锋 在前敌士族 都已经历劫了 他们觉得自己 快要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肺向是要燃烧 心脏像是要爆炸 手和脚都像是灌了铁在里面 挥舞起来 要用十倍的力气 可他们顾不得这些了 他们在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盘旋 就是冲杀 竭尽全力冲杀 他们跟着雷远的左将军 将其冲杀 跟着前面的同伴冲杀 跟着溃逃的曹军士族冲杀 他们满头满身 很快就被血污染红 却已经顾不得分辨 这血污究竟是自己的 还是敌人的 自古以来 一人投命 足距千夫 何况八千五百名将士 全力一击 他们摧枯拉朽般地 冲破了一切阻恶 向着东面第二处营地 包抄围拢 他们狂呼喊沙 响恶行云 一声连着一声 犹如海潮拍案 一浪高过一浪 这喊沙声被徐楚听到了耳里 他竭力横阻战场 冲杀数次 哪怕身边的素卫虎士 都已经死尽 他仍几次 独立冲溃了 焦州骑队的突击 可是 究竟有没有拦阻住 追击卫王的骑兵 他不知道 自己的冲杀 有没有效果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他也不知道 刚才 他甚至失去了 马带的踪迹 已经不知道 这个金蛋的焦州 骑降到哪里去了 大概是去追击卫王了 怎能如此 怎么就成了这般模样 徐楚觉得自己 狂暴得要沸腾 仿佛浑身的血液 都像是要烧干 热气从四肢百骸冒出来 他撕扯掉身上 破碎的甲皱和荣服 赤膊上阵 一次次的厮杀 向一切敢于站在身前的人挥刀 将他们砍成惨不忍睹的碎片 焦州军的数量 为什么会这么多 他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焦州军的将士们 不断聚集过来 组成了一个 活的人寰团团围住了徐楚 但徐楚却带着这个人寰不断移动 他站在敌人的尸体间厮杀 站在几方同袍的尸体间厮杀 随手捡食可用的武器厮杀 这样的战斗忽然一停 徐楚亮呛着纸布 觉得浑身上下都在疼 他四下观望 只见整个巨柳宴上 一层层的迎寨都被敌人踹翻 视线索急 尽是乱糟糟的人金马斯 尽是不顾一切崩溃逃亡的曹军将士 偶尔有那么一个两个人 试图继续奋战 就像是沙滩上堆起的沙利 面对浪潮 很快消失无踪 逃跑的人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跟随徐楚东征西逃 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士 剑客 他们是天下间第一等的精锐之兵 个个都凶残好杀 手底下无数的人命 可他们这时候 都丢掉了手中的兵器 丢掉了盔甲 不顾一切的逃跑 还有人扑腾扑腾地往营水里跳 熟料水势已经退了 跳下去的人 倒有一多半陷在污泥里 怎也动弹不得 徐楚茫然地看着败族奔逃 喃喃地嘟囔两句 收回视线 他看到身边四周 肩并肩密集簇拥着的焦州军的将士 但没人敢于向前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局已定 他们在想办法 升服曹公麾下的五位将军吧 徐楚大声骂了一句 那些将士们稍稍未缩 却又再度围拢 他转回顾自己 想要阻遏追兵的 巨柳燕北面通道 那处人工燕堤上有一座桥 是跨越营水的必经之路 徐楚是才派了一队人去拆桥 可现在 桥还在 许多焦州将士 簇拥着一面高大飘舞的江旗 正快速往那座桥行去 那是左将军雷远的江旗 他和他的部下 正要去追击曹公 徐楚忽然想到了 自己当年 在葛林与雷远交战的情形 那一次 只要自己的长刀 再长一寸 就能要了这个 狡诈敌人的性命 就根本不会有 现在这样的败仗 我早该杀雷远 我要杀了这次 徐楚被狂怒和痛苦折磨得 几乎失去了理智 他大喊一声 向着江旗的方向冲杀 在他正面的交州军士族 纷纷后退 不敢与他硬抗 但他的身后 几名弓弩手 在吵吵嚷嚷的催促声中 找准了位置 瞬间弓弦联响 四五支禁剑 一起深深扎进了他的后心 徐楚继续跑了两步 扑倒在地 他的身上受了很多触伤 以至于并不觉得 背后的伤势特别痛 他觉得 自己把一切的力量都用尽了 再也没有力气了 有点累 他叹了一口气 垂下头 停止了呼吸 第1049章 清零 当雷远率领交州军本部 横扫巨柳燕的时候 马带正在全力追击曹操 而曹操正在全力逃跑 曹操所部沿着银水 北岸行道巨柳燕时 本部大部分进入燕上营地 后继还有许多 零散的银头余逛而行 带到巨柳燕上出现敌情 朱银将校都迅速催兵向前 试图抓住在魏王面前表现的机会 搏出个杀敌立功的前程 然而没过多久 只听得燕上杀声震天 然后大批将士 如山崩一般垮了下来 那些魏王的护从虎士们 各个甲昼精良 身形雄壮 平日里号称能够以一笛摆 但他们全都失去了勇气 争先恐后地逃走 因为营水横阻 许多人慌乱间坠入河里 还有人在争强过桥的时候 彼此殴打 互相推丧 有些人互相抓着落进河水里 然后继续彼此撕打 想要爬上岸边 却被营水浮浮沉沉地 往下游带走了 更可怕的是 还有人跑过了桥梁 到了营水北岸大声叫嚷 说什么 我军拜了 魏王死了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惊恐中坚持住 原本急匆匆赶来救援的各营将士 从焦急到慌乱 从慌乱到亥然 从亥然到失魂落魄 随即也开始奔逃起来 营水北岸的地势 比南岸要高一些 道路也比较开阔 所以 此前曹修从路门山 往巨柳燕传令 使者都是从北面绕行过来 但这时候 各部分乱 无数人往来奔走 疯狂践踏 只将道路硬生生踏成了泥滩 一个人在泥滩上滑倒 随即就带倒后面十余人 还有好几匹战马也到了 四提踢腾着斯明不止 掀起大团大团的泥水 要通过这样的泥滩 非得小心慢走 可这等火烧没毛的时候 哪里能有时间 脚步一停 后头交周骑队 就赶上来杀人了 往这里走 往这里走 一鸣鸣叫高颜曹的 护从左右一看 立即连声大喊 领人往泥滩边缘的 芦苇荡里猛钻 这季节上 正是芦花盛放的时候 饮水沿岸 半人多高的 连绵芦苇 起伏摇曳 芦花似白芒片片 玉丰 则化作漫天的白棚 堪称美景 势才曹操经过此地 还一度生出几分失信 但这会儿 她可全然没了兴致 只想到 借着芦苇遮掩身形 尽快甩开后头的追兵 她毕竟上了年纪 早已经跑不动了 过于激烈地呼吸 使她的肺部抽搐 也四地痛 眼前更是一阵阵发黑 全赖身边四五名 互从福间的福间 举臂的举臂 硬生生将她带着狂奔 仿佛足不点地 一口气狂奔了两里许 似乎离道路左近 弦尾追击的焦州人远了些 所有人刚松了口气 却听得一阵阵巨大的鼓噪声 原来 他们所在的位置 靠饮水河道很近 而河道对面 焦州军已经把拒柳宴上的 曹军将士绞杀殆尽了 这时候 许多人指着曹操等人的位置 狂呼乱喊 曹操听得分明 他们在喊 抓住曹操 抓住他 就是那个头戴金灰的胖子 曹操头晕目眩 猛地揪住松垮扣在头上的兜眸 一把扔进水里 弯腰就往芦苇深处去 快走 快走 高岩曹花花地踩着水 从前头回来 还不知 从哪里牵了几匹马来 他大声道 大王 只要穿过这片芦苇荡 后头是射生校尉无知的 本部夹势 他们一定能顶得住 大王请上马先走 曹操狠狠喘了几口气 后头追兵到了哪里 这时候 各处厮杀声嘈杂 谁能晓得外头局势 高岩曹摇了摇头 随即道 有对面敌军指示 敌其马上就会追来 大王快走 我代步下面断后 好好 快走 曹操感激地看了看高岩曹 顿了顿又道 留给你一匹马 这仗打完了 我让你做千户侯 这高岩曹出身边郡丹家 是数年前在关中立功后 着入五位营的 徐楚曾赞他多力矫洁 无勇过人 剑术更是出众 但曹操记得住他 主要是因为 此人通常不用本名 而以自行 他自 颜曹听起来又很吉利的缘故 高岩曹投入五位数年 还从未得卫王如此看顾 顿时 眼眶有些湿润 他翻身上马 呼喝一声 带着数十名同伴们往回走 能在这种局面下 维持数十人不散 自然是因为 高岩曹日常善于抚育人心 能得将士死力 而这种时候 曹操和高岩曹都明白 愿效死力的将士最大的作用 就是去死 才走了数十步 便听不远处水声哗哗大响 焦州人不齐队伍混杂着 耀武扬威地追击上来了 高岩曹大鹤一声 纵马冲了过去 他和他的部下们奔走狼狈 这会儿甲昼五居不全 焦州骑士们一路厮杀追赶到此 大多数人也丢了矛 朔等重武器 只用刀剑对敌 两队人一旦接近 各自队列中 都有擅射的放剑 箭矢落出 双方都倒下数人 高岩曹拖着手弩 一箭飞出 正中一匹焦州战马的前胸 那马匹应当是已经疲惫极了 这时候没办法承受突然的剧痛 立誓哀鸣倒地 马上骑士随之投下 脚上的栽倒 又被前方的战马 重重压在下面 金断骨折而死 高岩曹随即将无名指和小指 夹着的第二支剑搭上弩壁 正带拉满 鞋子里飞出一柄小斧 正正地扎进他的肩膀 他下意识地吃痛松手 手弩往下落 搭在弩壁的箭矢搜的一声往下飞 扎穿了他自己的裙甲 紧贴着大腿跟刺了进去 鲜血狂勇 瞬间浸透了马鞍 高岩曹只觉剧痛异常 浑身热汗 冷汗一起止不住的狂勇 他狂叫着用力拔出箭矢 将之投向一名从侧面逼近的敌人 与此同时 巨大的马蹄声和脚步声 从鲁尾档北侧的道路方向 轰然传来 高岩曹大惊失色 他想到了 眼前这些敌人 只是负责与零散夹式纠缠的小步罢了 焦州人根本不需要往鲁尾档里绕行 他们人多势众 哪里会在乎路上的泥塘 哪怕用尸体来填 也能填出一条好走的通道 直冲过去 带到与饮水平行的道路 都被他们控制 魏王又能走到哪里去 高岩曹等人在鲁尾档里的战斗 又有什么意义 高岩曹心念电传 动作依然敏捷 他抽出腰刀 剑步探臂 将刀尖闪电般 捅进一名敌人不足的嘴里 贯穿喉咙 这个动作撕扯到了他大腿根的伤势 高岩曹捂着伤处 竭力撕喊道 不要管他们了 往水则后头退 他们的骑兵冲不进来 我们赶到射声营的方向 与吴孝未会合在战 他的部下们且战且退 这些素位将士 各个勇力不俗 一意只求脱身的话 焦州人一时间 还真拦不住 他们冒着嗖嗖的箭矢 一路狂奔 亮亮呛呛地越过 一处处的泥滩和水坑 沿途有好几人 踏上了被砍断的芦苇杆子 顿时脚掌被扎透 惨叫着倒地 却没人顾得了他们 待转过一处河滩 顿时见到射声营的队伍 正在列阵 吴智这个射声校尉 其实是个文人 但此刻看来 他却有几分制军之才 这时候竟能在乱军中 聚集起了千余人 横在道路当中 形成一个前后层叠的 严整方阵 有个高岩曹认识的军校 穿行在队列中 不时挥刀狂喊 站直了 不许动 把枪和盾举起来 打退敌军 未亡有后赏 高岩曹腿上的伤口 一直在流血 脑袋一阵阵发晕 他一拳一拐地 往那队列 急不靠拢 心里想 须得将自己的部下 也填进方阵中去 尽量让队伍在后视些 正这么想着 耳边似乎听到 有人在喊什么 可战场嘈杂 他没有听清 他往道路东面看看 焦州军的步骑大队 正风拥而至 最前方的骑兵 离自己只有三五十不远了 有几名败兵 像是草原上 被牧民驱赶的牛羊那样 狂奔着 时不时遭到箭矢射击 赶紧入阵 入阵以后包扎伤口 然后继续作战 抵住焦州军 他对自己说 然而 他忽觉得 胸口一阵剧痛 高岩曹疑惑地低头看看 只见一根长毛 从自己的胸口穿进去 他的鲜血沿着毛杆流淌 躺到一名半弯着腰 满面惊恐的曹军士族手上 蠢货 蠢货 高岩曹骂了一声 却听方阵后头无掷大喊道 众军有敢退者斩 有冲撞军阵者斩 有巨战者斩 有投敌者斩 我不是啊 我没有 高岩曹想要解释 身前低势足用力灯 在高岩曹的胸口 把长毛拔出来 高岩曹就像一个被扎穿的水囊那样 倒地不动了 在方阵后头 曹操被众人扶持着 跨上一匹骏马 他抱着马井 俯身对吴志道 记中 你只要坚持一刻 志多两刻 此地大乱 薛桥 戴灵 仁府 断昭他们 都已经知道了 历史就会来源 曹操竭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手臂 用力拍打无掷的肩膀 焦州人长途奔袭 虚余就会历劫 我们能赢 我们能赢 此战后 记中你功勋最高 千户侯何足道哉 他还想再说几句 护从牵着马起步 一溜烟的狂奔去 这情形 落在了正眺望方阵的马带眼里 马带双手用力 将硬木的马鞭一折两段 连声道 那人一定是曹操 他逃了 逃了 快追 适才他遭徐楚的宿卫虎士所组 突破徐楚的拦截后 又撞上银水旁的道路 化为泥滩 他急令骑士们砍卢尾 蚝草田路 甚至踏击曹军死者的尸体而过 可这么紧赶慢赶 终究还慢了一步 饶是马带冷静 这时候也气得眼都红了 天大的胜利 天大的攻击就在眼前 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 怎能受阻于区区一甲施方阵 他立即贺令 将士们整备公母箭矢和现阵用的长矛大朔 预备猛攻催破敌阵 继续追击 正连连发令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雷远的声音 伯瞻 不要心急 他跑不了 将军 曹操所示 无非是分散在各地的部署 都全力赶来支援 我军将士熬战至此 气力已劫 万一遭敌援军反攻回来 反而有失败的危险 伯瞻 我们先稍稍整顿兵力 则将士中 尚有余力能站的变到一处 在收拢战场上逃散的马匹 背足武器箭矢 然后再追过去 沿途迎头痛击曹操的援军 追击是难事 尤其在敌军兵力占优的情况下 追击如果掌握得不好 反而会成为失败的开端 这个道理 马带冠领骑兵大进大退 自然明白 可他忍不住道 将军 曹操这司 逃得太快了 若给他 大水过后 周围遍布胡则迟找 曹操退走的方向 只能是沿着营水一路往东 到营水和御水汇合之处 再转往北面 这一路上 我们有的是机会抓住他 何况 就算他抵达御水 也会有人迎候 半课之后 高炕的号角声响起 焦州军整队完毕 鼓勇再战 马带锁步骑兵人人杀出了血性 进步包抄驰射 顶着对面落下的箭矢 当先突阵 数十匹战马轰然撞入方阵 崔枯拉朽般的直突进去 射身迎战 第一排的持枪横队 立时崩溃 来不及逃走的枪矛手们 纷纷摔倒 旋即被猎马铁蹄 踩作肉泥 马带轻蹄缰绳 直往一名举顿的曹军士族 身上催马 他胯下的战马 是新迁来的 暴躁的腾身跳跃 两只前蹄先后踏上盾牌 立时将盾牌踏碎 当马带继续冲锋的时候 身下传来曹军士族骨骼 咔嚓擦破碎的声音 而与他平行的五六个方向 到处惨叫不绝 血肉似箭 焦州铁骑 具意强冲出了缺口 骑士们直往曹军方阵第二排 第三排乃至更纵深处冲去 宰了他们 宰了他们 马带纵声狂吼 打开通路 继续追击 我要曹操的脑袋 才喊了两声 便听身后无数将士呼啸 杀气仿佛冲散云霄 那面写着左将军雷远的红色大道 迎风招展着 也压了上来 大道之下 雷远全服披挂 清零战阵 此时尚能继续作战的焦州军将士 已经减少到了不足五千 但他们的气势只有更盛 攻势只有更猛 所有人不必艰心冲锋向前 就如寻月前洪水斜裹着泥土巨石 铺天盖地滚滚而下 与之相对的 吴智所部仿佛在大水中浸泡松软的堤坝 渐战渐退 渐战渐险混乱 终于在某个临界点上崩溃 吴智眼看不敌 当先就走 却被从芦苇荡里杀出的罗阿旦宁 割去了首级 焦州军势不可挡地撵过整座方阵 向西急速行进 巨柳燕向西 沿着银水一线 震天的厮杀声响仿佛千百雷霆 轰轰隆隆地永无止歇 分明吹的是西风 可关羽仿佛感觉到了巨柳燕方向的沙场血腥气息飘浮而来 迎面散入邓散 已经打破了两队拦阻 应该 从玉水到巨柳燕 至多还有一队人马 他们还真是紧追不舍啊 关羽难难地道 关羽身经百战 对战场局势的判断早就已经出神入化 只凭着远方的杀声 关羽便仿佛看到了巨柳燕方向 焦州军粗然一击破敌 鼓勇穷追 又仿佛看到曹军奔走逃亡 看到曹操本人金黄策马的身影 嘿嘿 想不到 续之真能把曹公都算计了 关羽垂手看邓赛周围的曹军 原本如常逼近邓赛 打算指挥进攻的几座江旗 此时同时退后 关羽看得出 各部陆续调转方向的过程中 微微出现了混乱 这混乱不只是队列上的 更是正宗将士们心理上的 他们在惊疑 他们在犹豫 他们在畏惧 这样的军队 纵有千万 也与土鸡瓦犬无异 关羽挺直身体 舒展手臂 身上的骨节 隐约发出噼噼啪啪的清响 他的面庞比往日更红 红的就像是一炉炭火 当他握住刀柄 身边所有将校 全都感觉到了剧烈生腾的杀气 和一股令人敬畏的豪气 正面对着我们 最接近的是鱼镜 这次瑟利胆薄 攻打邓赛时 破得最近 而一旦情况有变 又会急于回银固守 走得比谁都快 关羽眼神如电 环顾身后猪将 这样很好 我们先杀了鱼镜 再破猪灵 然后去玉水水口 剑剑曹公 第一千零五十章 破竹 上 原来军侯早有决胜的把握 原来军侯要的是曹贼的脑袋 多日来不断投入消耗战的辛苦和重压 多日来目睹着同伴们不断死伤导致的疑虑和动摇 此时全都一扫而空 将士们胸中仿佛有惊涛骇浪翻起 无不精神大振 襄阳算什么 邓赛算什么 乐镜算什么 满宠又算什么 他们交头接耳 关将军要上阵了 我们要赢了 他们奋毙起身 跟随关将军 杀死曹贼 当关羽往邓赛下方去的时候 所有将士全都围拢了来 人头涌动 没有号角 也没有筋骨 上千人同时离开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甚至也不再去守狱 本该有人守狱的营门 目眨 但军官们并不择备士族们 他们自己也激动地奔跑着 向关羽所在的位置靠拢 有人一边跑 一边给自己系上乐假的丝掏 有人带伤而来 嫌弃身上的绷带碍事 单纯用小刀把 拖长飘动的部分阶段 还有人先去牵马 来得慢了 在后头连声喊道 让我过去 我是骑兵 关羽站到营垒门前 看了看外头的战场上 纵横交错的壕沟 尸体 还有大片大片流淌着 汇入污水和湿地的红色血迹 在往远处 曹军的兵力密密麻麻麻 君旗纷扰 仿佛无边无际 他从周苍手中接过长朔 问道 使河来了吗 墨将在 使河持刀昂然向前 攻身听令 你为我左翼 使河经历寻悦苦战 整个人瘦了一圈 嗓子都哑了 他仗红了脸 全力大吼道 遵命 马玉呢 数日前 官平终于稳定了汗水以南的局面 并调集后方军船 向邓赛输送支援 马玉便是第一批抵达邓赛的荆州军将 他先前得了齐齐襄阳的大功 这时候 正是斗志赤裂如火 文廷立即一跃而出 墨将在 你为我右翼 遵命 官宇最后道 周苍随我为中路 其余各部 皆为后队 眼见诸将士满脸失望 他又道 如等掩护侧夜 后方 待我击破于静等人 诸位是我旗号 转为前队 共击曹操 众人大喜 接到 遵命 官宇翻身上马 肋骨 天空中 忽然风云翻卷 从汗水上吹来冰凉的风 掠过邓赛 吹动将士们的一袍甲胄 吹动一面面竖起的军旗 将旗 呼啦啦猛然向北 银垒高处 鼓声轰鸣 仿佛惊雷震战人心 鼓声激励之下 将士们迅速列队 并用枪 刀拍击铠甲 纵声呐喊 杀 杀 杀 曹将高作就在距离邓赛不远处 今日于尽 朱陵都大军攻打邓赛 这二将本部主要负责督战 而实际厮杀的 则是麾下高作 长雕 和帽 王摩四将 这四将各领精兵数千轮番猛攻 带到高作行动的时候 却忽然听说 玉水东岸的魏王那边 出了大事 于靖见势不好 无心再战 历时传令收兵 于靖锁部的驻扎位置 距离邓塞不远 他的将领一下 自家本部先动 结果撞上了后方行来的高作锁部 两军一时纷扰 好在高作也是曹寅宿将 他是当年袁绍麾下名将高揽的从弟 早在黄金之乱时 就聚宗族部曲宝家 与公孙赞 黑山军 白波贼都交过手 经验十分丰富 后来高揽降曹 他也跟随 高揽病逝以后 于步便都在高作手中 高作不愿和于靖争执 立即连番下令 先使本军让开道路 容于靖通过 随即再收拢重整 跟着于靖后退 谁能想到 这时候 邓赛上鼓声轰鸣 关于锁部忽然有了行动 高作立即分遣了 数只精干人马 稍稍前出 沿着之前数日作战时 修建的几处简单巨马 嵌嚎射防 形成层叠掩护的姿态 想了想 右派亲信侍从多队 一队往北 将敌情通报于静 令机队全都往邓赛方向 探看形势 这一系列的调度 放在军队行进的时候 做出很繁琐 执行起来也有点复杂 飞速将不能为 然而 高作刚分派妥当 难免便以杀生震天 高作策马往高处一看 心就沉了下去 他最先派到 前头的一队精兵 还没赶到预定位置 已经遇见了 从邓赛汹涌杀出的 荆州军 双方接战 而己方一触即溃 带领这一队的 是高作部下一个 得力的银丝马 这一队人马 本身也是高作本部的精锐 装备及其精良其中的五掌 十掌 更都是坚韧异常的老族 怎么就这么轻易败了 他皱眉抬头看时 才见敌将旗号 顿时倒抽一口冷气 将军 快退 快退 关羽亲自上阵了 左右护从无不惊呼 高作勉强保持冷静 连声道 住口 我们若急于退兵 关羽就成事追杀 那才真是死定了 快累旗鼓来 命令各部集结列阵 再遣人去抱于晋将军 请他派兵侧应 他的指挥并没有问题 然而 他身边的将士们 全都没了斗志 往前方 派出的几队精锐 全没一人能组得住敌军 那面巨大的官字 将其越来越近了 看见旗帜下 那名气高头大马的 常然大将没有 那便是关羽 是天下屈指可数的万人敌 看 看 呼嚎接敌的黄司马 何等永汉 素日在军营里言武 他轻易就能以一敌时 将寻常事足失若蝼蚁一般 可在关羽面前 他连一个呼吸都没坚持过 整个人都被大朔砍成两劫了 过去寻阅里 曹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 轮番围攻邓赛 游子厮杀的辛苦 不知道多少精锐的银头被消耗殆尽 不知道多少强兵猛将被打得失魂落魄 再不敢上阵 单只是有名有姓的将校 勇士 战死在邓赛之下的 就不下百人 有些老于航武的基层将士们 越打心里越是嘀咕 都觉得 那关羽实在厉害 名不虚传 此前于靖至军严苛 不管不顾的驱使将士猛攻 到底曹军主攻 算是站着先机 赫赫军事犹在 然而这时候 玉水东面沙声隐约传道 而身为全军主将的于靖将军 又急忙避走 这代表什么 还不是很明白的吗 此时在看关羽 视如破竹的冲阵而来 众人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谁能敌他 谁想去做他的刀下之鬼 退一万步想 局势如此古怪 这般拼命是何苦来 将棋越来越近 将士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饶氏高座连声下令 不断呼喝鼓舞 可转眼之间 数千人 就如覆盖在江河上的冰层 春来解冻那样 哗然崩溃了 将士们相互拥挤 彼此争执着往后跑 像是碎裂的冰块 互相碰撞 高座挥着刀 大声叫着部下的名字 痛骂他们 威吓他们要以军阀处置 可这时 谁会听他的 就连高座的护从们 这时候都没有再战的心思 许多人嘴上喊着厮杀 却步步后退 高座的坐骑 也被奔走低士族们斜过着 连连斯明 向后踏踢倒退 退了十数步后 正要越过一处水塘 高座竭力勒马 想要指挥部下们 找个地方击中固守 可他还没说一句完整的话 前队的一群溃兵 被荆州军驱赶着 乱七八糟的挟刺冲到 高座猝不及防 被连人带马推倒在地 踩在了脚下 数十上百名溃兵奔过 高座的护从们 也都被裹了进去 高座在低处挣扎不起 嘶喊了几声 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第1051章 破竹 中 于静急着回营 倒不是完全出于怯战 而是因为 他的本镇里 接到了魏王 从巨柳燕处派出的信使 十万火急求救 魏王那边 出了什么事 于静完全不明 所以 巨柳燕那边 南面有鹿门山 西面是御水沿县曹军 东面有曹太锁部 和朱灵下属一部 几乎与 随县的下侯上锁部 生息相闻 哪里能有什么危险 魏王怎么就要求救了 哪里来的敌人 于静只觉得 脑子糊涂 但御水冬面 沙声清晰可闻 又容不得他迟疑 他只能立即下令收兵 当先率军 往回走了一段 崔冰走了离许 他实在心骄不已 干脆带着护从们 飞马而回 急速回到 本营所在的邓城 结果 在自家左将军的散盖下 他竟然见到了 腿上中了一剑 身带血迹的刘烈 再看陪在刘烈身边的部将 各个脸色惨白 仿佛白日里见鬼 也似 紫阳 发生了什么事 于静连声问道 刘烈哪还有平日里 半点从容风度 他挥舞双手 私声道 焦州雷远率军骑袭 魏王底敌不住 徐楚将军战死 武卫 钟磊 摄生 岳骑 长水等营全都崩溃 现在沿着饮水败退下来了 什么 文泽 魏王要你立即领兵支援 焦州军如狼似虎 鱼路追杀不停 援军到的稍缓 就有 就有不忍言的大事了 刘烈拉着于静的手臂 连声道 快 快 一点都耽搁不得 立即起兵 于静默然站立不动 刘烈用力摇了摇于静 忽然吃惊后退 于文泽 你想要做什么 你 你静想要 于静打断了刘烈的胡言乱语 紫阳 你听 就在此时 即便是慌乱失措如刘烈 也察觉到了越来越近 越来越声势浩大的动静 高做完了 于静恼怒地摇头 长雕也快支持不住了 你听清楚 那是敌军马不停蹄连破我军树阵 指望我本营来了 什么敌军 哪来的敌军 怎么了 自然是关羽 关羽从邓赛出兵了 荆州人 焦州人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们早做好了准备 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呢 于静忽然暴怒大喊 刘烈被于静的口水 喷了满头满脸 他退后半步 旋即又上来 扯着于静的手臂 那又怎样 邓赛战局重要 还是魏王的安危重要 这难道还用想吗 于静猛地甩开刘烈的手臂 声色距离地道 魏王若退 唯一的道路 就是沿着饮水向西 到饮玉凉水交汇的水口 再折而往北 我军驻扎的邓城 距离这水口只有无力 子阳你想清楚 若我这里抵不住关羽 魏王退兵到此 岂不是自投罗网 刘烈失魂落魄地再退两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于静不再理会刘烈 转身步入大帐 在主将席位落座 于静麾下 主将连忙跟入 在众人眼中 饶是外界杀声逼近 于静依旧面臣如铁 极具大将风范 于静是寒家出身 光和七年黄金乱起时从军 先随极北向暴信征战 前后整整八年 才做到区区都博 直到出平三年暴信战死 于静转力曹操麾下 才被提拔为军司马 渐渐步入高级军官的行列 他很清楚 自己其实并无出众武略 更无宗族不娶可以依赖 能屡得魏王提拔 靠的是自己头脑冷静 总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便如此刻 魏王那边的情形在危急 幽城和邓城两地 难道就可以不顾了 先得保住幽城和邓城 魏王才能有落脚的地方 于静全力稳住心神 沉声道 军政 传令 各部迅速归营 只准死守 不得与敌野战 凡各部将士 擅自出战者 失守营地者 冲撞营地者 不听号令者 接斩 军政凛然接令出战 走了两步 于静又将他换回来 你领我护从 夹市武士人 带着我的节约去寻营 寻常将士为令 迎司马 校尉斩之 迎司马 校尉若有不服 你吃我节约斩之 是 那军政接令 纵马奔行于各处营地 大声将于静的命令 复述给各营的守将 而此时 前头高座 长雕 和帽 王摩四将所部 连带着于静的本部 全都在节里奔逃 落在那军政眼中的 就好像是一副惨烈的句话 整个画面里 充斥着无穷无尽的 狂乱奔走和厮杀 数以千计的曹军将士 在前狂乱奔走 而后方 荆州军 以三路骑兵开道 奋勇追击 其实 荆州军的数量 也未见得很多 可他们发出的 喊杀之声 震耳欲聋 一个个奔走如龙 当者披靡 他们刀剑过处 血雨飞剑 毛脊横扫 断臂当空 曹军步步退后 步步逃亡 因为邓赛 以北水势未退 时不时道路交汇 便人几人的雍作一团 随即荆州军的箭矢 如雨落下 战力之人纷纷倒地 军政扫视战场 连几方的江旗 都看不到了 各将所部 全都被 关羽率军 摧枯拉朽 冲得七零八落 偶尔有几支 较有精锐的部队 竭力聚集成团 随即就吸引了 关羽的注意 遭关羽清领 数百夹势突击 那情形 过于惨烈 数席间 枪歌交鸣 荆州夹势 如洪水漫过 既之鼓噪而尽 留在原地的 便只剩下了 被践踏的尸体 近了 荆州军逼近了 那军正也是老航武了 然而 此情此景落在眼中 直害得他浑身颤抖 他一叠连声 对左右道 快快 继续通知各部将校 一定要守住军营 与此同时 玉静在中军帐里 向着刘夜咆哮 我再说一遍 刘子阳你听明白了 先得守住军营 我和文博的力量 现在只够守住军营 那谁去救援卫王 难道让张和去 不行 刘夜在营里团团 走了两个来回 指着朱灵道 文博 你去 你去 朱灵脸色尴尬 于静大声道 我已经通报 凡城以西的曹子丹 他的营地距离 我只有十五里 那里还有足足两万人 他不要再管凡城 立即退到我邓城大营来 我就能腾出兵力 支援卫王 从整个战场来看 曹军始终保有数倍的兵力优势 可这时候 人人都觉得兵力不足 人人都觉得不服应对 曹真所部 最早是在房陵 新城等地作战 威胁汉中侧翼 后来因为配合卫王的水攻之侧 从房陵郡退了出来 住在祝阳 大水过后 这一支兵再度向东 沿着汉水北岸前进 负责收拢沿线 被水冲走的零散兵力 一度在万山与荆州水军纠缠 后来又在凡城以西设防 阻碍荆州军的北上行动 带到于靖和朱灵徽军南下 攻打被关羽占据的邓赛 曹真并未参与 他这一步 两个月里翻山渡水 实在是辛苦得够了 兵力损失也不小 故而大体来说 他与夏侯上两部一东一西 为整个京乡战场上曹军的侧翼 不再轻动 这时候 于靖却把注意打到了曹真锁部 可见 随着焦州军一击致命 曹军的兵力调动 反而捉襟见肘 曹子丹锁部哪里来得及 刘烨简直要发疯 他那一步 就算强行军赶路 渡过玉水以后 天都要黑了 焦州军凶悍异常 魏王等不了那么久 你听清楚我说的 曹子丹有两万人 哪怕他掉一万金锐靠拢邓城 也足能威胁关羽 他一道 我就亲自领兵往玉水东面去 我现在就在营中集结精锐 只待曹子丹来 于静立声喝道 那就赶紧派人去啊 赶紧 刘烨继续大喊 已经派了人了 贾结岳的左将军 和魏王府的行军长 使面对面 失态怒吼 两旁的护从面面相去 好在将校们都已经各自归营 预备与关羽大战 而营外 曹军漫山遍野逃散 数量成千上万 荆州军步步逼近 分拨烈浪而来 于静倒是没有说谎 他确实一早就派了人快马及驰 通报曹真所部 曹真听了军事通报 慌得立即跳起 那还等什么 立即拔营 快快快 第一千零五十二章 破竹 下 如果将视线扩张到整片金香战场 可见曹军的布置 最初大约是一个十字形 十字的四个顶点 分别是北部的晚城 新野 东部的安路 随县 南部的宜城 襄阳 西部的房陵 筑阳 而十字的终点 便是御水和汗水交汇之处 樊城周边 超过二十万曹军 便分布在这个巨大的十字上 依托便捷的水路交通 纵横往来 无不如意 布阵兼具韧性和弹性 待到水攻破敌之后 几路曹军各司其职 襄阳 樊城两地继续固守 而其余三面曹军 同时向中央押近 以此仰精蓄锐之重 删除被水势冲得七零八落的荆州 焦州之兵 便如泰山压卵 取胜亦如樊掌 然而谁晓得 那关羽 雷远二人 竟似有先决之能 那大水明明来得突然 就连摆在战线前的曹军 自身都没能幸免 可荆州 焦州两军 竟然掐着时间 抽身而走 硬生生避过了 这场大水 既然不能一灭敌军 顿时就成了曹军自家的催命鬼 由于整个十字形布阵的中央 遭大水漫富 北面曹军再怎么进起周阀 南下支援的速度 终究慢了一点 于是 关羽先破襄阳 使得最初的十字形 成了一个倒置的钉字 而带到关羽夺取邓赛 曹操本部又在拒柳宴上 被焦州军长驱直入 打了个粉碎 这个钉字俨然已经不成样子 眼看要变成三个彼此隔绝的一了 如果钉字的终点遭到截断 晚成一线如何 姑且不论 左右两个 一字上数万曹军 连带着正狂奔往终点位置 逃亡的曹操本人 全都死路一条 反之 只要邓成大营和樊城上在 钉字的终点 就没有失控 曹军就仍然有调度兵力挽回败局 扭转乾坤的可能 所以 于静只能咬牙顶在他的邓成大营 竭尽全力地与关羽对抗 此时 整个战场上 对曹军来说 最没有必要控制的 便是樊城 以西的大片区域 由此到房陵 再到汉中 全都是大片重山峻岭 总不见得曹真还能一鼓作气 杀进汉中南政 正如于静所说 曹真所部最适合立即调动 曹真一到邓成 关羽的攻势必受阻握 而于静 朱灵也就能腾出手来 奔去接应曹操 自从大水之后 曹真的注意力本来就一直向东 并且领兵不断向樊城靠拢 预备支持樊城里的张河 樊城北面的于静 朱灵二将 此前距柳燕方向的杀生 曹真离得远了 未能及时注意到 可关羽突出瞪赛 沿途横扫的情形 曹真哪里会反应不过来 他早就领着部下 轻急出外巡视 以备不测 待到亲眼目睹 关羽如暴风般卷过战场 曹真本人尚不气馁 深周将校 无不害然失色 曹真曾担任虎豹旗的统领 急剧勇力 三年前 他在关中 曾与陈道所领的汉中 王帐下惊奇对抗 后来又与李点携手 对战黄中所部 多年征战下来 他战功有的是 眼光也有的是 聚拢在他身边的 更都是桀骜赶战的勇士 绝不会轻易服人的 可这会儿的眼前情形 却让所有人 隐约额头见汗 腿肚子仿佛将要抽筋 诸将郑游 一该怎么办 于静遣出的 军事狂奔而至 带来了魏王在聚柳燕遇袭 正年饮水败退的消息 怎会如此 这局势如何会变作这般可怕 曹真只觉得荒唐 就在巡悦前 他还与司马懿商量 得抢在战局底定前 尽量折返京香 以求在魏王面前有所表现 竟然能争取 捍卫善替后 朝堂上较高的地位 这才几天 襄阳就丢了 邓赛就丢了 魏王自己 都要狼狈奔走了 自曹真从军以来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形 而原本足以带汉的 强盛军政集团 在这时候 仿佛忽然献出了 几分衰微和动摇 魏王可千万不能有事 曹真浑身发冷 在马背上晃了一晃 众人以为他要晕倒 连忙将他扶下马来 有人还试着去按他人中 熟料 曹真猛力挺腰 又跳了起来立鹤 立即把引起兵 快 快 带到传令官领命去了 曹真稍稍冷静 鼓励部署们到 关于所部的兵力有限 而且大都是在 邓塞敖战时日的疲惫之足 此时固然攻略如火 正合之刚一折的道理 我们以一代劳 足以与之抗衡 说到这里 他又点一名护从 这些日子收拢的败兵 溃兵调急缓慢 我们不等他们 本军的步骑 连带中坚营全部 率先出动 中坚营两千甲氏居前 司马肺耀领军 本军骑兵 以千奇分左右两亿 两百齐居后 其余万人 皆由本江清岭 立刻出发 说到这里 他仰头看看天色 一时孤不出到了 下午什么时辰 今日天色本来阴暗 加之邓塞 凡城一线的沙场 晨雾弥漫 恍惚中 似乎已经黄昏了 焦州军 为了抢在天黑前 有所收获 一定会追杀得更紧 而天黑以后 魏王所部更难维持剑制 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此事杀贼爆笑之时也 曹真提高嗓音 我就在此等待 五十席内 本军和中坚营到此集合 迟到折斩 很快 集合军队的骨脚声 此起彼伏 士族们叫喊声 战马的斯鸣声 轰然而起 曹真收束了自家甲咒 正在上马 呼听到后方一阵骚动 他急忙转头 见一宽袍大袖的文官 策马急驰过来 满头大汗地奔到曹真身前 却是司马懿 仲打 你来坐肾 子丹 你随我来 司马懿探手去抓曹真的马将 曹真不明所以 被他牵着马走了几步 赶紧勒住 仲打你做什么 我军要立即去支援邓城 接应魏王 耽搁不得 司马懿压低了声音 敌情有变 子丹 我不不能轻动 曹真失声贺问 仲打 你开什么玩笑 司马懿用力拉着曹真的战马缰绳 也不知他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你来 我们上高坡去看 曹真觉得 司马懿怕是有些疯癫 但此人是魏王府中参与机密的大力 又和曹丕亲善 地位非同寻常 饶使曹真也不能慢待 于是竟被他一路拉扯到了左近的高坡上 曹真在坡上向东看 只见原先围攻邓赛的大队曹军四处奔逃 一面面旗帜被丢在地上 大队将士从这些刚才还威武飘荡的旗帜上践踏而过 将之深深地踏入大水造成的连绵泥泞中 荆州军势如破竹地继续向前 他们所经过的路途上 依稀可见满是曹军将士的尸首和仪器的武器 就像是汗水涌向岸边 网滩图上气质无数杂物那样 曹真脸上抽搐 忍不住哀叹一声 这样下去 于文则那边很难坚持 我们非得尽快支援才行 身后却传来司马懿气急败坏的声音 子丹 你往西面看 往这边看 曹真猛回头 只见司马懿直指着樊城西面 汗水上游的荆棘嘴方向 那是一道绵延约十余里的土岗 与曹真所部的营地距离约末七八里 大约与汗水南面的万山相对 当日李张和修建福桥连通两岸 北岸的一头便搭在荆棘嘴下 还建有相应的营栈 然而大水之后 福桥近毁 张和早就抛弃了荆棘嘴营地 将全军都收入返城 按道理 那地方应该空旷一片 什么也没有 然而就在曹真和司马懿的眼中 荆棘嘴后 晦涩的天空下 开始有一面面军旗树立 深色的军旗和人马 像是密密麻麻的小点 逐渐出现在图岗顶端 仿佛光秃秃的图岗上头 凭空多出了一片树林 第1053章 少年 那不是曹军任何一步 那是敌军 曹真师生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可能 他转而瞪向司马懿 是不是荆州军的水军 荆州军竟以水军运在冰原 绕行汗水上游 以及我军的父辈 司马懿苦笑 不是荆州水军 这些日子我们的哨探监视水面 昼夜不鲜 真要荆州军船运在重兵 速汗水而上 我们绝不可能猛然无知 那这只兵马哪里来的 他们是假的吗 还是叉翅飞来的 曹真暴躁地喝着 忍不住挥鞭乱扫 打得战马左近的荆棘灌木 劈趴折断 枝叶横飞 正要全军往东去的时候 出现了一只新的敌军 随时能够显尾追击 这代表什么 代表几军的东晋支援 必然会受到阻碍 代表于晋那边 面对关羽的压力 会比预想中沉重得多 代表魏王在营水沿线的撤退 会更加孤立无援 这简直是绝境 这 眼下从东到西 各部简直没一只能动的了 数以万计的大军 全成了祖上鱼肉 这一切 难道是荆州人士前算好的 整一场荆湘大战 从头到尾 他们就在等着这一刻 世上怎可能有这般 鬼神莫测的谋划 怎会有这般险恶阴损的心肠 此前邓赛和聚柳燕那边的安排 或许真是敌军的预先布置 可金鸡嘴这边 怎么会凭空多出来一只大军 他们又怎能如此巧合地出现在此 曹真头痛欲裂 简直压不住情绪 怎么办 这该怎么办才好 他一把揪住司马懿 重打可有妙策 司马懿苦着脸 本军石不能轻动 一动 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子丹 如今只有先派铁机 去探一探比军底细 金鸡嘴上 一名老族拖着两根断裂的木头过来 将之竖起 另一名老族挥着锤子 把木头砸进土港顶端松软的地面 然后 第三名老族过来 往木头上面各摆一句都谋 前一名老族要再取木头 另两人都道 不能再往前了 再往前就没有荆棘灾木遮掩 容易被看出破绽 于是 三人往图岗顶端的灾木从后方退几步 找了一株横生的老树 往上面捆了一杆旗帜 这旗帜的旗面肮脏得很 是他们沿途搜罗的曹军军旗 不过 毕竟曹军也打着汉军的旗号 一些承担具体职能的方位旗 或新秀旗 兽旗之类 形质上并没有极大差异 三名老族的后方 还有百数十人彼此帮衬着 将诸多旗帜和伪装成将士的木桩 竹捆竖起 托曹公所设水公之策的符 从驻阳往汉水下游来 沿途到处都是被冲垮的营地 被丢弃的军用物资 收集这些东西 倒是不难 指挥着这些人的 是一名相貌俊朗的少年军官 荆棘嘴上的地形 未必有多么开阔 能用来掩饰的灌木荆棘 数量也不是很多 可这少年军官真有几分才学 拿着简实来的旗帜牌布 偏给他排出了千军万马的架势 偏给他下住了曹真 整个高岗上下 其实就指着百数十人罢了 这些人还不都是五人 其中有数人这文官福色 显然是汉中王麾下地位甚高的文官 这时候 有名文官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正皱着眉头 给自家两条大腿内侧抹药 这姿态斯文扫地 实在不雅 但他们这一行人 火急从汗中赶来 昼夜兼程地穿过 曾为战场的房灵 直到京香附近 一路上马不解鞍 好些人的大腿内侧都被磨破了 若不及时处置 更大的苦头还在后头 就算这会儿 也已经痛得那文官 两条白眉乱斗 他咬着牙 呼呼地抽着冷气 好不容易将药物敷上 却见一名部署 从前头过来 布满地道 这算什么 那小娃拿我们这些人 当苦力来用吗 文官皱了皱眉 那部署还要再说 文官沉声道 军师吩咐了 有关军务 我们只消听从 怎么 你以为不妥 部署一缩头 顿时不敢多言 快去帮忙 马良嗤了一声 起身道 罢了 你和我一起去 这文官 正是军师将军 诸葛亮的得力部下 襄阳移成人马良 当日 金香大水 起源于汉 玉良水上游 同时暴雨 以诸葛亮对金香地理 其后 水文形式的了解 立即判定 金香战局将变 但是 以曹军兵力之雄厚 以曹操之鬼诈 这变局 究竟是有利于己军 还是不利呢 诸葛亮毕竟远离战场 并不能把握 第一手的情报 他只能立即移住 汉中南政 抓紧调度一周的人力物力 以图随时支援金香 经一两周之间 安全的传讯通道在辖江 但军使若从那里过 沿途重山峻岭 大江大水阻隔 抵达汉中 怎也要二十天前后 故而自从未言 孟达两人在房陵 取得一定优势 荆州军使便从房陵传信 这条路虽近 沿途却很可能 撞上曹军游骑 所以 军报用秘语写救 内容也很简单 其后数日 荆州方面来报说 大水漫过 曹军死伤无数 而官 雷两位将军有了谋划 打算借此机会 一举夺取襄阳 樊城 并给曹军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寥寥几句 顿时令得诸葛亮忧心 在诸葛亮看来 大水导致战胜是好事 但荆州 焦州两军的力量终究有限 战胜之后 须得控制住自己的贪念 且稳固已有的成果 若一味地追求更大胜利 便很可能遭到曹军反击 反而前功尽弃 他身为军师将军 举凡军国大事 无不在管辖之内 既然反复私存 不能放心 便立即派了副手 马良出面 代表自己紧急前往荆州 与官宇 雷远共同权衡下一步的 作战计划 马良领命急行 带着百渔旗穿山越岭而来 谁知当他没到祝阳 已听闻官宇夺了襄阳 邓赛 马良慌忙加紧赶路 打算直奔到牛首附近过汗水 然而就在寻觅舟船的当口 他们只听得东面繁城附近 直到更东面不知多远 到处杀声震天 全都已经打成了一锅粥 官云长和雷叙之 竟你动手了 看着规模 还打出了赫赫威风 马良将袍袖扎紧 提步登上土坡 曹军动向如何 少年军官道 曹军约有两万上下 他们适才拔营俱重 显然是将往樊城 邓城一线支援作战 我们虚设旗帜 现已将之拖住了 希望拖得更久些 必定有利于荆州战事 这少年军官 却不是军师将军的下属 而是此前挟汉中王沛 见到南正 受诸葛亮 以全权的汉中王侍从 诸葛亮与之一续 便赞其思虑精密 堪称梁州上市 恰逢马良要往荆州去 须得穿过乱兵纵横的房陵 这少年军官又自告奋勇 愿领不去沿途护卫 诸葛亮身边 意识到还真没有 比他更合适的人 诸葛亮又深知 汉中王浅这少年出行 本来也带着 史之历练的意思 当下便允准了 还叮嘱马良说 路上若与曹军接战 尽量听从这少年的意见 结果到了这里 一看两军已经厮杀成团 这少年竟跃跃欲试 想要参与到大战之中 以马良的本意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他也不得不赞叹 不愧是梁州英杰 实在是胆大如斗 马良卿笑了两声 但要劝说谨慎小心 忽见东面一溜燕尘 直驱而来 那一定是曹军派来的真起 少年军官兴致勃勃 呃 我们是否该避一避 不用 带我杀散他们 再吓他们一下 少年纵身上马 打个呼哨 历史领着二十余梁州骑士 奔下土港 笔直地迎了上去 带领着对曹军轻骑的 乃是曹真的副将废药 平日里负责统带中奸营 他本拟领兵急往邓城去 却听闻西面有敌军演致 于是得曹真号令 领骑兵百余火速前往哨探 奔到半路 正撞上金鸡嘴方向迟来的骑兵 两方骑兵对冲 各自先劈劈啪啪射一轮箭矢 随即战马交错 彼此以枪矛刺激 刀剑护砍 人马纵横来回 甲骤与武器铿枪撞击 受伤的骑士 纷纷落马如雨 敌方为首一名少年将军 尤其勇猛异常 他要武扬威来去 须于便斩杀曹军勇士数人 又持弓使连射 射翻数人 扰得曹军骑士队列大乱 废药所部虽是中间营的精锐 一时居然也难以匹敌 他催马直冲出周旋战场 身边将士已少了三成 此人是谁 可有人认得 废药抹了把汗 急问左右 左右哪里能打 正茫然间 便见那少年挺枪一指 高声喝道 对面曹将 可知天水江博约吗 第1054章 千志 片刻之后 废药带残布纵棋而回 曹真迎上前去 入眼皆是仓皇神色 顿时心中一个格愣 怎么回事 探出了什么 废药口唇颤抖 梁州人 是梁州人 前队骑兵极其精锐 后头军骑层叠 兵马数量不知多少 这一场大战 要面对荆州 焦州之兵 已然焦头烂额 如何又来了梁州人 不可能 曹真顿时惊呼 司马一上前半步 废司马 我听闻 那焦州雷远麾下 也有一支梁州骑队 统领乃是马超的 从地马带 会不会 废药连连摇头 不是 不是马带所步 这一波兵马的先锋 乃是梁州大姓 将是子弟 换作江伯约 厮杀时 我听得明白 此人却是汉阳口音 随行其事 都是他的宗族布曲 彼此配合贤熟 精善互相掩护的 短剧冲锋 曹真连惊呼的力气 也没有了 司马懿也觉头疼欲裂 换了其他人在此 大概还会再盘算盘算 这其中的奥秘 偏偏司马懿 自己是在关中常住过的 曹真也几次领兵到关中 参与过和梁公马超的对峙 他两人 都很清楚梁州的局势 如果说来的是某一队 枪湖骑兵 那还好解释 这些年来 一周与梁州往来甚密 焦州军既然有梁州骑队的编制 荆州这里 或许也有 但一个梁州大姓子弟 领兵到此 代表什么 梁州大姓素来雄武 非如此 不足以在厮杀残酷的边地立足 但他们大都以汉城自诩 与统合枪湖叛军起家的马超 不是一路 所以过去数年 极少参与马超主导的战士 能够指挥他们 将他们的力量充实到军队里的 只有刘备 以梁州大姓部区组建的武力 出现在京乡 说明刘备对梁州的整合 比预想中更快 说明刘备在梁州组建的军队 到了京乡 三年前 关中大战 刘备便是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 逐次投入力量 最终给魏王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损失 此时此刻出现在荆州的 一定是能够改变战局的强大兵力 这仗还怎么打 哪还有半点机会 想到这里 曹真仿佛凭空坠入一个雪洞里 从头到脚都是冰凉 再往下 曹真已经不敢想了 曹真不敢想 司马懿却心念电传 想到了很多 梁州军怎么来的 或许是通过防灵一线 可防灵那边 哪里容得梁州人的大队骑兵通行 又或许 难道说关中那边 刘备竟已经动手了 他们竟已经打通了蓝天到武官的通道 欲想 欲试惊骇 他与魏王世子曹丕友善 在兄长司马朗病逝后 他早就把自家的前途 家族的前途 全都戏于曹氏 进而戏于曹丕一身 若梁州骑队是从蓝田 武官一线奔来 关中战局莫非朝夕间崩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身在长安的曹丕 会怎么样 那些数以万计的 围绕在曹丕深州的军民文武 会怎么样 不过 这种时候 或许真就是危及存亡之计 该考虑的 已经不是战局如何 数万将士如何了 万一为王父子同时遇险 整个政权会怎么样 我和内温县司马师的未来 又会怎样 我这么些年的劳碌奔忙 又所谓何来 这才是要考虑的 这才是要竭力避免的 子丹 他换道 啊 什么 曹真的声音略显迟钝 司马懿站到曹真的战马旁边 急促地道 你把兵符给我 我再叫上张和锁部 竭力在此周旋一阵 阻住来敌 你领本营精锐 不步 只带骑兵 立即奔往邓城去 到了邓城 告诉于静 这里的情形 然后不要再纠缠了 汇集全军的清齐 接应魏王 全力北走 仲达 你是说 司马懿环顾四周 见部署们都在稍远处 才继续道 这时候 带着大鼓部族 全是累赘 这场仗已经输了 子丹 你什么都别管了 赶紧接应魏王退走 伸 什么 曹真额头清惊乱跳 你胡说什么 此前虽然局势艰难 可曹真这样的中将 依旧对自家的兵力优势有信心 在他眼里 荆州军和焦州军 只是齐齐得手罢了 只要魏王重整旗鼓 不是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但司马懿却说得直白 他已经完全不想维持战局了 局面到了这样的地步 咱们只求保住魏王 魏王不能有事 司马懿压低声音 你是曹氏宗族重将 这时候只有你断然出面 才能迫使于静等人听令 曹真几乎不敢相信 这等果决的言语 是司马懿这个文官说出来的 但看司马懿的表情 又慷慨异常 全无动摇 他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 却完全没有反驳的理由 而司马懿的坚定 愈发使他生出 凛然敬畏之感 曹真奋身下马 诚恳地道 今日方知 仲达是这样的忠诚于王室 我虽自愧不如 但也愿听从仲达的意见 采取断然的手段 只是 曹真用力握住 司马懿的双手 只是 仲达你留在此地 太过危险 司马懿咬牙道 如今局势 何人不在危险之中 祸福患害 一游一眼 说得好 说得好 曹真取来兵符 交到司马懿手中 那就拜托仲达了 当下两人分别 各自行动 曹真策马奔了一城又回 仲达 你在这里 打算如何应付 司马懿指了指 金鸡嘴方向 子丹你看 敌军阵列虽成 却不进军 分明是远来疲惫 不愿打硬仗 他们希望先以威势 迫使我军动摇 再追往主北 既如此 我排兵布阵 列出大队 虚张声势 已显我军死战的决心 必定能牵制住他们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此计甚妙 曹真连连称赞 玄疾带着精锐骑兵 往东去了 司马懿从高坡上往下走 聚拢留守的将校 立即列阵 向西面列阵 他是随军许久的大力 自有威严 只一声令下 原本准备向东行军的曹军万余人 接出迎列阵 全神戒备 各部 各队之间 督战队持大刀游走 鹤令将士 有死无退 一时间 曹流两军列阵对峙 杀气冲天起 荆棘嘴上 将士们全都大喜 就连一些心存疑虑的军力 老族 这会儿也进阶福音 马良先前有多么担心 这会儿便有多么哑然 成了 真把曹军唬住了 他不禁拍着姜维的肩膀 连连夸赞 姜维到底是个少年人 发现自家奇思妙想 果然立功于疆场 又咒得马良夸赞 他忍不住双手插腰 昂首大笑起来 第1055章 会合 司马懿的判断 建立在对敌情 完全错误的估算上 可他判断出的结果 倒也不能说不对 这一场大战 魏王真的输定了 至少 遇水已冬的局面 已经彻底没办法扭转 焦州军沿着营水 继续追击 曹操一路向西 沿途每逢一队赶来的部众 便令之列尖阵阵 据险要 沿河死守 这一路上赶来与他会合的 先有越旗校尉薛桥 和长水校尉带领所部 接着有屯旗校尉 人符和步兵校尉断招所部 再之后 是曹修派遣在苏岭山 驻扎的偏将诸葛前所部 就在片刻之前 又撞上了 从浴水上 有火急赶到的 萧綦司马夏侯如所部 这些全都是曹操多年来 聚合的精兵强将 外能扫平强扣 内能镇压不服 每一部将士 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精良完善的装备 又得曹氏善待恩养 醉是忠心赶战 曹操每接见他们 又必定须以重重的奖赏 对士族们授予填装 和免税的特权 对将校授予诸多将军号 并须以封侯 短短一个时辰里 他封出的侯爵 前后超过了百数 并由寻常关内侯 一路升到万户侯 然而 这些层层列阵 誓死敖战的精兵猛将 仍然不停地溃退下来 竟没有人能阻住 焦州军的追击 曹军不可谓不努力 但一来 他们都是从行军状态 直接狂奔赶来支援的军队 本身也都是匹兵 二来 他们任何人都想象不到 焦州军已经彻底杀出了性子 他们促然投入战场 却承受不了 如此猛烈的不断进攻 古时的兵法 大家司马上居曾说 凡人 死爱 死怒 死威 死义 死利 意思是 调动将士的斗志 让他们勇于拼死 需要再爱 怒 威 义 利 这五项上面下功夫 对焦州军想而言 雷远带将士如家人 十年不屑 这是爱 焦州军的骨干多与曹军久战 身负家人 清倦 同袍的仇恨 这是怒 雷远身为天下名将 所向披靡 君令如山 这是威 再加上汉中王政权 多年来高举讨伐曹贼 恢复汉家秩序的义奇 和将士们在土地 钱财 前途上实实在在的获利 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积累 仿佛就在此时此刻 完全爆发 使得本该疲惫欲死的焦州军将士们 强行压榨出了体内最后一丝丝力量 将他们完全释放于曹军阵前 何况 眼前所有人追击的是谁 是曹操 是那个逆贼 在砍杀曹操 立下绝世大功的刺激下 焦州军将士气高涨 如火山迸发 杀气升腾 如洪水倾泻 马带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冲散曹军队列了 他身边的从齐多的时候数十 少的时候十数 有时候换了几位本不在马带直属的骑士 但谁也不在乎这个 编织乱了算什么 曹操就在前头 所有人向前冲 大军刚开始追击的时候 马带还能竭力控制不武 从容调度 可队伍追着追着 愈来愈乱 渐渐地失去了控制 但所有的将士 仍在奋勇向前 于是马带明白了 这时候 需要的不是指挥 他只要只是将士们敌人在哪里 只要把握住节奏 不断打碎曹军的抵抗 只要身先士卒 一直向前 这一次 他冲得太猛 被一个曹军军校去找了机会 调度百余士卒 将他和十余其围拢 马带的长朔 换过两杆 随即用随手夺来的长矛 长枪作战 但就在片刻之前 他与敌方骑将对战 将长矛折断了 于是便抽出身边的还手刀 左右劈砍 他用的还手刀 自然是专门打造的 百炼钢刀 长刀锁过之处 哪怕铁甲也都碎裂 肢体更是一呼而开 犹如豆腐 正厮杀的兴起 忽听耳边近风大作 他急闪身时 兜眸上 已中了一记流箭 巨大的冲击力 将兜眸侧面 打得凹进去了一块 使马带得 脑炉 嗡嗡作响 就在此时 一名曹军勇士猛扑上来 想要将马带拽下战马 马带竭力控马 昏昏沉沉间面门 被打了两拳 鼻梁鼓顿时折了 鼻血像瀑布一样 喷溅出来 但马带也抓住了 那曹军勇士的破绽 挺刀从他的下颚 直插进去 一直往上 刀刃直撞到天灵盖方指 那曹军勇士顿时不动了 因为刀身在下颚骨里嵌住了 马带反手抽刀 竟没抽出来 于是他松开刀柄 将尸体往地上一推 又俯身随手捡了柄短脊 但要鼓勇再冲 却听得身边有人爆雷也四狂吼 吓得马带的战马人力而起 马带连连乐将控马 好不容易安抚住马匹 便见赤里宁塔 如娇州特产的犀牛那般 冲过去了 他还双手各持巨型长刀 捂得如颇风也似 所过之处断壁残枝纷飞而起 马带大惊 这丝怎么赶上来了 赤里宁塔是须于 不离雷远身边的护卫 这头猛兽既然入阵 说明雷远也已经追得近了 马带急回头 果然见到左将军雷远的大道飘扬 数以千计的不起好似一条长龙 呼啸而来 攻入巨柳宴前雷远曾对马带说 愿拿马开五百伏 换一颗非同寻常的手机 还说 马带的动作若是慢了 他就要亲自去取 果然 他不是亲自赶上 来了吗 问题是 这颗手机 怎能落在他人手里 那可不成 马带顾不得鼻腔冒血 连声叫嚷 他策马在乱军中绕了个圈子 历时便聚集起数十起 跟我来 我们别纠缠了 直接去御水水口 我们往高处绕过去 堵住曹贼的退路 曹操正往御水和饮水交汇处 竭力奔逃 之前他一边后退 一边还能分派兵力 试图稳住局势 但跑着跑着 队伍越来越乱 他便再没心思 也没空想 什么反败为胜了 他就只是在竭力奔逃而已 有时候 他骑着马逃跑 有时候 战马陷进了泥塘 他就下马来步行奔逃 有时候 护从们架着他 翻过某些实在难走的坡地 或灌木丛 还有些时候 护从们被败兵冲散 就连曹操自己 都难免被连三接二地撞得摇晃 栽倒在地 洪水过后 河畔的地面泥泞不堪 有泥水 也有血水 曹操一时挣扎不起 连着滑倒两次 他勉强坐起来 发际都散了 灰白的头发 粘在了脸上 衣袍也零散 看不出是用上品输井做的了 他茫然看看身边 几名败族奔逃过去 谁也没理会 这呼呼喘气的原胖老者 这 这怎么啊 我有二十万大军 都是数年苦练而成的精锐 我有京香奸臣为凭 有朝廷的大义 有事前充足的准备 怎么这就完了 这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不对 我一定还有办法 曹操难难地说了几句 又问 俊玲 俊玲在哪里 他说的俊玲 乃是萧綦司马夏侯儒 但这会儿 哪里还有夏侯儒的影子 是才听他说 要探路 却不知逃去了哪里 曹操怒吼了一声 奋力站起 眼看身边有具被洪水泡发的尸体 尸体的手上 攥着一柄短脊 他试了几次 终于将短脊拔出 用力握紧 就在这时候 背后忽然猛地搭上七八只手 将曹操整个抬起来挤走 曹操吓得心脏几乎都颤了 什么人 夏侯儒气喘吁吁的声音传来 大王 玉水上任浮孝未嫁起的浮桥上载 我们赶紧过桥 过桥之后 就能和于文泽所不会合 就安全了 好 好 曹操昏昏沉沉 直到脚底踏上那座 今早临时修建的浮桥 才稍稍安心 这附近的地形 曹操十年前南下破降流从时 就曾勘查过 浮桥对面是一处地势较高 顶上陵木茂盛的自然堤坝 越过堤坝 有片平坦的洼地 洼地北面是邓城 南面则是邓塞 当日曹操置得一满浮邓塞之州 便是在这堤坝上扎营调度 此地距离于静的营地 不过三五里路程 于静手里 足足还有三五万兵 有这三五万兵 至少不必惧怕焦州军的追击了 曹操站在桥面上 虽说饮水上游杀生依旧 还如雷鸣般愈来愈近 轰隆隆地灌进两耳 但既已站在浮桥上了 想要脱身就不难 他稍稍放下心来 抹了妈脸 又拢了拢衣袍 想让自己一会儿 入邓城大营时 不至过于狼狈 随即他又看看身边的护从们 还有被人扶留在这里 看管浮桥的两三百将士 眼看士族们游宜 他仰天哈哈一笑 轻松地道 往日只知刘备 关羽 金帆却遭小辈所称 实在是可笑 不过 正想多说几句 稍稍鼓舞士气 却见夏侯如匆匆回来 皱眉道 奇怪 浮桥既然完好 为什么于静等部不速来支援 什么 这句话 让曹操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情形 他经得虚发皆数 你说什么 夏侯如连忙道 大王 我是觉得奇怪 浮桥既然在 于静等人为何不来支援 曹操拔足急奔 在护从们大呼小叫的追逐下 这年于六旬的老者 以极其敏捷的速度 登上御水对岸的自然堤 站到了能够眺望御水西面情形的高处 然后 他便看到了 听到了被自然堤阻遏住的战场情形 原来 御水以西也不消停 只是此前 众人没想到罢了 在这一刻 曹操的视线 他的心跳 他的思想 几乎都凝固了 他看到了数以万计的曹军将士 奔跑着逃亡 为了争夺一条道路 彼此如同惊涛骇浪那样的撞击 而道路以外 在视线范围内的一切 树林 草垫 泥滩 挖地 全都被溃兵塞满了 那些不久前 跟随曹操 从晚成耀武扬威而来的将士 呼嚎着 哭泣着 将武器 甲咒和旗帜都抛开 往东 往北 往任何 可能避开敌人追击的方向跑着 数万人的癫狂恐惧汇集在一起 有一种说不出的荒唐 让曹操摇摇欲坠 于靖败了 于靖怎么能败了呢 还有朱灵 还有曹真 张和 他们 他们都败了 第1056章 如虎 关羽突出邓赛 横扫朱军 其势头之猛 搏杀之惨烈 超过许多军将 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他终究是个人罢了 又不是什么神灵 当年他随刘备在徐州时 方当壮胜 正是一生中 勇力最强的时候 可曹操以万众灵芝 还不是一举成情 终究人有极限 这世上没有谁能凭一己之力 抗衡大军 曹操在邓赛前线 布置了于靖 朱灵 而左右 在以曹修 张和 曹真等不相携 这些人也都是名将 素将 领着十倍精锐之兵为功 怎也没有败的道理 更不该败得如此惨烈 只可惜 正如孙子兵法所述 乱生于智 妾生于勇 弱生于强 智与乱 勇与妾 强与弱 是会不断转化的 而转化的微妙契机 又会重重叠加 生出翻转人心的巨浪 此前玉水已东大乱 于靖紧急收兵回应 在邓城大营周边 抵挡关羽 已经使得将士们 巨多慌乱 在高作 长雕 和帽 王摩四将所部 被关羽击溃之后 将士们更是惊恐 于靖 朱灵两人竭力稳住大营 都觉艰难 好在于靖本人 是以严整著称的大将 近年来 隐约为 夏侯曹氏以外 异姓朱将的首席 将士们对他的言语 保有最基本的信赖 他说 局面定能扭转 说曹真所部 马上就来支援 说 晚成 心也还有大军随时出动 将士大致是信的 并且也愿意 跟着于靖和朱灵 再努力一下 试着去争取那个 已经有些缥缈的 胜利果实 高作等四将虽溃 终究于靖 还能调动 数以万计的胜利军 他整顿败兵的速度 又很快 故而死守邓城大营 苦熬过两次攻势以后 关羽一时游兵在外 竟无下手的好机会 败退的势头 稍稍遏制 将士们的信心 也就随之回升 不少人道 于靖将军 不愧是擅长防守的名将 与那关羽恰是对手 这种将军 和氏族间的信赖 建立很难 还需要实时小心维护 比如于靖 始终以一张铁面示人 便是维护信赖的法子 在将士们看来 过去无数次面临逆境 于靖的脸色都丝毫不变 而最终总能逢凶化吉 那么这次于将军 既然脸色正常 想必局势没到不可挽回 这法子 不是谁都能用的 得有九战积累 来得威名 还得有专门营造出 将士们都熟悉的姿态 魏王每到逆境 喜欢大笑 以振奋人心 也是同样的法子 但这种姿态 归根到底只是小道罢了 将军再怎么镇定 终究要在战场上较高下 终究要根据战场局势 来调动应对 正当于靖节力 抵着关羽的时候 曹真带千余轻骑狂奔而来 随即留着骑兵在外 趁着关羽攻势烧歇 急急拉扯着于靖 朱灵网军帐中密谈 听曹真说了两句 朱灵顿时变了脸色 而于靖迟一片刻 忽然往帐外走了两步 待他转回来时 原本如铁的面容 完全垮了 简直要速速落下铁锈来 子丹 你那些骑兵 曹真稍有些黄祸 怎么了 于靖跺了跺脚 立声唤道 君政 在 来的这个君政 不是此前那个 先前那个往各营奔走 勒令死战的君政 已经在荆州军 一次突击中战死了 你立即去 将曹将军的部署们 与我们分开 莫要让他们在我营中 胡言乱语 那君政连忙出去 却已经晚了 此前 曹真与司马懿谈论片刻 随即将部族禁述气了 只领轻骑赶路 他自己虽不提起其中运意 可中间营的将士 多有速将老族 谁不是看惯了 沙场风云变换的 谁还会是 懵懂无知的傻子 而当这对骑士 到了于靖的营里 同为夜城中军议员 这些速将老族们 谁又不是熟人遍布各营 有什么疑惑 疑问便知 曹真带来的消息 根本隐瞒不住 他还在帐中 劝说于靖 朱灵 帐外首营 各军 已经军心动摇 先是军官们 交头接耳 然后将士们奔走相告 偏偏这时候 关于所部 正在营外寻找战机 使得将士们 更有传言的余裕 在极短的时间里 将士们传递的消息 越来越夸张 越来越无稽 有说 魏王已经死了 有说 御水东面无效 精兵尸体如山基 营水未知断流 唯独有一点 各种说法里都提到了 那就是曹真将军 和于靖将军 打算弃军而逃 曹真聊聊术语说完 于靖忽然感觉出 军中气氛不对 他历时知道 问题出在了哪里 鹤令军正出面 却已经迟了 古语云 宰相必起于周部 猛将必发于足武 说的便是为江者 当有身在最基层的经历 了解普通将士 所喜所惧 但曹真这样的青族重将 始终都缺了基层的历练 他们考虑战局的时候 习惯了 使普通将士们为工具 而非有拥有窃的人 很少考虑他们的反应 可身在前线抵死作战的 不正是这些普通将士吗 将军若能死战 士族涉于军威 也能死战 然而将军既然动摇 士族还打什么仗 虚余之间 人人恐慌 谁也不想再坚持作战 那军正尽力了 他策马及时出外 勒令曹真的部下们 越过邓城大营 往北面稍歇 又及时执法队四处弹压 没过多久 于靖本人也亲自出面 连杀了几个胡言乱语 低士族 然而就算盛世之中 士气也有在而衰 三而节的时候 何况本当败局 所有人只是勉强支撑着 一旦有人动摇 便如瘟疫一般瞬间传染 军心更如杀强崩溃 哪里还能重新表护成原先模样 这样的局面 哪怕是擅长整顿军纪如鱼镜 也没法短时间收束 而与他们对战的关羽 偏偏是当代最精通捕捉 攻守机会的兵法大家 更是被无数次出生入死 锤炼出敏锐嗅觉的沙场豪杰 曹军军心稍一动摇 关羽便觉其迎间军败之气 如群鸟乱飞 立即召来邓赛中的生力军 发起最猛烈的攻势 关羽本人 亲自横刀催马 倒赢破阵 关羽的勇力世人皆知 本来就没人敢正面抵挡 此时军心慌乱 关羽的军旗尚在数十部外 曹军士族们便发一声喊 丢亏气甲逃 起初荆州军后继各部奋勇杀入 都打算泄入曹军的营地 撕扯敌方防守 再继之以苦战 谁知这一次发动攻势以后 曹军竟孱若至此 荆州将士冲锋岛阵 往来披靡 他们起初还以三五百人为一队 后来杀的兴起 队列分散为百数十人 甚至数十人 可无论兵力多少 他们都在尽情驱赶着混乱不堪的曹军将士 他们用战马冲撞 用长朔砍杀戳刺 用环手刀疯狂劈砍 用强弓劲弩四面射击 见人就杀 鲜血碰洒在空气中 化作气味浓烈的血物久久不散 而血雾之下的邓城大营 从动摇到坍塌 继而崩溃 最后 成了被荆州军洪流血果冲刷的泥石流 于晋起初还想挽回 奈何兵败如山倒 人人只恨少掌了两条腿 将军长雕 曾为曹仁麾下先锋 勇猛善战 素有军中注石之称 他的部下 也是此前与关于野战时损失较小的 始终保有两百余旗 追随左右 结果营地被攻破 他的部下遭败兵席卷 终究兴散 他连忙拨转马 改朝大营西北面的泥洼地带奔走 打算借此为掩护脱身 不料前方正撞上 荆州军的校尉世人 世人乘胜杀的兴起 挥舞着一根长矛 大喊着直冲长雕来 长雕不愿练战 拨马多了一个圈子 想避开此人 世人却催马在后面紧追不舍 长雕不停马 偷偷取弓搭舰上弦 准备带敌人逼近了 猛一个翻身便射 就在此时 却不料 跨下战马前蹄扮在了泥塘里 长雕猝不及防 整个人倒栽葱着地 顿时驳梗断裂而亡 世人急忙下马向前 抽出短刀 割下了长雕的手脊 将之挂在自己的马鞍侧面 正忙着调整手脊的位置 关于本部铁集接制 关于纵马从世人身边过 斥了一声 别耽搁 继续厮杀 是 是 世人平日里 对关于的傲慢颇有怨言 但此时大胜当前 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他眉开眼笑地 将长雕的脑袋扎牢 催马紧跟关于 关于横贯战场 毫不停歇 他已经很累了 毕竟他也年近六旬了 虽然对外表现得 鹦鹉如常 可实际上 从幽病边地 到酷热南方 辗转千里 今年的戎马空总 南征北战 难免摧着了他的刚强体魄 何况在今日之前 他也毫不停歇地指挥了 将近两个月的战斗 其中 攻入邓赛以后 更至少有数十次 身当前敌 与人浴血搏杀 这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额头有些烫 身体 却像是要飘飞起来那样 但他依旧叱咤呼吓 迎风奔走如虎 军起所到之处 荆州将士争先恐后 如潮涌追随 关羽的内心 始终如年轻时候那样 是个勇往直前的斗士 所谓的富贵 权势 对他来说 并没有意义 他的目标 始终和数十年前一般无二 便是辅助玄德公 扫平天下 重建汉家盛世 现在 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可惜于静等人跑得太快 一时竟不知道往哪里捕捉 不过 今日真正的目标 本来也不是这群鼠辈 关羽环顾邓城大营 冷笑一声 他抬手指向大营东面 靠近御水的自然地方向 我们去那里 曹公必是从那里来 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土灰 上 东面喊沙声声逼近 那是雷元所率的焦州军 西面几军奔走 如几万头狂乱逃窜的牛羊 而关羽的军旗 正破开崇崇拜军 笔直破来 明摆着 敌军将一切都已经算好了 而我曹梦德 始终是他们箭矢射程中的猎物 可笑却不自知 当年霸王在该下的四面楚歌情形 大概便如此刻差不多吧 大王 我们怎么办 夏侯儒的脸色正清正白 颤声问道 夏侯儒是夏侯上的从弟 因为喜好武士 去年起担任曹章的副手 可到了关键时刻 这小子一点用都没有 曹操恨不得当场拔剑 把这个无用之人砍成两段 但他四肢百还疲惫异常 竟拔不出剑 曹操还想仰头大笑 还想告诉所有人自己能赢 但是 眼前的凄惨情形 身边惊慌失措的将士 和他自己胸口一阵阵憋猛无力 都在提醒他 他输了 输得干脆利落 输得彻彻底底 这样的败仗 较至于当年的赤壁 还要惨痛 那一次损失的将士再多 还可以将责任推给一并 而重要的将领们大多无损 这一次呢 徐楚 乐静 满宠他们都在哪里 于静 朱灵 张和 曹真 曹修等人又将如何 这是足以动摇政权的败仗 而对面崛起的对手 却比赤壁时 强大了何止十倍 百倍 输掉了这场仗 继而很有可能 输掉自己数十年熬战 争取来的东西 输掉他本想借着开机见夜的威风 一举实现的东西 更何况 敌人来势汹汹 目标岂是那些蝼蚁般的小族 他们是要我曹梦德的脑袋 夏侯儒还在惊慌地追问 吵闹得很 曹操将他推开 恍惚间 想到自己十余年前写过的一首诗 那诗里怎么说的 他垂了垂自己的脑袋 才想起来有这样几句 神龟虽兽 悠悠尽食 藤蛇成雾 终为吐灰 写着首诗的时候 曹操已经扫平了袁绍 并向北徽边押服屋环 待中原 河北聚在掌中 又立马莫兵 以求南下 攫取荆州 那时候的曹操 何等的豪迈 何等的气壮山河 雄心万丈 是以 诗句虽以神龟虽受两句开篇 重要的 却是后头志在千里 和壮心不宜两句 可现在 现在的情形 又该如何 我的志向 我的壮心 还能实现吗 曹操忽然觉得头痛欲裂 剧烈的头痛 吞噬了他的思维 摇歹着他的精神 他狠狠地抱着脑袋 靠着一株树木 慢慢坐倒 脑海中 只反复回荡着那两句诗 神龟虽兽 游游进食 藤蛇成雾 终为吐灰 他喃喃念着 有点想笑 可笑容看起来 又像是哭 身边的紧剩的护从们 面面相去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威严异常的魏王 这般表现 已经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司马 咱们不能在这里耽搁 还是去找一艘小船吧 一名护从咬牙道 两边的追兵 都快赶上了 我们什么都别管 只能上船往北走 燕灵猴锁步顺着浴水南下 很快就能赶到了 尽快与他们会合 才有活路 夏侯儒连声道 你说的是 我们快去找船 他俯下身对曹操道 大王 你在这里等待 我们去找船 说了两句 曹操并不回答 夏侯儒无奈 只得令几名护从守着曹操 他自己和其余护从们 急奔往堤坝下方 一行人刚奔进浮桥左径 忽有一对骑兵如电池来 一看贾州戎府 便知不是曹军同袍 再看人马数量 约莫二十余 驻守扶桥的人府所部 尚有二三百人 因为一直没身临前敌 尚有胆气 这时发一声喊 二三百人迎上前去 熟料那队骑兵勇武异常 为首骑将当先冲击 从其紧随 他们冒着纷飞见识 一口气冲进了部族队里 在左处右入 右入左处地回旋厮杀 冲了两三回后 守桥的曹军将士连连往桥上退 那骑将纵马奔上起伏的浮桥 又将桥上曹军士族 杀得扑通扑通往水里跳 仿佛轻而易举地 就穿透了通路 静底欲水已冬 夏侯儒这时候 从堤坝下来 正撞着那骑将当面 他再怎么奔行狼狈 身上的戎服 甲昼 毕竟精良不似寻常士族 那骑将看见夏侯儒 顿时眼前一亮 催马直冲过来 闷声喝道 你是什么人 曹操已经败了 识相地赶紧气泄投降 老实回答 你可见到曹操了 夏侯儒愕然而立 浑身发抖 却不言语 那骑将不耐烦地再问一遍 又道 我乃扶风马带誓言 你若能说些什么有用的 我保你安全无事 还保你富贵 原来 马带完全不与阻击的曹军纠缠 刻意专找远离河滩的 崎岖小路穿行 一猛子直往西走 他不熟悉周围地理 路上好几次闯进了沼泽 不得不折返重新巡路 然而 饶是如此 也到得比雷远的本部更快些 最先赶到了 御水和饮水的水口处 他是焦州军中 地位极高的大将 说能保障安全和富贵 自然是有把握的 然而 夏侯儒身为宗士 又怎会被轻易打动呢 夏侯儒垂下头 仍不说话 这时候 夏侯儒身边的一名护从 终于承受不了压力 他大声吼道 我说 我说 这个人是萧綦将军夏侯儒 是我们领着曹操来到这里的 曹操就在 夏侯儒忽然大叫一声 拔刀便砍 另几名护从也同时抽刀乱砍 瞬间便将那试图招供的护从杀死 马带大吃一惊 随即冷笑 好 好 曹操就在这附近 对吗 夏侯儒五刀冲向马带 但他的武艺与马带相差甚远 刀刚砍到半途 马带横过短毛 打在刀身上 把刀远远地砸开了 夏侯儒傅又合身扑上 这一回 他竟两只手猛抓住短毛的毛尖 把自家的咽喉 用力迎了上去 这一下实在出乎马带的意料 他下意识地收手回夺 短毛的锋刃没有刺准 扎进了夏侯儒右侧的脖子 夏侯儒双手拽着不放 身体一下子下坠 于是 锋刃便朝左横向上移 划开了他的脖梗 直到左边的下额 夏侯儒瞪着眼睛 身体继续往下沉 鲜血从伤口飞涌而出 一股股地扑在马带的手背上 马带松开手 夏侯儒握着短毛扑倒在地 你们几个说 曹操在哪里 马带指了指其余几名护从 几名护从持着代写的还手刀 互相看看 一起向马带猛扑 他们全都不要命了一般乱砍乱杀 马带坐在马上 身躯转动不便捷 当场便左之右处 带到后头从其赶到 才将这几名护从都杀死了 曹操就在这附近 马带连声高喊 将手桥的曹军抓来问 再分散小队 四处去找 就在这时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忽然全都有银耳杀声爆起 东面是焦州军和曹军败兵 西面是荆州军和曹军败兵 南面和北面 又是哪里来的人马 马带皱眉问道 一鸣从其道 南面应该是曹修 他占了路门山没用了 正该沿着玉水北上 来救曹操 至于北面 应该是曹张 这司锁部全是铁骑 行动极快 这曹贼的兵 也实在太多了 杀不完的吗 马带骂了句 随即催促从其 曹操就在附近 快去查问 快去找 把他找出来 第1058章 《土灰》中 曹操的兵力 素来雄厚 哪怕到了这种时候 曹军依然还有军队能投入战场 而荆州军和焦州军两方面 大概没有什么余力了 荆州军的力量 用来控制襄阳城和周边巨大区域 要收揽数以万计的降兵 还要在洪水过后的一片狼藉中 维持向前线的粮末物资攻击 而焦州军则大步久战疲惫 随时可以倒下大税 他们在基明山的后队人马 也来不及抵达战场了 但马带听说 曹璋和曹修将至 并没有生出什么紧张感来 反倒是从骑门立即暴跳 互相都道 快去找 快去找 抓紧时间 莫要走了曹操 数十骑阳边催马四散 有往高处探看的 有往回去 准备找个曹军军官拷问的 马带倒没有参与 如果按照刚才那曹军 护从说出的片言之语 曹操奔逃至此 身边可用之人 已经寥寥无几 这时候需要的 已不是指挥作战 而是抢在曹军大队 经过之前 搜山捡海 找到曹操的下落 这方面的才能 马带不觉得自己 比同伴们出色 毕竟那些从骑里 有好几位是能赤手空拳 生活在深山里的 枪狐猎手 眼光和嗅觉 都很厉害的 带到从骑门四散 马带稍稍拨马回头 停在浮桥上 这时在御水东面 陆陆续续 有后继的梁州骑士赶到 马带让他们放名低 催促后继同伴 来此 确保完整控制住浮桥 在收集松明火把 预备天黑以后的军事行动 这浮桥 是用许多舟船并排 在铺设木板 钉上大铁钉成 临时赶制 建造得很粗糙 木板有些凹凸 连接也不牢固 营水起伏 浮桥也随之动摇 有时候 还几乎侧翻 马带这会儿骑成的马匹 是他在追击战中 夺来的北地马 体型比梁州马矮小些 但很健壮 这匹马大概很少靠近水域 又不熟悉骑士 所以 每次浮桥摇晃 就四提灯榻 紧张地想要离开 马带把两腿紧加马腹 随马被颠簸 而上下起伏 同时一遍遍地抚摸着马踪 还随着手上的动作 慢慢地发出低沉 而有节奏的吐息声 只要是训练有素的战马 都特别偏爱有规律的声响 无论是整齐的脚步声 还是鼓掌发出节拍声 都能迅速 让它们变得放松下来 这匹马也是一样 他歪着头 听着马带的呼吸 瞬间就不在乎 四提下的起伏抖动了 天色开始昏暗 有从其搜罗了好几只火把 匆匆跑上扶桥问道 将军可要一只 不必 你去找地岸上的葫芦等人 把火把给他们 天快黑了 你陪他们一起找 赶紧 马带挥了挥手 好好 从其急不可耐地策马过去了 马带说的葫芦 乃是跟随他多年的一个胡人木奴 这等卑贱之人 最初名字叫什么 马带懒得去记 只知道是卢水湖出身 不过 前年 葫芦已经在娇州取契生子安了家 置办了一个庄园 故而起了 汉名叫做葫芦 这时候 玉水西面的堤坝窝口处 东面的饮水河滩 都开始有曹军溃兵的身影出现 他们看到 马带领着惊奇丽鱼桥头 都不敢靠近 可他们后面 陆陆续续有人来 东面的人以为西岸安全 而东岸的人以为西岸安全 互相推扫着往前面涌 结果前面的人连声骂着 被一直推到玉水河畔 但他们硬是不敢靠近浮桥 宁愿站在齐腰的水里 茫然四股 哪怕马带的部下骑士 纵马踏着水花 在他们中间往来探看面容 衣着 他们也没有反应 倒是些人约莫是战败了暴躁 忽然间就彼此互相殴打 甚至拔出刀剑来挥砍 毫不顾忌 身边人都是原先的同袍 溃兵越来越多了 曹修和曹张所部 也很快就会赶到 这玉水两岸 恐怕立即会乱成一团 马带恨恨地点了 身边两名从旗 你们也带人去搜 将军 这样的话 守桥的人手不足 你看看这些溃兵的模样 是敢生事的吗 东西两岸都被我们打崩了 他们夺桥又有什么用 马带骂道 大局已定了 就算曹张 曹修来此 还能做什么 快去搜 我要的是曹操 不是这座破桥 眼看目标已尽 却无头绪擒桌 马带有些压不住的暴躁 这时候的他 完全没把曹修和曹张之兵 放在眼里 马带是起自足武的沙场老手 他最清楚将士们的心态 将士们有眼有耳 自己能看能听 他们来到这样的战场上 看到几军 被屈辱犬羊的表现 绝不会还有半点斗志 曹张和曹修锁不来了 也就仅仅是来了而已 曹修从路门山出发 大概盼着能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而曹张则试图在 茫茫乱军中 找他不知跑到哪里去的父亲吧 这还真有趣 马带从来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听说 曹军重兵将至 却能如此满不在乎 早在将近二十年前 曹军便有数十万的兵力 雄聚中原 若不谈兵力 论级装备 训练 战斗经验 将领的才能 庞大的后勤支撑能力 也样样都凌驾于天下群雄之上 与曹军全方位的碾压优势相比 江东人唯有拿自家军船平将自首 而玄德公所做的 大概只能竭力吹嘘 关张二将的雄虎之勇 至于兄长马超 嘴上不说 其实还是极其忌惮的 然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曹军的优势越来越小了 是三年前的关中之战 或者更早些 马代没有参与那一次战事 并没什么直观感受 年轻时候 他跟着从兄马超横行关中 哪考虑过什么装备 训练 后勤 这乱世里 千百万人都活不下去了 只要高喊一声 就能叫起无数绝望的枪湖人 或者汉人 给他们一人一把刀抢 就能带他们去厮杀 抢掠 将他们驱使成为最凶恶的野兽 而厮杀十场之后 还能活下来的 自然就成了军官 马超的军队大体是这么来的 关中瞿帅们的军队 大体都是如此 没有谁觉得有问题 在马超拜往汉中 又在巴西郡拜于雷远之首的时候 马带隐约觉得 这样下去 怕是不行 但他不敢对马超说起 更不敢指点马超 所以他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 索性远远离开关中和梁州 去看一看 有没有不一样的军队 有没有像是能扫平天下的 那种传说中的王师 现在看来 荆州军和焦州军 很有几分王师的气派了 听说一周军也不差 今日 马带为全军先锋 杀出了如此喧和的战绩 哪怕兄长马超复生 恐怕也做不到 但这是马带的勇猛 胜过兄长了吗 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 焦州军的装备 训练 后勤之称胜过曹军 是因为 焦州军将士享受了优渥的待遇 并对寒家盛士抱着强烈期盼 愿意五干七亿济世 是因为汉中王的政权 越来越有新朝开国的气象 这个政权 无论军政 都从内而外 散发着蓬勃的生机 马带新朝澎湃 伯瞻在想什么 身边忽然有人问 马带急转身 便看到雷远正侧马过来 在他身后 有大堆步骑 带从浮桥上经过 焦州军的主力到了 马带连忙勒马 给步骑让开道路 请人去搜捕曹操了 我再等回音 马带有些汉颜地对雷远道 将军 我来时 只抓住了曹操的护从 但他们恶斗求死 我没能 可可 曹操跑不了多远 他应该就在附近藏身 我们还在找 快了 雷远看看马带 额头一下子 浸出的汗水 再看看四周 越来越纷乱的景象 轻笑了两声 他拍了拍马带的臂膀 找不到也无妨 什么 我本来想 博瞻你此战之后 便要回梁州了 若有擎沙曹操的 功绩傍身 也好施展 若是找不到 你自家少一份功勋 我是不在乎的 雷远微笑道 就算给他逃走 天下大局已然翻覆 他又有何能为 马带愣了许久 他高抗了一整天的精神 连带着高度紧张到 几乎超过人体极限的身体 在这时候 忽然都放松下来 是啊 这一战却 足以翻覆天下大局 其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就算曹操跑了 又如何呢 终究一切都已经变了 这天下 已经不是原先的天下了 马带轻松地笑了起来 他向雷远攻身行礼 将军说的是 顿了顿 他信心道 不过 找还是要找的 将军 你再拨给我两百亲戚 我要把这处地案 仔仔细细地捋一遍 哈哈 好 雷远随手指了一名小校 令他带人听马带的指挥 马带将自家怀疑的区域 仔细说明 随即将那小校 潜到前头去 拨马回来时 他忽然问道 将军 你可想过 万一抓住了曹操 你会对他说什么 雷远仰头闭目 过了好久 他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没想过 天色越来越暗淡 东奔西走的败兵数量 越来越多 有人禀报说 曹修所部尚未接近战场 已经分崩离析 曹修自己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带派出更多的人搜索 但始终也没有好消息传来 此时距离雷远和马带四屋里的地方 几条身披 深灰色连帽宽袍的身影 有时沿着低岸下方的阴影处挤走 有时靠拢陵墓 探看四周动静 为首 一人身材高大 帽子底下 露出黄色的胡须 他连掺带抱地 拖着身旁一名矮胖之人 沉声道 都安排好了 我们再往北走百步 就有快船接应 那矮胖之人昏沉不语 在他们身边 失魂落魄的败兵 自顾自地走着 谁也没注意他们 但在他们西面高处 接近邓城大营的一段堤坝上 关羽带着十数名护从 正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停泊快船的位置 那一片地势复杂 陵墓横生 但有心探看 并不难发现 快船和船上 焦急探看的船夫 周仓咬了咬牙 军侯 我只待十人过去 夺下船只守株待兔 必能生情曹操 陷于阶下 关羽默然不语 他厮杀了整日 始终以会议会曹操 击败曹操为激励下属的口号 可是带到荆州军 真的控制整片战场 有能力阻截御水航道 他却什么也没有做 一直沉默 第1059章 土灰 下 从邓塞到邓城 再到邓城北面 荆州军仍在追往主北 人马奔走呼嚎之声 震耳欲聋 但关羽身边 却很安静 仿佛与整片战场隔绝开来 也似 关羽不动 从骑门便不敢乱说乱动 从骑门彼此打着眼色 有人偷偷用脚尖去踢周仓 示意他看关羽的手掌 正握紧腰间的长刀刀柄 因为握得 极其用力 掌背上的青筋与骨节一同抱战 几乎格格有声 周仓狠狠地瞪他们一眼 垂下眼瞼 不言不语 从骑门露出失望的神色 然后又把杀人的眼光 投向立马于关羽身侧的另一人 这人两鬓花白 满脸皱纹 看起来很是疲惫 身上容浮不似荆州军的志士 像是个俘虏 但众人的眼光投去 却又仿佛丝毫动摇不了 他的笃定神色 关羽始终按着腰间 长刀不放 当他看到有人 鬼鬼祟祟地穿行于尖家 登上了那艘快船 双眼猛然一睁 眼中神盲爆战 从骑门瞬间激动 以为关羽将要下令动手 但关羽的眼睛 很快又眯了起来 没有后继的动作 直到船只杰篮启程向北 关羽稍稍侧身 瞥了一眼 身旁的疲惫老者 国让 我没想到 你说的居然是真话 被换作国让的 正是曹英南洋太守田玉 而他同时 也是汉中王刘备的旧属 关羽 张飞 赵云等人的顾交好友 出平元年时 刘备解任高唐县令 投奔公孙赞 为别不司马 当时 田玉便脱身于刘备 此后多年跟随刘备 转战清徐 目睹着刘备 从一个私兵首领 做到左将军 玉州目的传奇经历 然而 此时公孙赞即将败亡 田玉放不下举主的安危 由于在三后 决定辞别刘备 奔赴辽西之援 刘备急中田玉之财 遂替气与别约 恨不与军共成大事也 此后二十载 田玉在北疆立功 刘备等人转战南下 两方再也没能重逢 此时相见 却是关羽身在战场 而田玉亲其往复 口称 有机密大事相告 听到关羽这般说 田玉笑了笑 我与曹子文南下时 已知局势 必将崩坏 当时我与曹子文道 是吉野 他可亲其 胆往御水水口 接应魏王 而我 愿意来见云长 凭我这张老脸 告诉云长一个假消息 得了这个假消息 荆州军的注意力 避回牵扯向其他方向 魏王和不下士族们 便有了一个逃生的间隙 却不知 是个什么样的假消息 关羽问道 没什么可说的 一些小伎俩罢了 田玉摇了摇头 他拨马回来 看看暮色苍茫中奔逃 追逐或贵符 在地哀声求饶的无数人影 我侧其奔走到半路就明白 魏王此次败北 比预料得更惨痛十倍 这样的败北 已经动摇国本了 既如此 天下式的发展 就与此前所向完全不同 我能断定 比起当场情杀未亡 让他安然离开 会对玄德公的事业 更加有利 所以我决定了 和云长你说些实话 周苍被田玉的安然态度 气得不轻 忍不住 黑了一声 田玉瞥了周苍一眼 完全不理会 当年刘备辗转半个天下 身边有分量的部署和顾就 唯有官 张 简庸 何田玉四人 以田玉和汉中王的关系 倒不至于把一个护从青江 放在眼里 他扬边指了指 见见远去的那艘小船 如此混乱的战场上 曹子文再有勇力 也很难安全带出魏王 好在我说的是实话 而云长也果然高抬贵手 派了马玉在堤坝以西列镇 看似追击败兵 其实 却是在阻止乱兵接近那处藏匿快船之所 对吗 这话 就是在暗指关羽 曾受曹公后代 本也不愿见他死于战场了 关羽都忍不住 黑了一声 果让 希望你的道理 真能打动汉中王 希望果然如你所说 纵放此人 比留下他的利益 要大得多 否则 我这一仗杀的曹军 名臣大将多了 也不介意 再杀一个小小二千事 田玉全不在乎关羽的威胁 他连声轻笑 笑着笑着 忽悠感慨 汉中王那头 我自会分说道理 眼前云长没有怀疑我的诚意 凭我三言两语 就承担天大的干系 纵放了曹操 这天大的情分 我田玉记下了 云长 多谢 关羽不答 田玉确实是关羽的故交好友 他也确实是才干得到 汉中王胜赞之人 但只凭他三言两语 就坐视着曹操离开 这究竟是对是错 又或者 正如田玉所说 是我自己的心意在动摇 这沉重的责任 压在关羽的肩上 哪怕以关羽的刚强勇意 也觉得 心神不定 极致于恍惚 他忍不住抬手去捋胡须 一步留神用的力气大了 又捋下来几斤 忽然间 他觉得 眼前一阵阵发黑 微然的身形 开始摇晃起来 耳边只听到周苍等人一起惊呼 君侯 御水河道 快船上 曹操狂叫着 挺身坐起 探手 但要拔剑挥砍 曹张慌忙扶住他的双肩 将他押回舱底的踏上 父亲莫慌 是我在 曹张在此 曹操吼了好几声 视线才凝聚到曹张的脸上 黄喧 是 是 曹张连声道 我们已经在北去的舟船上了 已经稍稍离开了战场 只要能到晚城收拢败兵 我们仍有办法 曹操茫然地听着 忽然问 紫环呢 什么 曹操第二模糊的喃喃道 紫环呢 叫紫环来 我有话对他说 曹张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猛地起身 又慢慢靠拢在踏边 小心翼翼地道 兄长正在关中 一时哪里能来 父王有什么话 和我说 也是一般 曹操猛抬头 眼神中 忽然透出几分灵练 曹张一惊 连忙道 父王有什么话 我都会转告兄长 绝不敢误实 曹操瞪着曹张看了许久 觉得自己有些清醒了 他还记得 适才曹张的口气 顿时对曹张有些失望 更多的是无奈 乱世英雄终将离世 而他们的后裔 究竟有没有资格继承誓言 黄旭儿的忠诚和勇敢 曹操并无怀疑 可他的忠诚和勇敢 会同样交托 给他的兄长吗 曹操不知道 他的兄长 又愿意信任黄旭儿的忠诚和勇敢吗 曹操也不知道 他们两人当中 有任何一人能想清楚 局势多么严重 能够为了大局而稍稍退让吗 曹操还是不知道 真不曾想 袁绍二子相争之事 会发生在自己面前 不 不行 不能指望小二辈 我要坚持住 只是一场败仗罢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年 我在邢阳败于徐荣之首 不比现在更狼狈 当年成功迎旅步入眼周 局面不比现在更危险 自古以来成大事者 都是经历重重为难 硬生生挺过来的 过去的无数次 我都挺过来了 这次 有什么不可以 无需计较一成一地的得失 也无需纠结于一战的失败 只要胸中有全局 只要魏王国的基础 犹在大不了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何况 河北和中原依然在我手里 朝廷大义仍然被我掌握 想到这里 曹操像是被电流打到了一样 猛然挺身 皇帝 曹璋一时没听清楚 什么 我说 皇帝在哪里 曹操用力大吼 声音凶恶异常 却比自己想象的微弱 来时不曾见到皇帝的踪迹 他不是随同父王南下的吗 看管他的事 不是一向都有五孝精兵负责的吗 曹璋慌乱解释 越说越是心惊 过了半晌 他压低声音问道 皇帝没了 找不到了 曹操吐了口气 一口气吐出 像是他体内的精气神 也随之消散那样 他中年时的方形面庞 这些年本来渐渐变圆 这时候 却忽然肉眼可见地憔悴了 脸色愈来愈辣黄 他陷入了深思 不再理会操张 刚刚鼓起的斗志 忽然间又飘飞而散 再也聚不拢了 这一仗可输得厉害 皇帝没了 这一下 连带着还把朝廷的大义给输出去了 皇帝如果到了刘备的手里 仔细想来 这一仗从一开始 就有太多的一厢情愿 或许 这一仗真不该打 或许真该像是 贾许之流隐约券说的 应该厚积实力 不求必其功于一亿 曹操想过谨慎从事 徐徐徒之 如果时间倒退十年 他有的是耐心 如果时间倒退二十年 他的斗志绝不会衰竭 哪怕遭受再惨痛的失败 也敢于咆哮着迎难而上 去粉碎强敌 可惜 曹操老了 他的身体 早就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 岁月如刀 慢慢地切碎了曹操健康的肢体 让他每天都感觉到 这把刀在削皮踢骨 不断摧毁着自己的头脑 却没有办法阻止 这种老去的疼痛 带来了压力 带来了焦虑 而压力和焦虑折磨着 逼迫着曹操 使他越来越担心时间流逝 担心自己会把难以应付的强敌 留给还不成熟的儿子们 现在好了 结束了 此事的事非成败 都给予我曹某人一生 而身后事会如何 也就不值得多想了 乱世初起时 无数雄心勃勃的人割据周骏 但他们都不被曹操放在眼里 因为太多人打着辉煌光彩的旗号 其实只为了一己私欲 这帮豚犬之流 注定成不了事 在曹操看来 只有刘备和自己 胸中有真正的大志 只有刘备和自己 想的不只是扫平天下 还有重建盛世 曹操看得很清楚 刘备这丝貌似忠厚 其实脑子里想的 依然是拿着刀 把腐朽的大汉 朝一点点的切割干净 再放一把火 把那些腐肉烧了 这想法 不是和我曹梦德一样吗 只可惜 把皇帝安置在许都 其实是个昏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精力 投入到与许都朝廷的博弈和对抗 许多事就一点点的难以控制 那些数百年积存的腐肉 那些肮脏的血 也在魏王国荡漾欢快 而我只能容忍 只能引之为同伴 反不如刘备天高海阔 可以放手失为 罢了 罢了 神龟虽兽 游游禁食 藤蛇成雾 终为吐灰 我办不成什么了 难不成 刘备这撕走的路 才是对的 曹操向曹张招了招手 提起最后的力气 黄虚二 听我说 半赏之后 曹张推开船舱门 走了出来 又将舱门掩上 护从小心翼翼地问道 军侯 大王情况如何 风声呼啸 船身摇晃起伏 曹张被靠着舱门 慢慢坐倒 垂下头 用双手捂住了脸 第一千零六十章 个人 上 天黑之前 战场上的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许多人的命运 也在这时候迎来新的开端或者最终的结局 将军王某早年是冀州韩父的部下 后来投校袁绍 袁曹相争时 王某因为擅长助磊 守狱 受命在严京西南沿河至极 祸家二县 建设军宝三十余处 以数千兵守狱 结果遭到乐靖和余靖的攻打 被迫降服 此后近二十年 王某一直跟随乐靖 久在襄阳 直到曹修领兵入路门山 他先受命协助曹修在路门山助磊 又被调到幽城和邓城一线修筑营地 转利于靖 像王某这样的将军 其实已不像是武人 而更类似于以治军为特长的纹理 早就不在乎永明或者风赏之类的东西 他们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 积累了丰富至极的经验 而这经验也只是为了让他活下去而已 他眼看高座和老搭档和帽战死 立即就断定是不可为 于是只带了少数人向远离战场的方向逃跑 由于铠甲沉重 他和他的部下们都把铁甲丢了 指着轻便戎服 这样一来 战马的负担减轻 可以跑得快些 然而 凡城北面到幽城 邓城一线 水势尚未全退 地形地貌变得与他过去的记忆大不相同 他和部署们漫无头绪乱走 撞上了好几次荆州军 到了这时候 他身边只剩下两名从旗 王摩在一处灵地背影处停下来歇马 之前一次遭遇战里 他身上中了两刀一剑 伤势不重 也已经包扎止血了 但是 这会儿非常口渴 于是他让从旗看着战马 自己只拿着短刀 提着水囊 到低处去挤水 灵地下方的深草间 有一条小溪从从流过 洪水过后 这样清澈的水源是很珍贵的 王摩加快脚步过去 弯下腰取水 然而 当他把水囊进到溪水里 才发现 溪水对面有两名荆州士族 持着水囊也在挤水 两人被王摩的动作惊动 正抬起头看着他 双方瞬间都目论口呆 荆州士族连忙取弓箭 而王摩顾不得叫喊 立即拔刀 踏着飞箭水花向前 小溪不宽 王摩估计 自己三五步跨越 然后就能近身搏战 杀了两名敌兵 然而奔了两步 他脚下踩他的淤泥打滑 引得他大腿上的伤口 剧烈抽痛 使他几乎扑倒在水里 王摩连连晃动双手 保持平衡 待到站稳 两名荆州士族 都已经张弓搭建 瞄准了他 在灵地边缘 看管马匹的两名 从其就听得下方一声惨呼 慌忙奔下来救援 然而 两人冲到溪流边缘 只见到荆州人正用短刀 搁着王摩的手脊 两名从其连声怒吼着冲过溪流 与荆州士族厮杀到一处 两名荆州士族 先前看王摩气势不凡 应该是个军官 所以才专门砍他的手脊 这会儿既然有嫡袭 他们便将脑袋随手抛开 王摩的脑袋滚落进溪水里 脖梗出的血污将清澈的溪水染红 不断向下游流淌 随着王摩等中间将领的陆续战死 失踪 于静发觉自己 对军队失去了掌控 当然 因为他见识不对 立即抽身向北 一口气跑出十余里的缘故 本来也没法再控制 南面陆续坍塌的部署了 他们走过的道路越来越泥泞 再往北 分成东西两谷 路旁全都是荒坡野地 和无边无际的大片棚草 于静派了人去探查两条路 哪条好走 自己都转回来 站到高处 放眼向南眺望 入耳全是哭喊声 求饶声和失去理智的嘶吼声 入眼皆是曹军四散奔走 折乱齐迷 蜂拥的人群 甚至直接撞穿了 多处于静子系设下的坚固营地 随即营地中 传来轰隆隆的响声 暮色苍茫 看不清楚 但只听声音就知道 那是营地中正 新建的投石机 潮车 云梯等物 纷纷被推倒了 可惜了 那些器械再过三五天就能完工 凭之攻打邓赛 绝武不成之理 可惜 曹公本队不知为何就败了 可惜 曹子丹这丝粗疏鲁莽 坏我大局 于静凯然长叹 护军浩州问道 文泽 我们怎么办 于静看看浩州 再看看身边簇拥的将士们 他出出营时 带着本队铁骑五百 沿途在乱军中挣扎开路 与自家溃兵几度厮杀 到这时 只剩下二十几匹马 两百余人 堪浩州和将士们的眼神 似乎指望于静能有力挽狂澜的法子 而于静只觉得荒唐 多少年来 于静始终保持着严整刚毅的形象 所有人都相信于静是在逆境中 临危不惧的大将 可于静自己知道那不是真的 将士们心慌意乱的时候 他也一样的心慌意乱 将士们没主意的时候 其实他也没主意 便如此刻 于静简直想一见 把浩州杀了 我都已经派人探查向北的道路了 你居然还问我怎么办 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你问我作甚 难道你以为 局势如此 我还能有什么法子 难道还能靠着百鱼旗 突入战阵 把关羽找出来杀了 那关羽和等凶猛 你们没亲眼见过 不知道他的厉害 这会儿什么都别想 赶紧逃亡保命才是正经 他想了许多 却说不出口 逃亡这两个字 部署们可以说 浩州可以说 唯独于静不可以说 皆因于静一旦说了 便再也维持不住 刚毅威严的形象 那绝对不行 于静心乱如麻 只能漠然 而部署们将他的漠然视作 正在考虑对策 于是秉息宁神以待 就在此时 前头大批败兵来了 他们多的一二百人一队 少的十余人一队 像是被猎手追逐的兽群那样 慌乱地逃亡着 所经之处 将道路踏成了连绵的泥塘 又将荒草成片的踩倒 将草垫底下浑浊的污水 绷建得到处都是 后头又有荆州的骑兵 徐徐跟随 骑兵们沿着道路离合 有时候并成大队 有时候散成长线 赶鸭子似的 不紧不慢地随着曹军士族 曹军将士们这时候 没有抵抗意志可言 他们眉头苍蝇也似地奔走 偶尔有几个止步反抗的 立即被荆州骑兵砍了脑袋 反倒是喊着要投降的 被勒林贵夫在地 大约就此安全了 这明摆着 是荆州骑兵 在刻意驱赶败族 压榨他们的体力 这些败族来得很快 眼看就要接近于静 等人藏身的坡地 一旦几方被败族写果 那可真是死路一条 浩州脸色惨白 又问 将军 怎么办 于静忽然冲了出去 迎向溃兵们 高声喊道 东面有敌人埋伏 往西面道路走 他的贾咒早就扔了 荣府也破损得不像样子 一时间竟没人认出他 便是贾捷月的左将军于静 但数十年身居高位 自然就有一股 令人信服的气度 打头溃兵 只听他口齿清楚 语气坚定 这时候 人人六神无主 那有能力分辨真假 最前头一两个 往西面道路去了 紧接着后头 十几个二十个 眨眼间 数以千百计的败族 互相推荡践踏着 皆往西面 捧草横生的路上奔去了 虚余之后 荆州军的骑队 也铁蹄龙龙而过 跟着溃兵过去 于静本人 却攻着腰川 进深草丛中 不一会儿 便都转了回来 他四铁的面 融现出一丝轻松神色 对部下们道 骗得追兵 走了西面道路 我们就走东面 以浩州为首的树人 巨福音败道 都道 将军真有胆色 真有奇才 我等静福 于静不耐烦地 牵过战马 快走 荆州军后继的兵列 说不定 什么时候追上来了 第1061章 个人 中 玉水已冬的战时 结束得比玉水西面 更早些 这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 成见之的抵抗了 由于泥泞地面的影响 漫山遍野的溃兵 挣扎在银水两岸 有些人厮杀受伤 走着走着 就栽倒在旷野深潭之中 再也争持不起 而当下一批人 行进此地的时候 前人的尸体 已经慢慢地凉得透了 有时候 被后来者 当作踏脚的工具 这时候 什么战友之意 什么袍泽之情 都没人提起 失败的五人 与行尸走肉 并无不同 可是 偶尔有几匹战马 军寻发出失去伙伴的 哀哀思鸣 又令人心神颤动 忍不住豪哭起来 在这种环境下 还能保持冷静 竭力寻求脱身之法的 都是曹军中 极出重的人才 比如邓展 邓展是曹操 帐下轻将 他屡历超群 武艺金属 尤其剑术 射术和空手入白刃的 首帛之法 都在夜城得享大名 又因为其家族 与曹氏世代交后 故而他被曹操 引为清江 能够自由出入公围 担负种种机密任务 虽然没有带领 大军的精力 却在夜城 许都 都有极特殊的地位 此前行军时 邓展跟随着步兵 校尉段昭所步行动 后来 焦州军汹涌而来 段昭所步死命抵挡 却终究不敌 段昭被敌将寇峰 斩于阵前 齐步当即大溃 邓展眼看大势已去 连忙带领身边数人 直接往北逃窜 一队焦州骑兵在后 如影随形地追击 以箭矢抛射 邓展等人 不断张弓搭箭还击 虚余间 双方各死十数人 焦州军今日长途奔袭厮杀 战马无不疲惫 不堪久追 没过多久就体力不支了 慢慢放弃 而邓展等人的坐骑 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们在逃亡的时候 全然顾不上分配战马的体力 这会儿好几人胯下 战马的嘴角都喷出白沫 只是凭着对主人的忠诚竭力坚持 邓展等人侧骑跑了树里 只得则一处净水挖地 躲进芦苇荡里 稍稍歇马 邓展取下腰间的水囊 递给身边一名纹理打扮的中年人 请喝水 中年人眼神须循地看看四周 慢慢接过水囊 邓展想了想 何气地道 这是我自己用的 请放心 中年人略微松了口气 相比于邓展等五人酒精风霜的坚强姿态 这中年人的体格显得很是脆弱 他裸露在外的面部 虽然脏污 但手上皮肤都很白皙 只长纤长 似乎绝少精力 野外严酷环境锤炼 手臂也很瘦弱 他接过水囊 咕咚咚咚地猛喝了几口 腔得连连咳嗽 咳嗽了几声 他又哇哇地吐了起来 显然 他很少骑马奔走 承受不了战马起伏的颠簸 甚至他在颅尾间走路的姿势也很古怪 两条腿外撇着 应该是适才侧马的时候 被马按摩破了大腿内侧 曹军多战马 通常来说 就算军中文力 也长纵马往来 除非一些地位 极高的贵胄子弟 绝少有如此肤脆体柔的 谁人在骑书上投露窃 还难免遭到同僚和上司的戏弄 但邓展此时却无心苛责 他犹豫了片刻 探出手去拍打中年人后辈 稍稍缓解痛苦 敌军的兵力并不多 他们阻拦不了 我军无数人四散奔逃 还请再坚持一会儿 只要再往北去 一定能得到燕林侯所部的接应 中年人喘息着轻笑了两声 邓展见这中年人无意言语 稍稍攻身退后 与其他几名同伴 撕下身上绒服的布料 包扎伤口 邓展自己的侧腰 被一只长矛划过 窗口极深 血肉模糊中 依稀可见灰白色的肋骨 其余几名将士 也带着轻重不一的伤势 处置起来颇不容易 但无论几人如何忙碌 总有人死死地盯着中年人 绝不一开视线 过了会儿 中年人忽然道 邓将军 你这又是何必 若我们在此直播 等到战事结束 你将我献给汉中王 必定能得到 说到这里 他发现邓展的眼神 忽然变得极其凶恶 这样的眼神 中年人看得太多了 每一次见到这样的眼神 都代表他的尊严将被践踏 他本该有的利益 又一次遭到剥离 过去的许多年里 哪怕在睡梦中 他都许多次 被这样的眼神下心 而此时此刻 哪怕他 已经确认了曹军大败 邓展只在绝望奔逃之中 他仍不敢面对这样的眼神 毕竟这邓展 是曹操手下最凶恶的猛犬 中年人猛地垂手 看着地面 整个身体都变得僵硬了 邓展沉声道 刘备是霍乱天下的逆贼 不是汉室忠臣 他的野心 早就昭然若揭 难道 难道足下反而看不清楚 足下真以为去往南面 就会比刘在北面好些 中年人只有苦笑 他这一生中 曾经以为董卓是忠臣 没过多久 董卓成了逆贼 曾经以为曹操是忠臣 结果 被曹操应声声破到家破人亡 但刘备毕竟不一样的 再怎么说 刘备姓刘 只要他姓刘 就绝不是逆贼 只不过 邓展有一点没说错 刘备当然是有野心的 没有野心的人 在这乱世中 也做不到汉中王 所以对于他个人来说 曹刘两家在某种角度 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无论他在哪里 都只能做龙中之鸟 府中之鱼 这是不会变的 他蹲下身 打算做到休息 不再讨论这个话题 正在此时 呼听的芦苇外延 有人高喊 在这里了 怎么就漏了刑剑 邓展和几名同伴大惊抱起 但要取手编弓刀厮杀 外头又有人喊 放箭 放箭 下个瞬间 数十只箭使扫过芦苇 劈劈啪啪啪地直射进来 邓展的运气甚差 一只重箭直落 射中了他的脚面 宽大的箭头 穿过皮靴的脚背 打碎了脚上骨骼 又透出脚底扎进地面 邓展闷哼一声 一时动弹不得 全身武艺施展不出半分 他强忍痛楚去俯身拔剑 刚弯下腰 早有多名荆州士族 从芦苇荡里冲出 持着长枪大毛乱刺 枪毛的尖端连接 捅入邓展的肚腹 发出扑扑的声响 带到枪毛拔出 肠子和内脏 便从伤口一出来 发出臭气 与此同时 邓展的几名同伴 居都身遭刀斧亡 场地间 除了继续涌入的荆州士族 只剩下脸色惨白的中年人 巧得很 势才见识扫过 居然没伤到他分厚 而荆州士族冲入厮杀的时候 又因为他手无寸铁 一看便知不是个有威胁的 竟没人去着砍他 中年人浑身颤抖地站在原地 看着芦苇荡深处 迈出一名高大的蛮夷 此人光头纹面 相貌甚是丑陋可不 两耳都挂着香精 象牙耳环 腰间悬着一柄剑 一柄手辅 士族们见他来 都道 罗阿旦宁 这人武器精良 身上穿得也好 定是个大官 你割他的头回营 定能再继一攻 罗阿旦宁看看邓展的尸体 这场赢得太过轻易 邓展身边的同伴又少 使他有些难以判断 真的 我读书少 认不得这些官员的打扮 你们几个 可不要胡我 万一耽搁了我的婚事 那可不成 罗阿旦宁三句话 不离自家的婚事 他的同伴们 听到耳朵里 都要起劳紧了 当下士族们揭笑 必不胡你 快去割了手机 算上这个功劳的赏赐 就足够你赢取 牛家的女儿了 罗阿旦宁摸了摸 自家的光头 丑脸笑得有些腼腆 此人确是个将军 你取他手机以后 记得拿上他腰间的玉带钩 那是二千任将军 所用的配饰 中年人本来缩在一旁 发着抖 这会儿忽然道 罗阿旦宁猛的扭头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中年人想了想 他几乎要将 自己的身份合盘拖出 但在这个刹那 他又觉得 不妨稍微等一等 于是他站直身体行了个礼 我幸福 狼牙东武人 原为许都小力 随军至此 几乎死在乱军之中 这位 这位罗将军 若不熟悉 曹军将校的 假咒服饰规格 我倒十足可以效力 只求将军饶我性命 几个士族都哄笑 你这司 看起来不像是能杀人的 我们要你性命做什么 罗阿旦宁点了点头 他仔细看看这中年人 见他却是 手无缚鸡之力的 读书人样子 于是 也有了个新想法 这位福先生 你愿意去郊州吗 什么 这场仗打完 我要去取 和普郡幼贼曹苑时的女儿 但是身边缺个 读书人操板 你愿意跟着我去郊州吗 我在郊州有个庄园 还有很多地 你可以帮我的忙 那中年人的身体晃了晃 大概是觉得这建议过于突兀 怎么样 罗阿旦宁问道 你识字的吧 你还可以教我识字 嗯 还有写字 我以后要做汉家的将军 不会认字写字 肯定不行 第1062章 个人 下 在郊州 识字的人终究是少数 罗阿旦宁觉得 自己谨慎其见 还是得问个清楚 熟了这话出口 那自称幸福的中年人 面线不遇之色 一时进步回答 罗阿旦宁见他不答 顿时了然 莫非 你这丝看起来文雅 其实你不识字 左右士族凑去 嘻嘻哈哈道 不识字的话 那还不如杀了 凭首级计功 中年人的脸色变了变 他再怎么一辈子受禁锢 被驱使 到底也是有身份的 被人这般羞辱 实在有些受不了 只是 看这个军事的样子 又不像是有意羞辱 跟这个蛮夷 也没法讲道理 他两颊的肌肉在抽动 努力想维持微笑的表情 但这微笑看起来 好像何哭也没差 罢了罢了 总不见得非要抢着吃眼前亏 中年人苦笑道 怎会不识字 自然是认得的 还认得很多 这位将军 如果用得着我 是我的福分 那就好 罗阿旦宁大喜 他虽是蛮夷 但毕竟父亲是连水部的酋长 自家又主动从军 有些见识 在他看来 凡是汉人中能识文断字的 多半都能当官 而汉人中的大将 身边也多半有些文人幕僚 可见 有一个文人在身边 乃是当大将的重要条件 虽说 罗阿旦宁现在的地位还差一点 但他自己估计 以这回自加利下的功勋 怎也能升到取长 督博 那时候 自己如果待个幕僚行事 外人一看 就知我前程远大 日后是要做将军的 哪怕商议婚事的时候 也不怕失了理数 因为这个道理 罗阿旦宁这时候 在战场往来 除了继续立功以外 早想抓不几个文力 问问他们 愿不愿为己所用 你看这不是巧了 果然就抓着一个 罗阿旦宁大步向前 用力拍着中年人的肩膀 福先生 你放心 去了娇州 我绝不亏待你 这就多谢将军了 那你就跟紧我们 罗阿旦宁 侧耳倾听远处的号角 急匆匆地道 这会儿天快黑了 我们要回营地 到了营里 吃饱了休息一场 好 好 话说 福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剑名不足挂齿 将军换我 换我薄荷便是 薄荷 是那种吃了清凉的草吗 夏日用这个泡水鼻影 舒畅极了 是薄荷 中年人略微提高些声音 然后又尽力放缓语气 可可 无妨 将军怎么叫 都无妨碍 呃 将军 您是哪位的部下 说不定 可可 我听说过您的上司 那我不知 我的曲长叫黄小石 已经被曹军杀死了 薄荷 我在娇州的庄园 可是个好地方 准保你一去就喜欢上 罗阿旦宁带着他的部署 俘虏和缴获的手机 物资之类 重新往巨柳燕营地方向去 此前 浴水东岸曹军狼奔使徒 焦州军在极大的范围内追击 搜捕 同时也尽情地砍杀手机 甚至毫无顾忌地杀死 已经跪地投降的曹军将士 掳掠他们的随身财物 随着罗阿旦宁一行人 接近巨柳燕营地 越来越多的焦州将士 汇入到他们的行列 于是队列之中 腥风扑鼻 福先生偷眼去过 只见许多人的腰间 挂着斩下的手机 稀稀利利地躺着血 而肩膀上背负着 来路不明的钱财或者军械 福先生 小心翼翼地跟在罗阿旦宁身后 尽量忍着疲惫 和腿上皮肉磨破的痛苦 同时稍稍拱着腰 不要引起他人的注意 他也是亲历过战场的 见多了乱兵的情绪发泄 见多了大军锁过前手被害 衣冠荼毒的惨境 故而他格外谨慎 生怕自己一个不注意 得罪了哪一名如狼似虎的军族 好在军族们并不显得特别狂躁 也不像是会肆意屠杀的样子 他们浑身血污 大部分人都很是疲惫 走动的时候也不多话 只有如罗阿旦宁这一类 确定立下大功的将士格外亢奋 他们彼此欢笑着 翻检手机 比较着各自的收获 偶尔也会谈起某一名战死的同伴 然后一起叹息 有个阅人士族 注意到福先生亮腔走动 疲惫不堪了 特地凑过来关照 因为言语口音不通的关系 福先生出示下的魂不附体 双方指手画脚比划了一阵 才晓得这个阅人士族叫罗科 他想让福先生 跟在一匹战马后头 走路时可以拉着战马的尾巴借力 福先生连声谢过 另有个士族问道 这是什么人 不是有专门的俘虏营吗 他为什么不去 其他人答道 是罗阿旦宁给自己找的先生 要跟着去郊州的 好几人一起扎嘴 表示这个蛮夷的想法 有些奇怪 但也有小军官模样的凑过来问 这位先生识字的吧 能帮我们写几份家书吗 正攀谈间 队伍渐渐接近聚柳燕 一声声催促的号角 越来越清晰 有将士侧耳细听片刻 道 第四遍了 第五遍不到的 依军令就得严惩 好在我们走得快 还有好几里地呢 莫要耽搁了 走走 好几名士族都嚷起来 每一名士族都下意识地 肃然加快了步伐 于是 整支军队都安静了下来 灌入福先生里的 只有整齐的脚步声 他牵着蚂蚁巴 左右看看 发现所有第四遍 真的就只将他当作 一个普通书生 也不知为何 忽然觉得 有些安心 甚至生出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愉快情绪 这时候 罗阿旦宁正从他身边经过 福先生便试探地问道 罗将军 到了营里 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罗阿旦宁没回答 他一边走着 一边眺望着营水对面 在那里正有一对骑士 络翼策马而过 愈发暗淡的天色中 可见为首一名身着 灰色戎服的将军 许多将士和罗阿旦宁一样眺望 有人失望地叹气 雷将军 这是去哪里 我还想和他说说 今日厮杀故事呢 身边当即有人比一道 今日数万人马会战 大战之后 雷将军不知道有多少事要忙 你还以为像此前在娇州的小打小闹 将士们谈论的时候 雷远正忙于策马 半课之前 他刚折返巨柳燕营地 打算连夜寻行营水沿线 亲自收拢将士 经过数月熬战 每一名将士的心底 都积累了太多的压抑和狂躁 而终于获得胜利之后 将士们心底的情绪 忽然就被施放出来 过去的一个时辰里 他们尽情地追求杀戮和鲜血 在毫无疑问的胜利之下 竭力攫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收获 自古以来的战争中 诸多惨不忍睹的悲剧 都源于这种狂暴情绪的释放 除了那支天下无双的人民军队 无数的强军 都在战争过程中 堕落为了丧失人性的野兽 进而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对这种情形 雷远一点也不喜欢 但深在这个年代 雷远也清楚 战后的发泄和掳掠 一定程度上是没法约束 也没有理由去约束的 好在焦州军的将士们 普遍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他们几乎人人都驾有资财 也有足够的地位 所以在掳掠上头 不算特别渴求 而雷远多年来的严刑郡法 也足以使得他们 一旦听闻收兵金谷 立即遵行 不过 若此时有人不遵军令 雷远本人顾不上了 因为他正忙着往邓城方向去 半课前 荆州军从邓城方向传来急报 说关将军病倒 请雷将军亲往邓城 同意协调荆州 交州两军的战后安排 半个时辰前 关羽领着部署们 巡行御水沿岸 忽然晕厥坠马 随行将士无不大惊失色 纷纷抢上来救护 偏偏荆州军的副帅官平 地位极高的重将李延 长使杨仪 主部廖化等人都在汗水以南 众人临时商议 只得暂将荆州军的攻守调度 金谷号令交给马玉代理 周苍辅佐 马玉虽有资历 终究只是能领千人的勇夫 要他去掌控广阔范围内的大军 未免强人所难 而周苍也非统军之才 于是 一时间四处攻杀的荆州军 竟隐约有些进退失措的迹象 玉水西面的战局进展 与玉水东面有些不同 关羽在邓赛的兵力 比雷远用来攻打巨柳燕的要少很多 之所以能够横扫诸军 靠的是曹军自家扰乱 更靠关羽的威慑力 自古以来 将为兵之胆 而如关羽这样的万人敌 乃是一人足具万军之威势 一人而为万军之魂 任何时候 只要关羽尚在 几方将士们就不会动摇 人人都平添十倍的勇气 敌方则凭空少了斗志 某种程度上 整个京香之战 能打成现在这个程度 雷远的功勋尚在其次 最重要的人物 始终是关羽 在襄阳 在邓塞 关羽都清零前敌 他领数万人也好 领数千人也好 亲自挥刀上阵厮杀 发挥他个人的勇力也好 只要他在 其赫赫威名 便必定吸引曹军全部的注意力 由此 才使得曹操决心全速南下 进而露出了最终的破绽 在这场大战中 如果将雷远视为破敌的利刃 关羽便是承接敌军的铁针 乃至正面免敌的铁锤 从头到尾 这场大战中 站在最危险的地方 推动战局 决定战局的 始终都是关羽 早年间 天下人说起雄虎之将 都少不了飞将吕布 然后则是玄德公麾下的官 张 赵 极致梁州 马超等人 仅此一战 恐怕关羽的声威 将要再往高处跃升 真正跨入另一个层次了 玄德公麾下 有关羽这样的大将 便胜过十万雄兵 但关羽若有什么不妥 这个消息太过惊悚 关羽身边的人 便有十个脑袋 也不敢将之泄露出去 然而饶是如此 也不知怎滴 战场上的气氛 恍惚间 便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马羽和周仓都感觉到了 两人立志不好 稍作商议之后 火急遣人往御水东岸 去巡雷远来主持局面 与此同时 纷乱的曹军之中 也有人感觉到了 这种变化 只有经验极丰富的五人 才能捕捉 又续得地位足够高的将领 带着足够多的将士 才能利用这个变化 提出并执行相应的对策 虽说大局已定 谁也没有扭转的可能 但或许 如果有能力 抓住这个微妙的时机 有些濒临绝望的人 便有逃生的可能 御水以东 已不存在任何一支城 建制的曹军兵力 但在御水以西 却还有一支兵马 仍在坚持 便是曹真留给司马懿的 那支人马 此前曹军东线崩溃 于静 朱林所在的邓城大营 也遭关羽袭击 摇摇欲坠 曹真在司马懿的建议下 领着两千铁骑前往邓城 而司马懿本人 则以绝大的勇气 率军留守原地 与金基嘴一线的 刘备军增援部队 展开了剑拔弩张的对峙 这场对峙 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时辰 期间 邓城大营崩溃的消息传来 几乎使得各部立即四散 好在寻常将士们 毕竟没有亲眼看到 邓城大营和御水两岸的惨状 司马懿奔走各部全力弹压 一时间还稳得住 没过多久 他们还得到了 张和所领的一队人马支援 张和本来聚首樊城 但眼看着关羽横扫破敌 于静 竹林锁部全愧 哪怕是个傻子 也知道守城便是守死 非得领兵出外一搏 才能求得一线生机 于是张和立即搜集了 城中可用之兵 避开北面战场 转而往西突出 可他没想到 往西走了不过十余里 正撞见司马懿锁部如临大敌 原来荆州军还有援军 原来梁州五人不知从何而来 正在荆棘嘴方向列阵 张和被惊得无语 他是有几分五人猎气的 惊魂烧定之后 当即向司马懿提出 不如就此提兵往攻 与梁州人拼个你死我活 也算对得起卫王的恩德了 可司马懿却不愿 他对张和道 此时战场焦点在北面 荆州军 焦州军的目标 必定是卫王 而非战场上零零散散的杂兵 所以 卫王的五孝之兵 乃至于靖 朱灵的兵马 就吸引了敌军主力 我们且在此地与梁州人对峙 做好一切准备 但不急着发动 待到卫王五孝和于靖 朱灵所不崩溃 敌军必定要追杀过去 这时候 战场难免 反而稍稍空虚 我军便在此时抱起行动 从荆州军散乱之众当中穿插 或能夺得那一线生机 这倒有点蜘蛛死的儿后生的意思 张和迟一片刻 便同意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当邓城大营周边 被杀成尸山血海一片的时候 司马懿所部 居然始终安然无恙 他们甚至还有余力 渐渐收拢往西奔逃的败兵 这败兵当中 竟然还包括了曹真和朱灵 当司马懿把曹真和朱灵 请回中军的时候 连带着张和在内 四人都觉信心 这四人 一个曹氏宗亲 中间将军 一个右将军 一个后将军 一个魏王府的大力 魏王世子的亲信 若凭时聚在一起 便代表了曹氏 在夜城中军半数的实力 怕不能改天换日 然而此时此刻 四人全都心神不定 曹真觉得 自家没能完成 接应魏王的任务 愧对众达 愧对魏王的厚恩 朱灵忧心忡忡地盘算着 若自家不能领兵折返 魏王一定会把败战的责任 推到我身上 我在夜城的家人 怕是要丧命 张和只暗中叫苦 听说汉中王与那 庞统情义非常 我张俊逸杀了庞统 万一落入贼手 怕不要被千刀万剐来赔命 曹真没了主意 朱灵和张和满怀纷乱 三人都去看司马懿 张和问道 仲达 依你看来 脱身的时机是否到啊 司马懿先看西面 那荆棘嘴上的梁州兵马 队列依旧森严异常 整整一个时辰了 他们的旗帜 竟然纹丝不动 甚至连旗帜下方密集 如草木的速力将士 也全无分毫地散乱 那是古人所谓 呆若木鸡的老族靖勇 绝对是司马懿 此生从未见过的强兵 司马懿转看东面 忽然神情一动 河内司马氏家族 最初以军功而兴 至司马懿之父司马房 才完成了有五入文的家族转型 又因为司马房 在尚书又承认上 举荐曹公的情分 曹公崛起以后 争庇司马氏诸子 接受以轻药的文职 但司马氏先祖厮杀征战的经验 倒也并没有被抛弃 至少司马懿一向都觉得 自己乃是文官当中 含有的织兵之人 若为武将 则必定是罕见的儒将 以他的眼光 立刻就注意到了 东面荆州军的调度出现混乱 显然是被奔走的曹军 带乱了自家节奏 就在邓城大营左近 有好几处 必须牢牢控制的战场关键点 这时候 竟都没有兵马留住 虽然他不明白 以关羽为何会出现如此疏漏 但毫无疑问 这便是最后的机会了 司马懿转身大呼 子丹 文博 俊逸 快快发兵 三将奔出来一看 无不大喜 仲达真是妙算 果然有脱身的良机 谁也不知 荆州军的混乱会延续多久 但要是在拖延 一旦天黑 自家 也就没了行军的余意 当下三将火急召集部下军校 又令护从们取出 金银细软 打算亲自向将士们散发钱财 鼓舞他们权力一搏 只不过 这当剑还有个难处 西面那支梁州军仍在 过去的一个时辰里 是司马懿领兵如山之不动 硬生生下阻住了他们进攻的势头 若此番诸军骑走 前头往邓城方面 是否能打开通路尚不知晓 后头梁州铁骑一旦弦尾追杀 几方绝对抵挡不住 司马懿咽了口唾沫 忧虑地道 我们还是得留下一员大将 再留下相当的兵力 与梁州人对峙 必要的时候 还得全力阻击他们 否则 谁都走不了 四人一时无语 过了半晌 张和甘笑了两声道 向北突围 难免连番恶战 绝少不了大将领兵 我不尚有精锐 愿意前驱开道 反倒是此地 或许那些梁州人长途奔来 并没有发起进攻的决心呢 我们留几面旗帜在这里 只要梁州人看不出破绽 他的话音越来越低 最后自己也说不下去了 拿几面旗帜摆着 骗谁 骗得过对面的梁州人 骗得过自家将是吗 此时留一只兵力断后 又无大将统领 便是明摆要将他们当作弃子 士族们哪有不知道的 若按照张和的做法 只怕突围之兵刚起步 断后之兵就要哄堂大散 其余三人无不心中暗自叹息 张和也是速将 当然知道其中道理 他这么说 只不过是在隐晦暗示 他不愿留下断后 大局颓败 人心动摇 此战之后 不止京乡 整个曹氏政权 都会陷入巨大的危机 若非魏王早就将 众将的宗族家眷 留在夜城为制 恐怕大规模的投降 反乱已经不可避免 但即使如此 在场的将士 谁也没心思继续作战 欲是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欲知道生命有多可贵 欲是经验丰富 欲能够确定战斗的毫无意义 留下断后的人 几乎必定会投降以求一条活路 哪怕有个众将带领 也不过使他们坚持的时间稍稍长些 那么 留下来断后的这名众将 是死 还是将 这个问题 没法讨论 谁都在想 可谁也不能说 私人又沉默一会儿 同时也知道战机稍纵即逝 这么拖下去 谁也别走了 曹真常常叹了口气 他缓缓地看过每一个人的脸 沉声道 我本秦世子 魏王以我为养子 待我入宗室 拜我以高位 受我以重兵 获恩莫尺难忘 可这一战里 我错于房陵 困队于樊城 实在没有脸面回去 诸位赶紧走吧 我领兵在此 与敌死战便是 子丹 不可 司马懿失色道 若使子丹失陷在此 我们纵然脱身 又怎么向魏王交代 不如 不如 他的话没说完 朱灵略微提高声音 不必争论了 我留下 文博 其余三人又惊又喜 就连曹真也不例外 朱灵转了两步 他身上的大将威严 忽然就找不到了 只剩下一股厌倦和无力之感 他沉声道 我的宗族家人 当年都在书城死于公孙赞之手 如今在夜城为致任的 只有独子诸树 劳凡子丹 仲达和俊逸稍稍看顾 莫要让他受了败军失利的牵连 顿了顿 他又道 莫要让他受我牵连 三人知道朱灵的意思 眼看朱灵今日熬战不停 脸上 手上都血迹斑斑 身上挤出创伤 到现在都没来及处理 鲜血染红了外层的戎服 他们又说不出什么话来 三人对视一眼 皆凯然道 文博的忠勇 堪为表率 我等必定照顾你的家人 绝不食言 朱灵公身一礼 当下四人各自安排 请客之后 一部分曹军 步骑去着荆州军的疏漏所在 由几员重将 萧将带领 突围而走 一鼓作气地穿过邓城 幽城两地之间 一个步阵的小小疏漏 扬长而去 此时 荆州军尚武主将指挥 马玉直等雷远来主持大局 当下严令不得追赶 集中精力控制住 漫山遍野的溃散敌军 两军激战整日 天色昏暗 快要黑了 被留在凡城以西的这支部队 已经散乱得不成样子 很多将士直接坐倒在地 失魂落魄 还有人自顾自地离开阵列 往远处走 哪怕朱灵身边 也开始有哗哗的声音 一波又一波响起 那是曹军将士们 大批大批的丢弃武器 朱灵苦笑了几声 并不阻止 他知道自己这个 后将军的威望 也就只到这个程度了 此时不必再逼迫 也没有理由 再逼迫将士了 只有少量军官 物字抱着死战的念头 大声呵斥士卒 可谁也没再理会他 那些军官呵斥着 却也并不拔刀整肃军进 朱灵点了一名护从 你去向朱军传话 请大家稍安勿躁 我当亲自出面 为诸位争取一个体面的条件 惊姬嘴上 姜维有些焦躁 曹军再怎么松散 再怎么狼狈 毕竟数以万计 而姜维身边 只有几百根竖起的木桩子罢了 过去的一个时辰里 姜维已经四次领骑兵冲杀 逐退了好几波 试图探看底细的曹军少探 然而 真要是敌人来个绝死一波 他也只能抽身退走 那样一来 便显得不够善事善终 偏偏此地又和主战场有些距离 直到远处的杀生间隙 都没人来指示 自己接着该怎么做 姜维摘下兜眸 在腿上光光地敲着 侧身问一名护从 汗水难面 可有回复 总不见得 我们一直在这里盯着上万曹军 那护从名唤梁昌 现为督博 甚是沉稳地道 是才听纪常先生说 襄阳那边 已经在紧急抽掉人马 来支援 预计会由前将军主部 料化领兵天黑之前一定赶到 毕竟他们也没料到 我们能有这一手 这实在是伯约奇谋妙策 出乎意料的缘故 这话说得叫人舒坦 姜维哈哈笑了两声 把兜眸重新带好 正要去土港边缘巡视 前头呼马提分踏 又有兵族喊道 伯约 又有迪奇兰 原来天色昏暗 野地里看不清楚 竟被曹军骑兵摸到近处了 姜维骂了一声 随即一跃而起 大盛嚷道 朱军还有余力吗 若是累了 但歇息无妨 此前数次厮杀 他的二十余名 从旗已经折损过半 剩下只有十二旗 然而 十二旗各个意气风发 绝无巨色 他们又都是汉阳 将是宗族中的能手 好些人是 看着姜维长大的 有人笑道 你这玩上有余力 我们怎会疲惫 姜维撇了撇嘴 便领着从旗门 如旋风般迎上前去 他在梁州汉阳习闻 练武多年 少离父亲江炯的羽翼 这还是 他长到十八岁来 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撞见这么大的阵势 常人出于大场面 难免未浅 可将为心脏狂跳 却只觉得 斗志愈来愈旺盛 好像上天要让他 在此地干大事一般 他纵马跟上土港 在一路加速直冲 带到距离曹军来骑离许 看清了 他们的数量约莫百余 于是 提枪指点 江简带五个人往左 梁昌带五个人往右 等我冲乱敌人前队 你们鞋子里 放箭包钞 江简沉声硬了 梁昌忽然疑了一声 将为问道 可有不妥 梁昌道 那对骑兵 似不是来拼杀的 将为仔细看了看 连连挥手 让从骑门乐庭战马 虚余之后 曹军骑兵以礼而至眼前 距离一箭之地时 曹军对猎中 一名气度俨然的中年将军 徐徐催马出炼 他先摊开两手 示意身边没有武器 随即微微躬身 久闻梁州多强兵猛将 今日一箭 名不虚传 却不知 贵军的大将是哪一位 凡请足下传话 就说后将军朱林请降 江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形 努力保持着稳重姿态 却一时间难免失措 他回头看看自家的护从 我军的大将是谁 博曰是你 第1065章战损 雷远再一次越过玉水的时候 黄昏残照 渐渐消散 金黄色的微光 最后在天际一闪 随即消逝 天色就此完全黑了 这一整天里 雷远奔走指挥作战 计算路程不下百五十里 他胯下的战马换了两匹 两条腿已经麻木得不像是自己的 后骨和马鞍撞击了太多次 从尾追到头颈 都酸痛得像是随时会锻炼 而战马的颠簸 又使他额头胀痛 昏昏沉沉 好在战事终究已经结束了 哪怕在玉水以东 还有敌军余部 却翻不起大浪来 又好在这时候天黑 他可以不太顾及将军的威严 稍稍前倾身体 用没有受过伤的左手臂 压着安桥借力 他对自己说 既然梁州在手 那可以尽快推广金属马凳了 怎也比现在这两根皮索舒服 骑队沿着河道边缘挤走 受命来通报情况的 李真感的心急 走在队列最前头 脚下的地面 刚刚经历大军厮杀 被践踏的烂迷翻腾 李真他打起了松明火把照亮 时不时高声提醒后队 注意河滩与河道的界限 随着骑队不断向南 哗哗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有人说 那是路门山方向 风掠过树林的声音 也有人说 那是汗水滔滔浪响 骑队一路奔行 道路边缘零星散落着 幸存的曹军军士 他们或站或跪地待在原地 手上都没了武器 看到雷远一行经过 他们的脸上会有创然神色 或者不甘 更多的人就只是筋疲力竭 晚间天冷 有人把撕裂的军旗劈在身上 蜷缩在人和马的尸体后面 瑟瑟的避风 也有荆州军的将士穿行其间 雷远走着走着 望见了偏将军史河 他正骑着马从南跑到北边 又折返回来 一路跑 一路估算俘虏的数量 跑到近处 雷远才注意到 他脸上满部血污 吊着一只胳背 只用左手控马 雷远向他打了个招呼 问候他战果如何 史河回答道 这一战的规模太过巨大 恐怕三五日都计算不清 就指御水沿线 已抓了上万的俘虏 其中将军 校尉不下十人 北面还不断有残兵败将 被绳索捆着 运送回来 此时最初随关羽 攻入邓赛的将士们 都已经无力再去追击了 负责前线的 是今日下午 第三批渡过汗水的任魁所部 雷远又问 官军侯麾下 诸将如何 史河叹气 原来巡月前 关羽突袭邓赛 身边除了亲卫首领周苍以外 另有史河 吴荡 曾夏 士人四将所部 此前苦守邓赛时 吴荡已经战死 岑下的手臂被斩断 带到今日反攻 原本官军侯已经冲散了敌人 众将是杀敌 便如杀猪宰羊 谁曾想 士人又追敌入灵 结果遭敌埋伏 死战之后 终被削去了首级 士人将军战死了 雷远吃了一惊 是啊 史河又叹了口气 军医和我都是幽州捉军人 追随大王三十多年了 当年的老伙伴 本已不多 今日又少一个 我不得将士 折损过半 我自己 也只是侥幸活命罢了 雷远轻轻拍了拍史河的肩膀 安慰他几句 告辞继续赶路 李真问道 宗主和军义将军交好吗 雷远摇头 只是有些可惜罢了 这一战 是大胜 也是残胜 雷远记得另一事里 弥方和士人的叛变 直接导致了关羽的失败 所以在此事 他一直对两人保持着警惕 弥方早就犯了事 被贬为白身了 而士人虽然才具有限 办事上属尽心 雷远并不能凭空声势 去对付他 这样的原从 就连关羽都不能随意处置 后来士人不得关羽的青睐 关羽还曾向雷远提起 问雷远是否能把士人 放到胶州去 反正都姓氏 可以用来安抚 是些的后人何余部 雷远不得不专门置信解释说 一个是卓俊逝世 一个是鲁国问杨逝世 贸然牵线搭桥 怕不相宜 到如今 士人战死沙场 这总比身为叛逆 一臭万年要强 终究此事非彼是 许多人的命运 都已经被完全改变了 适才雷远收拢 玉水东侧的胶州军各部 将士们的死伤也非常严重 赶到战场的马中轻点 折损情况 点着点着 就速速流下泪来 随同雷远第一批 攻上拒柳烟的将士 共计损失了1700多人 还有500多人重伤 恐怕半数难免一死 就算能活下来 也不堪征战了 至于身负轻伤者 根本无法计数 焦州军中 排名前列的中将 被雷远当作 同族看待的雷同战死了 偏将军任挥肩膀 和脖梗连接处 遭长刀劈砍 伤口长达持续 身可见骨 血肉模糊 能不能坚持着活下去 谁也不知道 雷远本人虽未陷阵 可他的护从们 要奔走船令 行于战场 遭到冷箭 或伏击死去的 至少有30多人 战斗的关键时刻 此前被自家人 射伤的的言语 也受命向北面传令 到现在都没回来 雷远离开剧柳燕的时候 营地重伤者遍布 哀嚎之声不绝于耳 紧急调集的 衣冠各个忙的面无人色 所以他才急着收兵 若不收拢 能战能动低士族回来 恐怕营地里 都没法维持运作了 雷远不禁又想到 荆州 荆州两军巨都损失巨大 而关羽又突发疾病 这场曹刘两家之间的决战 想必焦点不会再 停留在京乡一带了 汉中王所不成事 攻入关中 才是接下去的大戏吧 一旦关中得手 则汉中王便做到了两分天下 更有高屋建林之势 兼得战马 舟船之力 而曹氏的颓势再也掩饰不住 如此看来 天下重归一统的曙光已经出现 而此时此刻 将士们的牺牲 也有了价值 这么想着 他又听到上空有翅膀扑腾的声音 原来是不知哪里惊奇的野鸟 开始在战场上空城群盘旋 有一只格外胆大的黑色大鸟 嘎嘎地叫着 飞掠下来 站在某一具尸体旁边 耸了耸羽毛 眼睛瞪着雷远等人 雷远几乎要发怒 他抬起手 指着那只黑色的鸟 想要命令同伴们立即将之射死 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用力抽了战马一边 快点赶落 去见关将决 第一签零六十六章 心病 上 距离邓赛里许处 少卡注意到了这一行骑队 立即挥动松明火把 事宜询问 随即他们看到了 火光眼映中的炉江雷远旗号 号角声向邓赛里传去 而原本在山丘下方的一处 小平原休息的骑兵 陆陆续续地牵着马上来 簇拥着雷远 这些骑兵们刚从前线撤下来不久 身上的盔甲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满是红黑色的血迹活泥屋 到处都是破损的地方 松松垮垮地挂在肩上 他们手里没有毛朔 大概早已在战斗中折断 腰间的剑囊也完全空了 有几人手里还下意识地提着刀剑 刀剑上满是缺口 这样的骑队 在不安战争的外人看来 恐怕会觉得不堪 但落在雷远这样的行家眼里 便切实感觉到队中杀气 简直要凝聚成实质 有些将士沉浸在厮杀中太久 眼珠子都变成了血红 看人的时候直勾勾地 显得凶恶异常 只有在注意到雷远的视线时 才会稍稍俯首 带领这对骑兵的 是马玉 因为反复纵棋奔走的关系 他的战马浑身是汗 如同刚从水中爬出来一般 马踪都沾成一缕缕的 马玉一边策马靠拢过来 一边心疼地用毡布擦拭 雷远和马玉是老相识了 彼此没什么要客套的 曹军竟还有抵抗吗 马玉摇了摇头 从此地到邓城以北三十里 没有再做抵抗的曹军了 只不过 适才曹氏大将朱灵 领着凡城以戏的万余人 一起投降了 降众数量太多 人心浮动 若不以铁骑奔行弹压 只怕随时闹出事来 雷远汉首 朱灵身为后将军 是曹氏外姓朱将中的翘楚 而且成名甚早 资历甚深 威望甚高 放在早几年 破将这样一名大将 是要震动上下的大事件 然则此番大战下来 距离秦沙曹操本人 也只有毫厘之差 秦沙的大将 众将不计其数 区区一个朱灵 似乎已经不值得 投入特别注意了 他转问道 官军侯如何 马玉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郁 看马玉的神情 雷远心里咯噔一跳 难道 竟很严重 马玉略微压低声音 咱们进银雷里说 两队骑兵皆不耽搁 快马加鞭 直入邓赛银雷 因为邓赛是半永久的银雷 山上建筑不用账目 而是土石所建 层层叠叠的物宝群落 再配合以敦台和小站 雷远跟着马玉 沿着蜿蜒山道向上 走了离许 踩到关羽所在的中军 这大屋规格不小 里面还用雕游虎形的 七七屏风 隔出了内外两镜 外间是日常召集 诸将会商之所 内间用于关羽起居 大屋四周 本来都有开窗 可这时候窗都关着 屋里灯火明灭 比外界还要暗沉许多 进到后屋 只见几名衣冠服侍 床边摆了两个探炉 而床上躺卧了一人 双目紧闭 呼吸急促 身上盖着几层沾 可不就是关羽 怎会如此 雷远大惊失色 他来此地 是因为得知关羽疾病 召他前去主持 两军协调大局 但雷远一直没有 真正去想关羽的病情 在他想来 以关羽那熊虎之躯 就算年近六旬 也抵得常人 五个十个那般健壮 早前两人在荆州时 关羽有时兴起 要考教雷远的武艺 老实说 便是十个雷远一骑上 都敌不过 只用一只手的关羽 关羽能有什么重病 大抵是精力消耗 而至疲惫 或许在战场上 还受了点小伤 所以 赵雷远来处置战后 是一把 毕竟大局已定 有事晚辈服其劳 那也无妨 可这会儿一看 他竟重病如此 雷远三步并坐两步 赶到床前 看看关羽的面色 怎么回事 一名医官回首 去看马羽 马羽汉手 这位是左将军 你只管说来 那医官转回身 揭开覆盖在关羽臂膀上的一层沾毯 只见关羽的右臂肿胀如球 有一处伤口周围火烧也似的通红 伤口上虽然附了药物 却仍有一股甜心的气味 慢慢散发在空气中 是剑床 医官道 军侯十日前陷阵受了剑伤 那剑醋上带有乌乌 碎生惊疮 大约因为战事紧张 他没有及时清理伤处 也没有及时休息 硬撑了整整十日 此时 伤处已经诱发了体内火毒 爆发疮痒 是才我们已切开窗处排农 并进汤药 然后呢 几名医官对视一眼 为首的道 何时才能消肿去毒 还要看军侯的体质 雷远汗手 这样的局面 令他的心情说不出的沉重 他沉阴片刻 问那医官 我郊州军中 也有良医 还有些岭南特产的药物 颇有灵效 我打算调几人来 与诸位会同商议 诊治 可好 医官们都道 如此再好不过 雷远便换了李真入来 让他再回去柳燕上 急召医官 李真正待出外 忽听有人沉声道 不必 原来是关羽睁开了眼 不必如此麻烦 战后将士们 急需诊治的数以千万计 何必因一人而影响无数将士 关羽劈着沾毯 挺身坐起 君侯醒了 众人一起喜道 关羽双颊略显凹陷 眼窝也比平日里明显很多 真爱的胡须也忘了放在锦囊里 凌乱地散在胸前 好在他精神虽然非常萎靡 神智却无动摇焕散之态 听得众人问候 关羽随意摆了摆手 转而对雷远道 自家人之自家时 我这一场 更多的乃是心病 未必与这小小剑窗相关 心病 关羽沉吟 马羽挥了挥手 让医官出外 雷远也示意李真等护从退出 李真是个机灵的 出外以后 立即策马折返聚柳燕 去寻找周军中医官 带到马羽将厅堂大门合拢 屋子里瞬间寄进 关羽挪动身体 向探炉靠近一些 露出舒适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儿 他沉声道 我听说 此战中续之领兵 从聚柳燕营地 一路追击曹公到御水 曹氏的五位 钟磊和五孝精兵 一战尽丧 几乎抓住了曹公本人 是 当时我的副将马代 已经擒住了曹操身边的 亲卫首领夏侯儒 打探到曹操 只带着少量从人 躲藏在御水西岸的 堤坝林地深处 只可惜 后来我们多方派遣人手搜捕 却没有结果 那 现在还找吗 马代部下的梁州骑士 还有些仍在搜捕 总不愿使之轻易漏网 而我估计 曹操多半已经逃跑了 不过 这一次曹军元气大伤 就算曹操能脱身 焦头烂额的事 还在后头 关羽点了点头 军侯 马玉向前半步 神色古怪地唤了一声 关羽哈哈一笑 略振作精神 马博瞻日后 要去梁州担负重任的 怪不得他想着 要建立齐功 以便给自家多一些资力压身 只可惜 这庄功劳到不了他手里 军侯的意思是 曹操已经脱身了 是我放走的 我亲眼看着他成州离去 关羽说完 深深吐了口气 仿佛放下了心头一个大包袱 过了半晌 他看看雷远 试探地问道 旭之 你不惊讶吗 他人这么干 我不仅惊讶 还要当场请出军阀 严惩不待 可你老人家这么做 我怎么觉得理所应当呢 雷远猛地摇了摇头 把前世某些小说家言 甩离脑海 他看了看 满脸紧张神色的马玉 再看看拥着瞻叹 神情坦然的关羽 军侯这么做 一定有什么理由 第1067章 心病 下 是 确实有个理由 关羽重重点头 军侯叫我来 想是对我有所开示 雷远问道 关羽默然 雷远也不急躁 他见关羽的右臂暴露在外 先伸出手去 为关羽拢一拢沾 又把探炉般的进鞋 马玉慌忙上来帮手 关羽毕竟有些昏沉 这时候才发现 马玉也在屋里 他瞪了马玉一眼 出去 是 是 马玉慌忙倒退出外 把房门重新合拢 随即 雷远便听到他在外头呵斥护丛们 让他们都闪得远些 换了常人 大概会以为 我曾为曹公部下 颇受恩德 故而迅思纵放 以环抱当年的恩情 然则续之之我 当不会如此看待 是 雷远几乎要抹 一抹额头的汗 好在室内昏暗 关羽又心事重重 看不清楚 当年 我随玄德公起兵于乱世 最初跟随玄德公的 有我 义德 献和 还有玄德公的小友田玉田国让 后来数十年戎马空总 玄德公在徐州失败 栖身于许都的时候 田玉归从公孙赞 自此与我们分散 田国让有大财 玄德公素来申之 当年他离去的时候 玄德公曾弃下约 恨不与军共成大业 说到这里 关羽把后背靠在床榻后方的围栏上 玄德公和田玉都有政才 而我关某 只是个五人罢了 所以 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明白 他二人所指的大业是什么 愿闻奇祥 当年 玄德公以平原县令的身份 领布取不远千里之源徐州 徐州木桃千死后 如弥竹 陈登等州人迎奉玄德公 请府邻州市 然而不到一年光景 赃霸聚众割据狼牙 截断与北海的联系 则容领兵难走 肆虐广陵 曹豹 许丹领丹阳兵 与玄德公隐约对质 陈归 陈登父子和陈渝等人民为下属 实则掌控地方势力 独行其事 又有张昭 张红 徐毅 陈角 徐轩等有名世人 弃徐州而走 于是偌大的徐州 五个郡国 只在一年间分崩离析 遂时屡不济鱼 而玄德公退避海溪 饥饿困敌 历世大小自相淡食 穷恶轻逼 关羽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摇了摇头 蓄之可曾想过 为何会如此 雷元谨慎地道 想是徐州豪族贪得无厌 意图倾夺权柄 而与玄德公冲突 正是 关羽拍了拍手 徐州豪明 之所以请求 玄德公入主徐州 非是看中了 玄德公的威德 而是看中了 玄德公少根基 而伐名望 他们以为 玄德公既在徐州 就必定会成为 任由徐州豪族 摆布的傀儡 成为受他们驱使 来欺压前手 攫取家族利益的工具 玄德公若同意 从此以后 便为一州之主 举十万之众 有争夺天下的资格 可是 玄德公岂是为 眼前之力 而弃大义之人 说到这里 关羽深深吸了口气 他骄傲地道 玄德公既不愿如此 双方就必然决恋 后来 玄德公在许都时 眼界开阔 见识日增 便愈来愈觉得 强宗豪明为国之度害 想要重建太平盛世 就非得如前汉那般 建立强有力的忠书 公平对待天下万民 而痛意豪强和地方奸华之类 说到这里 关羽凝视雷远 叙之以为 玄德公的想法如何 雷远面色不变 我闻汉家制度 霸王道杂志 欲智乱世 更须用猛药 非如此 不足以至太平 关羽连连点头 好 好 他继续道 当时玄德公与田玉商议 田玉赞赏玄德公的想法 承认玄德公所谋求的 是真正的大业 但他又以为 天下着势滔滔 难以立晚 凭此事的人心 图乾汉的盛事 更如刻舟求见 所以他弃玄德公而去 并不止因为 关心旧主公孙赞 更远于认为 玄德公的大业 绝难成功 关羽又看雷远 叙之以为 玄德公的大业如何 我曾听乡间肃老说 天下是有难以乎 为之 则难者亦亦亦亦 不为 则亦者亦难亦 如今 玄德公拥天下之伴 举汉氏之旗 宣得名恩 以赴百姓 亦强都间 以肃刚计 我以为 前汉不过如此 而再难的大业 不也这么一步步做下来 一点点的接近成功了吗 关羽笑了起来 这些年来 玄德公虽然高唱 仁德宽厚 实则力行法制 打压士族豪强 不容率党赢私 荆州 益州的强宗豪幼子弟 若有才能的 出世得取高官厚禄 却绝不能以自身的官职权位 反补宗族 早年间 法政 孟达等人这么干过 结果 法政受了牵连 孟达本人 连带着宗族 四千余家 都被牵到了房陵 也不知此战之后 能否将功赎罪 除此之外 能以豪强宗族的力量 在汉中王麾下 掌控军事大权的 唯有一个 卢江雷远 而雷远本人 常常征战于北方 卢江雷士合族 又都在吴陵以南 汉中王的政权 毫无疑问 是一个敢于 痛意豪强的政权 同还 临时豪强科报的情形 大不相同 同北方曹氏 与权贵豪强计合作 又争夺的情形 也不相同 某种角度来说 雷远甚至觉得 正因为有 卢江雷士这个对外的榜样在 玄德公和孔明 才在得以在内部放手整肃 反正怎样 也影响不了 他们的人得名声 今日战时 田国让从曹军中逃奔 向我说了一个道理 关羽似乎是有些疲倦了 他隔了好一会儿 才慢吞吞的倒 他说 玄德公在荆州 义州 之所以能够压抑豪强 是因为这两地远离中原 本非华夏精粹之地 玄德公在这两地 无论如何行事 既少彻肘 也少是人封义的抨击 然而 若此番 我们情杀了曹公 曹氏很可能就此崩溃 而中原河北的无数周郡 无数世家豪名 必然会像当年徐州那样 争先恐后地向玄德公输成 请求玄德公尽快入主 旭之觉得 玄德公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 这样的商议 已经涉及国家大政 若非关羽的身份不同寻常 两人敢这么讨论 本身就是急犯忌讳的事 雷元仔细地想了想 陈生道 自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没错 到那时候 这天下似乎重归太平 然而亿万国度仍在 也依旧如同当年徐州那样 轻易便能截夺朝廷的权柄 依旧如环 临时那样 动达肆虐设计 荼毒天下 玄德公想要收拾他们 那得花多少力气 多少时间 而此被数百年经营 无不根深蒂固 盘根错节 又使我们根本没法一劳永逸 除非 关羽不再说下去了 他的身体衰弱 这时候似乎已经没法坚持 越来越往后靠着围栏 但他猛地睁眼 炯炯注视着雷远 即便以雷远的胆量 也被关羽话语中的意思惊得起身 他在室内来回走了两圈 才平复心情 折返到关羽踏前 雷远压低了声音 那田国让的意思是 曹操此番失败以后 回返北方 必定要不惜代价的分割朝廷权柄 由此大肆引入豪强宗族的力量 以稳固政权 充实军旅 而汉中王便能在堂堂正正的战事中 名正言顺地打击这些宗族 摧毁他们的力量 进而一口气 扫除所有的杜害 一口气杀出个人头滚滚 杀出个扫尽兼凶的太平盛世 关羽忍不住捋了捋自己的长须 我觉得 此意虽然惊世骇俗 但颇有道理 所以我遵从他的意见 放了曹操一条生路 不过 此事关系重大 我不敢确信其是否妥当 所以请叙之来商议 想知道叙之对此 有什么意见 雷远面色沉静 胸中却翻起了惊涛骇浪 关羽言必称 这是田玉的主意 其实以关羽的性子 若他不认可 便有一百个田玉 这样的故旧来当说客 能有半点用处吗 归根到底 这是关羽的主意 关羽始终是 当年那个激愤于权贵 压迫前手 怒而杀人流浪的关羽 而世人皆知 关羽与汉中王名为君臣 恩游父子 这两人根本就是一而二 二一的关系 关羽在此时此地敢这么做 固然惊世骇俗 又因之不是体现了汉中王的心意 关羽此时的询问 绝不是因为他拿不定主意 他老人家背景后 资历深 形势全无顾忌 都已经这么干了 还有什么好问呢 关羽是在确认 身为汉中王麾下 最大地方豪强的雷远 是否全心全意地认可 汉中王政权的大政 是否愿意在任何激烈的局面下 都站在汉中王政权一边 用一切手段 与天下的杜亥为敌 第1068章 杜亥 可雷远能说什么呢 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大概有半个时辰 或许一个时辰 天色已经浓黑了 院中风声时时呼啸 马羽的脚步从远到近 在门口盘徨了一阵 才又离去 终究关羽的这个决定 太过耸人听闻 而关羽说的理由越充分 反而使雷远的情绪 几番控制不住 竟而生出几分怨怒 关羽有关羽的执着 或许他恨透了 那个肮脏的世道 愿意不惜代价 洗净污浊 重建一个清明之士 又或许他看透了 那些高高在上的世家门阀 绝不能容忍比备 鱼己并立于新潮 这些 雷远完全能理解 可关羽的决定 永远没法对其他人解释 数万将士的奋战 整整三个月的厮杀浴血 无数将士死不选种 壮烈牺牲在沙场 在交州的无数兵户家庭 失去了父亲 儿子或者兄弟 他们为了什么 是为了回报汉中王的后代 为了迎娶一场 不辱汉中王的 辉煌的胜利 乱世人命剑 杀人如山草 一名 十名 乃至百名 千名将士的生命 在战场上消逝 都只是眨眼监视 今日奋勇战死的许多将士 雷远记得他们的名字 但或许过个一年半载 雷远就会忘记 但胜利中就是这么多将士们 共同创造出来的 最大的战果已经唾手可得 将士们本可以在这一战中 情杀曹操 从而向结束这乱世的目标 踏出最有力的一步 关羽却一拍脑袋 将之放过了 这对战场上牺牲的人们 何其轻面 何况 曹操安然北返 必定养精蓄锐 以图再起 此后两家纵然强弱 知识转化 但难免持续冰联霍节 不知多少将士 要战死沙场 过程中 又不知要生出 多少崎岖波折 生出多少血流飘鲁 失衡遍野的惨剧 为了获得扫清豪强的借口 而付出许多代价 是否划算呢 为了想象中的一劳永逸 而坐置冰灾绵延 这难道符合 汉中王一贯的人得大意吗 雷远深深叹了口气 到这时候 他忽然明白了 任何一个决定 一定出于某个立场 一定有人受益 关羽毕竟是汉中王政权中 五人的首席 他的决定 始终都站在五人的角度 而荆州的五人 如今已经日益成为一个 兼有经济 政治力量的团体 这些年来 荆州 焦州两地 都在全力扶植五人实力 以确保汉中王政权的基本盘 维持军府对地方的强力掌控 在经济上 两州通过多次庄园 奴仆 或授予刑伤的许可 使大批五人 依靠军功 获得了庄园主的地位 至少也成为较有规模的自耕农 而在政治上 大批退伍的军官 士族以军功得绝路 进而成为立员 官员 按照雷远掌握的数字 踏上仕途 成为十全立员的五人 目前在焦州不少于九百余 而在荆州更多 至于享有田庄 十亿的五人 经交两州合计 几近万人 还在不断地增长 这些五人们彼此之间 通过同袍战友的交情 紧密联系 加之以相互之间的家族联姻 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络 而这网络形同活物 渴望通过战争来扩张 并天然与掌握地方势力的豪强 掌握文化和上升渠道 低势人 实有敌武 以雷远的视角看来 他们如汉初时的军功贵族 又如北朝唐初的官隆勋贵 这样的团体一旦形成 就会生出其自身的利益诉求 而不会长期作为无意识的工具 对这些五人来说 太过惨烈的战斗 最好不要太多 但垂死的敌人 连绵的战争 反而是好事 通过这样的战争 五人们的力量 将会越来越充实 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而与此同时 试图与他们 抢夺战争成果的人 又越少越好 如果能在战争中 名正言顺地清除一批 那更是再好不过了 雷远在娇州 早就感觉到了 五人们的活跃 但他更清楚 豪强士族的力量 源于他们巨大的经济基础 数百年来 豪强士族 已经习惯了垄断经济 文化 政治 军事 他们绝不会容忍 一个政权的背叛 如果当真这么做了 汉中王的政权 也就失去了政权 赖以存在的基础 成了陈设吴广 王匡王凤 或者张角之流 这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 是时代的局限性 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决定的 好在雷远有足够的威望 也有足够的清醒 来控制住麾下的五人们 将他们的力量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至少 与原先的统治阶级保持平衡 至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在一些边边角角的施政上 稍稍体现偏向 即便如此 这也还有赖于焦州乃化外之地 一向缺乏有实力的汉家地方使人 问题是 关羽并没有想那么深 或许在关羽的意识中 他的决定是出于自身对权贵 国度的憎恶 出于他数十年来 始终不动摇的大义 但雷远所熟悉的另一事 有一句俗话 换作 屁股决定脑袋 关羽身为汉中王麾下武将的首席 自然而然地被推动 被影响来作为武人们的利益代言人 而田玉这个多年转环于公孙氏 曹氏和刘氏之间的老狐狸 恰巧找准了这个关键点 这一来 关羽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 他终究是个耿直的武人 做出决定之后 只觉自家难以承受这重责大任 却不明白 这个决定究竟从何而来 又代表了什么样的后果 雷远者返回来 在关羽身前落座 君侯可还记得 当年汉中王入署 我是第一批出兵攻战的将领 也参与了我君入署前后的诸多谋划 关羽眯着眼 胸膛缓起伏 好像睡着了 但雷远知道 关羽一定清醒得很 他顿了顿 继续道 当时庞世元指掌军机 前后两次 试图制造机会 清洗蜀地低试人 第一次 是张松入成都劝降 他试图以张松之死为借口 第二次 是刘继遇入成都 庞世元试图利用 一周旧陈的骚动 但那两次都没有实现 因为汉中王不语 关羽眼神一闪 雷远继续道 而现在看来 今一两周世人携手 又有什么不妥呢 如今 两拢之事也若水之归海 难道大王还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曹操上作歌曰 周公兔府 天下归心 难道大王的胸襟气度 还不如那个周公 关羽 黑了一声 归根到底 天下如此之大 容得下所有人 包括世人 五人乃至天下万民 而以玄德公的名段 孔明先生的达志之变 也足能公平地对待 所有人 绝不会纵容 君侯不要忘了 当年孔明清洗荆州的 动摇世人 一夜之间 斩首数以百计 哪有半点犹豫 只要刀柄握在 中书的手里 许多事情 大可以慢慢来做 岂不胜过 纵放贼囚 养虎为患 雷远挺直身体 正中地道 所以 君侯的想法 我一千个 一万个理解 但君侯的做法 我觉得 颇有可商榷之处 不敢苟同 须知 你竟质疑我吗 关羽睁开双眼 怒目而逝 雷远沉声道 君侯 我是不相信 这世上有一劳永逸的美事 莫说刘备 关羽 莫说 这些生活在旧时代的 帝王将相 便是千载之后 那位声称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的伟人 他成功了吗 恐怕没人说得清楚 何况 去除了旧的杜害以后 总有新的杜害生出 燕之今日的功勋之尘 不会是明日的杜害呢 欲有远大的目标 向前的道路 就遇事艰难 而目标在宏大 终究只能一步步 四平八稳地走 有时候 甚至不得不进一步 退两步 没有任何捷径可言 雷远苦笑着 扶着关羽往后仰靠 君侯 这件事情 我们慢慢再聊 你先好生休养 关羽重重地哼了一声 到了他这个年纪 刚烈易如年轻时 但也难免多了几分老人的固执 他挥动手臂 将雷远的双臂用力拍开 叙之 你继续说 怎么就不能一劳永逸了 说清楚 雷远犹豫了一下 但要细细分说 听堂的正门被轰然推开 什么人 关羽勃然大怒 周仓满头大汗入来 连滚带爬败倒在地 捧了几份军报在手 军侯 雷将军 从星野方向十万火急军报 什么军报 曹军已经败了 还能有什么花样 周仓颤声道 萧气将军曹张 通报曹军各不说 曹操 曹操病死了 确定无疑 过了好一会儿 雷远向前几步 取了军报翻阅 随即向关羽汗手 关羽深深地呼了口气 种种复杂的情绪 猝然袭来 强烈的疲倦感 一下子完全占据了他的精神和身体 第一千零六十九章 谁火 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杨陵 天际辽阔 寒风瑟瑟 天地之间 有灵星的雪墨飞舞 杨陵已经残破了许多年 只剩下几个土山包和遍地深草中 清炭的石料 杨陵一的百姓 也早就逃散一空了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 曹刘两军在杨陵周边 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主力会战 更使得整片武林园 巨多荒残 将士们此时走在杨陵一以外的荒草碑上 有时候听见脚下咯咯作响 那便是踩到了上一次大战中 未及收拾的将士遗体 整整三年过去了 陵园上的风声四污叶 仿佛依旧在为数万人的身死 而肝肠寸断 顶着寒风眺望四野 冬天的关中是那么苍凉 土黄色的原野上 覆盖着土黄色的植被 地面缓缓起伏 像是汉海中沙土的波浪 这波浪凝定不动 而骑队奔行其间 却仿佛随时会被巨浪席卷的小小沙力一般 刘备勒停战马 轻轻按着自己的膝盖 今日早晨开始 他在杨陵行礼如頤 前后两个时辰 先以三生祭祀了刘备的祖先 中山晋王的父亲 汉孝景皇帝又累久违三年前 牺牲在此的数万将士祈福 他老了 腰腿都不如当年 虽然特意着了后衣 里头还加了皮褥子 可这么一轮又一轮的仪式下来 只觉得腰背无力 双膝冰凉 一条大筋从膝盖一直抽出到胯骨 腿痛得夹不住马 现在祭祀已经结束了 刘备留下了专门的人手 在此 一来负责收拾将士遗骨 以便统一安葬 二来 也为日后整修历代先帝的陵墓 做些前期勘测准备 他自己带着骑兵们 折返茂陵翼西南的中军大营 此时关中的战局并未底定 魏王世子曹丕 征熙将军曹洪所部的数万人 现在还聚集在长安城 和周边的几处坚固营雷里 由长安到华英 同关一线的通路 也还没有被完全截断 按说刘备这么做 过于轻挑大胆了 仿佛三年前长驱冒进的局面 又要重现 但刘备本人一点都不紧张 刘备身边的臣下们 也并不去劝说 毕竟曹操已经死了 曹丕哪里值得汉中王畏惧 若他们还有还手之力 也不至于一个月里 尽师官隆重镇 从雄聚关中转为困顿绸承了 如今一周 梁州十万之众兵临城下 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是不是应该前使入城吊咽 他难难地倒 身边的侍从们彼此对视 大概是觉得听错了 没人接话 刘备想起寻月前 自己接到曹操死讯的情形 当时传来这个消息的 有荆州的关羽方面 有进兵至蓝田的张飞方面 关羽转来的文书 言简一概 只说曹操战败而走 途中病亡 妻子曹张收兵于婉洛 号令全军代孝 张飞的文书就写了很多 包括从曹军口中 打听到的许多战事细节 也不知真假 整份文书是张飞亲笔写旧 字里行间看得出他的喜悦 这一辈子的大敌 公认的贼臣终于毙命 张飞也理应高兴 可刘备把两份军报 反复看了三遍 只看到自己眼睛酸涩 拿着书简的手腕都僵硬 却调动不起多少喜悦的情绪来 曹操死了 这个刘备切齿痛恨的仇敌 这个妄图窜取大汉基业的奸雄 在京乡战事不利的情况下 引兵后退 在新野城外突发疾病 死了 刘备曾经无数次对自己说 也对身边的所有人说 哪天曹操死了 那一定是上天降罪 是天焰之 天灭之 从此添下去了乱源和祸害 值得大大的庆贺 可是收到军报以后 刘备却真没有庆贺的兴趣 他对部署们说 姿势体大 须得确认真实 不容半点作为 先不要刻意声张 于是遣了精干人手 出外打探 务必要求个明白真实 明白且真实的信息 三五日后陆续传回 曹操真的死了 河北中原一片纷扰 乱得不成样子 那个巨大的曹魏政权 渐渐有分崩离析的迹象 部署们无不狂喜 有些原从旧部 因为家乡父老百姓 死于曹操对徐州的屠杀 对曹操的仇恨早已入骨 他们忍不住歌舞以庆祝 刘备也陪着 但实际上 刘备依然没多少喜悦 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这些日子 刘备想起许多旧事 想起初领徐州时 是曹操出面表刘备为 镇东将军 宜成廷侯 想起徐州失利 基业分崩时 是曹操接纳刘备一行人 予以后代 支援军粮 表刘备为御州墓 想起吕布击破小配 使刘备成为丧家之犬的时候 又是曹操接应刘备退入许都 表刘备为左将军 而理智欲众 出则同于 作则同席 直到最后 某一天曹操对刘备说 今天下英雄 为使君与操儿 那一句话里 蕴藏着太深邃的心机 太险恶的试探 当时 刘备下的头笔住余地 几乎失态 然而后来 刘备又常想 这句话 就只是试探吗 不是的 那里头应当有真诚的东西 有曹操对刘备真实的赞赏和钦佩 虽然两人的地位相距甚远 实力更是天差地别 可曹操偏偏偏能看出 刘备是自己的同类 其实 刘备自己何尝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天下英雄 无非曹刘 曹刘之间 又惺惺相惜久矣 只有曹刘两人 才真正胸怀大志 才有翻覆天下的才能和毅力 才拥有 以一身而担天下之责的胆略 只不过走的路不一样罢了 在刘备眼中 曹操走的 是一条看似痛快 却包藏了 太多诡诈伎俩 凶残手段的路 那路上铺满了无辜者的血 必定祸根深埋 遗害后世 而在曹操眼中 大概觉得 刘备迂腐不堪 成天想着胶筑骨色 原木求鱼吧 曹操永远是信心十足的架势 可刘备却不会盲目自信 事实上 刘备也偶尔会怀疑 究竟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前汉的制度 前汉的盛世 究竟能不能复现于当代 究竟我这么走下去 是不是能够通往盛世的路 可惜天下只有一个 也只能选择一条路去走 没有妥协的余地 既然与曹操视如水火 就只有美视 皆与曹操相反 曹操已急 刘备已宽 曹操已报 刘备已人 曹操已决 刘备已忠 唯有如此 是乃可成二 刘备眺望长安城 他忽然想到 城里的曹丕 现在会如何 刘备是见过曹丕的 记得那是一个颇有才华 却稍显轻挑的孩子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 魏王既然病逝 魏王世子 便要担负起责任 可曹丕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刘备看看身边的侍从 试探地问道 虽说汉贼不两立 但曹操毕竟是一代尖雄 尖雄离世 我们的礼数不可费 应该派一个使者去吊艳的吧 第1070章 世君 上 几名侍从们面露难色 刘备自嘲地笑了笑 随着体制渐渐完备 原来那个仿佛和气老兵的 玄德公形象渐渐消退 而代之以威严的汉中王形象 自从未言 傅容那一批人离开自己身边 代替他们的护从们 虽然都是各州年轻俊艳 有文武两途的才能 却总是庄重自持 不敢说错一句话 想要和这些年轻人 讨论如此敏感的话题 也实在是为难他们了 他加边催马回营 召集了身边随式文武商议 众人意见不一 有赞成遣人吊咽的 说道 曹操虽为逆臣 可逆臣也是臣 他终究仍是汉家的魏王 丞相 他曾说 摄使天下无他 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此语虽然狂辈 却也有几分落在实处 此等人物更与王室熬战数年 不处下风 堪为我方的强敌 对此辈 可以痛斥 却不宜羞辱 羞辱他 便同于羞辱我辈 而其人既已病亡 加以存问方显气量 再者 诸位可知 京湘 关中两地的作战 动用兵力二十万 名副劳逸被之 统计几处战场的将士损失 只占死者就已超过两万 伤者不计其数 而每日里消耗的粮末物资 也是如山如海 考虑到我们 控制梁州以后 要经营当地 又有巨额的投入 此战之后 曹师固然衰弱不堪 我方也至少要两三年的修养 才能鼓勇激战 这时候若通过调宴 稍稍缓和两家的关系 也是妥当 说这番话的 是一向温和敦厚 绿氏周密的习珍 刘备微微汉首 也有人反对调宴的 当场昂然而起 说道 陈文汉贼交争 其势不两立 曹贼纵然在世 我们也恨不得拾其肉 请气皮 恨不能以辅月加其身 反曹 心汉 乃是一体两面 若不能坚定反曹 便等若是宽容曹氏的 篡逆之行 天下人谁还信 我们心汉的决心 故而 我不知何来调宴的道理 我更不知 想要去慰问曹操之死 因曹操之死 而心中哀痛的 是什么样的人 意见如此激烈的 乃是江戌 梁州侍风之刚见锐利 在此可见一般 刘备脸机抽搐一下 忍不住肃然作证 他只是念及与曹操的当年旧意 惺惺相惜 所以突然生出个吊咽的念头 老实说 提出此意时 并没想到 这其中还有那么多的道理 但这也不错 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人来看 会得出不同角度的结论 身为主君 之所以明者 兼听也 某种程度上 这种辩论争议的过程 在剖析利弊的同时 也给主君提供了一个了解下属眼光 和立场的机会 由此一来 最终该怎么做 反倒并不特别重要了 正做了一会儿之后 刘备稍稍网软踏上邪以身体 微微闭目 仔细听着 直到部署们的讨论之声见低 他睁开眼 微笑着环视所有人 这不是什么大事 今日且商议到此 主公所言 皆有深意 我一定会深思熟虑 再做决定 当下众人行礼退下 账中唯有一人不去 刘备笑问 笑直可有梁某已教我 这场讨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法政才来 通常来说 法政碰到这种群臣 各有所值的时候 总会当人不让发表意见 他的见识 判断都超出同侪 又身为上书令护军将军 深吸军机大政 常能说得他人哑口无言 但这次他来 却只安静端坐 有些奇怪 最近几日里 针对长安曹军的军事应对 主要由张飞 法政两人负责 张飞本部在蓝田设营 以右将军的身份 统辖诸军 而无意 张任为之辅助 法政除了担任军事上的参谋 另外还兼领关中的明正 发挥他扶风明示的号召力 另外 近来法政还忙于策反蓝田 制武官一线的驻守曹军 以图完全打通关中到京乡的联系 前日里 刘备刚给了他十数份照版文书 允他直接除售二千人以下的军职若干 今日此来 是有了结果吗 这么夸 听得刘备询问 法政奉上一份书简 调研曹公一事 不必急于一时 哦 那眼前有什么急事 刘备接过书简 好叫大王知晓 武官曹军 虽然尚未正式降服 却已经动摇一场 前日里 他们就已放开关禁 使京乡与关中的讯息 传递通畅无阻了 京乡清齐经武官至蓝田 只需八百里路程 便可将最新的军情 奉于大王价钱 这是好事啊 因为讯息畅通 今日早晨 我收到了京乡方面 遣人送来的急报 上面说 曹璋住在晚 洛一带 又新生出一桩大事来 此事关系重大 更直接影响 今后我方的大政 如今大局已定 还能有什么大事 刘备哑然失笑 这几日 他因为曹操之死 而百感交集 但同时 也有提述 十万众大战破敌 中德兵临旧都的 激动和狂喜 他意气风发 愁愁满志 常显僻逼逆之态 仿佛这天下 再没有什么难事 可笑了两声 却见法正的脸色 凝重异常 仿佛他说的大事 真的非同小可 刘备连忙鸣嘴 正色观看文书 下个瞬间 刘备大惊失色 他一下没做好 先歪倒在榻上 然后又猛地挺腰站起 拿着文书的手 都在发抖 什么 这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笑直 这可开不得玩笑 法正躬身道 大王 这样的事 我便有十个胆子 怎敢开玩笑 刘备连喘了几口气 才回座 把军报摊在暗集上 仔仔细细地 又看了两遍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如念了几句 竟没把话说完 法正 法正替他把话说了出来 皇帝失踪了 是在两军会战的京香沙场上失踪的 刘备狠狠地瞪招法正 法正却转身 看帐外无人接近 再折返回来 曹操南下时 打着要在南洋登基建座的旗号 故而沿途以挥下精兵 携过皇帝同行 哪怕是后来急速南下与我军对战 也始终挟持皇帝 须于不离 一个月前 曹操的五位 中坚营和五孝精兵 都在御水以东 被我军一击打散 曹操回反路上病逝 而曹璋到星野收拢诸军 缓缓退到婉城 才发现 没了皇帝的踪迹 说到这里 他看了看刘备的神色 才继续道 关羽 雷远二将遣人往婉城探查过 确认这消息无误 刘备探出双手 按住按机 眼神仿佛失了焦距 他喃喃地道 皇帝在战场上失踪 这岂不是说 有可能 兵荒马乱之际 哪里说得清楚 皇帝很可能在战场上 为乱军所示 动手的 或许是曹军溃兵 或许是 可可 或许是我军 第1071章 士军 下 刘备的思绪完全乱了 他简直想要大叫 又想拔出长剑 砍一些什么来发现 皇帝失踪了 失踪在战场上 而且 很有可能被乱冰所示 这不是小事 皇帝是天子 待天而府万民 法天而行得正 代表了天命 自秦始皇帝以来四百余年 天下地位延续 历经数十位统御天下的皇帝 除了那个新朝皇帝王亡以外 绝无一人失踪于战场 绝无一人死于乱冰之手 绝无一人尸骨无存 哪怕近代以来天下丧乱 王刚截扭 可皇帝始终都是皇帝 哪怕丧心病狂如董卓 都是在废除先帝 为红农王以后 才敢震杀 即便如此 董卓也成了霍虫山岳 独留四海的逆贼 其豺狼之性 哪怕千万年后 都要受尽唾骂 哪怕是公认的逆贼如曹操 你看他凌厉汉室 陆沙主后 震害皇子 可敢碰皇帝一根手指 皇帝始终都是皇帝 哪怕曹操图谋篡位 在面上也得尊重皇帝 因为不尊重汉家的皇帝 就等于剥夺了皇帝的神权外衣 使天下人都不会尊重 兴起的魏巢皇帝 可现在 刘备只觉得 天忽然间冷得厉害 干燥空气中 稀有的水汽 都要化成冰茶子 稀稀素素地渗透进自己的体内 让人的血肉都变得僵硬 透不过气来 那可是皇帝 刘备厄狠狠地道 曹操这丝 竟把皇帝带到战场上 分明是他这皇帝与险境 这才生出这事端 这丝真是恶毒 真是穷凶极恶 我才不会去调研他 他想要骂几句 可随即又颓然 曹操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再多的恶意 再多的抨击 又与他合损 可怕的是 曹操在死前 大张旗鼓安排 善让的举措 恰恰证明了 他绝不可能是君 他拿着皇帝在手里 是有用的 刘备抬起眼 瞥了一眼法政 慢吞吞地问道 孝直何以认为 皇帝可能为人所事 你又是怎么判断出 这与我君有关 法政咽了口唾沫 应道 我素来听闻 曹操诸子不和 可拥实力 时常争权夺利 这其中 萧綦将军曹张的官职 虽不甚高 却实际掌握完 落乃至许都 叶成的驻军 是诸子之中 军权最胜者 若皇帝在曹张手中 他凭此便足以 与许都朝廷 展开政治上的合作 必定如获之宝 所以 他若控制着皇帝 绝没有隐瞒的道理 嗯 孝直 你继续 至于我们 法政成因片刻 大王 我们高举的 是反曹心汉的旗帜 若皇帝在战阵上 逃归我方 那不仅 是对我方大义的认可 更是对曹氏逆贼身份的 最终确认 当年 曹操以燕术之后 尚能携天子以令诸侯 如今大王身为汉家宗士 一旦迎奉天子 无数难题就此迎刃而解 这个道理 官将军和雷将军两位 不会不明白 也就是说 孝直以为 皇帝并非被人 控制 藏匿 是 那么 刘备隔了好一会儿 财色声道 那就是 多半是在战场上 遭了不测 很有可能 法政起身 从军帐边上的文件架上 取出一摞书卷 将之放在案级上展开 大王 请看 按照我方军报所说 曹操领着他的五孝之兵 沿玉水南下 旋即遭到我军痛击 当日便溃败奔逃 即便如此 还遭我军斩服十万以上 曹张所不一口气退到心眼 都没能集合起一两万人 当时的情形 何其惨烈 何其狼狈 大王 我以为 此等狼狈形状之下 那些曹氏的乱兵们 恐怕没有袭击皇帝的心思 也不可能有这个余 刘备沉默了话 他等招法政继续说 但法正眼观鼻 鼻观口 偏偏就不再说了 法政的意思很明白 只不过 就算以法政的胆量 也不敢再仔细分析下去 战场上只有曹刘两方 如果不是曹军败兵干的 会是谁 汉家皇帝 是魏王更进一步的阻碍 难道就不是汉中王 更进一步的阻碍了 法政的推论并不复杂 道理也很简单明白 刘备一听就明白 这天下间 有的是聪明人 他们也很快就会明白 聪明人一旦明白了 就会让全天下的人明白 偏偏这样的事 没法解释 一解释 就证明你有这想法 只会越抹越黑 刘备深深吸了口气 眼前浮现出 曹军四散奔逃 而几方数万大军 如狼四虎 在广阔的战场上 肆意冲杀 毫无顾忌地展开屠戮 泼洒出的血污遮蔽平野的景象 他自己就是最有经验的老族 深知在怎么严格管理的军队 到了战场上 就会变成猛兽 只有他们变成猛兽 才能用最暴力的杀戮 来释放心中的野性 才能用最凶残的杀气 来震慑对手 把对手的斗智 一点点地碾成粉碎 在这个过程中 杀戮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也几乎没法管控 如果皇帝在这时候 也陷入逃亡的人潮中 与追击的将士撞上 而他又没能说服 杀红了眼低士族的话 刘备觉得 下一口气 怎也提不上来 觉得胸口像是被 一块块的大石头 砸了进去 砸穿了胸膛 砸进了肺 他挣扎着想要呼吸 却根本对抗不了 别门的痛苦 刘备上一次见到皇帝 是二十一年前的事 当时 皇帝并不如后来 外界传言的那样 对他多么亲切 那只是一个习惯了 在朝堂上 扮演皇帝的傀儡 一板一眼地做事 一板一眼地说着 曹操希望他说的话 直到后来 皇帝前董诚出面 与刘备往来 再后来几次面军 刘备才渐渐感觉到 皇帝是个活生生的 有想法 有企图的人 他经历过许多磨难 熬过了许多艰难时刻 所以 非常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只聊聊数语 就能让人获得一种 舒适的安心感 刘备由此确认 皇帝至少不会是一个昏君 所以他之后 南征北战 四处奔走 还曾经试图从汝南起兵 袭击许多 以解救皇帝 到后来 他去了荆州以后 有了更多的想法 才不在始终 把那位傀儡皇帝 当作自己的重要目标 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明面上 皇帝始终是汉中王的主军 是汉中王政权尊奉的皇帝 是汉室的代表 是刘备打着讨贼新汉的旗号 必须去扶持的天子 如果汉中王帝氏族 是杀了天子 那代表什么 那是整个政权 都难以面对的惊涛骇浪 是足以动摇天下人心 动摇潮流两家之间 正义与非正义立场的大新闻 大王 法政低声道 刘备没有理会 过了很久 法政又轻声问 大王 嗯 孝直 你说 法政却欲言又止 刘备皱起眉头 笑直 你吞吞吐吐什么 这帐子里只有你我两人 有什么话 不能讲 法政把声音压得更低 京香战事已经结束了快一个月 打扫战场 收拢兵族 安抚降族也用不了十天 宛城那边为了皇帝失踪焦头烂额 京香战场上 真的就没有一丁扁的迹象可寻 有没有可能 京香那边知道了一点什么 但没有 或者不敢对我们说 刘备横了法政一眼 摇了摇头 法政扶手 刘备双手按着暗戟 不动 也不说话 过了会儿 法政再度禁言 大王 姿势体大 总得先有个结果 才能谈怎么应付 刘备用力一拍暗戟 发出轰然一声大响 引得帐外侍从们脚步升起 有人在帐门群寻 却不敢随意发问打扰 法政进口不言 刘备将暗戟上的文书 收了起来 孝直 你是护军将军 且以你的名义 给江陵大司马府行文 请关羽 雷元两位长使出面 清查京香战士的战果 造册发来 以便日后封赏 告诉他们 布册记录物必要仔细 精确 要说清楚战士的具体经过 说清楚 斩杀了哪些曹营的将校 俘虏了哪些重要人物 缴获了什么 可堪一提的物资 是 另外 秦孔明速来关中 是 第1072章 惠总 建安24年11月以后 延续了整个下半年的战事 已经慢慢缓和了下来 反倒是京香和关中 两处战场以外的事情 一桩接一桩地发生 刚撤离京香战场的时候 曹璋曾考虑过 要隐瞒曹公病逝的消息 但在那兵荒马乱奔逃的环境下 他根本控制不了信息的传递 于是只短短10月20日 大半个天下 包括河北中原各地的 有力周郡之长 地方镇将都知道了 由此带来的巨大震动 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不止朝野危惧 简直天下有分崩之势 比如住在洛阳的一支青州兵 以为天下将乱 民谷哄堂而散 而原本住在居朝的镇东将军 赃霸 则抛弃了他的驻地 领兵新叶折返其家乡 衍州东部的泰山郡 并以徐州刺史 都军的名义 向清徐各郡传令 此前汉中王整合梁州的时候 曹氏下属的雍州刺史张继 与护枪校尉苏泽联兵 纠合了武威 张业 九泉 敦煌四郡的枪胡渠帅 相毫大姓 聚兵自首 并持续控制北地 安定两郡的北部区域 越过奢严 则与宾州诸湖守望相助 汉中王已讨逆将军 无意领兵平支 进军至高平第一城 张继聚首不战 两军相持数十 带到魏王红于军中的消息传道 张继身边之人 或有疑问 战役皆不坚定 汉中王遂前史宣位 张继后代使者 却暂不答复 汉中王也不催促 与此同时 兵州刺史良袭 曾邪果鲜卑 匈奴 枪胡之众 禁逼合金 蒲板等地 并以轻齐渡和 突袭骚扰汉军营地 其见者直抵兴风 与聚守长安的关中曹军 主力联络 姓有破鲁将军张任领兵击破之 并与梁席隔阂对峙 同样也是消息一道 梁席立即收兵 转往河东安逸 闻喜一带 当时时也 曾经有文臣劝说刘备 声称 只要传习天下 称罪在曹氏 愚者皆不问 天下历史可定 但刘备并不应允 皆因益州 荆州 郊州的力量 至此 也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在不知兵的书生看来 成圣竹北 故能立功 但真到了 能够统辖全局 深吸军政的层次 就能明白 大军调度 是牵连多么广泛的难事 绝非想象中 一声令下那么简单 此时 荆州 郊州全力击破曹军本部 但本军折损巨大 据说许多得力的校尉 司马 连带着整个迎头都打没了 将士们体力和精神的消耗 更是惊人 高强度的作战下 两周数年积蓄的凉末 军械近乎消耗一空 纵使还有些压箱底的余量 都要赖以镇压新扩的领地 绝不足以纵横中原 至于关中这边 虽然这些年来 竭力打通秦岭 笼山的诸多交通孔道 可转运艰难的问题始终存在 此前囤放在汉中南正的巨量物资 因为在战事初起时 同时支撑梁州和上庸两个方向 消耗极其迅速 而一周存粮 再怎么急速转运 考虑道路承载 梁末住存条件 沿途民夫府兵的调动规模等等 总有个上限 这也是刘备始终留诸葛亮 在后方的重要原因 除了诸葛亮 也实在没人能把隔着千山万水 仅以狭窄山道相连的诸多区域 捏合为一体 统筹其物资掉入掉出了 但一周军在关中十万众 梁州各部和副从的 枪湖部落之兵 又有将近三万 这十三万张嘴 即使有诸葛亮 带着军师将军府 文力体系全力以赴 也不是那么好供给的 从十月起 攻入关中的张飞等部 便开始吃起了牛羊 这可不是好事 梁州枪湖将士 视牛羊为衣食之源 极其珍惜 平时顶多吃些乳酪 哪里舍得吃牛羊肉 这时候军师将军府 从梁州调度牛羊到关中 固然证明了中枢 对梁州的有利掌控 也足见一周方面 知应不易 需要梁龙的协助了 既然己方的军事 经济力量 即将逼近极限 对河北 中原等地的政治攻势 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如果不以军力 只靠着政治上的威慑和号召 来扩取土地 那绝不是真正的胜利 反倒会留下极大的隐患 当年的袁术 便是失败的典范 堪为后人笑柄 身为乱世中崛起的英雄 刘备固然高举仁义的大旗 却绝不于服 他深知一切都建立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 对那种虚假的胜利并无兴趣 传习天下这种事情 不是不可以做 但一定是要在己方 占据了政治 军事 经济上全面优势 能够切实掌握每一块降伏的土地以后 才能去做 而以当前的军事能力 首要的 也是唯一可行的目标 便是攻取长安 实现对关中的稳固控制 对汉中王的这个意图 关中曹军自然是不同意的 曹丕本人坐镇关中六年了 他绝非无能之辈 尤其在长安周边经营德法 而曹红 严刑 郭怀等人 或为素将 或为猛将 或为兼具文武干才的后起之秀 他们虽无野战取胜的能力 可是纠和数万之众死守兼成 真不是旦夕可下 张飞连日催军猛攻 只是不断压缩长安曹军的控制范围 使汉中王能够好征以侠的 在杨陵祭殿祖先和将士 除此以外 倒真没什么标志性的胜利 大体来说 两军的对峙局面依旧 而各地爆发的战斗 大部分都只是突然消耗人命 较之于寻月前 突入关中的破竹之势大有不如 更没法和京香那边 数十万人会战 十万人战俘相提并论 但在长安曹军这一头 他们面对着张飞这样的虎将 愈来愈显束手束脚 与关东的联络通道 也随时有被截断之余 魏王世子 傅丞相曹丕几番向关东周郡 发出调令催兵支援 但控制完 落一带的萧綦将军曹张 不仅不理会 还数次劫持了曹丕的使者 然而在十二月初的时候 曹张控制的区域出了大乱子 此前曹操领兵今晚 落等地 就因为民夫和基层兵家不堪摇曳之苦 几次爆发滑变 负责地方平静的杭南阳太守东里滚 东奔西走镇压 忙得不可开交 到了十一月末 十二月初 本来曹公病死的消息 便使人心动摇 曹张为了恢复军事力量 又强行蒸发壮丁 搜刮地方存粮 这一来 民心如肺 再也无法遏止 负责脚平乱民的郡将侯英 魏开起兵叛乱 以数千人入山自保 杀死了郡公曹英渝 擎获太守东里滚 此时 荆州军虽无余力 北上大举征伐 却也摇授侯英 魏开以将军号 并以少量精锐进军心眼 之前曹军二十余万 在京乡战事中崩溃 所有人异常畏惧关羽 当荆州军表现出 北上意图的时候 梁 甲 陆魂等地群到风起 各处接打荆州旗号 攻杀曹氏所属官员 动乱甚至波及眼周 玉等周 这一来 曹张难免慌了手脚 他既要分遣兵马平乱 又要集中力量 以应付可能的进攻 一时间 哪里估得过来 诸葛亮和龙手上的书卷 还有吗 他问 既得汉中王召唤 诸葛亮火速安排好汉中军师 将军府的诸多事宜 随即风尘仆仆赶到 十二月里 天气已寒 他往中军拜见汉中王以后 立即查问各处汇总来的情报 直到诸相事宜有了大体的概念 头发里还沾着的雪莉还没有化 脸颊上因为风吹霜冻 而出的血丝也没退去 听得他询问 辽鼠们无论有没有尚未汇报的消息 都垂下头番主手上按卷 一时间 中军杖里充满了花花的竹简 或布卷张开又合拢的声音 当然还有一些消息的 刚才所说的那些 都不牵扯皇帝的失踪 这个事情 总得有个说法 但这事情 又关联到荆州军和焦州军的两位重将 辽鼠们隐晦地递着眼色 谁也没有先开口 刘备的主坐就在诸葛亮身边 对当前局势中的微妙之处 刘备也是仔细考虑过的 还和法政一起 拟过好几个应对方案 但这时候 他看着辽鼠们忙碌 一时间却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好 索性提起童湖 为诸葛亮倒了碗热水 孔明 你喝水 多谢大王 孔明 你瘦了呀 须得加餐 第1073章 路径 说到底 皇帝死于乱兵之手的这个可能 对刘备来说 太过惊悚了 在刘备看来 此时此刻 整个天下的无数地方势力 门阀派系 都在等待着此事的结果 皇帝在或不在 代表了汉室的存续与否 也代表了天下人对汉室最后的忠诚存续与否 自从讨懂以后 这份忠诚越来越苍白 越来越单薄 但终究还维持着一个名义 如果这份绵延四百年的名义就此不存 许多人心底里的最后一点顾忌 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 人心可怕之处便是如此 放弃底线的是那些人 抛开顾忌的是那些人 但那些人不会羞愧 反而会集中全力去污蔑 去打击不曾放弃底线的人 仿佛只要将别人碾成粉碎 再泼上永世不退的脏水 他们自己就清白了 就可以理直气壮 所以 局势的微妙之处也在于此 如果皇帝的失踪 真的与刘备军脱不开关系 河北 中原无数人的汹汹之口 立刻就会把汉宗王抨击成比王莽 董卓 梁继之流 还要穷凶极恶的汉家逆贼 既然汉宗王是逆贼 他们就要讨伐逆贼 因为他们愿意讨伐逆贼 曹氏就必须在顶在前头的同时 给予他们丰厚的报偿 而另一方面 如果那么多人 重口一词 皆指汉宗王是汉家逆贼 汉宗王政权中的人 又会如何 贸然怀疑部署的忠诚 那当然并不合适 可谁又知道会不会再出一个攀训 刘备想到这里 甚至有些心切 他觉得 自己一向以来 竭力维持的人德道义 在这时候 有动摇的可能 他这些日子 常常胡思乱想 害怕许多本来志同道合于心腹汉室的伙伴 会因此而指责自己 好在 孔明来了 他能得出什么结论 刘备忍不住用格外热切的眼神 去看着诸葛亮 法政坐在烧下手 他看看诸葛亮 又看看 刘备既坠坠又期盼的神色 有些羡慕 有些不适滋味 他明白 汉宗王在焦虑什么 但觉得 那些事根本不值得汉宗王去在乎 在法政看来 整庄试本没那么复杂 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直接行闻天下 痛斥曹氏试君 不管道理通与不通 拿一盆脏水 先泼过去了事 接下去的事情 无非是文人打嘴杖罢了 至于对错输赢 谁在乎 就算这嘴杖打到最后 汉宗王本人的人得道义旗帜 有所动摇 那也不是坏事 很多时候要成大事 就不能顾忌太多 就像当日曲义舟 手段难道不应损 当年曲义舟的一步步策略 正是庞统和法政两人推动的 比使法正在义舟受尽了气 而庞统在扬州全部得志 两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恶气和狠劲 这才设下了劫持刘彰 继而截取义舟的一连串计谋 在这个过程中 反倒是汉宗王本人常有疑虑 动摇 须得谋臣时常在旁鼓舞 在这方面 庞统和法政一样 都觉得汉宗王唯一的缺憾 便是不够果断 汉宗王是雄主 也是仁德之主 可唯独有时候顾忌太多 优柔寡断 束手束脚 殊不知 真正的帝王 要敢于顶着骂名迎拿而上 而群下 只需要为其威而归其力 当年太祖高皇帝 若成天在一名声 又怎能起细微而拨乱反正呢 皇帝失踪了 那又如何 自董卓乱后 皇帝的威严 早就被踩在地上 践踏成泥了 天下人还有谁 真把那皇帝当回事 他失踪了也好 死了也好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根本就是一桩大喜事 若皇帝上在 纵然曹氏窜逆 汉宗王始终要认这个皇帝 于是汉宗王的头顶上 就始终有一个皇帝在 要剥离这个皇帝 不知道还要费多少功夫 消耗多少政治资源 现在这个傀儡皇帝 自家失踪了 也就没了 压在汉宗王头顶上的人 不是很好吗 这时候为人主者 难道不该去考虑 如何把握时机 更进一步 但法政并没有直接 对汉宗王这么说 他是个聪明人 当年 玄德公敬畏汉宗王的那一次 他就知道 自家主君是何等爱惜羽毛 那简直已经到了 可可 有些出格的程度 当日 法政信冲冲的御仙 写好了劝敬表文 结果反而因此 而遭主君所不喜 还一度遭到疏远 所以 现在的他 绝不会太过催破主君 既然汉宗王满心 疑虑皇帝的下落 法政就立即 首先反攻自行 推动汉宗王去彻查此事 当然 此举不仅是下一步举措的铺垫 同时也能站在忠书的角度 稍稍压抑 咒得破天大功的荆州 焦州军府 以彰显忠书的威严 按照法政的想法 查问得越是清楚 有些事情 就越难推卸责任 到最后 事实自然会迫的汉宗王有所决断 而能够参与决断的人 必定是 身为尚书令 护军将军的自己 必定是 预先提供了 唯一一条可行路径的自己 那条路径 当然不是与曹氏互泼脏水 展开骂战 而是在攻取长安之后 应当立即展开 政治上的一系列动作 先将关中囊括入汉宗王国 继而更进一步 只消汉宗王踏出那一步 群下再多的动摇 再多的疑虑 再多的杂念 全都会无影无踪 到那时候 谁还能说什么汉贼 谁还能怀疑 汉宗王心腹汉室的决心 至于河北 中原那边的反应 何须在意 法正坚信 汉宗王必能为一代雄主 成千秋伟业 到那时候 谁还会纠结失败者的狂飞呢 更重要的是 只要汉宗王起了这个念头 日后他总会记得 最初提议的是我法孝直 可是 谁曾想 汉宗王每临大势 都离不开孔明 法正慢慢私存着 发现幕僚们的眼光 陆陆续续 集中到自己身上 也罢 今日就听听孔明 有何高论 他瞇视身边文武同僚 起身出列 奉上了一卷书简 大王 这是我来此路上 收到官 雷两位将军发来的机密文书 其中说到了 可可 说到了与皇帝相关的一些事 刘备倾咳一声 无妨 请孔明先看过 法正犹豫了一下 将书简程给诸葛亮 寻月前 刘备令法正以护军将军名义 要求荆州 焦州两军清点此战的杀伤 俘虏和缴获 这道命令说得隐晦 但关羽和雷远自然明白 其中蕴含的意思 于是也照着要求 做了许多清点整理的工作 泰国辉煌的胜利 带来了泰国巨大的收获 而在荆州 焦州两军自身建制 都已经凌乱不堪的情况下 想要清查出什么结果 着实为难 但关羽和雷远两人都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 所以确确实实下了一番功夫 到这时候 便有了这么一份 专门以红色封套的重要文书 而法正甚至都不敢当中读出来 只请刘备或诸葛亮自己观看 原来经过仔细查问得知 曹操此番南下 将皇帝置于武孝的协作 看管之下 而直接随时在皇帝身边的 乃是以奋威将军邓展带领的一批孝士 在焦州军突袭巨柳燕的时候 各部轮番突前 猛攻武孝 当日看管皇帝的步兵营 在御水西岸 遭到焦州军副帅寇封所部的攻打 步兵校尉断招 也是为寇封所杀 带到军府 接到法证的文书 寇封便寻步下 也没谁见到过 像是皇帝之人 想来这也正常 当时兵荒马乱 两军相争 你死我活 只顾排头砍去 难道还会通明倒行 凡是不着焦州军服的 拼面就是一刀 谁会想到这等事 随即雷远与寇封带着轻信部下 前往当时两军作战的战场勘察 这一看 却看出问题 战场上真有天子鲁布 乃至雨盖车架 被丢弃在深草泥滩之中 战场上还真有着 魏王府效事辐色 被斩去首级的尸体 皇帝和他身边的人 真的到过战场 可没人能说出皇帝在哪里 因为步兵营的将士们 早都被寇封锁布 杀得七零八落 剩下的人只顾逃窜 就算后来当了俘虏 遭到拷问 他们也只记得 自家逃窜的经历了 当日 雷远便调动了超过两千人 对玉水西岸的大片范围 进行了仔细搜索 又专门请了安熟典章制度 出身儒学世家的杨一来现场辨认 问题是 这一场大战 是在洪水尚未完全消退的 泥泥战场上进行的 从巨柳燕王北树石里 遍布了无数的泥滩 沼泽 水泊 还有无数看似干涸 其实底下全都是泥泞 不知埋了多少尸体的地方 这哪里认得清楚 别说两千人 就是动用两万人 也没办法一一查清 这复杂地形中每一句诗神 杨一当场就提出 是不是仔细再看一看收拢来的手机 以防万一 但随即也有人提出 那时事毫无意义 这一场仗下来斩首上万 士兵回报说着二千人以上大圆幅色的 不下二三十人 又不是每个手机都会拿石灰腌制了保存 绝大部分手机在轻点过后 早就泽地深埋了 难道还能挖出来一一辨认 而保存下来的几个脑袋 那本来就是认清楚系曹军重疆 预备用来请公的 再看十遍 又有什么意义 退一万步 哪怕把那些手机和尸身 都挖出来仔细辨认 又怎么个辨认 让谁去辨认 整个荆州军府上下 除了关羽 根本就没人见过皇帝 整个汉中王政权里 除了汉中王本人 谁也没见过皇帝 到这时候 没法再往下查问了 书信最后 只说荆州 焦州两军 对此事无有结论 而父军将军寇封 已经自行幽居在江陵的府邸之内 若汉中王有所责怪 无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他都绝无怨对 这 难道是寇封无意间所为 诸葛亮沉吟不语 刘备探过头来 有些急躁地问 孔明 书卷上写了什么 诸葛亮心念急转 在那一瞬间 他甚至想把书卷 揣回自己袖子里 但下个瞬间 他平静地将书卷递给刘备 大王请看 第1074章 雨扇 仗中寂静 也不知怎跌 气氛有些诡异 诸多幕僚们死死盯着眼前的卷宗 好像那上头 有什么花也是的好东西 有人明明把卷宗放倒了 也不自觉 法证反倒格外平静 而诸葛亮拿出了插在后腰的雨扇 慢慢浮去上面的灰尘 过了好一会儿 刘备起身 徐徐道 收不早 我有些卷了 且去休息 朱军手上皆有公务 不必在此 说完 他便转入后帐 不见了踪影 众人再去看案警上 那份文书不在 想是被汉中王带着 这场军役 还有些是没说完呢 主公这事 幕僚们有的茫然不知其意 有的疑神疑鬼 法证站起来 大着胆子 往后仗瞄了眼 可账目被放下了 看不到汉中王的身影 毕竟十万只众盾兵长安城下 而城里的曹军 至少还有三万以上 双方正虎视眈眈 军务上容不得放松半点 幕僚们厚了片刻 习贞掀起身处外 将续随即跟上 十余人陆陆续续离开 法证走在最后一个 带到踏足中军帐外 他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黑漆漆的夜幕下 军帐周围的火把被风吹着 时明时暗 映得周围人影冲冲 偶有马蹄声传来 凭空增添了几分军中的寄疗 肃杀之意 法证在中军帐前 木然站了好一会儿 直到被护从牵来的战马 不耐烦地打了个响鼻 探脑袋过来 探出粗糙的舌头 舔了舔法证的面颊 大概是他面颊上 有汗的缘故 带着咸味 走吧 法证翻身上马 扬边去 中军帐里 诸葛亮依然端坐 他也不抬头 只仔仔细细地 服侍自家的羽扇 随身带一柄羽扇 是他在笼中攻羹时 养成的习惯 他也不用什么精致羽扇 钱一柄旧了 坏了 就换一把 通常都用最简单的白羽 只不过一旦身在军中忙碌 白羽扇 很快就会变成灰黄色 身边脚步声响起 是汗中王来了 刘备也不用坐席 直接聚坐诸葛亮身边 他将那份文书 狠狠一致 叹了口气 孔明 我对孝直甚是失望 诸葛亮并不说话 静静听着 孝直是战国侧氏之流 良平之亚 并非笃刑之君子 自从京乡大战胜利 曹操生死的消息 传道 他就在拉拢同伴 意图借着攻取关中的势头 催促我更进一步 只不过 我始终没有正面答复 而皇帝失踪于荆州战场的消息 刚一传来 我就知道 孝直必定心中喜悦 因为那样一来 刘备顿了顿 才继续道 因为那样一来 我就没有理由 再迟疑了 他侧过身看看诸葛亮 孔明当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刘备说的晦涩 其实意思很简单 诸葛亮微微点头 拿起羽扇示意 便如这白羽扇 出在手中崭新时 我日日服侍 只恐他被污损 但使用十日祭酒 难免陈旧破败 破败到一定程度 我反倒不那么在乎了 白羽扇在诸葛亮眼中如此 刘备仁德敦厚的名声 在法正念中 也是如此 对法正来说 既走在问鼎天下的道路上 有些事就一板一眼 不容回避 偏偏主君过于爱惜羽毛的性格 在这时候 全然是个阻碍 刘备却有问鼎天下的刚剑之志 也不乏政客的狡诈手段 但数十年来 他又始终没能把普通人的性格 弱点抛开 这一来 他的想法和判断 总有犹豫软弱的地方 终究不似一个 彻头彻尾的雄主 法正对此 大概是有些遗憾的 换了其他人 或许会选择一而再 再而三地劝说 但法正素有手段 而且 手段比常人要很独献 他为了打破这个阻碍 选择的办法是 直接把一盆脏水 泼到汉中王身上 让汉中王再也没有借口 皇帝的失踪 只是恰好出现在此时罢了 纵无此事 法正多半也会找出别的油头来 可孝之不懂 我是真的 孔明 皇帝始终是皇帝 皇帝待我不薄 我本不愿见到这样的事 更不愿沾染这个恶名 一点也不行 说到这里 刘备忍不住又叹气 更何况 博生已经负姓为寇 去了郊州 他 他 他也够不容易的了 他期盼地看看诸葛亮 孔明 眼前局面 你可有妙策 大王 孝之并没有做错什么 什么 诸葛亮将白羽扇举到刘备面前 这几年 我蒙大王厚恩 出任军师将军 执掌大政 夏凉难免有阿余的 夸我持羽扇侃而谈 颇显高洁云云 其实 羽扇重在屈蚊去尘之用 我再怎么爱惜 用久了 难免陈旧 难免沾染脏污 但那又如何呢 终究那只是羽扇罢了 可是 孝之是希望大王 多想想羽扇的用途 他用他的办法来为大王屈蚊去尘 所以希望大王不要固执在羽扇本身 那并没有错 所以 大王无需苛责孝直 孔明是说 刘备皱起了眉 他沉思片刻 摇了摇头 孔明 孝直是我的谋主 是我的左膀右臂 要平定天下 少不得孝直之力 我自然不会苛责孝直 可是 他扎了扎嘴 探过身子 伸手拍了拍诸葛亮的羽扇 我看这羽扇 不只能屈蚊俱尘 更能鸡着阳青 以波乱世 反诸正 手中的羽扇 若脏污不堪 日后 怕就不能设规范 以准天下人心呀 诸葛亮笑了起来 大王担心的这一点 要解决起来 倒也简单 刘备豁然起身 哦 孔明 快快到来 大王 你请坐下说话 刘备坐到诸葛亮的暗机旁 诸葛亮却忽然换了个话题 适才翻越卷宗 以致我军这些日子 深入关中 已经对长安形成了负压之势 只不过 那城中上有数万曹军将士 十万百姓 粮末物资堆积如山 曹丕又在关中经营数年 根基牢固 长安以东的许多城池 又都被改造成了军宝 我军甚难一举拿下 对吗 哎 没错 此时情形 简直与上次入关中实近似 好在没了曹操的本部援兵 我们大可以调兵遣将 趁曹军不能兼顾 先往长安 以东攻成掠地 带到严密封赌关 和一线 再回过头来 收拾问中之鳖 此册甚是高明 诸葛亮赞了一句 又倒 不过 陈茂妹问一句 若我们全取关中 曹丕却逃脱了 大王会不会觉得遗憾 刘备摇头 孔明 你小瞧我了 区区一个曹丕 不过是个贵公子而已 其才 其才不及孔明的十分之一 并非重振危局之主 他若跑了 正好使得中原 河北重现二元 真卫的形势 我有什么可遗憾的 那若是曹洪 郭怀 严刑董被逃脱了呢 这些人都是曹氏的干将 未必能为我所用 若走了他们 日后恐怕战阵上花下功夫 但也没什么遗憾 那 若是曹丕 曹洪 郭怀 严刑和长安城中 文武百官 数万将士 全都跑了 将长安城和和城百姓 拱手让给我们呢 刘备失笑 孔明 那不是一桩求之不得的大喜事吗 诸葛亮反问 大王此言当真 自然当真 刘备嚷了一句 忽悠所悟 他压低声音问道 孔明的意思是 诸葛亮微微汗手 以如今的局势 我们只需一言 便可令曹丕拱手让长安 更使曹丕便传文书于天下 痛斥曹张布下施君 刘备沉音片刻 孔明的意思 我大概明白了 想来 那曹丕不会拒绝 只是 我们若主动提出此事 会不会有受人以柄的危险 我们前使入城掉效罢了 何来受人以柄 不过 具体的言语该怎么说 须得大王仗下一人出面 才好把握 何人 诸葛亮提了一个人名 刘备皱眉 此功确实随君 不过 他这人性格高傲 豪诚口舌之快 近年来少受重任 我骤然受他以特命 此去 万一激怒了对方 会不会 孔明摇了摇雨扇 此君乃是便是 正要他一成口舌之快才好 否则 反不能使那曹丕入购 刘备再度起身 在帐幕里来回转了两圈 最终一击掌 好 他大步站到帐门处 喝道 来人 在 速去请张子乔来 第1075章 原宫 三天以后 张松昂然迈步 走入长安城中 走过城门 抬眼两边一扫 只见道路两侧 站满了熊啾啾 气昂昂的将士 他们一个个兜手持长刀大吉 身披黑色甲皱 肃然而立 森然杀气自生 张松哈哈笑了几声 然后特意用身边人听得见的声音道 当年我赴许都见曹公时 曹公排布的夹事 也不过如此啊 前来迎接张松的诸硕 微微汗手 紫乔先生好眼力 好记性 这一批人马 正是当年魏王分割三营五孝的精兵 波致傅丞相麾下的 其中 还有素卫虎士为其骨干 过去数年 我方与贵军征战厮杀 多赖这些勇士之力 张松连连点头 好 好 当年曹公麾下勇士的厉害 我诉所深知 想来 曹公于濮阳宫吕不知时 晚成战张秀之日 极致歌须气袍与子龙剑下 狂奔乱走于絮之马前 哼哼 这都仰赖曹营勇士大展神威啊 诸硕大怒 他代要喝骂 只听张松继续道 如今 曹子环困手孤城 但惜将有性命之威 以我看来 应当让这些勇士多多休息 关键时刻 才可堪驱使 哪怕穷鼠聂离 总还有几分壮脸 好过选在此时 做此等色力内人的姿态 这话 是前来吊咽的人该说的 久闻 这张松张嘴不说人话 今日一见 这老根本就不是人啊 朱硕简直要吐血 他脸色一变 隔了一会儿 才压抑下怒气 只此兵凶战危之时 我们只是担心族下的安全罢了 紫乔先生 何必多想 张松斜眼瞥了瞥朱硕 汉中王虎士关中多年 早就把都督关中 朱军士的曹丕下属 有何等人物 打探得一清二楚 比如眼前这朱硕 便是配国乔县人 家族与曹氏为世交 其兄朱赞 原为虎豹其统领 在三年前的关中战场 死于赵云枪下 朱赞死后 朱硕入世 其人虽法武略 却与曹丕交情甚深 这几年来 隐约与陈群 司马懿 吴智等人 并为曹丕的得力友人 不过 陈群 司马懿和吴智那三个 本身有才干 有官职在身 而这朱硕 乃是借着与曹丕私交而入世的 性敬小人 在张松眼里 此人更是年轻晚辈 不值一提 而我张子乔 是何等样人 我是义州刘章之古宫 以言辞设服 曹操的天下名士 是一手主导了 玄德攻入义州的大财 是不必艰险说祥 成都满城文武的勇者 更是汉中王帐下 地位极高 而极清贵 朝夕不离汉中王身边的重臣 呵呵 以我张松的身份 拿正眼看你一眼 就算我输了 张松仰手望天 鼓足了中气 用鼻孔重重地 哼了一声 带路 朱硕额头的青筋都起来了 勉强抬手 紫乔先生请 张松将胸膛挺得更高些 只用眼睛下垂的余光看路 从如狼似虎的曹军将士们 中间大摇大摆向前 他从北面过渭水 经落城门路 然后沿着大道 直抵旧日的金兆府 如今的曹丕府邸 带到入德府内 只觉电雨重重 规模甚大 正堂内遍布灯竹 玄白漫白帆 做林鹏模样 有十数人等候在内 张松继续斜眼观桥 只见有文有武 有劳有少 想必都是曹营的重臣 而他们的视线 全都投在张松身上 这种情形 顿使张松斗志勃发 他继续冷笑一声 心道 龙中困兽 由自抖擞微风 可惜 金帆若不俯首 一日全都是刀下游魂 他再往前几步 见郑中主席 做了个披麻戴孝之人 神情甚是萎靡 强自打起精神的样子 显示曹丕了 听说这曹丕当年在关中 吃了子龙将军一剑 后来身体甚是虚弱 今日一剑 果然如是 张松向前几步 长衣行礼 汉中王使臣张松 代表我家主上 见过故交之子 身旁立即有人喝道 区区边比外臣 在魏王世子 督督关中军事 傅丞相 五官中郎将身前 何敢不败 又有人怒骂 你这司 也配自称魏王的故交吗 张松哈哈一笑 建安十三年时 我受郑威将军所命 前往许都拜会曹公 当时蒙曹公后代 又有杨德祖随势在策 当日谈笑情形 我张松至今记忆犹新 故而以曹公为故交 曹公之子 自然便是故交之子了 他稍稍转身 逆视着殿堂中那个称颂曹丕官职之人 至于什么 魏王世子 嘿嘿 我平生以来 只知汉家非流姓宗氏不王 而当今宗氏称王者 唯有玄德公尔 我实不知 这天下还有什么魏王 更不知魏王世子是谁 平堂中 群臣义骑大华 有人嚷着要把张松砍死 取手 及济于魏王林前 张松心里一惊 顿时冷汗沉沉 好在天时已寒 衣袍圣后 倒不于汗水渗透出外 丢了自家脸面 其实 张松心底里知道 自己书少实际历世之才 自投入汉中王架下 虽然破得后代 却终究不如法政 李延 孟达 那几人首挽军政大权 而在汉中王身边 论情好亲密 自己不如刘衍 论及文字典章 自己又不如许词 孟光之流 哎 刘继玉在时如此 玄德公在时 也没强出许多 莫非我当年 乃是白忙一场 好在数年过去 终于又得展现 才能的机会 而机会为此一次 绝不容出什么差错 好在汉中王和孔明都说了 这一回出史吊咽 优势全然在我 所以 一定要全力压住 曹丕等人的气眼 非如此 不能谈到后继的正事 这可是我张子乔所长 今日好教你们得知 我张子乔的口舌如刀 当下张松 全力以赴的绷柱气势 依旧高仰头颅 只用两只黑黑鼻孔 横扫全场 平堂上乱了一阵 曹丕的声音响起 紫乔先生 自视家父的顾骄 玄德公也是 此番足下能代表 玄德公来调宴 足见就义申请 其他的 咱们且不去议论 当下群下秤势 张松岁不多言 行李存问如疑 其实按照礼法 调宴的场所 绝不会在长安 曹操的灵舅此时尚在晚城 因为政局不宁的关系 既不知该下葬何处 也不知该以何等一式下葬 所以 短时间内 恐怕要在晚城放置一阵 而长安城这里 曹丕让出了府邸政厅 设了灵棚和一英食物 其实堂上供的 乃是曹操以前用过的大戟 棺带 袍斧等物 取其象征而已 难免有些简陋 还是昨日得知 玄德公有一前史吊咽 才又额外做了布置 当下个人寻脸动 进退一让 待到周旋完毕 张松全部耽搁 直接拱手告辞 这一举措 凡史堂上诸人恶然 张松走到门口 呼听有人唤道 紫乔先生 请留步 张松不耐烦地回身 何事 众人寂静一阵 曹丕上前几步问道 玄德公是家父的顾骄 也是我曹丕的长辈 只可惜 两家兵戎相见多年 殊少来往 今日难得紫乔先生登门 玄德公身为长辈 竟没有什么 对晚辈等人说的吗 张松仰天大笑 这笑声 可谓是无理之极了 然而 听堂中诸人 却隐约献出一点喜色 既然此人如此 可见 那刘备是有话要说的 当前局势虽然不利 我方终究还有数万雄兵 还有长安在守 有的谈 熟料张松笑了两声 脸色一沉 我家大王并没有什么 要对朱军说的 我来时 他倒曾对我有一句话 什么话 我家大王说 颇愿见到曹公身后 一如袁公身后情形 可惜 他更想要长安 这四分明是作死 厅堂上当即有人拔出刀来 第1076章 凡乱 眼看着几名持刀将校逼近 张松反倒站住了脚步 来 来 只管来看 张松比划着自家脖梗 大声嚷道 汉中王以义 梁二十万众取关中 如今打通了五官 更有金香之众 随时支援 而等今日杀我 我魂魄不散 等着看你们死守到何时 等着看 今日善杀使者之人 日后如何赔上合族性命 这话说的就是最直白的威胁 就是最直白的看不起人 简直已经形同小人骂街 撒泼打滚 没有半点文士风范了 此人果然如传闻中那般 黄望大胆 他要是脱个光膀子 拿个骨锤 和弥横都没啥两样了 可偏偏他这么做了 曹氏在场文武诸人 竟没有半点办法 难不成真把他杀了 曹丕倾咳一声 修得失礼 都把刀收起来 正如益州多有识者打探 关中曹银文武 曹丕身边 也有人负责搜罗益州 梁州的敌情 早听说这张松 乃是性格执拗高傲 而又嘴上全不容人的怪人 当年他王许都 代表刘继郁出面探讨 与朝廷的合作事宜 结果触怒了魏王 直接将其逐出 后来他代表刘璇得入成都 想要说详益州文武 又惹得益州文武暴怒 听说差一点 就被砍了脑袋 按说这样的人物 哪里能担任使节 这根本就是个 暴脾气的惹祸精啊 可玄德公偏偏就派他来了 这是为何 总不见得 刘备都受不了 此人一张立嘴 让他来送死 曹丕转过几个念头 回身看看 坐在厅堂深处的老者 那老者微微汗手 扶着暗机起身 紫乔先生 张松一见那老者 便知是钟摇 钟摇早在三十年前 就为朝廷尚书郎 此后历任要职 九父圣名 是资历极深 名望极大的汉氏老臣 当日朝廷在李雀 郭四的控制之下 钟摇一面于礼 郭须于尾夷 一面安排皇帝东归 代理 郭皆死 他又折返关中 以私立校尉的身份 治理长安 赵府流明 继而掌控马腾 寒碎 此等功绩 任谁都要赞一声好 钟摇亲自出面 便是张松也不敢无礼 当下张松躬身 见过袁长弓 钟宙和气地道 适才堂上诸位 大约是担心 子乔先生此心疲惫 想刘先生片刻 以便我们烧尽地主之意 虽说行动过于剧烈了 但并没有恶意 还请子乔先生莫要担心 不埋袁长弓 我家大王有令 让我势必挤走 无需耽搁 足下前来吊宴 请住只用一些饭食 乃是理所应当 并不违背玄德公的意思 嘿嘿 哈哈 张松笑了两声 摇了摇头 袁长弓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 我此来只为吊咽罢了 我家大王并无意 与诸位商谈讨论 他要长安 也决然拿得下长安 呵呵 不谈这些 不谈这些 子乔先生 我领人带你休息 半个时辰后 咱们饭后再续 如何 钟宙依旧客客气气 以他的身份 简直有些卑躬屈膝了 张松毕竟是读书人 面对如此谦和的冒蝶前辈 他也实在不能太过狂傲 他由于片刻 眼中流露出一丝怜悯 此乔先生 张松稍稍屈前半步 沉声道 真没有什么可续的 袁长公 我不瞒你 此来除了吊咽 我家大王 还让我看一看 长安城中文武 看看 谁是曹氏的死因部下 谁有弃暗投名的可能 已被日后用人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意思 嘿嘿 唐上朱俊的啾啾之风 我已经看过了 还有什么 要多耽搁的 这 钟宙叹了口气 饭食还是要用的 就只用一顿饭食可好 紫乔先生 请 请 张松也不向曹丕行礼 直接就跟着溥义出去了 钟宥亲自相陪 送出数十步折返 回来时 只见唐上文武剧都漠然 过了好一会儿 郭怀愤然拔刀 一刀又一刀地 砍着唐上两柱 我等无能 遂使主君受这样的羞辱 我等有副卫王的厚恩 咆哮了两句 他忍不住哇哇地哭了起来 曹丕的脸色更是煞白 他拢一拢身上的皮袍 反身落座 定定了坐了好一会儿 忽然冷笑 特意浅一狂事前来 看看 谁是曹氏的死硬部下 谁有弃暗投明的可能 这是在为战后的处置 做准备啊 这番话出口 本尼等着群下纷纷上前 自剖中肝赤胆 可说完后 唐上寂静 除了郭怀的哭声 竟没人上来接口 曹丕顿绝头晕目眩 京乡那边的惨败 对长安却有巨大震动 关中的地形 和百年枪乱的影响 决定此地不可能 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 来面对外敌 面对一周和两周的敌对 关中离不开中原的支持 然而 京乡一败 曹公一王 中原局势接下来会如何 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 原本分布在各地数宝的 曹军半主动 半被迫地收缩 寻月间连吃了几场败仗 先丢了整个幼福封 竟而把北帝和平义两郡 也丢得七七八八 然而 曹丕本人虽因父亲身亡的消息而哀痛不已 但麾下文武群臣又能各司其职 应付局面 过去十日里 两军在渭水沿县县厮杀过几场 保持着一定的军事 长安城里的曹军将士 此前许多都是主动收缩撤退的 他们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一点斗志 他们还不服 觉得自身上有实力 能继续维持局面 同时 他们又觉得 凭着这一支力量 他们又能在逆境中有所作为 然而 张松的蔑视语气 恰恰打碎了这个幻想 眼前的军事有什么用 京香败了 曹氏的主力部队已受惨痛损失 还都在曹张之手 关中的益州 梁州之军 有的是时间来 慢慢炮至长安城 何况还有荆州 焦州之军 能通过五官支援 玄德公本身 便是得到魏王赞许的天下英雄 是经过最惨烈乱世 崛起的出群人物 魏王若在 尚能与之匹敌 可魏王已经死了 玄德公举四周数十万雄兵 要去长安 靠谁来阻止 就凭城里这三四万士族 张松说得明白 玄德公有绝对的把握拿下长安 他都已经在考虑拿下长安以后 如何应对城中的这些文武群臣了 以张松的狂傲性子 不至于在这上头妄言 既如此 所有人在这里的坚持 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指望以唐碧兰车之举 轻始留名 还是为了给晚成的曹章争取时间 以使那黄旭儿 有统合曹氏河北 中原的余裕 曹丕呆呆地坐着 仰着头 眼神散乱 视线中 厅堂上垂挂的白曼漂浮 也如他的思绪繁乱不堪 钟咒等了一会儿 轻声唤道 柿子 柿子 曹丕回过神 袁长公 有话请讲 如今事急 老臣斗胆 敢问世子一个问题 只管问来 世子当前的敌人 究竟是谁 这话也太直白了 曹丕连连苦笑 袁长公 你急着要我效法 袁显思吗 事才岂不闻 那张松说了 刘备颇怨见到父王身后 一如原本出身后情形 可惜 他更想要长安 那又如何 干脆就把长安给他 中咒大声道 什么 世子 这长安不要也罢 纵无长安 以河北 中原为平 卫士尤为大国 久后只销整军金武 不失关东六国合纵 恭秦之事 第1077章 千户 你放屁 曹丕尚未答话 曹红拍案而起 中原长 你是在挑拨离剑子环与子文兄弟 中咒没有理会他 子环 子文 还有身在夜城的曹子健三人 但凡有半点兄弟之情 根本就不会出现当前局面 就算魏王在京乡失败 可晚 落河夜城等地 仍有雄兵可攻抽调 若子文和子健有意 全力起兵 向西接回魏王世子 难道真的就做不到 问题是 子文和子健根本就没有做 当年原本出死后 既清幽病四周仍在 原氏的底气未损 难道其长子袁潭 就不知道统合众兄弟 齐心协力抗曹 不是袁显思愚蠢 而是袁上 袁熙之流的贪婪 迫使袁潭不得不与之对抗 此时 曹丕面对的局面 不也是如此 放弃长安 乃是不得已 是被逼无奈 玄德公不是要长安吗 我们给 玄德公不是 想看曹公身后 一如袁公情形吗 我们就给你看 样样都满足玄德公的心意 这不是很好吗 中六深信 只要提出这样的条件 一定能使玄德公满意 一定能为 长安城中数万将士 赢得全身而退的机会 刘备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 这样也能为魏王国 赢得卷土重来的可能 曹丕有实力 有班底 有军政两途的诸多有盟 更是名正言顺的魏王世子 曹张一介匹夫 曹直屈屈书生 不过仗着魏王的亲爱罢了 绝非曹丕的对手 这一点 其实在场诸人心里都清楚 否则 也不会始终追随着魏王世子 一旦 曹丕和他麾下的文武班底 从关中脱身 接下去就是曹流两家争分夺秒的竞赛 刘备要尽快重整关中 统合两篓 而曹子环 则要尽快接收魏王的军事 政治遗产 这个竞赛或者延续数月 或者一年 或者三年五年 而竞赛结束之后 双方仍然是不死不休的决战 那时候的决战 一定会比现在更艰苦 成功的可能一定比现在更渺茫 但 不试一试 怎知道成不成 哪怕用兵如神的魏王 这一生中也多遭惨败 甚至刚送了性命 谁又敢说 刘备和他的部下们 就能战无不胜了 总得试一试 为了天下 为了大魏 大权 值得试一试 袁长公 曹丕忽然唤道 忠咒俯下身 在 你是汉氏老臣 素受天下仰望 如今 刘备阔取天下之伴 威势圣极 你又为何如此尽心尽力地帮助曹氏 那张松此来 要看的人里 难道就没有袁长公你吗 曹丕抬起头 轻声问道 忠咒想了想 慢吞吞笑了起来 世子说的是 我还真是汉氏老臣 这些年来 许都朝堂上的素老凋零 资历名望能与我大体仿佛的 好像只剩下王景兴 华子于那几位了 只是 我所尊奉的汉氏 乃是皇帝与世家共治 刚继有偿的汉 却不是玄德公 纠和武夫 斯文扫地 又上身 含严行俊法 苛待世人的汉 忠六向曹丕 稍稍躬躬身行礼 子环不必相宜 我所想所谋 全都是为了回报魏王 为了重整天下 再见太平 曹丕垂下头 用力抹着脸 过了会儿 他沉声道 我不会主动放弃长安 忠咒只做静听姿态 动也不动 曹操生死的消息传来以后 曹丕失魂落魄了好一阵 但现在看来 似乎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终究他在父亲身边多年 常德尔提面命 绝非无能之辈 曹丕起身在厅堂里走了几步 扫视猪将 继续道 天下局势巨变 不容我们悠闲 接下去 有几件事要尽快去做 诸将接到 请世子吩咐 如今父王病逝 河北 中原扰乱 致是狐疑 我身为魏王世子 傅丞相 有守土之责 又有中勇将士相助 必定会助长安不宜 请诸将督促下属 并发观众名利 继续修缮长安和周边军宝城防 做好在此击退 刘备大军 重振我军威风的一切准备 凡有动摇军心 怯敌巨战的 接斩 诸将一时迷惑 但接应道 是 曹丕转向中咒 袁长公 我在 劳烦袁长公与那张松再做商议 务必要让张松向玄德公 转达我方平定中原局面的可欠 嗯 也不妨多多渲染曹子文的勇力 和军中威望 要让玄德公对他大家戒备 视他为日后的大敌 这样 才便于我们行事 对吗 遵命 与张松之间的联系 只限于唐上诸君所知 不得外转 我受袁长公已全权 完整决定其中的一切戏物 不必求快求急 务必要办得妥善 无论军事上或是其他方面 都不要留下受人利用的破绽 曹丕说到这里 不经意地提了句 此事非同小可 我与袁长公之间 需得妥善之人居间联系 嗯 不妨就让仲长 智书都随我一起 专门处置相关事宜 可好 仲长 智书者 乃是中轴之地中眼 中轴之子中欲 曹操在夜城 使群下都将族人迁居夜城为智刃 唯独忠摇名望极高 不在此恋 一帝 一子 皆在长安用事 如今 曹丕提出 让两人随同身策 忠咒竟不能反对 忠咒愣了一愣 苦笑着功身失礼 世子的安排十分妥贴 曹丕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而再对诸将 萧綦将军 曹璋速来轻挑造脱 近在晚城 又有祖兵专权之举 所在犯报之际 若原长功能 稍恶留被禁兵之事 我即当以魏王世子的身份 行闻天下 痛斥子文的罪过 若曹璋认罪顺服 倒也罢了 若他四心自愈 罔顾大义 我便提兵讨伐之 继而自洛阳之夜城 压服乱局 继大魏 而定天下人心 原来如此 世子甚是高明 这番言语 很有几分魏王当年风采了 诸将提起嗓门 继续应道 是 五天以后 茂陵一西南 刘备军中军大仗 武短身材的张松 被许多同僚围拢着 以至于刘备和诸葛亮 看不到张松的表情 不过 听他高亢的言语声音 足见实在是得意至极 他也真有得意的资本 这一趟汉中王 令他入城吊丧 顺便再以言辞 震慑曹营上下 去时 汉中王说了 吊丧为主 言辞震慑 乃是小事 小事办不成 办不好 都不怪罪 张松本人更不要强求 可张松不仅办成了 竟然还破得曹营方面扶手 恳请一个拱手 交还长安的机会 这是长安 再怎么荒惨 这都是数万曹军 盘踞的关中雄城 是大汉的旧都所在 张松竟然只靠一张嘴皮子 就破得敌军主动退让 这样的功绩 足以为张松赢得一个名流 主帽的地位 足以和史书上任何一位 便是相提并论了 此番果真拿下长安的话 玄德公已说了 值得给张松一个 十封千户的侯国为仇 张松直手画脚 将自家的言词姿态细细描述 说到高亢处 他时不时仰头哈哈大笑 而坐在主席上的刘备 微笑听着张松讲述 视线则往眼前一份文书上 反复撇过 这文书乃是张松与中咒 商议下来诸多步骤中 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环节 张松顺手将之带了回来 这是昨日曹丕以魏王世子名义 搬行河北 中原各州郡的文告副本 主要的内容 固然是痛斥曹张 在魏王死后拥兵自重 宣誓自身魏王世子的继承权 为了行文有力 文告里又寻千百年来的惯例 给曹张加了无数真真假假的罪名 其中有这么一句 颠拜微辱于前 乐兵失道于后 遂使皇帝崩坠 悠悠有识 孰不哀痛 这 刘备只觉得 嗓子燥得要冒火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如此大逆之行 他们就堂而皇之地写上了 皇帝究竟如何 我们还没个结果 他们就把这事栽给曹张了 他转向诸葛亮 既惊喜又迷惑地问道 听子乔说 他在长安城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起过此事 曹丕的文告里 怎么就写上了 这 孔明 这是怎么一回事 诸葛亮叹了口气 曹营之人的想法 和我们本来就不同 我们心中有汉士 才会竭力维护 才会因应于皇帝的安危 而他们是汉士为无物 以皇帝为傀儡 傀儡既然失踪了 那就只剩下了最后一点用处 而这用处 正好施加于 争夺魏王之位的对手身上 也就是说 刘备拿着文告再看看 游子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 这一盆脏水 曹氏自家泼上了 这麻烦事 解决了 哈哈 这就解决了 过去那一段时间 可能担负是军骂名的压力 实在过于沉重了 漠然的放松 使刘备有些失态 诸葛亮从刘备手中取回文书 大王 怎么 曹氏既有文告行于天下 便是定论了 从今以后 此事无需我方群臣在意 诸葛亮温和地笑道 但也有见识 大王和群臣 必须赶紧去办 刘备吃了一惊 又有些迟疑 孔明 你也在催我吗 诸葛亮点了点头 正色道 既然曹氏声称 皇帝遇害 我方当大张旗鼓 为皇帝发丧 追逝 这是大事 比进入长安 更加重要 呼 刘备喘了口气 用手拍了拍额头 对对 孔明 你说得很对 距离两人稍远处 法政的视线 在刘备和诸葛亮之间 来回移动 他不明白 孔明最近在忙什么 更有些好奇 两人说了什么 想要上前去问一问 刚起身 他的手臂 却被满面红光的张松挽住了 孝直 孝直 怎么样 这回你服不服我 法政孝道 服 服 第1078章 命运 1 从长安城头望下去 义州军和梁州军的银盘 一座座连绵 处处惊奇飞舞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银盘的规模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完备 银盘外侧的债墙 最初只用木料 现在大部分都换成了黄土夯柱 足足有两丈宽 一丈四五尺高 债墙的上头 在额外架上木炸和木棚 债墙以外 有蜿蜒的壳钩 看得出来 壳钩也是统一规格 大概两丈宽 六尺以上身 有一部分壳钩 直接连通树水或喂水 隔着老远 还能看到波光零零 有可能天气寒冷 水面开始结冰 还有一些壳钩 则在底部埋着密密麻麻的竹签 尖刺 在冬季的阳光底下 散发着森冷的光 债墙上开着很多缺口 设置了高大的银门和望楼 可以见到精神抖擞的将士 沿着银间道路往来巡逻 负责传令的青骑兵 如同蜜蜂那般 快速聚散来去 视线穿过银门 往银盘内部看 靠近银门的位置 有大片夯实铺平的空地 有将士随着口令和旗帜变换 正在空地上做阵列变换的训练 更远处 在一整片的迎战后方 有数不清的工程器械 已经被打造完毕 这些威力巨大的工程器械 若真的直抵城下 以守军将士的士气 福顿不觉得能坚持多久 不过 既然魏王世子主动交出长安 汉中王便没有使用他们的机会了 那些高大的巢车和抛石机 就只能一排排 耸立在原野上 像是一个个头角争容的沉默巨人 许多事情都通过两方谈判达成了一致 过去巡月 两方便有条不紊地按照谈判结果办事 魏王世子本人 五天前就已经带领大军出城 以礼前往鸿隆 后继的部队陆陆续续跟上 这会儿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长安 最后一支离开的部队 是严刑将军的部署们 那些将士 大部分都是关中人 也有梁州人 他们既不愿意离开故土 却又习惯了在曹营相对宽松 不受约束的生活 害怕留在关中 遭到汉中王的清算和军纪管束 与此同时 魏王世子为了保障己方 拥有足以压倒曹张的实力 又提出了许多优厚条件 其中甚至包括授予严刑 萧綦将军的称号 最终 在经过了连续数日的纠结和争执以后 严刑所部就此分裂为两部 一部约两千与其 坚持跟随严刑 还有一部同样约莫两千 以一些宝金风霜的老族为主 他们中的许多人 都在长安有家有事 故而决定留在长安 看看能否在汉中王的治下 吃一口安稳饭 留下来的这批老族 以福顿为首 从前日起 长安城中的治安 便由这批老族负责 过程中 难免撞上乱兵截掠 或惊恐百姓四出亡散等事 还有人试图往城中武库放火 好在老族们的经验很丰富 有惊无险地应付过去了 今日凌晨起 汉中王的军队 进城接管各处城门要地 福顿便陪着一名换作沉道的汉中王部将 一处处地走 一处处地一跤 两人每经过一处港哨 便有一周的夹式战定 而原来的守军 默默跟随在福顿身后 据盗百人 然后根据安排回迎安顿 前后两个时辰 他们将长安城中各处要地走遍了 此情形换作一般的武人经历 大概会觉得有些羞辱 但福顿并不觉得 他少年石河族 遭徒 后来当过木奴 当过贼寇 比这更羞辱十倍百倍的事情都遇到过 跪地气泄投降 再遭十一抽杀的事 都撞上过不止一次 此时 陈道与福顿相处时 并无凌人傲气 他的部署们也不殴打 善杀降服之人 那已经很好了 福顿早年间 曾任官中豪帅成一的亲卫队长 以永利过人著称 后来成一被马超所杀 他便改投了韩岁 韩岁的女婿严刑造反 夺了韩岁之兵 他又跟着严刑作战 一晃眼 他从军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无数次出生入死带来的伤害 使这名原本健壮异常的敌人衰老得很快 就在这两年里 他原本的强健肌肉 迅速消退 只剩下宽大的肩膀抵着甲皱 脸上的皮肤也沿着两侧面颊松弛垂坠下来 他走路的时候 一瘸一管 时不时探左臂去浮蝶质 他探出的左手手掌 只有半个 拇指和食指以外的三根手指 连带着下部的手掌骨 全都没了 手腕处的关节模样 也很古怪猙獰 明显是骨骼碎裂后 再也没能恢复 陈道用好奇的目光 打量福顿的手掌 福顿举起残疾的手掌 给陈道看看 咧嘴笑道 三年前被马超砍的 我领兵与他对战 可惜不是对手 陈道忍不住赞叹 足下真是勇士 那残疾却是三年前关中之战的结果 当时汉中王与马超联兵攻入关中 曹公帅大军迎敌 严刑出长安驻战 结果遭到了马超的袭击 严刑实在不敢与马超放对 于是让福顿带兵断后与马超纠缠 纠缠的结果 便是福顿只一合便重伤坠马 九死一生才逃得性命 事后 严刑对福顿甚是歉疚 提升了福顿的职位 让他做了带兵千人的都位 但福顿自己倒并不觉得 严刑有必要如此 福顿口齿捉笨 但精力很丰富 心里想是其实挺明白 在他看来 乱世中的五人 本来就以玉血厮杀为能 玉势善战 玉荣一被上司派去执行艰难的任务 死得就愉快 这是自然之理 福顿在成衣手下 就曾受命与马超为敌 当时 马超赤手空拳 一拳打中了福顿的后颈 听说他还留了力 可福顿立刻就晕厥倒地 过了三个时辰才醒过来 这个世上 能两次在马超手底下 逃得性命的人 大概不会很多 福顿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马超都死了 我还活着 这难道不是 运气好到 极臭的表现吗 想到这里 福顿只有满心的清醒 此时城外 骨角之声齐鸣 无数将士们 喧腾欢呼的声音 如同海啸一般涌起 那种巨大声势中 蕴含着一种福顿 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力量 几乎要让他神魂动摇 沉道喜道 汉中王来了 福顿 我们同去迎见 沉道自己 是身经百战的五人 一上午相处下来 对福顿这个憨实的敌人 颇有好感 何况福顿留守长安 保障城池安定有功 作为曹银中的合作者 本该得到嘉奖 他这么说 便是给了福顿一个 在汉中王架前露脸的机会 熟料 福顿倒并没有特别愉悦的样子 他快步跟着陈道走了两步 问道 陈将军 你是才说 会在笼上各郡安排官营牧场 多种牧草 饲养牛马 那是真的 陈道想了想 才反映过来 自己是才 与这福都尉闲聊 好像真的提到过此事 那自然是真的 前汉时 在汉阳 隆西 北地等郡 设有牧师院三十六处 牧养六处数十万亿广用 我方记得关中 梁州 接着必定要向北 向西恢复对大片疆域的控制 没有足量的 官马怎么行 重设太普关署 恢复各地牧师院 势在必行 我可以去养马 福顿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我很会养马的 福顿有些紧张 他殷勤地凑近陈道 将军 我们这些老族 年纪都大了 怕是打不了仗了 我们就想去养马 养牛养也行 都行 不用君想 我们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陈道哑然失笑 也有些感慨 他注意到 福顿一旦开口 稍远处几名曹军老族 都放轻了脚步 竖起了耳朵 这一早上奔波下来 陈道所见寿命留守的曹军士族 许多都身带残疾 年近半百 这些老族们 包括眼前这个福都尉在内 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堪的往事 乱世之凶恶 岁月之艰难 催着了他们的健康 甚至摧毁了他们的肢体 让他们的动作迟缓 眼神浑浊 或许 他们曾经是战场上 猙獰的恶兽 是与汉中王所部 战斗过许多次的残暴敌人 但到了这时候 他们就只是一群心怀惶惑的 不知未来如何的老族罢了 而现在 他们注视着陈道 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陈道正中地道 福都尉 按照我军的制度 将士们若受伤残疾 或年迈不堪厮杀的 便可以退伍 想回家务农的 先得赏赐钱薄 填地 若想去乡县做些事的 也可以任命到乡县为例 你放心 我们不会 磕带留在关中的曹银将士 会有很好的安排 养马 自然是可以的 福顿松了口气 他兴冲冲跟上 快步前行的陈道 福顿 你放心 而陈道充满信心 我们要复兴汉室 总能让大家的日子 都过得好些 第一千零七十九章 命运 二 红底黑字的汉字大道 在千百面五色军旗的簇拥下 高高飘扬 十余营将士列成方阵 整然矗立 又有近万名夹士 沿着道路两侧排开 仿佛道旁的林木那样 为刘备指示着前进的方向 前所未有的胜利 使将士们欢呼过 高唱过 但当刘备经过的时候 他们都肃然不语 开阔的原野上 只闻刘备和部署们 策马前行地得得提升 刘备从茂林义的大营出发 沿卫水向东 直抵中卫桥 过桥就接近了长安城 古语云 卫水贯都 已向天汉 横桥难渡 以法牵牛 如今 汉中王金卫水入长安 又踏横桥 便仿佛象征着汉家的法度 重新集于这座帝都 关中祖山戴河 四塞为故 金城千里 号曰天府之国 而长安周边 则是关中的中心和枢纽 千载之前 周都风稿在此 六百年前 秦都咸阳在此 四百年前 汉都长安邑在此 而今后 即将从乱世中 浴火重生的 崭新的汉世 依然将定都在此 对刘备来说 长安诀不仅仅是 关中的重镇 也是汉家的象征 更是汉中王的事业 蒸蒸日上的象征 刘备自光和七年历史 平乱起兵 至今已经整整35年了 这场可怕的乱世 也已经延续了 整整35年了 终于到了今天 汉家的旗帜 能够立在长安城头 汉家的威权 汉家的制度 汉家的恩惠 能够重新集于旧都 进而光耀天下 慢慢接近长安 刘备觉得自己的手脚 有些颤抖 眼眶有些发热 他竭力保持住 自己的沉静姿态 心里的激动 却已如巨浪翻腾 他曾经无数次想过 长安是什么模样 但在过桥入城的路上 刘备心中的那个 长安一点点的消失不见了 他所看到的 确实是一座 雄伟到难以想象的城池 那巨大的城园 规模较之成都 要庞大许多 然而 在庞大的规模之下 反而更衬托出 萧瑟和荒凉意味 毕竟自理雀 郭四相公 天子东归 长安经历了 无数次惨烈的战争 一度合成巨空 数十万百姓 强者四散 雷者相识 以至于二三年间 无负人计 待到终究治理长安 又不断迁徙 关中之名 以充实洛阳 西京乱无相 柴虎方够换 出门无所见 白骨碧平原 现在的长安 就只一座凋零的 城园上 灰黄色夯土 剥落的旧城 整个关中 也不过是一片荒芜 空旷的大地 数十年乱世征战不休 十整个天下都凋敝不堪 汉家四百年的积累 击备着乱世摧残殆尽 四百年来 繁衍生息的黎明苍生 更已经食不于一 颠沛流离 困苦异常 接下去要做的事情 实在太多 要走的路 实在太远 不只是与曹氏的战斗 还有很多事 恐怕比沙场征战更难 刘备不禁稍稍驻马 回头去看诸葛亮 而诸葛亮轻笑着 向他微微汗手 任何事交托给孔明 他一定不辜负我 见到诸葛亮的笑容 刘备瞬间就安心了 他继续乐着马 轻了轻嗓子 想要对诸葛亮说几句 然而 从建安十二年的龙中之会以后 他和诸葛亮之间 有太多可说的 他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而张飞老师不客气地 越过诸葛亮 从后头侧马上来催促 大王怎么不走啊 哈哈 快快进城啊 大家都等着进城庆贺呢 这撕满嘴的酒气 昨晚回音后 一定是纵情狂饮了 刘备记得 自己应当是颁过进酒令 偏偏易得全部当回事 刘备苦笑着用马鞭指一指张飞 好 我们快快进城 是该快一点 这一路走来 不仅仅是孔明之功 还有诗人 孝直这样的谋主赞话于内 云长 义德 续之这样的武臣立功于外 还有许多人 他们都等着呢 刘备看到城门里笔直 而宽阔的道路一直延续 通向城池深处 那历经数百年的风霜 依旧高大的恍若梦幻的汉家公雀 他看到大开的城门边上 赵云穿着寻常假皱容服 不起眼地站在警备的骑士队伍里 像是在战时那样被攻佩剑 扫尸四周 他看到许多将士们 脸色丈红 竭力挺着胸膛 想让自己在汉中王面前 表现出最威武的姿态 他看到城门里面 有一列列被曹氏抛弃的祥臣 还有挑选出的城中黎明百姓 聚拢在街边 他们远远地看到汉中王的旗帜 有人就地跪服下来 把额头碰到地面 也有人并不害怕 探着头向外打凉 这样的情形 简直不像是真的 刘备在年轻时 根本没有想过如此宣和的场景 他在亡命于徐州 脱身于袁绍 寂寂于新野时 更没有想过 其实 自从陶董开始 天下就成了豺狼虎豹 纷乱横行的天下 奸贼何止董卓一人 那些打着陶董名义的诸侯 全都是奸贼 而汉室 不过是被用来装点门面的 遮羞不拔了 那时候 复兴汉室 根本就只是一个口号 还是一个绝望的口号 除了刘备 谁也不再相信 甚至连刘备自己 喊着喊着 也渐渐没有力气了 直到孔明告诉他 汉室是可以复兴的 霸业是可以成就的 看看此时此刻的情形 所有的野心家们 所有的乱世枭雄们 你们可曾想见 此时此刻的情形 刘备沿着深邃悠咬的门洞前行 提声仿佛激起回响 深冬的风呼啸着掠过他的身边 投向门洞尽头的光亮 刘备提起马鞭 指着前方大声道 此情此景 未来一定能使之 赋献于洛阳 赋献于许都 极致夜城 因为四海之内 再也没有 能站在我面前的敌手 因为汉室复兴不可阻握 因为三十五年来 无数死于乱世之人 三十五年来 跟随着我刘备 驱斥奔走的伙伴 乃至无数 已然奋身与命 漫洒热血的阴魂 都在渴望着天下重归安定太平 汉室必将复兴 天下必将重归太平 我一定会带来崭新的大汉 给天下人赢得崭新的未来 在刘备身后的队列里 有人铿锵有力地答道 愿随大王复兴汉室 重建太平 许多人一起道 愿随大王复兴汉室 重建太平 他们的对达传到了外界 当刘备侧旗踏入长安城里 无数人都道 愿随大王复兴汉室 重建太平 话声远远传开了去 城池内外更多的军民 开始大声呐喊 他们或者带着狂喜 或者带着欣慰 或者带着雄心壮志高喊 终究戎马空呼 入城一事难免粗糙 将士们事前并没有排练过 于是 所有人各自喊着口号 用各自的语言 赞颂这个崭新的大汉 表达着他们对未来的期盼 而千万人的种种言语 汇集到了一处 最终汇集成了最简单的词汇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山呼海啸一般的声浪 从长安城里传出 席卷大地 直入云霄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第1080章 命运 三 建安25年6月 前往京乡作战的 焦州军各部 陆续撤回 本来年初时 各部便能回乡 但当时生出了一桩大麻烦 新战的荆州北陆领地 多地出现疫病征兆 自还 零以来 天下大义平仁 规模极大 波及南北诸州的 不下四五次 比如 建安22年时 在上一次的京乡 关中两地战事之后 便爆发了大规模的疫病 据说疫气与北方游猎 一度蔓延到了 家家有僵尸之痛 宗室有豪气之哀的地步 此番京乡战事 又加以洪水的影响 很可能导致疫病蔓延 胜于往年 故而得爆病例之后 军府不敢有半点轻忽 应对疫病的方法 这些年来 各级官署 都已经有了成立 除了立即调动人手 加快收拾填埋战场上的尸身以外 在辩撰号令 要求境内的百姓 尽一切 可能饮用熟水 日常多洗澡洗手 室内开窗通风 各处的驻军 也都立即停止调动 尽量减少将士外出 还封锁了多条商路 同时 军府与州府 又向各地征调衣冠 提前预备药物 当代将多类疫病 统称为伤寒 并已经有各种 对症的药方传世 故而军府一声令下 多接便办 侥幸的是 或许因为发现的早 又或者是战后的阵纪 尚属得利 将士和百姓的体质 比较健康 疫病的病例 持续出现了两三个月 渐渐少了 到四月以后 天时炎热 本是疫病多发之时 但两个月里 京乡周边再无病例 看来 这桩大麻烦顺利过去了 焦州军终于得以撤离 这时候 距离他们出发作战 已经整整一年了 体量将士们归心四见 荆州水军动用了大量船队 将他们直接运送到灵渠 大军起兵 自然肃杀异常 军令严整 动辄痛成为令之人 务必要使 将士心智凝结如衣 死不选种 但回尸的时候 上上下下都放松很多 何况又是在胜利之后的回尸 将士们一来 怀着沙场生还的喜悦 二来带着立功受赏的满足 他们放松到货躺 或坐在船板上 将手或者搅进在清凉的水里 哗哗地拨动着波纹 他们彼此轻声说着闲话 有时候爆出一阵哈哈大笑 又有人忽然来了兴致 纵声高唱一曲 曲调甚是高亢七轻 却又是不时 透出几分俏皮滑稽 有时候唱的是 汉家的接墨摇欧 有时候则用了 福先生听不懂的语调 可能是金楚之音 也有可能是娇广等地的满曲 早年监工中环境尚显宽余的时候 福先生曾听工人演奏过这一类的曲子 大致是一人歌勇 三人相合 赞颂貌美的山鬼 继寒地 又一笑 子恋沐与善 窈窕晕晕晕 不过 现在看那些士族们 几眉弄眼的样子 似乎他们唱的 可比宫中乐府 要露骨多了 此等粗笔之曲 污秽之词 福先生本以为自己断然不能忍受 可这时候 他凝视着船舱外 蔚蓝如洗的天空 重重流淌的清澈香水 被茂盛林木覆盖如碧玉的起伏群风 忽然就觉得 听听也不错 有时候 水盼欢迎的名女 高声向船队打招呼 问将士们 要不要心摘的水果 那种轻松自在的情形 魂不似 他在中原内地所见 那种大军攻杀屠戮 百姓畏惧异常的情形 去年十月末 福先生在御水之盼 答应了罗阿旦宁 要随他去郊州 后来几个月 他便在军营中住着 那个叫做罗阿旦宁的阅人战士 约莫是升了官 但他对汉家的文书 往来不熟悉 过程中 好在有福先生帮忙 军营中如福先生这样的 曹军俘虏 有许多 他们被驱使来做这个 做那个 有些人入了军官的眼 便能摆脱俘虏的身份 甚至直接转入 郊州军的序列 这是好事 所以 曹军俘虏们都很积极 福先生也挺积极 军营里的条件 虽然艰苦些 可往来都是鲁职军汉 没那么多心思 而且 武人通常来说 对读书人总有天然的尊重 带到福先生展现出一笔好字 所有人便愈发敬畏了 他忙了数月杂事 其实足不出军营半步 却觉得 今年优求的玉姬 逐渐消散 带到隋军南下郊州 一路上举目四望 只见天地深远开阔 而山水郁郁葱葱 这样令人心怀舒畅的景色 是他从没见过的 他看着这样的景色 渐渐地把自家的妻子 孩子全都抛却了 福先生自知 那样甚是梁伯 可他被束缚了一辈子 梁伯一次 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 他也偶尔会有些忐忑 他知道 汉家皇帝在战场失踪 不是小事 或许普通士族 已经厌倦了汉室 压根也不关注 但汉中王政权的高层 总是会放在心上的 他们总会想到 追踪皇帝的下落 找出这面 当今天下最好的旗帜 熟料 除了去年底的时候 荆州 焦州两军 大张旗鼓地找过一次 那事情就没有下文了 后来听说 曹公的世子曹丕 专门行闻天下 其中有一段 乃是指责 曹张纵容乱兵 把皇帝给杀了 那不对啊 我 我不是还 好吧 被乱兵杀了 就杀了吧 这世道 不缺一个数十年困索身攻 一事无成的皇帝 天下的百姓 也根本没有在意这皇帝 前日里 船队在相关歇诉 傍晚时 有使者传来消息 说 汉中王刘备 在长安为汉家皇帝发丧 并追誓约 孝敏皇帝 是法 约 在国逢南约名 使民折伤约名 在国连幽约名 霍乱方座约名 这个名字 实在称不上美式 哪怕一桩桩 一件件事历历在目 足见这嗜好并无不妥 福先生仍然觉得有些难受 带到他注意到 焦州军的将校们 并没有因此而悲痛 甚至还有些隐约的喜色 他可就更难受了 这种隐约雀跃的情形 连罗阿旦宁也觉得 有些奇怪 他特地来巡服先生道 是才听说 汉家的皇帝死了 嗯 以前我是个月人啊 可可 月人的大求死了 我们都要哭的 还要用指甲划破脸 让血和泪混在一起 你看 这就是早几年我划的 这么长两条吧 你看 是不是很显眼 是 是 显眼极了 也很凶恶 很威风 可现在 我是汉人了 当然得照着汉家的规矩办 对吧 可是 汉家的皇帝死了 你们都不在乎的吗 怎么还有些高兴的样子 福先生 我问你哪 你犯什么傻 福先生淡淡地道 那个死了的皇帝 乃是个对汉家无意的庸碌之人 这个皇帝死了 雷将军的上司汉中王 说不定就会当皇帝 有了新的皇帝 汉家才能兴赏 而新的皇帝登基之后 对将士们想必会有额外的声赏 是以将士们才会有所期待 罗阿旦宁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他盘散了半赏 问道 那我也可以再升官的吧 我现在是取长了 还有很大一片点 如果再升一级 应该就和和普郡的幼贼曹苑 差不多了吧 我应该可以娶他的女儿吧 这 这我不知 须得去了娇州 再细细询问 罗曲长 咱们汉家有汉家的规矩 你想归想 事情得慢慢来 万万不能失了礼数 福先生拍拍罗阿旦宁的臂膀 放心 我会替你认真操办 罗阿旦宁快乐地踏着水 好 好 第1081章 命运 四 大军越过林区以后 就不断地分散往各营的驻地 罗阿旦宁所属的兵力 跟随船队直接抵达苍武以后 转至留守郊州的大将郭靖辖下 由郭靖所部的军力直接带领 分从各条道路向西行进 福先生已经听说了 这位郭靖将军 乃是左将军雷远的臂膀 早在淮南市就追随雷远 无数次出生入死 他坐镇和普 实际上以代理人的身份 掌控郊州西部诸郡 驱使蛮夷部落如走狗 好几次打过深入天南的灭国之战 全是惊人 他又注意到 罗阿旦宁与郭靖麾下的军力 似乎非常熟悉 全无寻常将士 面对将军鼠立的谨慎肃然之态 看来 这位阅人战士 另有特殊身份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 罗阿旦宁此前因公 被卓为取偿 领有两百人 但这两百人 都是战场上临时划播 到了苍武以后 立即被打散 要经过约末半年的重编 罗阿旦宁才会在河浦接收 真正属于他的义曲将士 于是 罗阿旦宁便与罗柯带着自家族人 跟随军力乘坐舟船 沿着御水上行 他们预计在大滕峡附近登岸 再沿陆路翻山越岭 直抵河浦 有意思的是 他们乘坐的近飞郊州官船 而是连水畔 御蛇部落 专门派来迎接酋长之子的大船 负责带领这艘大船的 买是罗阿旦宁的长子阿满 阿满虽细女流 身材却比福先生高一个头 胳背比他的腰还粗 肩膀上头能跑马 他与罗阿旦宁一样 也用青紫色的涂料纹面 并把整排牙齿都削成尖的 他像既凸显 以不灌头 极有活力地在大船上呼喝奔走 向着自家的部署叫嚷 有时候需要撑高 阿满便与罗阿旦宁一起奋力 探出的臂膀上筋肉奔起 随传走了半日 福先生才打探明白 原来郊州满一百万 军府再怎么实力强盛 毕竟不能与之一直消耗下去 所以近年来 一直采取既拉又打的策略 罗阿旦宁和罗科等人所属的御蛇部 便是连水旁与汉家格外清静的部族 近年来 郭靖代表军府全力扶植他们 并利用他们的武力 来压制深山恶水中果离 须铜 图满 深池等强硬拒绝汉化的族群 因为御蛇部得到郭靖的看重 而御蛇部族长之子 又北上参战 立功而还的关系 军府大概提前渲染过 罗阿旦宁的功绩和所受奖赏 船只沿着御水行驶才半天 已经三次被两岸之人截停 一次是猛临仙的汉家镇将出面 这镇将乃是丁凤的下属 据说听闻 罗阿旦宁还会升官 特意来结个善缘 还有两次 都是深山中的蛮部 出面喊停船只 无论蛮部 落月还是李辽之数 能够被允许在苍吾郡周边生活的 都是敬畏军府 且较功顺的部族 而他们又普遍热情好客 于是每次喊停船只 都拿出自家部落里的好物 再歌再舞的款待 福先生再三求饶 也免不了被灌入了清凉鼻翼 他几乎被枪壳得愈仙愈死 而蛮夷们则围着他哈哈大笑 拍着他的后背 替他舒缓气息 另外 史福先生觉得不适应的 就是常有蛮夷部族的勇士提出 要与罗阿旦宁比试武艺 而罗阿旦宁居然同意了 连续比试了 四次都取胜 每次都差点见了血 原来焦州蛮夷毕竟凶暴 千百年来都习惯了彼此残酷厮杀争斗 甚至有诸如包皮 猎头等可怕习俗 左将军雷远为了焦州稳定 专门向各部班令 若部族之间有纷争 都可以通过决斗或比武来解决 决斗分生死 比武分胜负 结果一出 两边都不可反悔 这道命令 近来渐渐被焦州治下的部落接受 此刻 好些人来找罗阿旦宁比试 便是妒忌他 能得汉家赏赐 受任汉家官职的缘故 蛮夷们或许觉得 若能通过比武 赢了罗阿旦宁 自家也能得赏赐 受官职 这种想法 甚是荒唐无稽 但这种妒忌 本身就会转为无数部落力求汉化的动力 而这种决斗或比武 必须由左将军府的军力在场仲裁 又强化了汉家军府 高居部落之上的地位 左将军府 以武力为基础 进而推行的汉家秩序 正慢慢深入焦州人心 不服从或者敢于对抗的部落 则终将逐步衰弱 被迫从他们的祖居之地离开 迁徙到更南方大海尽头的无尽密林之中 想到这里 福先生不禁微微汉手 他再怎么九处深宫 毕竟身边曾有汉臣簇拥 与曹公勾心斗角了数十年 虽法手段 却不缺基本的眼光和见识 很显然 焦州军府对蛮部的渗透 从无停歇 而罗阿旦宁的御蛇部落 正是罪得军府信赖 被当作标杆的部落之一 罗阿旦宁缺乏汉人的政治素养 看不明白 可福先生却知道 从罗阿旦宁立功受赏 而反的这一刻起 他在焦州的地位就不同了 军府一定会重用他 奖赏他 而他心心念念了许久 总是担心 自己配不上的那门亲事 也一定会如愿以偿 至于问明 那采之类的汉家习俗 其实都是小事 这次长得虽然丑陋 性格却很淳朴 想来 会是乱世中的家偶吧 想到这里 福先生觉得自己 被强冠比影的痛处消散了些 他扶着船船起身 但要到后舱去 但见那郭敬将军的下属军历 正小心翼翼地 把此前四次比武的结果登记 腾抄在一份文书上 他视线稍稍略过 便见那军历所写的文字 很多都是缺笔少画的 有些字 一时尽不认识 这是 这是什么字 他忍不住问道 那军历解释道 我焦州的地方立员 许多都是由退伍的老族担任 老族们虽然忠诚 却未免粗笔 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 根本无以承担事务 所以 雷将军专设了学校 又令文士寻回各地 传授立员们读写和数算的本领 不过 有些字还是太繁琐了 将士们自相传授背诵的时候 难免删凡就简 抓住机会 就缺个一笔两笔 只求大概认得出原来的意思即可 原来如此 福先生不禁伸出手 照着那军历的笔记笔划两下 军历笑了起来 这种缺笔字不能用于正式的公文 但日常使用倒也无可无不可 福先生 你莫要笑话我们 哪里 哪里 岂敢 岂敢 是才听说 福先生写的一首好字 足下若有侠 能替我重新写一份吗 我看 这缺笔字就很好 写的也好 不过 若需要帮忙腾写 我自然是愿意的 那可太好了 请 请坐 正待落座 呼听的岸上尚未散去的汉蛮 各不上千人 人人踊跃 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呼喊 福先生心中有鬼 顿时坠笔失色 怎么了 那军历顾不上福先生 剑步站到船头看了半上 才回过神来 他指着岸上笑道 那是雷将军一行人 听说雷将军回到苍吾以后 立即就安排巡行郡县 为将士们颁发赏赐 并张显汉加威夷 想来是巡行的路线 恰好经过御水 哈哈 本以为要回到和浦郡 才能见到将军 今日我真是运气 哦 福先生往船头走了几步 他虽在交州军中栖身数月 却还没见过雷远 此时阳光之下 红旗萨萨招展 一对金甲骑士鱼贯而行 甲业犹如精灵抖擞 高举的枪歌如钢铁密铃 随从威严如此 主将呢 福先生将视线前移 却见一名轻袍缓带 腰玄常见的将军 走在队列最前 毫不避忌地植入汉满百姓的队列中 顾盼左右 戴孝说着什么 有时候还探手与人击掌 久闻这雷远乃是汉中王麾下 屈指可数的大将 实在以来 他战无不胜 吕破强敌 威名远扬 福先生早年在深宫中 还曾听闻 他是淮南贼寇出身 想象中此人 乃是一个身高八尺 腰围也是八尺的雄为满汉 此时看来 这将军却并不显得威仪出众 全部似勇猛五人相貌 那便是左将军雷远吗 福先生忍不住问道 船上许多人都在向着岸边欢呼 一时间没人理会他 而罗阿弹宁的长子 阿蛮揪着罗阿弹宁 在船尾指指点点 罗阿弹宁 你看 你看雷将军身边那条大汉 真是威武 哦 那是雷将军的敬畏首领 赤里宁塔 是个五西蛮子 他认得我 还请我吃过饼呢 阿蛮盯着赤里宁塔 看个不休 一时不注意 口水从嘴角流淌出来 把衣精都沾湿了 第八卷 别日合一会日南 第1082章 旅途 上 五关 此地系关中的四赛之一 恶秦楚之交 距山川之险 自古以来到南阳而东方洞 入蓝天 关又威 当年秦楚交战 楚君丧失八万 怀王束手于此 后来秦并六国 为迟道于天下 东穷燕齐 南极无楚 其中南极无楚的这一条道路 便是金蓝田 五关一陷入荆州 又称为商鱼道 其道广五十步 三丈而树 后柱其外 银以金锥 树以轻松 秦二十八年 三十七年 始皇帝两次东巡郡县 皆由此道出入 然而 五关道沿县艰险 山高水深 夏秋多与季节山洪爆发 时常冲垮道路桥梁 近百年来 由于地方官吏失职 坐视着这条古道日渐衰败 连带着沿途的驿站 也陆续裁撤了许多 以至于曹氏在京乡 关中两帝对抗汉中王石 两个战区的重兵 并未能彼此支援 这种局面 在汉中王阔取京乡 关中以后 得到了改善 自建安二十四年末 中书调度了包括 曹军俘虏和离散流民在内的 大量人力物力 开始重新恢复 长安周边的诸多水利 道路 桥梁等设施 其中便包括了 对五关道的修复 按照今 雍两帝州府行文确认 在五关道上 预计将耗时三年 动用十万以上的劳工 修桥梁 起意志 并拓宽原有道路 或别开新道 以应对秦代以后的 山水地势变迁 当然 这样的大工程 绝不可能齐头并进 同时铺开 一开始做的 就只是些零零碎碎的 小处缝补 先使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故而 策马走在五关道上 依然知觉 这山道崎岖狭窄异常 有时候两边都是悬崖 看不到太阳 有时候 又有流水顺着一侧的山剑奔腾 冲击着岩崖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这样的环境下 马匹很容易紧张 很快就会疲惫 有以拉车的马匹为神 上午赶了两个时辰的路 邓范便带着同伴们 在一处意志歇马 这意志是新建的 规模不小 能容纳七八十人 意志本身是一个四方形的 两层物壁 外设高墙 位于一片山坳中央 后方还有很大的区域是马舅 外设了专门的草场 用来养马 因为首要保障通信的缘故 近来新设的意志里 暂时没有备用的马车 全用一马 好在一行队列中的两辆资车 虽经颠簸 依旧牢固 邓范奉上扶船 请瑟夫看过 亲自将马匹都迁到马舅里 安排精料 再折返回来 安排腾出三十余席位 张罗着同行人等落座 前排坐的都是矫健武士 而后面一小块区域 则有女眷 扑婢和孩童 早有他人请瑟夫 快快安排食物 饮水 瑟夫见邓范的扶船上 写着身份乃是个校尉 想了想 便记起这位在去年京香大战中 立下大功的有名人物 当下不敢轻呼 亲自催促饮食 再来照应 瑟夫四十多岁正当壮年 脸上有一道刀疤 左臂挂在身侧 很少摆动 一看就是老族出身 众人顿时觉得亲切 彼此说话 也就轻松自在 邓范与他攀谈几句 知道他本为江陵手足 上司是个叫张娇的都博 因为数年前 在聚首江陵 苦斗江东的战事中 落了残疾 手臂的骨骼碎裂 难于发力 于是不得不退伍 他也真有几分本事 先在江陵城外的一个亭里 做了囚道 后来激功千转 成了年缝百旦的有志之力 当年江东被蒙突袭江陵 城中又出了叛徒 直接开门一道 那局面当真是显到极处 在那场大战中 出生入死而受重伤的 真正是军中的好汉 谁也不敢轻视 当下邓范看看自家同伴 转而向那瑟夫道 师 师敬 请足下来 与我同袭 我们边 边吃边聊 如声曰 食不语 请不言 五人没那些规矩 当下众人一边吃着 一边谈论些见闻 闲适 甚是快活 瑟夫又专门换人 取出了自家 浸在深井里的瓜果 切开堆做一盘 浇了蜂蜜 请邓范等人享用 其中 有一种西域传入的胡瓜 青皮绿嚷 甚是多汁 较之焦州所产的瓜果 未必多么甘甜 却盛在口味新鲜有趣 深秋时大口咀嚼 颇绝爽爽脆 正吃得杏刀采烈 胡听外头罗声极响 邓范脸色微变 与身边树人交换了个眼色 随即按刀起身 怎么回事 正好志成从上面奔下来 大声嚷道 有贼兵 贼兵来袭 关门 备战 听得志成这般喊 好些一丁全都跳起 各自奔去拿取弓刀 邓范忙上二楼眺望 只见山道对侧的陵墓动摇 隐约有人影穿行 这 这贼兵是什么来落 瑟夫应道 去遂我军大破曹军 斩服无数 但也有许多曹兵退出了战场 往北逃亡的那些 都顺利与星野曹军大队会合 而往西北面逃走的 正撞上汉中 王阔取关中 这一来 他们前出无门 后退无路 那些不愿意投降的 都避入深山 前后快一年了 游自作乱 又一人登上二楼 和声问道 这些贼兵 数量很多吗 比被大兜凶悍狡诈 常给我们添麻烦 但负责此段道路的 俊卫多次带兵争搅 每次皆有斩获 他们有时下山掳掠 但却打不动我们的意志 我估计 剩下在山里坚持的 数量也不多了 原来如此 后来之人汉手 那足下应付他们 可有什么难处吗 说话之人年约三十许 续着短姿 肤色很黑 眼神很亮 身上穿着灰色的普通绒服 没什么配饰 但神情和举止中 带着一股沉稳自然的风范 显然是长居上位之人 色夫眯着眼看看他 随即想起 适才此人 便坐在邓范身边饮食 而邓范对他极其恭敬 那邓范已经是校尉了 能使他恭敬的 会是何等样人 色夫心里跳了几下 但他是酒精风霜的老练武人 并不谄媚 想了想便道 哪有什么难处 嘿嘿 眼看此时秋静 寒冬石山中无物果腹 我们再将他们打回去一次 他们非得冻死 饿死在山里不可 灰袍武士笑了起来 好 那我们就照常休息 族下自顾迎敌 不必顾及我们 色夫连连汗手 灰袍武士踏着木梯 从楼上下来 回到一行人饮食之处 一桶饮食的人少了几个 当时去收拢资车和马匹 以防万一 剩下的十数名 矫尖汉子 互相搭着手 正往身上披挂甲咒 原本坐在内圈的一名妇人迎上前来 杨梅问道 旭之 怎么了 灰袍武士笑道 只是曹军小谷溃兵出山滋扰 当无大碍 妇人只管放心 灰袍武士自然便是雷远 而妇人便是她的妻子赵湘 当年她嫁给雷远时 年方二八 正是少女模样 而今颇显珠原欲润了 听得雷远说完 赵湘尚未答话 她身边的半装玩嚷道 竟有曹冰吗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我还从没见过曹冰呢 赵湘称怒道 曹冰都凶神恶煞 如鬼怪也似 你晚上做噩梦时便见到了 这是有什么好看的 说完 她在那玩的后脑勺 重重打了一下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第1083章 旅途 中 赵湘是习武之人 手劲比雷远还大些 一巴掌拍的玩往前 裂切了几步 这玩倒也皮适 就是扑到雷远身前 父亲 让我看看曹冰 我又不打他们 就看看还不成吗 这玩 便是雷远的长子雷诺 他的小名叫阿诺 后来当有大名的时候 雷远起名无能 又不惯用他人的建议 纠结了好一阵 干脆就叫雷诺 按说 这种做法与通常的理法不符 恐怕会引起文人诟病 但雷远本来没把自家当成儒学世家看 压根不计较这些 本月头上 雷诺刚过了生日 已经九岁了 他从小身体健壮 长得比寻常孩童高大 虽无过人聪慧 性格倒开朗活泼 毕竟年纪小 还不足以跟随雷远出兵征战 但赵湘掌管宗族内务 他自己又有赵云奋波的部曲下属 故而常常带着雷诺熟悉军事 教授他射箭 骑马 大前年起 雷远在左将军府里 收养了一些牺牲将士的孩子 作为雷诺的玩伴 与雷诺一起习闻练武 雷诺的文武之才不算出挑 但孩子们都挺喜欢他 但凡有什么攀树翻墙 抓猫打鸟的恶行 都愿意跟着他 或者说拿他来顶纲 今年六月 雷远在荆州的军务完全结束 收兵回苍吾 随即又巡行交州各地 以安稳人心 辅定汉家百姓和满一个部 他带着雷诺同行 在公务闲暇时 抽时间给长子授课 或讲一些自家熟悉的兵法 战利 或讲一些自家记忆中的不传之密 雷诺的好奇心倒是很强 跟着雷远屁股后头 一路同行 一路听讲 有时候跪坐席上 非常严肃地一听一个时辰 倒也不显疲倦 但究竟能听进去多少 眼下还看不出来 大体来说 雷诺对数数什么的兴趣甚伐 而喜好战阵厮杀之时 跟着雷远出巡时 看到蛮部内红争斗 乃至杀人见血 也不畏惧 这会儿 他想看曹冰模样 雷远倒不介意 然而 哈哈大笑了两声 但要答应 却见赵湘横眉立幕 雷远顿时耸了 轻咳一声 阿诺 请坐 此事不急 待到外界战事烧些 自然会带你去看 雷诺信信回坐 把自家的小宫 短剑都放在身前 那我等着便是 此时外界的喧闹声 渐渐逼近 雷远点了几名部下 让他们带着武器上 物宝二楼协助 自家坐在雷诺身边 来 先吃饭 吃饱了 财长力气 可我都吃完了呀 雷诺把空空如也的餐盘 端给父亲看 餐盘上的小半只羊腿 只剩了骨头 这饭量 似乎比雷远大不少 六月末的时候 雷远带着阿诺 巡行郊州郡县 本来打算花半年时间 仔仔细细地勘查各地 然而就在六月以后 北方接连有 政局变动的消息传来 迫使雷远 不得不尽快折返 苍无作证 原来此前 曹丕领关中 曹军急速回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控制了 洛阳和许都周边 隐约与住在南阳的曹张 形成了对峙状态 并行闻天下周郡 明确自身的地位 曹丕的行闻 立即得到 宾州良席 豫州贾奎 衍州赔钱 等重要方针的响应 另外 掌控衍州北部泰山郡 影响清徐的旅钱 实际掌控 扬州北部军务的张辽 也随即表示 遵从魏王世子的命令 此时身在南阳的曹张 便显尴尬 他除了掌握 较大规模兵力以外 并无可趁之处 然而这些将士们的家属 又普遍分布在 叶城 洛阳 许都等地 实际并不会受命 往家乡作战 曹张无奈 但他是五人性子 有些执拗 干脆在晚城为魏王发丧 请诸兄弟接来 此举 是他试图奠定 继承人地位的最后一搏 熟料曹丕竟然火速赶到 而且就在曹丕 进入南阳的当天 司马懿策动了 聚兵于南阳周边的曹修 曹真 于靖 张和等将如云影丛 瞬间便是局面翻覆 到了七月头上 曹丕便在一年前 魏王修建的 寿禅台即位王位 下诏收敛 祭奠阵王将士 随即又为皇帝发丧 追逝约孝怀皇帝 孝怀皇帝已经驾崩了 崩得尸骨无存 然而 国不可一日无主 群臣又考虑到 孝怀皇帝的太子早逝 于是七月末的时候 快马加鞭攻推 孝怀皇帝长孙 年仅两岁的刘康为皇帝 改元曰 正元 新上任的皇帝 立即便认识到 汉家天命当中 待汉者 当徒高野 而徒高 即位也 于是皇帝连连下诏 始行御史大夫 张英迟节奉喜寿召册 禅位于位 新任魏王荡日三尚书辞让 次日一早 群臣又来 他遂凯然约我 固然无意大位 怎奈天下万民 拥戴不得不为 况且各地黄龙树县 祥瑞评出 此非天命乎 此时 文武群臣等了一日一夜 剧都焦躁 都盼着赶紧把这场戏演完 后继还有无数难题要解决 魏王这时一改口 人人踊跃 纷纷山呼万岁 情形至为感人 于是 魏王生谈寿喜寿 即皇帝位 辽祭天帝 阅读 改元 大赦 正元年号用了半个月 就此换成了 皇初 这一系列操作 实在太快 实在太潦草 实在太不讲究 就连身在长安的汉中王和诸葛亮 都没有料到 原本在关中的战事结束后 一周 梁州各军逐步遣散 汉中王亲 驻长安半年 考虑到关中凋敝 而数得攻击不易 也已决心先返成都 为此 中书已任命了张飞为关中都督 并打破三护法的界限 特命法证转任私立校尉 以便发挥他关中人的优势 稳定推进关中的治理 然而 曹丕三下五除二帝带哈利 动作快如闪电 这该怎么应付 此前 曹公意图篡位称帝 汉中王以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的大战 不仅终止了这个进程 也终止了曹公的性命 可曹丕汉然在来这一出的时候 无论荆州 焦州 还是梁州 一州 都没了继续支撑大战的底气 故而军事上的应对 不再考虑范围 只能用政治手段来回应 绝不容汉氏地统就此中断 由此一来 忠书立即忙乱 汉中王原本退回成都的安排 只得稍稍搁置 待到九月头上 前将军关羽德忠书吉兆 先往长安商议大事 巡悦之后 又有使者奔赴各地 召集汉中王治下诸州的文武大员 到了这时候 但凡有一丁点政治头脑 都能把局面看得明白 从七月起 以左将军 新宁侯的名义 发出的劝敬表文 已然换着花样去写 先后发了三回 而焦州的文武群臣们 谁也不落人后 连带着住在九真郡的欧景 都写了花团景促的表彰出来 如今 忠书召集众臣 具体会发生什么 雷远自然是明白的 他立即安排了焦州军政 不日便启程出发 只不过 因为天下尚未平静 边比之地 不能久离仲臣坐镇的关系 他选择低调出行 快去快回 而赵湘自从玄德公入蜀 便没见到父亲赵云 十分想念 一亿要与雷远同行 雷远自然是拧不过赵湘的 索性把家人全都带上了 因为随同他一起 前往长安的 有多名在此前京乡大战中 立功的终极军官 邓范也在其中 沿途便让邓范出面周旋 邓范有口吃之病 其实不太适合与人打交道 但此次焦州军战后续功 以他设谋于前 孤胆潜伏于后 功绩最大 少不得要从中枢 拿个将军的任命回来 故而几名同乡的校尉 司马都起哄说 从长安返时 就有上下分野 不能肆意妄为了 故而前去路上 正该用邓范的扶船 让他殷勤伺候 这时候 既有贼寇来袭 雷远声称 信得过意志众人 邓范却不敢松懈 带着几名同僚 登上务必二楼 张弓搭舰 随时准备协助 却见纳智瑟夫指挥应对 极有张法 他先换了两名年轻的一丁 让他们策马 从意志后门走 即往官城驻军处报信 随即自己牵出 一匹撞箭大马 配齐了弓刀 从正门出去 立马于山坡下方 随即不紧不慢地开弓搭舰 往高处连着射了几箭 箭矢未必击中目标 却极具羞辱异味 果然 山坡间 临目急遥 一条条灰褐色的人影 飞快涌来 他们大声嘶喊着 举着木棍或者刀斧 身上披着的树皮 或瘦皮之类 发出哗哗的响动 智瑟夫并不急于避让 他瞄了好一会儿 终于对准了目标 再发一箭 箭矢正中 一个溃冰的额头 那贼大叫一声 沿着坡地 咕噜噜滚向山剑伸出去了 智瑟夫哈哈一笑 盘马转向 同时回身再发两箭 溃冰们这时 已经破镜 人和人未及一团 那两箭过去 又射伤一人 溃冰们不由都发了很近 百多人挥舞着武器直冲 智瑟夫催马便走 静止穿过意志的大门 因为勒不住马 轰隆隆冲进厅堂里 而意志二楼处 等候多时的意丁们 随即起身 张弓搭剑乱射 意丁大都是本乡百姓出身 剑术寻常 奈何溃冰们冲得太近了 箭矢自上而下 如雨而落 指纹声声咸响 渐渐咬肉 冲在最前头的一批溃冰 许多人脑炉 咽喉 胸口中箭 顿时倒地 后头的溃冰有的 还想冲杀 有的开始止步逃亡 近百人彼此冲撞乱走 脚步踏的山道外延 阵阵阵阵尘弥漫 这些溃冰们 躲在深山里大半年了 其实 既没有兴器 也无胆略 他们过去几次下山劫掠 既不能攻入村寨 也拿戒备严密的意志 没有办法 遭这般剑羽密集乱射一通 差不多就该崩溃了 却不曾想 这回的溃冰队中 竟有几个伸手出众的 持铁盾顶着剑羽 一口气逼近意志 又沿着边缘的木栅 攀上二楼 其中 数人翻身上来的位置 正在邓范身边 邓范手里持着箭矢 却不射击 只向旁边两人黑黑一笑 在他身旁两人 一个乃是赤里宁塔 赤里宁塔上个月成的亲 娶了罗阿旦宁的长子阿满 阿满颇膳饪 每日陪着丈夫 好吃好喝 赤里宁塔 不再光向着烤饼下功夫 肉眼可见的又壮了一些 此时 拿着惯用的二十斤后背 大刀挥舞 犹如舞动灯草 他拿着大刀挥舞两下 跳进二层的两个溃兵 一人直接被斩首 另一人勉力横过短毛格挡 结果短毛咔嚓断裂 长刀继续直落 几乎将整个上身 劈成了两片 大片鲜血飞洒了一地 顿时地面打滑 还有一名溃兵 亮亮呛呛地站稳 眼看着邓范池公奴冷笑 而赤里宁塔体格赛过 常人两个 瞬间心中一领 当即转向第三人杀去 第三人便是罗阿旦宁了 他在去年的京香大战中 有仙灯破城之功 有潜伏少探之功 有阵斩敌将之功 故而不仅升了官 还被雷远召来 一同前往长安 只可惜 他的官做得大了 婚事反而麻烦 本来只有福先生 帮忙下聘问明 后来郡朝和左将军 都参与进来 想将这婚事办得隆重 结果 长子阿瞒先嫁出去了 罗阿旦宁反而要先去长安 接受汉中王接见 升上后 等到年底才能成婚 至今 他连牛家女郎的小手 都没摸到 实在令他郁闷 当然 郁闷是一回事 罗阿旦宁是个小事的 知道 自加入了雷将军的眼 撞了大运 这时候 他跟着邓范上 到一只二楼警戒 正撞见溃兵突入 那溃兵尚未逼近 罗阿旦宁已经扑了过去 他少年时 便为御蛇部落 赖以对抗连水流域 诸多蛮部的头等勇士 后来又跟从汉家军旅征伐 身手着实不凡 双足烧一点的 他就纵身跃起 下落时 足坚正 踏住溃兵的膝盖 而左手钳制住 溃兵持刀的右臂 那溃兵还带挣扎 罗阿旦宁的右肘落下 正正地砸在他的天灵盖上 只听得东的一声闷响 那溃兵晃了晃 颓然倒地 他的身体顺着楼梯 一直往下滑落 带到触及一楼的楼板 眼儿口鼻 都往外一出血来 早就没了呼吸 赤里宁塔和罗阿旦宁两人 放在数万交州军中 也算勇力出众 一旦动手 杀人犹如杀鸡 同在二楼的一众一丁 目瞪口呆 愣了好一会儿 才急往最后一名溃兵杀去 那溃兵挥刀格挡了两下 便知今日绝无幸免的机会 索性把刀一扔 大喊道 活到今天 已算运气了 来吧 众人乱刀齐下 顿时将他杀死 身在楼下的雷远 看看滑下来的贼寇尸体 再看看楼板间渗透下来的血水 向罩香递了个眼色 原来那名被罗阿旦宁击倒的溃兵身体滑落下来的同时 雷诺已经呼呼声风地冲了过去 拔剑做迎敌刺激的姿态 熟料 内斯竟然已经死了 雷诺挺见戳了尸体的胸腹两下 虽说扑扑的冒血 毕竟手脚不动 没什么意思 这便是曹兵 雷诺蹲下身看看 有些失望 这些曹军溃兵在深山中挣扎亡命经年 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成了破烂的一缕一缕 看得出身上兴兴旧旧的伤疤 他的头发胡须都粘成一团 浑身发臭 仿佛野人一般 雷诺有意道 这人很凶恶吗 他被罗阿旦宁一肘子就打死了 我估计 他也不是我的对手 话音未落 赵香提着雷诺的脖梗 将他往后猛脱 死都死了 你去赐他算什么本事 雷诺挣扎着道 那门外有活的曹冰 母亲 你让我见识见识 我又不怕 赵香大怒 吹牛很有一丝吗 你连我一剑都接不住 说什么与曹冰厮杀 随即噼噼啪啪联响 大约是雷诺的脑勺又遭痛击 雷诺站到那尸体旁边看看 又换了两名护从来 将之拖到后堂去了 京香大战结束了整一年 可是雷诺等人沿着五官倒走 路途尚未过半 已经撞上了三批 试图下山截掠的曹军溃兵 这些人不肯下山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按照汉家制度 百姓每年都要为官府服 一个月的劳役 服役者换作更足 然而 更足的数量有限 调集更要避开农石 很不方便 所以过去几年里 荆州 焦州军府 大量引入蛮部的人力 蛮部人力 也不是无穷无尽 而且肆意驱使的话 很容易引发起汉蛮之间的冲突 偏偏战后的京香一片破败萧色 战争和洪水的双重破坏 使得襄阳周围百里方圆 几乎未知一空 这种局面 非投入巨大的劳动量 不能稍负就关 更不要提议之为 进一步北伐的基地了 那么 劳力从何而来 俘虏便是最好的来源 据雷员所知 去年荆州军获得的四万余名曹军俘虏 除了少量有才能或精壮能战者得到赦免 被军府引为己用外 绝大部分都被纳为奴工 承担极艰苦的劳役 举凡修建道路 修筑成员 修缮水利设施 书郡河道 种种工程 都是俘虏在做 玄德公再怎么以仁德为号召 军府形势 毕竟刚见 俘虏们的工作 极艰苦而待遇 极苛刻 一年下来 粗略估计 至少累死 并死两三千人 这样的场景 难免使得逃亡深山的曹军溃兵恐惧异常 于是便愈发不愿下山 而当年的战区范围内 治安就始终是个大问题 这种局面 只有等山间的溃兵们 被一次次绞杀进绝 才会结束吧 雷远想起当年十余年前自己的建文 那时候 溃兵逃犯们聚集在前山里的情形 与此刻 曹军溃兵流窜山间并无不同 那时候 流民们有淮南好友联盟为骨干 有教程规模的山间物壁 但也有人藏于山中洞穴 身披山盒 众食野素 苟延残喘活的 除非局面天翻地覆 冻死 饿死在山里 才是所有人最终的结果 他向阿诺招了招手 让孩子过来 这些曹冰太过狼狈了 实在不可怕 也不像很难对付的样子 对吗 雷诺正开照相的掌控 奔过来道 是啊 他们没有假咒 而且很瘦 应该力气不大 这些曹冰 却如你母亲所言 个个都是手上沾满人血的凶恶野兽 只不过我们胜利 他们失败了 所以他们只能逃亡 在深山中渐渐 沦落魏瓷等惨壮 雷远拍着阿诺的肩膀 沉声道 我们若打了败仗 也会像他们这样 甚至可能更加凄惨呢 你可知 当年我在淮南 雷诺知道 自己的父亲又要开始长篇大论 这玩儿嘴上嗯嗯啊啊的印着 眼睛却一直往一只外头瞥 还是想出门找个机会 厮杀见血 第1085章 蓝田 再过了几日 一行人穿过五关 到了蓝田 由五关至长安490里 过蓝田 使出险旧坪 正式进入关中平原的范围 雷远隐约记得 蓝田县中 有汉家鼎湖延寿宫的旧址 此时应该早就荒废 县城也已经没什么居民 可到了蓝田 他才发现县城里颇为热闹 坝水渡口更是周博灵级 商骨闲剧 人流熙熙攘攘 原来这些年里 汉中王侠境内商骨兴盛 他们对中枢的军资调拨 颇有助力 同时又凭借与军方 正朝的密切联系 不断打通渠道 扩张物资贩卖的范围 这些商骨的嗅觉 天然就敏锐异常 当汉中王不战 而入长安时 就已经涌来了第一批的商骨 带到关中的军府 周府设立 开始进入重建和恢复过程时 又有第二批商骨抵达 这两批人的财力和物力 立即填充了 长安城西北角的东西两市 但这两批商骨 大都是被一州 荆州富商巨股 前来打探形势的 商骨们希望了解 汉中王对关中的重视程度 想看看 关中是否能恢复当年旧关 成为与其他大州 相提并论的经济中心 倒不急着做生意捞油水 可是七月以后 一州各地的富商 乃至荆州 郊州深有背景的大商队 甚至还有一些被梁州宗族驱使的商骨 都匆匆往长安来 他们都听说了曹丕闪电般的动作 更听闻汉中王即将有所应对 于是他们火急赶到 不仅要亲自查证 更要在之后的大事中奋一杯羹 在这个时代 生产力还相当落后 无论手工业和商业 归根结底 都依附着政权上层的消费而存在 河北 中原的世家大族 固然以自身田母所出向南方换取奢侈品 义州 荆州 郊州这些地方新生的庄园主 也是一样 只不过他们武风尚在 目前并不过于追究奢靡罢了 而比庄园主更大的消费中心 自然是政权本身 每个商股都明白 汉中王如果登基为皇帝 那将会是一场异常盛大的典礼 典礼本身 就会产生无数的商业机会 典礼上必不可少的赏赐 丰赠更会凭空营造出许多巨富大族 这些巨富大族 又会给商股们带来巨大的利益 更不消说 如果汉中王在长安及皇帝位 则长安立刻就重获帝都的地位 凌驾于成都 将临这些雄镇之上 有决心有胆略的商股们 谁能错过长安的重建呢 由此一来 半个天下的商股 纷纷往长安来 动作比雷远这样的边地大将要快许多 一时间 长安城里颇有几分畸形繁荣 新任私立校卫法 正是个性子别扭的 他担心云集的商股之中 混有敌方的间谍 奸细 索性将商股们 全都牵出长安 让他们站在蓝田县栖身 但即使如此 商股们的热情也不受影响 许多人局促在一个破败小县里 彼此联络谈论 反而时不时生出新的前途 就在雷远等一星人落脚的意志以外 便有一群商股聚在树林边 兴搭的梁棚下闲聊 一个益州口音的圆胖商股 向旁人得意地道 梁州一带的马政 今后会统下于泰普寺 私人想要转兽 就得有胆量 走远途 直接和那些枪弧部落打交道 我今年初就带了一队人 走了汉阳大族肇事的门路 往京城郡那边的刺之河曲 走了一遭 刺之河曲那边 听说是烧当枪的地盘 去那地方 不怕呗 旁边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行商 做了个镯头的手势 所以得找梁州有名的大人物介绍 你当那些枪弧 是谁都理会的吗 圆胖商股得意洋洋道 有了介绍不够 还得从军府手里 拿到转兽马匹的福信 凭此才能到刺之河曲那边 那里的龟翼 建为两座军宝 便是专为马匹贸易所设的官室 嘿嘿 你们知道 我用什么去换了马 军府的福信 哪里是容易拿到的 这话一出口 明摆着是在炫耀了 身边好几名商股 纷纷摇头 圆胖商股倒不觉得尴尬 他压低声音说了几句 大概提到了 一周南中所出的什么货品 身边几人颇觉无聊 直礼貌性地赞叹一下 只有两人彼此递着眼色 大约是对那南中的货品 生出了兴趣 雷员有一搭没一搭地 看着外间情形 喝着茶水 消磨一点时间 这些年来他忙于军务 很少有现在这样的闲暇 能近距离接触寻常商股 听些各地风闻 听着听着 一时兴趣盎然 之所以停留在蓝田的意志 是因为一行人所用的资车 这会儿终于还是坏了 邓范正陪着几个一丁 在后头想办法修理 不过 这会儿已是黄昏 就算修理完毕 怎也得明早才能继续上路 到了蓝田 距离长安咫尺 当然没必要 再用邓范的名义行路 雷远亮明了左将军 新宁侯的身份 和部下们 直接占了意志来用 而赵湘则趁这时间 剑缝插针地召见了 卢江雷氏下属商队 派在关中的两个管事 雷远平日里 精神都在军政 近年来 很少特别关注家族中的术物 他这会儿才刚晓得 自家宗族的商队 也已经把手伸到关中了 甚至也刚晓得 自己的夫人 管束家中事物如此严厉 手段简直像是雷远 在后世小说中 见到的大女主 他侧耳听听 那院偏听的情形 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到了尾声 这才站起身来 准备过去看看 刚进了那院 距离偏厅门口 还有好几帐 就听得赵湘仍在急烟厉色 郊州的浙江 还有比我家更好的吗 明日我就进长安城 亲自去看看东市的情形 若是你敷衍色泽 哼哼 少不得请出家法 两名管事连声称是 叩首如小鸡卓米 带到赵湘哗啦啦地翻看 布侧一臂 一挥手 两人才如蒙大赦 满头大汗地出来 见到雷远 两人少不得又伏地行礼 雷远认得 其中一名管事 本是周虎的下属 曾经在乐乡 现办过不少事 资历很深 不过 婚后赵湘主内 全柄在握 这些管事 若触怒了赵湘 雷远也就不得 于是他只微微汗手 什么都不说 让这两名管事去了 又过片刻 赵湘才气横横出来 也不知怎爹 他这两天 火气有点大 看谁都不顺眼 眼看着雷远 笑眯眯的过来 顿时美好气地道 郎君不是说 要给阿诺讲讲 关中厮杀就是吗 怎么有侠到这里来 阿诺说 想出门逛逛 见见关中风景 我让赤里明塔 陪着一起拉 雷远笑着走近 去拉赵湘的手 夫人 咱们也去走走 我哪有时间闲逛 那些布册 今晚都得看过才行 赵湘拍开雷远的手 继续美好气地道 赤里明塔纳斯 只知道吃 只有他陪着阿诺 我可不放心 你去把阿诺叫回来 是是是 夫人说的是 雷远拔足就走 在雷远夫妻两人 谈话的时候 阿诺和赤里明塔 已经逛完了半个蓝田县城 赤里明塔在一处酒寺 买了条猪腿 边走边吃 这会儿已经吃完了 自从结婚以后 他比往日要过得讲究些 比如吃完了肉食 要用匕首踢一踢牙 雷诺仰脸 看着赤里明塔 站定了踢牙 等了一会儿 他不耐烦地 拍了拍赤里明塔的肚子 明塔 你好了没有 好了就跟我来 我们出城看看 第1086章 好传 上 阿诺并非早会的孩童 在他这个年纪 最看重的 无非吃喝完 而在赤里明塔的脑海里 重要的唯有吃 其他的不必考虑 既然 雷将军让他跟着阿诺 他便跟着就是 其他皆不在乎 于是两人 便这么一前一后的闲逛向外 蓝田县城以南 坝水四迎带环绕 而西北去 坝水发源于中南山中的蓝田谷 原名滋水 据说春秋时 秦木宫见此水远远流长 汹涌澎湃 如武力可荡平一切 遂取坝宫之意 改名坝水 后来演变为坝水 因为水处于中南 地气甚暖 河流沿线颇多麒麟一幕 早年汉武帝移栽破南岳 所得果木 如龙眼 荔枝 橄榄等 便有种植在此的 可惜南北一移 碎十多枯萃 本地出产最多的 乃是柿子 这会儿已经深冬 当即的柿子已经收获 赤里宁塔走着走着 闯进某家农户院落 笔划着 要用手里的几枚大钱 换饰饼吃 以赤里宁塔的身份 自然不用操心钱财 他从身上掏摸出的钱 乃是中枢新柱的五珠钱 钱体厚实 分量十足 字迹也清晰 近来一周两米 不断输入关中 通常的五珠钱 150个就能换一袋米 如这等精致的钱币 价值更高 用饰饼来交换 农户自然是愿意的 所以 很快他就拿了厚厚的 一叠饰饼出来 小心翼翼地单手拖着 还没吃 阿诺毫不客气地伸手拿了一个 赤里宁塔止住脚步 心疼地想了想 换了其他人这么干 他早就用砂锅般的拳头砸下去了 但阿诺是赤里宁塔 眼看着从一个小娃娃长大的 到底待遇与常人不同 于是他只大嘴开合 加快速度 一口一个 带到阿诺 吃完了自家拿的那个 伸手来拿第二个的时候 但见赤里宁塔手上空空 打了个格 小剑 阿诺哼哼两声 加快脚步 我们去哪里 赤里宁塔问道 沿着河道走 去码头看看船 这里的船 应该和娇州 荆州的不一样 阿诺兴奋地道 最近这段时间 各种各样的船只 便是阿诺最好的玩物 阿诺的胆子非常大 出身江门的他 自幼就见多了兵戎之士 有些刀马弓箭功夫 更敢于剑血厮杀 但他特别喜欢的 倒不是路上的征战 而是纵横于五湖四海的战船往来 这几年里 随着军府在焦州立足见闻 而北上的货物通道不断打开 海上贸易在低迷数年之后 迎来了爆发式的新盛过程 来自都元国 易卢梅国 陈黎国 夫干都卢国 黄之国等地的商人是明珠 碧 琉璃 其是义武 鸡黄金杂增 而亡所致 他们的船队常常聚集在 河浦郡的徐文县 和南海郡的郡城攀鱼 长相古怪 携带种种奇物异品的商骨 更在苍无郡中设了专门的大事 雷远不在娇州 而照相又忙碌宗族事务的时候 阿诺便特别喜欢出没于这大势里 听那些或者高鼻卷发 或者浑身漆黑的怪人 说他们航海时 遇见的怪鱼 海蛇 像海岛一样 巨大的海龟 凶悍异常杀人不眨眼的海贼 终者利弊的独剑 乃至规模与大汉相当 以大洋为内海的大秦国 后来 焦州水军的规模逐渐扩大 雷远再叛于射船屯 任命点船校尉 招募汉家和敏越人中的造船好手 船屯新建了食用鲁 舵 并极为坚固的五板船 焦州军府以此来组织船队 直接参与航海贸易 这个过程 自然伴随着爆裂的海上冲突 而这种海上的厮杀格外让阿诺喜欢 他虽然并没法参与 可常常去找水军将士们玩耍 跟他们一起登船 像模像样的模拟海战 在想象中 他指挥着自家大船 用坚固船手冲撞敌船 使他们破碎四散 并穿过山峰般的巨浪 使向光怪陆离的海洋尽头 在他看来 乘坐巨州横行四海 开辟前所未见的广阔世界 比骑马奔走于原野 要更加痛快 而一艘好船的价值 恐怕也比一匹好马更高些 前些日子 阿诺在武关道上 见到了曹军溃兵 那凄惨模样 立即使他想到 以父亲的鹦鹉 曹冰还能作恶到几时 这乱世很快就要平定了吧 到那时 我这一身武艺和胆量 又该往哪里去施展 还是得往大海中去 大海无穷无尽 海中有的是财富 也有的是敌人 当然 那都是以后的事 眼下阿诺还是个小孩子 看看船 就很高兴了 近书越来 长安城周边 紧锣密鼓的建设和恢复 自然少不了木料 坝水上游的中南山里 便是巨木红彩所出 所以 阿诺跟随父母经过坝水时 便注意到了 坝水上往来 运输巨木的舟船 长安周边 于前汉就有 舟船曹运的记录 其盛时 大船万搜 转曹香过 东宗沧海 西岗流沙 可见 长安不仅是路上运输的中心 也是水陆航运的重要节点 只可惜 终究经过了乱世摧破 早年的曹运体系和船只 早就荡然无存了 这会儿用来运输木料的船只 抵近了去看 其实和荆州水军 常用来运输两米的舟船 并无太大区别 只不过船体上铺后时船板 以便安置木料罢了 这不行啊 这不行 阿诺站在码头上左右看看 摇头叹气 这些木料用途重要 码头上自然是有士族守卫的 就在雷员等人进入蓝天县城的当口 码头周边又来了一批夹式四散护卫 但看着赤里宁塔 一身戎装的威武模样 又看着阿诺理所当然地走来走去 一点都不生分 一时不知这孩儿什么来路 故而竟没人来管 于是 阿诺大摇大摆地跳上一艘船 看看船底 抽出短件 戳一戳船板 这动作是他见焦州水军老族做过的 他虽不解其中运异 学个样子不难 嗯嗯 这木料也不好 没有应该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散架了 这些都是破船 他虽在焦州长大 口音到没有被带偏 张嘴仍是中原腔调 说得如此大声 边上一圈人都听到了 人们不知这半庄孩子 从哪里冒出来的 又是哪来的胆子大放厥词 顿时无不哈哈大笑 这船不好吗 阿诺身边有人问道 不好 不好 雷诺连连摇头 可这已经是很大的船了 只比我在一周见过的小县 一周 一周哪来的大船 你眼见晓了 阿诺嗤之以鼻 说到这个 阿诺兴趣十足 当即指着眼前的舟船比划道 这船既无龙骨 也无隔仓 放在我焦州 不不 放在荆州 也是最烈的 最普通的一种 一周那边的船只 当然要好些 但陷于 辖江道中的重重暗交风险 也造不多大 说到这里 他转身看看发问之人 见是个身材 颇为肥胖的少年 衣袍颇显滑贵 约十四五岁 约十四五岁模样 阿诺一向不怕生 当即拉着那少年 站在船身旁边一步丈量 咱们走一下看看 数一数 二十步 对吧 这艘船就只二十步 如今 荆州水军有载兵 数百人的楼船二十艘 每一艘头尾都过百步 宽过二十步 那才是内核中的好船 至于郊州 嘿嘿 你见过一万湖的船吗 一万湖 那肥胖少年 下意识地 要伸出手指头掰一掰 随即又放下双手 正色道 那真是很大了呀 第一千零八十七章 好船 下 阿诺大声应道 海船不大不行 往日里在郊州 他零零碎碎 听来的海上传闻 都是水手们嚼烂了的 听得多了 就绝书少心意 偶尔父亲雷远 也会和他说一些海上的事 比如 海系有遍布浑身乌黑之人的万里大洲 有绵延数千里的沙漠 有同以巨石堆叠而成 高达数百丈的宏伟灯塔 那些东西 究竟真真假假 阿诺也闹不明白 毕竟在阿诺的印象里 父亲从未当真出过海 更不消去那些万里之外的地方了 他怎么就能知道那么多 又是谁告诉他的 至于那些荒唐无稽之语 什么顺着大海航行数万里后 整个大海就会翻转过来 船上的人都会投下脚上 那也太胡扯了 阿诺心道 我虽然年纪小 却不是傻的 父亲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可这会儿 见到个看起来甚是无知的少年 阿诺的炫耀镜头 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了 他嚷着道 你想 海里常有滔天巨浪 一个浪头 就有几十丈上百丈高 那种大浪之下 寻常小船 笔笔 他在地上摸了块小木片 随手捏碎 比这小木片还不如 非得及庞大 及坚固的巨舟才可 肥胖少年立即露出了惊悚表情 这表情使得阿诺兴致更高 当下他有心卖弄 将自家听说过的那些关于船只 关于海上航行的传闻 一股脑都搬了出来 雷远对自家孩子的教育 素来比较放松 除了赵湘始终盯着的剑术 射术和奇术以外 他很少传授雷诺儒家经书 反倒是喜欢讲授各种杂学 这一来 阿诺从小就记着种种偏门的古怪知识 与当代的士族子弟大不相同 这肥胖少年身份甚是尊贵 自幼就得名师教授儒 发两家的学问 可惜受天资所限 学得甚是痛苦 而他身边的陪伴人等 又都是精选出的年轻才俊 愈发衬托的自家不堪 难得这时候 遇见一个看起来出身不凡的孩童 却满脑子都装着稀奇玩意儿 没一点正经东西 看起来比我还不如 这样的人才 哪里找去 当下肥胖少年 简直将阿诺视若至宝 看他的眼神都满是喜悦 无论阿诺说什么 他都道 对对对 好好好 再适时地发出几声赞叹 少年的脾气和性格都好 与人往来的才能颇消其父 不用言语 就能让人如沐春风 阿诺魂不知自家 被当成了反面教材 九岁十岁的孩子又正是喜欢卖弄的时候 当下吹得口沫横飞 就在这个小小码头上 他吹过了娇州的奇异风光 再吹海上种种传闻 接着讲到父亲雷远树说的 海上大国动用千艘大船厮杀征战 眼看着天都快黑了 也不知怎变 竟没人来打扰 甚至 还有人在码头上点起松明火把 铺上席位 端上食物 饮水 少年和孩童你一句 我一句 说得快活 偶尔喝些水 润润嗓子 赤里宁塔 趁机在旁大吃大喝 把食物清空了两回 又过了片刻 也不知怎变 阿诺提起了大海及西极北之处 有极雄壮的蛮夷 喜好乘坐龙首战船四处截掠 在海上纵横万里 来到娇州的域外商甲 从没有人提起过那等蛮夷 比备横行海上的年代 其实并不在此时 但雷远来到此时十余载 许多前世的记忆模糊了 阿诺总怀疑他在信口胡言 不是没有道理 这会儿 两人说得兴起 阿诺也不管那许多 便将父亲所说的一言一语 都搬了出来 又说到那蛮夷部落 以一船为一步舞 步舞之间决斗 是在两艘战船之间 横置木板 分别派遣人手 轮番登上木板挑战 死者下落 葬身于海 而生者不退 继续面对下一个对手 若我用兵 直接拿弓弩 把他们都射翻 不过 这样挑战很有意思 说到这里 阿诺兴趣上来 拉着那少年 在码头上 画出长形木板形状 让少年和自己各站一头 便是这般 阿斗 你来 他大声嚷道 冲啊 为了展现出凶恶姿态 阿诺一边冲锋 一边顺手 拔出了腰间短剑 向前连连刺激 这当中 当然也蕴含了些 称量对方精良的意思 小孩子的心机 无非如此 在胶州军府 阿诺与其他武将的孩子往来 也习惯了这么做 码头后方数十步外 有几人 一直在那里微笑观看 两个孩子谈得高兴 他们也轻声笑几句 孩子谈得言语荒唐 他们便跟着摇头 其中一人 正是雷远 半个时辰前 赵湘令雷远速将阿诺带了回来 雷远不敢违令 立即出来找寻 阿诺出外游玩 除了赤里宁塔隋同 自然还有护从远远跟着 蓝田又不是什么大城 他绕了两圈 便见到了来通报的护从 沿着坝水一路过来 只不过到了此地以后 见到了与那肥胖少年同乡之人 那人令雷远莫要打扰 雷远便不好擅自行动 只能陪着在后头观看 可这时候 阿诺竟然拔剑 雷远大惊失色 急欲起身喝止 却被身边那人拉了回来 那人笑道 不必惊慌 孩儿们有机会练练 是好事 何必紧张 雷远擦了擦额头的汗 甘笑道 只恐冲撞了储君 我扯 那人不屑地道 我家孩素来酷爱习剑 剑术乃是我和子龙亲致 很有几分底子 从没输给过小儿背 续知 你家孩儿的剑术 是谁教的 呃 是我夫人传授的 哦 那可比你强多了 总算还能看看 两人对打两句的当口 阿诺已然冲劲 口中呼喝 短剑搜搜 坐视连刺 阿诺并非仗势欺人的性子 他这么做 也是因为 看到了肥胖少年腰间 悬着长剑 此时少年 左手握着剑翘 右手握住剑柄 用力一把 剑身一路 顿时倒映寒光 有灿灿双滑绽放 这竟然是一把 极其精良的好剑 少年此前与阿诺对打时 稍稍显得有些迟钝 但这时持剑在手 凭空便生出一股 冤庭越智的气派 阿诺的刺激还在半路 少年赤鹤一声 手腕翻动 长剑腰脚如龙飞起 只一击就打飞了阿诺的短剑 然后剑尖点在阿诺的肩头 赤里宁塔立石站起 阿诺连声嚷道 不是真打 不是真打 赤里宁塔想了想 又坐下来 少年收剑入鞘 转身替阿诺把短剑捡回来 口中憨笑道 你动作太慢了 阿诺接过短剑 兴兴道 阿斗 你这剑术不错 下过苦功夫吧 站在雷远身边之人笑道 须知你看 无而如何 这身手 在少年人里算很不错了 雷远立即汉手 真是好剑术 真是好气度 在雷远身边的 自然便是身着便服的汉中王刘备 而与阿诺比剑的 便是汉中王世子刘善了 听得雷远这般说来 刘备自豪地道 阿斗颇有五风 似我当年 所以前些日子 我使蒲元采金牛山铁 造作八剑 除了自配一把以外 刺了阿斗一把 便是你这会儿看到的 原来如此 此等宝剑 正堪与世子的出群剑术相配 这八剑 我使孔明启明 他说 不妨就以日后的汉氏年号 张武明之 号约张武八剑 这名称 可威风吗 大王当如高祖 光武那般 张明武略 以荡平天下 建立不适之功 我以为 此名极佳 哈哈 许只喜欢就好 大王是说 这张五八剑 我自配一把 给阿斗一把 另外 兽于孔明 云长 义德 子龙 孝直 各一把 说到这里 刘备平伸出手 立即便有侍从平举长剑凤上 刘备将长剑交在雷元手里 还留着一把 是给你的 这会儿我赶到蓝天来 便是想 尽早把这柄剑给你 使你明日能够 身配张五剑 植入长安 他拍了拍 雷远握着长剑的手背 恳切地道 日后 还望续之末辞劳苦 继续铸成大业 必不负大王后裔 第1088章 六人 雷远在前世时 也曾读些小说 传奇 在那些故事中 寻常人速时光支流而上 立刻就能获得超群财力 能令万众惊养 其实 普通人身临前世 依然是个普通人 那些来自于后世的常识 并不能立即 带来多少直观的益处 而当代的非凡人物 其百折不挠的坚韧 主掌大局的判断 笼络人心的手段 却始终凌驾于常人 绝非某个后世的 寻常射处能比 便如玄德公此番赶到蓝天 用的 无非是当年 肖王推赤心 致人腹中的手段 雷远在此世 统领庞大势力 他自家也好用解一推识之法 自然看得明白 然而 欲是看得明白 他欲能深深感到 双方断位的差距 当年那个从小周月身上岸 差点滑倒的和气老兵 如今发病愈发的花白 额头上的皱纹 也愈发多了 但他看着雷远的眼光 依然是简单直接的喜悦和欣赏 不带着任何附加内容 这方面 雷远可差得太远了 他是真做不到 如玄德公这般 将深情厚意 运于不动声色之中 丝毫不显作作 却又将政治上的平衡 落得恰到好处 这张五八剑 除了玄德公自配一把以外 其余七剑所赐 显然都是有意义的 刘善作为玄德公的长子 却未能在玄德公 敬畏汉中王的时候 同步成为世子 皆因当时孙夫人 诞下了嫡子刘勇 刘勇是吴侯的嫡亲外甥 当时孙流联盟尚在 玄德公为了显示 自家对联盟的诚意 刻意模糊了世子的地位 以获取政治上的周旋余地 待到后来孙流联盟破裂 吴侯的影响 不似当年那般重要 而孙夫人抚养刘善 母子之间情义甚深 刘善才得以 被策立为世子 如今 玄德公将张五剑赐予刘善 便明确了刘善 日后将为太子 政朝内外 若有什么心机异常之人 大约便可以 不再胡思乱想了 至于其余得赐六剑之人 皆勋名震动天下 六人皆是政权 得以兴盛之机 也必当为新朝的铸石之臣 地位凌驾于诸多文武之上 六人中 武将四人 文臣两人 武将里 有在地方统兵的两人 也有直属中枢的两人 其中 官章自是羽翼 若无官章 玄德公根本就走不到今日 而赵云性格迁退 一向以来 官职都稍稍逊色于诸将 恐怕就算汉中王称帝 他的官位也不会提升极多 事已 玄德公特赐张五剑于他 专以彰显赵云的特殊地位 雷远今年才32岁 年纪在六人中最为年轻 却既有战胜攻取的赫赫功绩 又颇善经营地方明正 虽然近年来镇守焦州 但朝中曾有建议 若官宇日后入朝为武将首席 势必要使雷远接替官宇的职权 完全统侠数州军政 至于文臣两人 一人是徐州籍贯的金楚世人领袖 一人是官中籍贯的一州官员代表 法政凭此剑 便就此明确他在文臣中秀出群伦的地位 对颇好功名利禄的法政来说 足显尊荣 但这同时也是对法政 对其余群臣的隐晦宣誓 皆因这张五八剑的剑名 是诸葛亮所起 诸葛亮书写的剑名 甚至直接相刻在了剑身上 其在六人中的超然身份 就此得到最终明确 这一柄张五剑中 蕴含甚多意义 刘备专程走一趟 当然也不是心知所致 更不会单纯出于对雷远的喜爱 不过 纵使这是上位者御人的手段 终究也是诚意的一种 雷远十年前率部投奔荆州 当时刘备帝不过荆南 兵不过万数 所以亲自乘坐偏州渡江迎接 以显诚意 十年后的今天 刘备具有天下半壁 距离皇帝大卫咫尺而已 待雷远却一如当年 这样的上司 放在任何时候 都足以令部署竭力 下属若非要 便吸其手段的运用 性情的真伪 反倒未免凉薄 当下雷远郑重其事地捧着张五剑 打算向刘备大礼参拜 刘备上前一步 又不在朝堂上 何必如此多礼 他挽着雷远的臂膀 坚持不让他败下去 转而道 续知 我现在这个身份 周边围拢的人太多 时时过早 不似当年那样 可以随便到处走动了 既然把张五剑给了你 我就得启程折返 不在蓝天停留 那 我领人送大王一程 不必 不必 刘备沉吟了一下 随即道 续知帮我个小忙就好 大王 请吩咐 我平日里管束阿斗甚言 难得看到 这孩子如此愉快 续知若不介意 今晚就让他与你们一起 与令郎亲近亲近 彼此做个玩伴 明日你带着他 入长安城便可 我会留人沿途照应 不会让这孩子给你添麻烦 这是犬子的福分 哪里会有麻烦 大王放心 明日我陪着世子入城 刘备喜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不耽搁 这就走了 雷远终于还是陪着 刘备走了一程 将刘备一行骑队 送上了通往长安的大道 才又折返回县城 阿斗那边 自然有照相去出面照顾 两个孩子 从码头回到意志 继续聊得热火朝天 阿诺又换用木刀木剑 与阿斗赛了数场 毕竟年纪差了五岁 下的苦功夫更是不如 于是连场接拜 直到阿斗心软 主动退让 造了两场合局出来 他才心满意足 两个玩玩耍的时候 雷远便在一旁看着 待到阿诺出了一声热汗 嚷着要沐浴 一溜烟出去了 雷远才与阿斗攀谈几句 雷远得了刘备的吩咐 在意志中只说来了固有之子 故而易志中人并不似通常那样 时时奉阿斗为世子 一面忙不迭地向他叩首称臣 一面又约束着他 动辄要他这般那般 这样的局面 让阿斗很是愉快 与雷远谈话时 也时不时呵呵酣笑两声 原来 阿斗苦练剑术已真此境 竟是源于当年雷远的激励 数年前 阿斗和孙夫人 在江东军船上受人胁迫 结果雷远和几名护从暴起发难 当场杀了个血肉横飞 这情形完全被阿斗看在眼里 对雷远来说 那场小小厮杀算不得什么 但阿斗当时已然即使 心神颇受冲击 后来 他便始终记得 雷远持剑退敌的鹦鹉 自家又生出休息剑术 以自保的强烈冤枉来 若寻常孩子 小时候的某个念头 悬生悬灭 一会儿就记不得了 阿斗的性子稍稍愚钝 但真下了决心 又比常人要执拗得多 此后 他先缠着孙夫人学习剑术 后来又得到赵云和玄德公的传授 数年下来 剑术竟以登堂入室 远在寻常五人之上 说到这里 阿斗冲着雷远微笑道 雷将军 我们要比一比吗 雷远大笑白手 阿斗的剑法得名家所传 张法森严 非同小可 若在战场上 你死我活的时候 雷远凌冽杀气一起 恐怕 阿斗当场就站不住脚 但两人若一板一眼的较量剑术 雷远还真未必是他对手 这种自取其辱的事 为什么要做 正带想个托词 阿诺者返回来叫道 阿斗 咱们来沐浴 有热水 阿斗与阿诺玩闹了许久 出汗也多 稍稍安静下来 便觉得有些凉 这时候 听到阿诺召唤 他先向雷远行礼告退 随即呵呵地笑着 一溜烟奔进一只内院 他的走廊上铺的木板 咚咚大响 第1089章 汉顶 自9月起 汉中王所辖各州的文武大员 在妥善安排地方军政后 陆续汇集到长安 迎来送往之事 本有汉中王的亲信 就陈简庸负责 怎奈简庸久病 今年年初时离世了 故而此时在长安城中安排的 乃是宗玉 宗玉自是能沉 但毕竟平生头一次遇见这么大场面 难免手忙脚乱 到了10月20日晚上 宗玉得报说 左将军 新宁侯雷远已经到了蓝田 他连忙要安排人手 连夜出城存问 再往长安城中寻觅观赦 此前数日 各州中将抵达时 大都互从如云 威势即盛 需要城中安排的诉处规模巨大 需要支应的粮末物资数量也很庞大 这种大规模队伍一次次的入城 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长安城中百姓 宣扬政权强盛的途径 前后经过几次中将入城以后 城中百姓也乐得出来勘场热闹 若见到甲昼鲜明的铁骑 听闻他们东征西讨的战绩 还时不时欢呼鼓噪一番 焦州军去年在京香战事中 最早渡过汗水北上 并连续击破曹军重兵 粉碎了曹操本人清领的中军主力 斩杀明臣大将无数 此等战绩 长安早有传闻 人们听说是焦州雷远入城 都睁大眼睛仔细观桥 然而雷远来到长安 秉承了一贯以来的低调作风 随行的就只有三十余旗 两辆资车也并不打起江旗 军旗 最先进城的邓范快马而过 百姓们根本不认识他 隔了许久 才有个家中清眷为立员的 迟疑到 看他的容服 应是个校尉 我听说 此番随同雷将军来长安的 有个校尉换作邓范 想来便是此人 这位邓校尉至迹百出 去年京香战中装作曹军模样 建了座营地 竟然被 被曹操看中了镜主 后来 曹军在这营地 遭雷将军痛击 邓范十举手工 原来如此 他们对打两句的功夫 焦州将士络绎经过 他们策马缓派而行 身上穿着正式的戎服 却别无其他配饰 身上只带着弓刀等武器 从马背负着梁 谁等物 就这么徐徐迈入了大汉的陪都 长安城的百姓们 见惯了宣和军威 此时难免有些失望 又见队列中 颇有几个文面的一族武士 不少人想起 此前关中遭枪胡掳掠的种种惨剧 忽然间 心中又冒出几分恼怒 当下好几人轻蔑地道 焦州蛮夷甚多 想来擅长厮杀 但他们再怎么立功 也依然是蛮夷罢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直到雷远侧其经过 他们注意到了 雷远身着将军福色 才不敢多言 待雷远行经近处 有眼力地注意到了 雷远腰间 配着行之高谷的张武剑 此前数日 汉中王以张武八剑 隆重分刺群臣 其中的运异甚明 长安城中 百姓多有讨论此事的 连带着张武剑的模样 也时时被人仔细描述 仿佛他们亲眼看到了一般 然而数日过去 七剑都有了去处 唯独一剑尚未搬下 朝中文武们自然都知道 此剑非雷远莫属 但底下寻常百姓不知 已经连续猜测了几日 有说该给黄中或魏严的 有说该给甘宁 张任或无义的 这时候 眼看雷远腰间配剑 顿时有人惊呼失声 这才想到 眼前之人 再怎么轻车俭从 凭着腰间悬剑 便是位半壁天下中 最有权力的八个人之一 于是 不少人连忙俯身行礼 这时候 又有人去得在雷远的身边 有一名圆脸少年并肩侧旗 这少年是谁 有人低声问 莫非是雷将军的子职辈 怎么可能 你看他的肤色 你看他腰间配着的剑 那 那不是张武剑吗 怎么又有一把张武剑 先前一人尚自茫然 同伴骂道 蠢才 那是汉中王世子 想是大王让世子 去迎接雷将军 陪他一同入城 此前各地驻守将领至长安 除了关羽以外 再没有谁获得 汉中王亲自迎接的殊荣 此时 雷远去与汉中王世子并配而来 这份尊重 实在是很了不得 而许多在场的官吏 更从中看出了 更深一层的意思 由此对场中 配件而行的两人 都格外生出了敬畏之意 建安二十五年 十月 新卫日 汉中王刘备 于长安登坛 受皇帝洗授 年号张武 已是四五二祖 攻行天伐之意 随即修凡义 告类于天神 大赦天下 至百官 立宗庙 辖继高皇帝以下 在即位的仪式上 除了皇帝刘备 太子刘善以外 另有六名臣子 得以配件在场 这个举措 难免引起 执掌点张礼的许词 孟光等人不满 连带着与孟光 一向不睦的来民 也跳出来反对 然而 皇帝既已决定了 哪容他人 随意智慧 终究那六名臣子 得以配件 随势在旁 雷远本人倒并不在意 此等荣耀 早年间 玄德公身在荣马空呼 雷远带着武器 剑他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何况 配件在身 巡礼跪拜的时候 还不那么方便 剑身总是会撞到地面 磕碰了几次之后 雷远干脆探出手 抓住剑身 免得他再晃动 这个小动作 历时被前头 正对着自己的刘善 注意到了 刘善黑黑笑着 学着雷远的样子 把配件提起来 此时太助朱冠 读过了记文 将之投入有 柴心燃烧的铜顶之中 巨大的青铜顶里 发出砰的一声轻响 热浪和火焰翻滚了两下 有一缕青烟 鸟鸟地升上了天空 慢慢融入风中 看不见了 这代表了皇帝即位的仪式 就此通达上天 得到了天意赞赏 于是耳边传来万众欢呼 如汹涌海潮 一浪高过一浪 雷远按着剑 随着赞礼官的口令 再一次行礼 他久在娇州 在地方上 乃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久不向人行大理了 这会儿却难免麻烦 前后磕了几个头 只觉得膝盖酸痛 稍稍分神 便听身后有铜鸟 在低声抽气 甚至有人控制不住情绪 呜呜地哭个不停 毕竟 随着汉家皇帝的即位 汉室的复兴也静在眼前 对于在场的许多人来说 这个时候 仿佛是过去 多年无数期盼 无数迷茫 无数悲伤绝望的终点 又仿佛是未知未来的起点 容易生出感慨 雷远忍不住想 这一次再起的汉室 难道就能永远延续下去吗 刘备让雷远陪着阿斗路程 其中的意思 雷远自然明白 但他更清楚 这天下没有永不覆灭的王朝 到了某一天 如果汉室彻彻底底的朽烂了 再也没有人 愿意为他驱除身躯上的无数渡虫 那汉室终将再度走上绝路 在残酷的青史中 留下种种不堪的故事 成为被人抛弃 甚至唾弃的王朝 幸运的是 此时此刻 无数有志之士尚在努力 他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愿意付出一切 来维系汉室 进而维系汉室朝廷与天下万民之间 那数百年来不言而喻的约定 那也挺好的 不妨就这么试一试 无论怎么样 也不会比原来历史上 那些短命王朝更差 雷远愉快地想着 身边有脚步声响起 身着玄黑色滚服的刘备 正笑容可居地走过来 高抬上风很大 他的头发被稍稍吹乱了 在他身旁的 是太长刘章 这位子成副业的汉家宗士 捧着册书 古族中气大声诵读 朕遭家不造 奉承大统 兢兢业业 不敢康宁 私敬百姓 聚未能随 于系 丞相亮其西镇义 无带俯镇之阙 祝宣崇光 以照明天下 君旗旭在 诸葛亮沉声音士 起身接过测书 雷远听得出 他嗓音有些发颤 接着是大将军关羽 再之后 是张飞 法正 雷远 赵云 张飞已经毫无顾忌地 大哭了起来 雷远保持着沉静姿态 偷偷地按着自己的膝盖 继续胡思乱想 地面太凉了 一会儿起身时 我若站立不稳 起不成了笑话 第1090章 任命 当日龙里 自不必多言 正如众人猜测的 此前得赐张武剑的六名众臣 不待次日魏央公大朝会 直接就在天子即位大典上 得到策败 而对这六人的策败 由此也明确了 新朝的军政架构 以及相当时间内的 大政职权分配 这六名众臣的职务分别是 丞相 陆尚书是诸葛亮 大将军 汉寿侯关羽 票继将军 池杰都京 骄 将三州诸君士 新宁侯雷远 车记将军 池杰都雍 梁二州诸君士 西乡侯张飞 私立校尉 魏将军法政 中都护 镇军大将军赵云 这六人中 诸葛亮原为军师将军 属大司马府士 所有人早都认可 他必是朝廷重设之后的丞相 而他在丞相职位之外 右路上书是 可见其丞相职位 非指于辅佐皇帝治理国政 更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 直接掌控天下政务 事无巨细 无所不统 是凌驾于群臣之上的 名正言顺的百官之首 关羽是天下名将 更是皇帝最得力的军事助手 在数十年时间里 关羽所统领的兵力或地盘 常常占到皇帝所领三分之一以上 即至大汉重建于长安 统领天下军务的职责 非关羽莫属 只是 因为关羽在京乡战后体衰 长须休养的缘故 关羽的大将军 便不同于此前汉家内秉国政 外则战月专争的全臣贵妻 其职权限于中枢军务的筹划 参议 为此亚于丞相 以资历和微生而论 张飞长期与关羽相提并论 只在几年才稍稍不如 张飞以车骑将军的身份 持杰都拥 梁二州诸军事 也就是从中枢出外 转而成了汉家政权在西 北两个方向的军事负责人 法政的职位 则颇有深意在 此前他是汉中王国的上书令 护军将军 但皇帝继位以后 使法政转为私立校尉 似乎是避免法政身处诸葛亮 直接管辖的意思 近代以来 私立校尉为卧虎 为雄职 在法政手中 除了监察百疗之外 更富有直接负责关中和长安政事 主导汉家政治中心 重建和恢复的任务 而魏将军的职位 又使法政得以 监管长安城中 逐渐充实的 南军和北军 赵云一向牵异 所以 第一批得到策败的六人中 只有他未得重号 但由于法政 交出了护军将军职位 赵云便由原先的义军将军 升为中都护 镇军大将军 凭此 赵云在中枢进军之外 得以名正言顺的 同管全军的新兵征兆 作战计划制定 并及基层五官任命选拔 兵甲装备配级等事 至于雷远 他在六人中的班次 仅在诸葛亮 关羽之后 职位近人臣之籍 作为六名重臣中 唯一一个长期出镇地方之人 他掌控三州军事 麾下拥有能够野战的 精锐和郡县兵 合计将近三十万众 并维持自南海到京乡 长达两千七百多里的边境 但在军事上的职责 极度加强之后 雷远原先董都焦州 和苍无太守的职位 就此解除 这也是必要的制衡 否则就不是为以重任 而简直像要逼使造反了 到了次日 天子在魏阳宫前殿朝会 嘉奖勉励群臣 并设宴请 在宴会上 又对在场或不在场的群臣 加以丰拜千转 其中 以刘八为尚书令 董和 马良 习贞 廖利 赵昂 江旭 杨复等人 皆得以提拔田冲入朝廷中枢 而对功勋卓著的将领 也都授予四方乃至四征四镇之类的将军号 得授将军号的诸将之中 黄忠 陈道 吴毅 张润 甘宁 林包 邓贤身在中枢 庞德 马代 魏延分处两拢 归属张飞的统帅之下 而关平 黄泉 李延 寇丰 霍郡武人 则位于荆州 焦州和江州 接受雷远的统一指挥 随着一向向的任命般下 殿上渐渐有些喧哗 终究 玄德公起身行武 并不太讲究君臣礼仪 而通常对此 要求严格的诸葛亮 今日也难得放松一下 武将们难免因为声赏而喜悦 更比较各自经历过的激烈熬战 谈说战场上的惊险事迹 乱糟糟一片 文臣们都还恪守礼节 偶尔小声交谈几句 但他们对身在帝都公式的感触 又比武人们要深刻许多 虽然经过了中摇的多年经营 又由法政领衔出面紧急修缮 这座位于龙首园上的庞然宫殿中 依旧可见尚未恢复的坍塌殿雨 处处难掩雕残破败的迹象 魏央功系高祖令萧和所见 后来历经四百年的兴衰 此前一次皇帝在此会见群臣 还是出平三年乱世初起的时候 当时在殿上的君臣 后来遭乱世抵挡 积无存折 而当时聚集在长安城中 被董卓邪果袭来的数十万军民百姓 后来遭遇李雀 郭四 寒碎 马腾等被的公杀摧残 到此时也大都成了泉下之鬼 人尚且如此 何况防射乌雨呢 好在 人心尚思汉事 好在 汉事畏弃天下之人 好在 尚有人能挽狂澜于祭道 伏大厦之江青 此时巨大的殿堂上 文官皆天下英俊 武将也都是 酒精沙场争锋的杰出之人 虽然汉事群臣并未禁术汇聚 可乱世中 从龙而起 最终得以建业力朝的精华人物 可说有半数以上都位列此地了 他们的谈笑声 仿佛与殿堂以外 长安城中 寻常军民的喜悦欢呼声 会拢一出 雷远的酒量很差 这时候喝了两尊淡酒 别人浑然无事 他却已经微醺 抬眼看到下手树袭以外 早在去年就折返梁州 并成功 接掌扶风马氏不取的马带 正向自己微笑 雷远也抱之以微笑 眼前的一切 都是实实在在的 可是雷远知道 自己所熟悉的那一段历史 再没有出现的机会 那仿佛无以阻遏的历史大潮 也终究被改变了方向 他抬头再看四周 一根根巨柱 仿佛顶天立地 无数灯盘 竹台灿若星辰 仿佛自己身处 在虚幻与现实之间 仿佛梦境般的不真实 此时酒宴正憨 皇帝退入后殿 使得以群臣 在前殿自在欢笑 武将列中 不知为何起了哄闹 原来是几名将领 喝得多了 吵吵嚷嚷地提出 要赌赛射数 魏延率先走到殿外的空地 让人往廊柱上挂了把镖 他从皇帝的护从 手里要了一张弓 拉弓发力 搜得一箭射去 正中把刑 旁观诸将都喝彩 魏延得意洋洋 挨个问同僚们 可有此等本事 有人好几人拿了弓箭去射 射得不如魏延那么准 于是鼓噪着去找皇忠 皇忠年于七旬 去年起就远离了实际军务 在家中休养 因为皇帝极为大典 他才特地从成都赶到长安来 此番虽然君子未动 但爵位由关内侯 竟为献猴 这会儿见同僚们盼望 皇忠哈哈大笑 从护从手中接过强弓 也不怎么发力做事 右手一抬 左手就放弦 利剑破风空而出 将魏延刺在把心的剑 使直直地剖成两半 众人大声叫好 纷纷向皇忠劝疑 到散席时 皇忠醉得有些厉害 他站在宫殿的台阶前 摇摇晃晃地向众人告别 走了两步 大概因为吹了阵凉风 酒气上涌 当场就呕吐起来 诸葛亮连忙安排了车架 将他送回府邸 次日 雷元起床正洗漱时 听到护从在外禀报 后将军皇忠病逝了 第1091章 离人 张五元年 汉中王刘备于长安籍地位 随即建制立朝 整军金武 凯然有应马和落之之相 横扫天下的雄心 哪怕到了后来 朝廷中枢暂回成都 可关中的张飞 荆州的雷远 两人依旧统领重兵 如巨石压迫在曹氏政权的胸口 犹如利刃悬鱼面前 随时将能见险 当时是也 身居许多的卫士群臣 恍然失措 以至于一息属经 滨州刺史良席勒令 大河沿岸军民 全力追凿河兵 以防止对岸的汉军渡河袭击 至于宛城等地 军民暴动 并逃亡向南方的 巡月之间不下数十起 曹魏官吏丹旗 不敢离宛城十里 原本处在卫士荆州 扬州两地方线之中的江夏文聘 更公然接待荆州使者 与之饮宴欢悦 然而 天下是总不能尽随人意 就在张五元年末 到此年年中的大半年时间里 或许是因为 玄德公登基即位 使得他们大院得偿的缘故 自中书到地方 执掌重拳的重疆 大臣连连并故 合计不下数十人 一般的骨干将小 姑且不提 只当日在皇帝登基典礼上 得到官职丰拜的将军 病逝的先有 长期统领预备兵力 在军中德高望重的后将军 新阳侯皇忠 继皇忠之后 统领后军 并监管一州水军的猛将 镇南将军 临江侯甘宁 汉中都督 平北将军张任 讨逆将军 子同太守临包 这四人一旦病逝 直接导致成都中书的 军力配备和调度 都需重整 中书不得不先后召回魏严 李延 黄泉等将 又连续提拔了 诸多年轻将校 然而 李延和黄泉刚 回返中书任职 雷远这个票级将军的 左膀右臂 负责整个江州军务的 镇东将军 豫章太守 霍骏又病逝 当年一同在乐乡 涉猎游玩的年轻人里 霍骏年纪较长 素有威望 无论用兵制政都细密可靠 绝无破绽 被雷远是 做极可靠的同伴 谁能想到 他才44岁就因病离世了 雷远悲痛不已 与关平 寇峰接网调宴 依照霍骏的遗愿 将他葬在家乡之江 霍骏有子获役 被皇帝 召为太子设人 霍骏离世之后 监视江东的第一县 便需得令则有利人选 连带着荆州 娇州两地 因为李延和黄泉的离去 也出现了得力将领不足的情况 雷远虽然都督三州军事 但不是军阀 这些重降位置的任命 无不需要与中书协商 进而可能来回斟酌数次 才能得出妥善结果 问题是 此时中书重臣 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凋零 先是尚书令刘巴病逝 董和继任尚书令不到半年 也同样病逝 不久之后 又有与丞相诸葛亮交好 那朝官的领袖习真病逝 这三人 虽非精彩绝艳 却扎扎实实地确保着 整个中书体系的运作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时良事 无论眼光 见识 乃至处理具体事物的能力 都不是随便提拔一个人就能取代的 而这三人连续病逝之后 又难免引发了 后继中书朝廷的人事竞争 金楚世人 一周的东周派系 一周本地世人 乃至两拢世人 围绕着中书出现的巨大权力空缺 颇争斗一番 前后半年 都没能决出适合继任的人选 这种局面 使身在外镇的雷远 也直接受到了影响 荆州和江州的多个二千世职位 没人及时就任 或者派来的人选不那么合适 事实上 对他的军事安排形成了彻肘 在这段时间里 反倒是曹魏的新任皇帝曹丕 竭尽全力地展现了他的政治手段 他先后任命贾许为太宰 华兴为太父 王朗为太保 于静为太尉 曹真为大司马路上书氏 曹修为大将军杨州牧 又以司马懿为辅君大将军加给侍中 陈群为上书令 这八人中 前三人都是汉氏肃老 曹丕用以尊崇前辈 以示宽柔 于静为沙场老将 经验丰富 尹为太尉 足以资议军务 曹真 曹修两人 乃宗氏骨功 足以取代夏侯敦和曹红这两个老人 再有司马懿和陈群 则是曹丕本人的心腹臂膀 用之可堪控制朝局 这八人皆有名位 兼得崇浩而总理万机 故而并称为八宫 八宫以外 又有张辽 张和 夏侯尚等将 皆家征 镇大将军号 一统诸军 而刘业 蒋己 贾奎等人 也得着用 又有张霸 孙玉之流 分为清 徐州牧之刃 亦得大将军号 以为笼络 除此以外 林林总总 不必赘述 总之 不计其数的 崇浩分不出去 终于渐渐 稳住了 兵临崩溃的局面 曹丕又凭借 夜城诸军的 剩余力量 火速征讨四方 居然使得 人心烧安 对此 雷远自然看在眼里 他也知道 己方的力量 尚需整合 一时难以进取 但坐视着 良机稍纵即逝 总让人不免遗憾 然而 中枢局面 又非他能影响 他只能时常观看 成都方面 传来的通传文书 寄希望于 丞相诸葛亮 能够尽快采取 有力手段 平息中枢的 混乱局面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 诸葛亮 甚至都不在成都 此前 诸多重将 名臣病逝 终究还有弥补的人选 但这时候 皇帝登基大典 尚德佩健 参与的众臣之一 也到了生命的 最后关头 长安城中 北阙甲地 私利孝未釜底 明明已是 春夏之交的时候 阳光晒在窗帘上 把木头的格子 晒得滚烫 室外的仆臂们往来 都换上了单衣 可法政的卧室里 却摆着火盆 还不止一个 法政觉得很冷 他套着厚厚的棉袍 披着一件雕球 然后又把被子 团团地裹在身上 被子里火盆太近了 有时候会嘶的一声 被烧黑一缕线 有时候 火盆里的火星站出来 投在被褥上 烧出一个小小的洞 负责给法政 喂药的仆役 时不时伸手 去把这些火星拍灭 他想把火盆 稍稍推远些 法政喘着气道 放在那里 不要动 是 是 仆役再次把 盛着药物的碗 凑进法政的嘴边 等一下 法政摇了摇头 这药也太苦了 勉强咽下一口 肚子里就翻江倒海 明明没有吃过饭 却想 是要把胆汁 混合着肠胃 从嘴里一起 喷射出去那样 他连喘着气 想要积蓄力量 把那些药喝下去 可身体上巨大的痛苦 又一直在阻止他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竭力扬起身 这个动作 本来再轻易不过 可这会儿 却像是要调动 全身力量 但要喝药 有侍从在门外贵禀 家主 丞相来了 法政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月前 他咒得抱病 身体猝然虚弱 于是 立即向中书传训 请派遣众臣接替 然而当时 成都中书 因为刘八 董和等人的离世 也在忙乱之中 竟则不出一个 才能与手段 足以否定官中的 可靠人选 法政指的一封又一封信的急报 直到自己拿不起笔 只能口述让人疼血 再到后来 他已经没法坚持 说完一封信 全都交给部下书官 三天之前 诸葛亮亲自来到长安 暂时代理政务 他带来皇帝的亲笔书信 敦请法政安心养病 但法政明白 诸葛亮的到来 意味着什么 这是皇帝对自家某主 最大的荣耀了 他本人虽然无法清零长安 却是当朝丞相代表 自己来存问 来听取法政的遗言 今天我的精神不错 看来是时候了 法政对自己说 他往后靠在枕上 又喘了一会儿 才提起嗓门 快快有请 第一千零九十二章 文武 侍从去请诸葛亮的时间里 法政让婢女 为自己梳理头发和胡须 又打了热水 稍稍擦拭面庞 刚整理完毕 诸葛亮已走了进来 他看到法政的面庞 在几个火盆的映照下 依旧显得灰暗异常 而光影更是颧骨格外突出 他感觉到屋子里 蒸腾的热气 已经超过了 常人能够忍受的范围 诸葛亮的脚步微微一顿 不露痕迹地 将白羽扇插在后腰 贴着一处火盆 坐到法政的床前 甚至还有些刻意地 把手伸到火盆上方 烤一烤火 法政轻笑着 摆了摆手 孔明不必如此 把羽扇拿出来吧 天气并不冷 我知道 他一摆手 肩上披着的皮球 就往下落 诸葛亮替他将皮球拢一拢 手背碰到他的胳膊 隔着一跑 都能感觉到 那肢体枯瘦异常 骨骼外头 简直没有肌肉存在的迹象 诸葛亮从没想过 法政会变成这样 在他的印象里 法政始终是一副精神健忘 而活跃异常的样子 甚至有时候太过活跃了 让人有些头疼 可现在 诸葛亮的双眼 猛然模糊了 他借着吕萍被褥的动作 稍稍擦一擦眼眶 才抬起头来应道 俗语云 并来如山道 并去如抽丝 孝直这一趟 只怕要休息很久 才能康复 心急不得 法政勉强点了点头 我这人争强好胜惯了 可惜 争不过天 争不过命 休息 呵呵 那就休息吧 他仰靠着厚厚的靠枕 看着顶棚 眼神有些散乱 诸葛亮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劝慰 过了会儿 法政呼道 这会儿又看不清了 什么 法政喃喃地道 只可惜 我半生沦落 只有遇见了陛下 才得疏欲 就此居尊位而一展身手 得以攀附建业之功 可惜我快要死了 接下去 不能再为陛下效力了 诸葛亮握住法政的手 我来时 陛下特意吩咐说 他能召集王爷 弃成大统 得益于孝直的谋划极多 君臣相处的日子还长 请孝直暂些思虑 务必好好休养 以待来日 法政勉力举手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孔明 我已经眼花了 甘气病绝于目 则目难辨五色 此时病症已入膏肓 好不了了 数日之内 命数极绝 陛下让你来 总不会 是为了说这些废话 诸葛亮默然片刻 沉声道 陛下有很多问题 还想请教孝直 比如 这些日子 中书 外镇文武多有无故者 陛下想问孝直 何人可以着生 何人可以替代 另外 孝直出镇观中 对观中 法政蔑视了诸葛亮眼 轻声问 这些 孔明难道就没有妥善的方案 陛下深信孝直的谋划方略之才 我也如陛下一般 孝直的建议 我定会一五一十地禀报陛下 然后 择其善者而从之 法政急促地笑了好几声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微微摆手 对屋里的人道 你们都出去 屋里环绕的仆奴 慌忙余逛而出 还紧紧关上了门 孔明 我就直说了 有四件事 续请孔明 带我转告陛下 诸葛亮坐正了身子 肃然道 孝直请讲 一者 西高祖保观中 身根固本 已至天下 如今 我方所得的观中 却非当日高祖所惧的观中 纵然今岁以来 长安稍见恢复 可四赛之内 依旧白骨堆山 饿瓢遍野 鸣声残破 田愁荒芜 不经过数年的重整 不足以为帝都 更不足为宰割天下的根本 故而 请孔明转告陛下 务必先续养观中元气 再谈进去 诸葛亮稍稍攻身 好 不瞒孝直 我义正与足下相合 二者 陛下宽人爱事 待人已成 即便颠沛之时 天下人归父 亦如百川归海 又不远千里 慕名而来者 如今 我方的疆域广及天下之伴 文武人才极己 其中 出类拔萃者 何止百时 近来 中书纷扰 无非是各地市人们 试图扩张自身在中书的影响力罢了 只是 法政喘了几口气 陈生道 中书独断用人 绝不能受外界的影响 我以为 若中书在成都 则务必多用金楚 观拢之人 中书在长安 则务必用中元 河北之人 待中书至洛阳 则天下之人无不可用 诸葛亮私存片刻 正色道 孝直的意思 我完全明白了 却当如此 三者 我听闻 近来 中书宿将多阙 故而朝中 已召回云长公 在荆州的部署 如李言 还打算召回官平 习贞 廖化等辈 充实后军 对吗 不错 我以为 此一不可 孝直难道是觉得 坦之 薄裕 袁简等人的财居不足 非也 这几位 都是文武全才 智勇兼备之将 可是 孔明你有没有想过 这三五年内 后军不逢大战 而地方周郡 则难免冲突 正是坦之等人 在地方深耕实力 培之威望的时候 而填补后军 军职的 当以雷旭之的部下为家 执孔抽调之后 削弱焦州军的力量 使得旭之不快 法正支起胳膊 将身体前倾 压低声音 云长 义德 子龙三人 都已年届六旬 陛下去年登基之前 请旭之身 配张武剑 陪同太子入长安 心意再明确不过了 旭之这样的聪明人 哪会不懂 早些让他推荐几名部署 入后军 免得到时候 中书措手不及 又要重新整齿 法正的话很直白 也秉承了他一贯以来 赌视之机 精于权衡的风格 他的意思是 去年配件的六种臣 固然以诸葛亮为首 但数载或十数载后 迟早会变为 诸葛亮与雷远 一文一无辅正的状态 以这两人的年纪 这种局面 当会一直延续很久 甚至 新军即位 也不会轻易变动 如将雷势的宗族力量 在如今半壁天下 在握的情况下 已经不是值得 长久纠结的问题了 所以 皇帝不会雷远 一直留在焦州 总会通过一系列的 政治交换 使他前往朝廷为官 雷远的忠诚和才干 这十年来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但雷远若更进一步 他在焦州军中的 诸多骨干之江 就不能长久 被排除在中枢之外 这些人都是汉家的将校 他们的前途和未来 都细于汉室 而非焦州 尽早使其中出色之人 前来中枢任职 才能确保朝廷 对他们有足够的认识 足够的影响 诸葛亮汉首 孝直思虑深远 我不急也 这个建议 我会郑重转告陛下 好 好 法正躺回踏上 好了 我没别的要说了 他吐了口气 疲倦地闭上双眼 孝直 你试裁说 有四件事 诸葛亮耐心等了片刻 轻声问道 还有一件事呢 还有一件事 法正愣了一愣 露出私喘的神色 过了好一会儿 他低声道 对 想起来了 孝直 请讲 这几年 我行事跋扈 冲撞同僚甚多 这一去 只恐乌尔法秒 受人报复 诸葛亮探手 附住法正的守备 孝直放心 有我在 法正嘶哑地笑了两声 那就多谢孔明 他闭上眼 不说话了 诸葛亮静静地坐在一旁 过了许久 直到法正 细弱的呼吸声 渐渐舒缓 他才起身 亲手亲脚地迈出户外 法正在私立校尉 为将军的任上 公务极多 他既病重 许多事情难免积压 诸葛亮到了长安 历时出面决断了一批药警 而不能耽搁的 为了处置事务方便 他宿在私立校尉府的外院 距离法正的居所并不远 次日 他又去探望法正 法正的病情急转直下 已经没法再言语 待到第三日 诸葛亮在办公的时候 忽然听到府邸内部一阵嘈杂声 他的手一抖 有大团的墨汁落下来 将一卷博书屋了 诸葛亮割下笔 急步走向堂外 站到门廊下 他便听到嘈杂声转为哭声 看见许多仆役跑进跑出 前院里许多官吏 也都从各自办公的房舍走出来 愣愣地眺望着后头 张武二年六月 私立校尉 为将军法正病逝 十年四十六岁 皇帝未知留涕者累日 誓约一侯 七月 朝廷班赵连续任命多人 结束了朝中军政要制空缺的状态 以皇权为私立校尉 魏将军 以马良为尚书令 以杨复 邓之为尚书左右仆设 以赵昂为侍忠 以陈道为义军将军 统领中军 偏将军复荣 偏将军向宠复之 以李延为后将军 统领后军 讨逆将军丁凤 偏将军雷成复之 兼领益州水军 已无意转任平北将军 汉中都督 第1093章 双赢 这一连串的中书人士调动 很快就搬行到了江陵 此番负责传达赵令的 还是雷远的老朋友宗玉 他同时携来另外多份诏书 都是针对荆州 江州军务调整的 雷远和中书来来去去数月的 反复商议探讨 由此终于有了结果 其中 住在柴桑的建威将军 前护军职务 交给了吴班 吴班本人的资历稍浅些 但黄泉在柴桑经营多年 吴班只需销归曹随 便不至有碍 而直接面对江东的豫章太守职务 由原来的前将军 主不料化接任 关于转至中书任大将军以后 关平升为前将军 襄阳太守 继续同龄使和 豪普 任魁 刘和 詹燕 陈凤等前军诸将 这种子继父职的任命 放到平时 恐怕会引起一些非议 但关平是从卓郡 就追随汉中王的旧人 资历比朝中绝大多数人更深 故而朝中人人称颂 竟没有反对意见 此前朝中曾有议论 以皇帝曾为左将军 大司马的缘故 这两个职位 日后当虚设而不认 后来 皇帝孝约 我还当过县城 县位 县令 司马 国相 刺使 镇东将军 难道那些职位也都从此虚设吗 此意遂情 随即 皇帝以寇封为左将军 又亲笔至书未免 续昔日父子有爱之情 由此 雷远在交州的日常军务 乃至交州军 也就是左军相当部分的管控 借由此前 受任为左将军的寇封来负责 另外 升任郑威将军的郭靖 依旧带管御林郡以西的广大区域 至于雷远本人 他在苍吾住了几年以后 重新回到江陵住进了关羽留下的宅院 并以票计将军的身份 在此统一指挥荆州 交州两军 两军屯聚在江陵周边各军镇的兵力 日常在四万上下 负责领兵的大将 荆州方面是杨武将军 南郡太首席珍和偏将军马玉 周苍 交州方面 则是偏将军任辉 邓范和校尉王平 巨福 为了协助雷远同管这两军 中书又专门任命了一位左护军 但这位后护军 不是从成都中书调出的 而是原来关羽的得力助手 江陵城防都督赵磊 这一系列的任命 伴随着大规模的兵力调度和重编 一时间 荆州 郊州和江州范围内 多条道路军马往来 河道中的军船也行驶不歇 此举使得北面的晚城方面 曹军 东面的江东势力巨都紧张 同时调兵潜将 加强戒备 而身在江夏的文聘 很有意思 他亲自乘船到江陵 说是特意带了 北地毫马二十匹 前来恭贺雷远等诸将 接获声赏 自从曹军退出湘凡 江夏郡北部的地方势力文聘 就处在了一个极尴尬的位置 他所占据的安路 石阳 南兴三县 东面是新设的江州 南面正对着荆州江陵本聚 而西面则是襄阳 随县一带的荆州重兵 他与曹魏势力的联系 其实只剩下北面如司履之一线 便是早年雷远烧了曹军 玉州梁末后领兵撤离的道路 此前相反战事刚一结束 文聘便急着联络常驻 在江夏的大商谷送晚 请他代为向关羽转交了言辞 及其委婉客气的文书 绝口不提两人在寻口 京城多番恶战的过往 只提见安十三年以前 同在刘表麾下时的偶尔交往 这书信的意思 谁都明白 关羽本来打算乘胜迫降文聘 却被雷远阻止 雷远对关羽道 文聘号称具有江夏 其实只控制三线之地 数千不取 这一点点威莫的力量 并不至于成为荆州的威胁 甚至曹军主力若从名恶南下 也只会深陷云梦大则 自取其死 反倒是留着文聘的话 通过江夏 可以向北方拓展商路 使荆州 交州获得源源不断的经费来源 继而化作兵甲已向曹贼 岂不美哉 关羽自己 虽然不屑于那些商谷逐利之事 但毕竟作证地方多年 深知这些年的奢侈品 走私贩卖 给己方带来的多少好处 雷远既然这么说了 他便客客气气地回信文聘 信中除了谈说早年闲事 再不及其他 张武元年以后 从关中到京乡的战事停歇 被迫终止了一年的南北贸易 再度开启 文聘这个名义上的曹魏臣子 实际上半独立的地方势力 在此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 到了今年初 他还派出了一对人手常铸乐乡 甚至还花重金组织了一支队伍 获得了乐乡促居联赛的参赛权 乐乡的促居联赛进行到现在 门槛已经越来越高 隐然成了京郊豪商 或大势力代理人沟通交流的地下渠道 文聘哪来的如此财力 又哪来的敲门砖 雷远一时都不明所以 专门遣人问过才知 文聘不知何时 获得了大批青词的产出 成了青词往郊州贩卖的代理人 近年来 郊州的徐文 南海等地海商云集 不止郊州 荆州商谷 江东人也常有来做生意的 他们卖的大宗货品 便是青词 还极受欢迎 对此 雷远并不特意去压制 但郊州 荆州的商谷难免不分 早就在找渠道 获得高质量的瓷器 借以打压江东的利益 他们最终找到的渠道 居然是文聘 而文聘提供的青词 雷远让周虎专门去查问 结果一查便知 那居然还是江东所产 这一圈绕得太大 雷远弄清楚以后 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总而言之 江东人的青词确实不错 而文聘这一手 更是妥妥的双赢 简直赢妈了 好在无论如何 荆州 郊州人获利总是更多 雷远也不去计较 这会儿文聘亲自来访 雷远客客气气地见了 又设宴招待 向文聘解释 几方并无大动干戈的意思 无论孙氏或者曹氏 暂时都不必担心 雷远招待文聘的时候 依旧是马忠和严谱两人做陪 席间马忠偷去雷远面色 只见他虽然步履沉稳 但满眼血丝 面色也有点黑 显然是最近军务 疲惫异常所致 那是自然的 关羽前往中枢以后 三周数十万大军 完全归雷远一人调度 无论扫荡残敌 调动部署乃至将士们的 吃喝拉撒 制伐脏痞 全都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 偏偏新的官署 还在组建和磨合之中 千头万绪实在难以应付 想到这里 马忠又想起当年 自己在巴西郡初见雷远时 当时雷远麾下不过数千人 而马忠也只是一个区区县长罢了 数年间天翻地覆 难免令人有些感慨 与此同时 文聘坐在客席 也隐约觉得 雷远有些心不在焉 他知道这位票级将军 另有极深的用意 一时坠坠不安 而雷远有一搭没一搭地 与文聘聊着 心里却想 夫人这回怀孕 脾气愈发急躁了 可阿诺的事 总得有个结果 第1094章 摄人 去年末往长安去的路上 赵湘就容易疲惫 但他是五人之后 性子坚韧 平日里不显虚弱 旅途中 雷远也竟没注意 到了长安 他以为赵湘水土不服 特意找了梁衣诊治 这才晓得赵湘又怀孕了 雷远自然是一如既往的 安前马后照应 在饮食 起居上都精心安排 又从岳父的府邸 掉了得力的仆壁来伺候 只是 因为接掌了三周军务 重任在监 雷远不久就得启程 按雷远的意思 不妨留赵湘在长安 且安心疆养 待到孩子生了 再启程不迟 长安这边有岳父看顾 总也不会委屈了赵湘 赵湘正好陪伴许久不见的父亲 对此也无意见 但因为皇帝很快就决定 回返成都的缘故 赵云自然随同 这一来 雷远只得带着赵湘回返 因为军务安排的需要 还不能立即回到夫妻俩 生活数年的苍无郡广兴城 而是直接往江陵去 这段时间里 雷远公务实在太多 有时候便顾不上与赵湘谈说 昨晚他回到内院 便见赵湘不快 疑问方知是岳父来信 说起阿诺的事 原来去年至此时 因为朝中一系列重臣病逝 皇帝十分伤感 连带着帝王家事也只好暂缓 直到上个月 有些事情才终于提上日程 一者 是皇帝即将册封孙夫人为皇后 以此为契机 雷远这一头 也可以着手推进 对江东势力的影响 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 尽量拓展朝廷威令所及的范围 这是 赵云只在信中简单一提 随后 自然会有正式的公文 二者 太子储君之位既定 年龄也见长 依皇帝的意思 年内当家元福 并召两家子弟为太子摄人 召见班底 皇帝看中的太子摄人有三个 一个是董和之子董裕 一个是费官的祖子费一 还有一个是霍郡之子霍裕 这三人 都是早有名望的年轻俊艳 且族中长辈皆为众臣 忠臣 用他们为摄人 也有讲业厚敬 筹达先人淑勋的意思 只削作一两年太子摄人 自然会着为树子 贤马 以后更有前途 然而 太子对摄人的人选 却有自己的想法 还极难得的鼓起勇气 专门向皇帝提了个小小建议 他提出的人选 乃是票计将军雷远之子雷诺 皇帝甚是喜悦 当即就说 太子能自己招揽有人 这是好事 于是立即就让赵云 往江陵传书 征寻女婿 女儿的意见 这个消息立刻就把赵襄下主了 太子摄人这职务 地位虽然不高 却极轻贵 有汉以来 此之名为太子侍从 实际上 多以德心诉诸的年轻人来担任 讲究的是请持风险 被洽生游 这些词 和阿诺能沾上半点关系吗 夫妻两人带着雷诺在长安的时候 因为父母成天盯着 雷诺还算老实 赵云头一次见到外孙 更是怎样都觉得好 专门择日休目告规 带着雷诺 往中南山里涉恋 可实际上 雷诺的性格跳脱 好动而大胆 又满脑子乌七八糟的杂乱玩意儿 绝少正经儒家 法家之学 他若去当了什么太子摄人 岂不必然闹出事来 何况 这玩烈孩才几岁 他自己还要人照顾呢 哪里能当摄人了 当下赵湘让扑弼 去找雷远来商议 雷远对此 也有些头痛 他知道 赵湘近来情绪不佳 于是 先翻来覆去地顺着夫人言语 打算回头行闻往成都问问 可这种嗡嗡嗡嗡的姿态 落在赵湘眼里 只显得敷衍 我固然慌乱是错 你雷续之事做父亲的 难道也没主意 事关自家孩儿 哪能如此不在乎的 赵湘愈发不满 当夜闹了一场 早年间 雷远在前山听人说起乱世故事 讲到建安五年时 曹刘站于徐州 田锋说 袁绍南下袭击许都 可一碗定 而袁绍此以幼子有吉 尽未得行 后来 世人皆约袁绍软弱动摇 不是做大事的人 如今 雷远也算为高权重 执掌数周 可他愈发觉得 再怎么为高权重的人 始终是人 是人就有七情六欲 就有家人的牵绊 那些一心只图大忌之人 或许真能成事 但恐怕却少了人味 当下他一边与文聘谈笑 一边盘算着如何解决难题 如何安抚赵湘 赵湘终究明白事理 不至于因此长久恼怒 可阿诺 究竟能不能去成都 适合不适合去成都 他自己又愿意不愿意离开父母去成都 这不是父母一言而绝 还得与孩子谈谈 听听他的心意才好 这般想着 待到酒宴结束 他请马中代为送客 自家转回内堂 以雷远现在的身份 文聘已经不算是地位相当的人物了 但留的这个曹魏 所属的江夏太守在 有政治上 经济上的多重含义 所以雷远在酒宴上相当客气 一场饮宴下来 喝了不少 他的酒量一向不好 很容易上头 在那堂落座后 立即叫人取心酒汤来饮 又取凉水来洗了洗脸 酒一烧退 这才觉得精神一振 文聘 你去把阿诺找来 被换作文聘的 乃是雷远的护从言语 如今李真年长 前年雷远做主 为他娶了雷氏的族女 此前已转为票级将军西曹苑 如今常在雷远身边跟从 处置内外事物的 便是言语 当下言语匆匆而去 过了会儿 又额头带汗地匆匆回来 将军 公子氏才带着几名伙伴 狂奔出府去了 门侯说 想拦 没拦住 这是能当太子设人的人吗 雷远额头青筋乱跳 挥了挥手 派人去找 城外江津港那里 也派人去 找到了赶紧带回来 是 侄子莫若妇 阿诺带着几名小伙伴 出了将军府邸 又出江陵东门 果然只往江津港去了 虽在夏季 但大江畔的连绵芦尾 已经起了飞絮 飞絮随风而起 在水面和连绵船舶的上空 飘飘荡荡 江津船厂的一名管事 正从港口的正门出来 正挥手扶去上下翻飞的白絮 呼绝白絮之后 几个人影晃动 也不打招呼 脚步咚咚乱响的 静直就冲进里头 谁 谁 那管事嚷着 又抱怨手足如何不拦 手足满脸无辜地道 是雷将军的公子进去了 拦什么 好吧 那一位最近也是船厂 港口里的熟人了 别说不好拦 就算想拦也拦不住 他知道 好几条从芦尾档里 直抵船厂 码头的路 还认识船厂和码头里 上下数百号人 就在前几日 听说他还拿了钱财出来 拉拢了几名船工 打算在这里 亲手造一艘大船来着 第1095章 水战 亲手造一艘大船什么的 当然是小孩子胡乱吹嘘 但以阿诺的力气 挥几下锤子绝无问题 在几名船工的帮助下 鼓道一些小玩意儿 倒是寻常 这阵子他常来传场 起因是 上月前听到了 雷远与荆州水军将领 詹艳和陈凤的谈话 阿诺看起来莽撞 其实脑子很灵活 久在军府中耳濡目染 眼界也颇开阔 寻常十岁孩子 只怕听不懂 大人究竟在说什么 阿诺倒能听出 几分意味来 当时雷远说道 曹军已然退往晚城 荆州江汉 聚在我方之手 但荆州水军并非没有敌人 建设更不能停歇 他要求荆州与焦州 江州的军府合力 设计并多多建造 统一制式的专用军船 并组建统一指挥的机构 继续加强己方 在大江中游的水上优势 他又说 江东多有精通水上征战的将士 这是三代人数十年的积累 更是江东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 非一时所能超越 与之相对的 江陵方面则胜在资源更雄厚 自从占据了豫章 柴桑等地之后 大规模造船的能力也增强了 故而 正该把这方面的优势尽量放大 但詹燕和陈凤两人 对此却不是特别有兴趣 他两人反复向雷员解释 说大江上的水文 气候条件不同 各地所用的舟船也大不一样 断没有一种型号的军船 能够到处适用的可能 江州的船将 更未必适合荆州 故而 还是像原先那般 三州水军各顾各家一套 便是最好 这种又于门户之间而化地为牢的想法 其实很正常 其中还牵连到指挥权的归属 经济利益的分配 雷远独领三州军事不久 也没指望这些官宇留下的骄兵汉将 一个个都能立即遵奉自己的所有指令 故而他也不急 温和劝说几句 便转开话题 还请瞻 陈二将喝了顿酒 但这些话 落在阿诺耳朵里 却让这孩觉得不愤 他是在胶州见多了大船 海船的 觉得 胶州攀于船长所出 便是万里波涛也能行的 世上再无更好的 江上的波涛再怎么样 怎能和海上相比 两个荆州人 竟然看不起我们胶州 觉得我们 不熟悉大江水文 就造不好船 是可忍 孰不可忍 真真是气煞我也 当下阿诺便取了自家 藏着的百枚大钱 又叫了几个相熟的伙伴 直奔江金船厂 拉了几个船工 说要鼓道出一艘 按照江州制式 有龙鼓 有隔断的大船来 雷远带着一家子千居江陵 到现在才小半年 但江陵城中的百姓们 都很喜欢这个到处撒欢 似乎全部打算 以金书传家的孩子 当然有不少人背后说 票记将军这个孩子 看来是不成器的 但更多人反倒觉得 这孩子甚是亲切 还有人说 赵将军的外孙 正该这般没有架子 船厂里的管事 和船工们也是如此 见阿诺有这想法 便凑去收下了 阿诺的百枚大钱 让他去做 江金港乃是 荆州水军的重要驻地 规模极大 附属的船厂 也得多年经营 有的是人才 物资 让雷将军的孩子 稍稍玩闹 左右 不过消耗些木料 值得什么 雷远也听闻了 阿诺的突发奇想 外人觉得 雷远似乎忙于军务 对孩子的约束少了些 其实 他是真不愿将孩子养成 寻寻如生 按他的早前想法 雷氏宗族 既然以郊州为根基 日后的宗主 如果有意于海上 乃是好事 胜过往朝廷中枢去清亚 所以他一向以来 都鼓励阿诺 多做尝试 早些日子 他还让赤里宁塔 陪着去船厂 到后来 阿诺走得熟了 身边又有雷远 养在府里的好几个雷氏族子 或牺牲不娶的孩子簇拥 赤里宁塔才 免得麻烦 既如此 阿诺的胆子 就愈发大些 昨晚 雷远与赵湘争承过后 倒是让人传话 说要阿诺 最近都在家中好好读书 来个临阵磨枪 可将军的公子 如野马般 一溜烟跑出去了 谁又拦得住 这会儿 阿诺站在船头 跳了跳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船很好 不枉了我手上好几个血泡 一名满面风霜的管师笑道 公子你看 这就是成型的样子了 完全按照交州那边传来的海船图谱 船弦下 萧如刃 底部以兼顾大幕为龙骨贯通首尾 再设个舱三座 船上的帆 墙 鸡 鲁 乃至堕桨等 也都齐呗 阿诺用力拍拍船板 兴奋地道 嗯嗯 就是这样的 随即他又叹了口气 可惜小了点 不是大船 那管是 哈哈大笑 交州的海船制式 又不是什么秘密 以将军船厂的工匠数量之多 手艺之精良 迅速复制一艘小的 便如玩闹也似 但要制作大船 那就成了正经公务 绕不过荆州水军统领詹燕 和陈凤两人 他再怎么奉承 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当下他陪着一群孩 谈说一阵 忽听阿诺问道 肚子饿了 哪有吃食饮水 管是连声道 我去取 我去取来 眼看着管是 饿颠颠颠地走远 阿诺哈哈一笑 公子 你笑什么 这几天涨水了 船底离江水 没多远了 阿诺从船头跳下来 直接踏进 梅小腿的江水 他捋起袖子 大声吩咐道 你两个去升番 你把这舵奖 你们四个力气大 陪我一起 把船推进水里去 我们开船出航 孩子们无不大喜 都道 抓紧抓紧 我们开船 造一艘小船 当然用不到做塘 这艘船 就是在江滩上 直接造的 船底下 架着几根 粗大原木来固定 夏季时候涨水 将水直接冲上滩涂 将原木都泡在水里 几个孩子 大的十三四岁 小的也有十岁 都是日常习武的 吃得也好 身上颇有力气 众人吆吆喝喝的 用了一阵力气 眼看着小船 在原木上嘎吱吱一动 真的一猛子 扎进了水里 又浮了起来 孩子们大声欢呼 踩着水 奔到船身旁 被船上的同伴 一个个地拉进船舱里 雷诺连声鹤令 看准了风脚 你们几个 拿起船高 用力撑啊 船只瞬间便并入 滔滔江水 一直向东 春夏时 大江涨水 正是水势猛烈的时候 何况江陵上游 有西陵峡口在 大浪澎湃汹涌 把乐乡以北的百里洲 都淹了大半在水里 而到江津港这里 百里洲消逝 大江重新河流 便愈发显得宽广深邃 时有风涛出没 所以 荆州水军乃至商旅 都多用船体宽平 船头方宽的航船 以距大江的风浪 雷诺古导出来的这种船只 若论在内河上平稳航行 真不如荆州的方船 更麻烦的是 这船造好以后 本没打算立即使用 船舱里连压舱时 都没有正经放几块 当下船只 一直冲出了芦苇的范围 顺着浪涌 剧烈起伏 仿佛发狂的猎马般向前 几个孩子大呼小叫 有人先把船帆放下 有有人试图搬过跺脚 但驾船这等事 看起来容易 自家操作起来 其实 细微奥妙之处 极多 不同的水文条件 适合的做法 又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艘船完全不理会 孩子们的大呼小叫 沿着港湾边缘水流 较湍急的方向 继续向前 越来越晃得厉害 越来越控制不住 这时候 正有一艘三维大船入港 这船只一看 便是制作极精良的 船手会有彩色的一手怪兽 船身则是以明念的朱漆 再看船头旗帜漂浮 尚有一个巨大的孙字 因为船将进港 船上一名气度沉稳的中年文士 正缓步从舱里出来 这文士身材甚高 双目有神 唯独面孔稍长 与常人有异 他一抬眼 正撞见明亮阳光 顿时有些暮眩 于是手搭凉棚 稍稍向远处眺望 才看了两眼 呼听的船上水手们连声喝骂 狂奔来去摇奖声帆 又有孩童尖锐的叫声 此起彼伏 下个瞬间 大船侧面发出东地巨响 船身猛烈晃动 那中年文士站立不稳 脚后跟又绊住了舱门内部的梯阶 都没来得及惊呼一声 便咕噜噜地滚了回去 第1096章 家法 天色近黄昏 几个孩儿呼吱呼吱喘着气 小心翼翼地沿着票机将军 扶底的后墙走 有个孩子 揪着自己湿漉漉的衣服 低声道 好像有人在看我们 阿诺转过头 果然发现 有好几个行人站在街对面 冲着这一群少年和孩童指指点点 其中有几个还是阿诺的熟人 比如有个老者 便是经常卖烤饼给赤里宁塔的 阿诺向他们做了个鬼脸 回声道 不管他们 我们走快点 还有个孩子抱怨道 我腿伤了 哪里走得快 从江金港回来 十几里地呢 一路上还要遮遮掩掩的 我腿都快断了 阿诺叹气 适才大船上 那位老先生 不是让人替你包扎了吗 再说 没伤着骨头 你忍一忍 回到家里好好休息 明天就没事了 那老先生 倒是好脾气 他自己额头都磕破了 出了那么多血 还派人救我们呢 要不是 他的部下得力 我们几个都要被水冲走 被江里的大鱼吃掉了 嗯 回头 我们得打听打听 这人是谁 如果有机会 得买些礼物 上门拜谢 阿诺学着父亲的样子 摸着并不存在的 胡子重重点头 有个孩儿惊魂未定 阿诺 你不能直接 叫他来将军府吗 他救了你 该让宗主出面谢谢他 这事情 能让我父亲知道吗 不怕被打死 阿诺跳着脚 你休要害我 哦 也对 前一个孩儿想了想 叹了口气 这次 咱们闹出的事 当真不小 快走快走 真的快累死了 前头有孩子在催 是才这群孩儿 偷着将小船 推入水中 结果 他们高估了 自己操舟使船的本事 小船立刻 就失去了控制 船厂在江畔 设有望楼 很快发现了他们 然后立即反应过来 雷将军的儿子 在这艘失控的船上 这要是顺水 一直飘荡下去 若有万一 谁能担得起责任 当即按上罗生大座 不下数百名船工 士族 黄奔到各处码头 操纵快船追赶 好在雷诺的船只 没飘多远 就在江津港的外围 直接撞上了一艘大船 江州制式的小船 甚是坚固 硬生生把大船的侧弦 撞了个破洞 然后才慢慢翻覆 好在那大船上的人手甚多 也够热心 船上有位老先生 一面指挥水手们 排水修船 一面还派人往那 渐渐下沉的小船上救人 把波涛浪涌间 哇哇大叫的孩子们 一一捞上来 带到大船靠岸 负责港口安堵 滴氏族和星级火燎的管事 船工们又一窝蜂地涌上来 几乎和船上水手起了冲突 出了这样的事 阿诺一行人 也是吓得不轻 他们都知道 这回必定闯了大祸 无不兴慌意乱 去得船上人不注意 他们溜下大船 把腿狂奔就逃 这时候 谁都乱了方寸 下意识地就想着回家去 只有家里 才最让人安心 是才撞船的时候 阿诺在船头站立不稳 直接滚倒 他的额头重重磕在船板上 现在肿起了极大一块淤青 两个手掌的皮肉都战破了 连带着膝盖和小臂也有擦伤 血迹溅在衣服上 然后被江水英的化开 他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今日的历险 故而特地从江陵北门入城 再绕到将军府底的后墙 从脚门闪身进去 可他才踏进后院没几步 还没溜进自家房间 正撞见追随雷远多年 也照顾过他的婢女阿读 阿读快五十岁了 平日里颇得主家的信任 能当得将军府的半个家 哎呦 怎么了 小狼军 你怎么这般模样了 阿读挥着双手 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阿诺连滚带爬地扑上去 挽住阿读的手臂 别叫 别叫 让人听见就麻烦了 阿读立即放低声 小狼军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阿诺轻描淡写地道 回来路上没注意路 摔了 阿读 烦你替大家找身干净衣服 再烧些热水来 对了 还要一些伤药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阿读嘟囔着 慌慌张张地去了 阿诺带着他的伙伴们 进往偏院 先让几个孩子们 各自休息 再往自家寝室去 带到没有同伴在身边 他才呲牙咧嘴地连连呼通 试财那一下撞船 他伤得着实不清 在路上奔走时 还强撑着精神 这会儿只觉得 浑身上下都痛 整个人便如被抽空了也似 腰胯侧处 被船上某个凸起撞过了 更是抽筋也是得疼 他一蹶一拐地走进寝室 推开门 便见到赵湘坐在里面 冲着他连连冷笑 下个瞬间 便是啪的一声大响 你这孩子 为什么不能让人省心点 啪 又是一声大响 又不是没和你讲过道理 为什么就不学好 赵湘柳梅倒树 下手不容情 啪 母亲 疼 疼 疼才长记性 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来 家法不饶 我的马鞭呢 拿我的马鞭来 不要啊母亲 啪 你当大江是什么 是家里的澡盆吗 你非要把我吓死对不对 赵湘忍不住哭了起来 下手却更快更狠了 啪啊 啪啊 啪啪啪 赤里宁塔 从院墙上探过头 担心地看看 发现是赵湘在打孩子 放心地缩头回去 距离后院十丈许 隔着两道院墙 是票计将军府 安置贵客的管设 因为雷远不好奢靡的缘故 这管设的陈设 比将军府里 要豪华许多 而此时此刻 众扑闭们 更是格外的殷勤伺候 亭堂上左右两侧旋的香炉里 用的都是采用 焦州特产原料的 上好和香 亭堂中两人对坐 一人是雷远 另一人便是 试财作舟 与小船相撞的那位 中年文士 中年文士 倒是始终气度俨然 但因为头上 简单包扎过 身上也有几处 伤势刚敷了药 怎么看 总显得有几分狼狈 而他的这份狼狈 落到了雷远眼里 便生出加倍的尴尬来 出了这样的事 票计将军府下属主管 医曹的医曹船 医曹石等大小立员们 纷纷赶到江津港 适才好几名大立 亲自动手 为他检查伤势 敷药果创 又专门掉了平稳的资车 送他到将军府里 虽然接待小新 可他终究 快五十岁的人了 又不是皮糙肉厚的五人 突然遭逢无望之灾 强撑着应付到这时 精神难免有些困倦 雷远亲自为他倒上茶 客气地道 紫瑜先生 且在这里休息几日 有什么事 慢慢再谈无妨 呵呵 无事 无事 雷将军 不过是小孩子玩闹罢了 我们不妨 说到这里 内院方向 哇哇的叫喊声和责骂声 从敞开的窗帘间 缓缓飘荡进来 可可 紫瑜先生 我们已经在打了 这次一定要 打到这孩子老实 雷远有些仓促地起身 且先安心休息 我去看一看 不能让他们太喧腾 打扰了足下 第1097章 智书 被称为紫瑜先生的 自然便是江东 那位车级将军的掌使 诸葛锦 五年前 江东势力偷袭江陵部城 反遭大败 丢掉了半数的领地 为了竭力确保几方的存续 江东随即倒向曹氏 孙权从曹操手里 获得了车级将军的称号 并且将自家长子孙登 送到了叶城 此后数年间 孙刘两家境内的商骨 往来倒是不停 但再也没有正式的往来 两家的水军 更是频繁对峙 与彭泽和柴桑之间 这种局面 一直延续到了 曹刘两家前年的大决战 当曹操并是于退兵路上的消息传出 江东立即动用各种手段 试图恢复与汉中王政权的官方联系 只不过包括玄德公本人在内 都各自忙于要务 因而 江东的多方试探 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后来 汉中王级帝位 更侧命张飞为车级将军 于是在大汉朝廷的立场 孙权这个车级将军 就干脆成了剑号 伪号 连带着诸葛景前来江陵 都不得依据诸葛常使的正式称呼 此时 雷远口称子余先生 落在诸葛景的耳朵里 总带着几分讽刺的意味 诸葛景甚至觉得 自己其实应该感谢雷远的顽劣孩 若非这孩生出事来 自己究竟能否进入江陵城 恐怕也还未知 万一自家大船 在江津港外飘飘荡荡 那才真的无事 听得雷远还在张口闭口打孩子 诸葛景连称不必 不敢 一直陪着雷远走出管舍以外 子余先生留步吧 有什么事 先休息几日再说 可可 那艘船 我也会遣人修理的 此事 我一定会给子余先生一个交代 也请先生 容我专门择一个场合 来表示感谢之意 说完 雷远微微汗手 转身步履匆匆 他是真想赶紧回返内院 劝一劝赵湘 倒不是担心 阿诺这个皮操肉厚的被打坏 实在是赵湘身子不便 万一怒过了头 恐怕于自身的健康友爱 走了没两步 呼听身后 诸葛景道 续之将军 孙刘两家敌队 有害无益 此番我来 是为了两家能重建盟好 再不被窃 雷远脚步一顿 如今 雷远身为票级将军 持杰都领三州军事 同时也直接负责与江东方面的联络 虽说大正方针出自中书 但诸葛景既然开口 他也得表明态度 雷远换来言语 对他低声吩咐几句 诸葛景站在一旁 只隐约听到说千万质怒 不妨往死里打 但莫要打死 带到言语 一溜烟往后怨去了 雷远哲返回来 轻笑了几声 我听说 两年前 我方与曹操大军在京乡对质的时候 孙将军在京口大吉水陆诸军 进至彭泽一线 见我方柴桑 南昌之众严阵以待 这才信心而退 这便是江东方面有意重建盟好的表现吗 诸葛景面不改色 我以为 东一彭泽之众 西增柴桑之手 此街事事宜然 不足相问 那么 重建盟好云云 也不要问我 雷远摇了摇头 江东人眼中的事事变化太快了 江东人的善意 在我眼中 还不如江水中泛起的泡沫可靠 紫渝先生 你终究远来是客 又救了全子的性命 我不与你争执 你且休息数日 回去丙孙将军 就说我雷远只有守土之责 没有通好的兴趣 诸葛景 毫不显气馁 那也无妨 我便如此禀报 只不过 须得在我往成都走过之后 雷远失笑 紫渝先生 还想往成都一行 听闻天子有意册封皇后 我江东为皇后的外甲 怎能不登门恭贺 诸葛景微笑 此事 我都是方才听闻 紫渝先生知道的真款 诸葛景欠身不语 雷远毫不客气地道 侧封皇后 是天子的家世 何须贵方插手 以贵主之名断 难道不知我大汉的 外戚富贵者虽多 却往往得不配位 不得善终吗 时不曾想过 诸葛景摇了摇头道 以当前时事推算 日后的大汉 自有德高勋大的 全臣当道 哪有外戚善宠的余地 这德高勋大的 全臣当道一句 可把汉家朝堂 诸多重臣 全都损到了 诸葛景 乃是诸葛亮的兄长 素以温文弘雅文明 却不料他被逼急了 也会泼脏水 泼起来 连自家弟弟都不放过 雷远大笑 紫渝先生 你还是想多了 江东上下 都想多了 你先好生休息 歇过几日 便回江东去吧 终究诸葛景是贵客 还因为自家熊孩子 受了伤 翻过身来 又救了自家熊孩子性命 是否允许 他前往成都 眼下暂不松口 可以慢慢再谈 雷远怎也不能为难他 笑了两声 雷远郑重失礼 告辞出外 诸葛景站在原地 看着雷远的身影 在跃动门外晃了晃 往左侧涌道去了 他游移了一会儿 终于大声喊道 续之将军 他喊了几声 聊起袍袖追出门外 提高声音再喊 难道你以为 我江东竟是无视新波吗 雷远脚步不停 诸葛景一咬牙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急步向前 扯住雷远的袍袖 续之将军流步 可可 紫渝先生 你身上带伤 莫要冲动 续之将军 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只要看过 你就知我为何而来 又为何要去成都 呃 雷远竖起耳朵 听听后院的动静 似乎最闹腾的时候过去了 但他依然担心 于是摆了摆手 明日 明日在意 诸葛景有些急了 他扯着雷远的袍袖不放 天下大势 岂能耽耽 雷远叹了口气 紫渝先生 如今 江东势力偏拘异于 帝不过数据 明不过数十万 何必张口闭口 奢谈什么天下大势呢 将军不方先看过 在下断言不迟 雷远勉强道 那 我在此等着 紫渝先生 快将那东西取来 好 好 诸葛景袍袖翻飞 快不回去了 雷远在门口 来回走了两趟 又见他气喘吁吁回来 手中捧着一个木匣 这是 续之将军 请 诸葛景将木匣 捧到雷远跟前 雷远打开木匣 匣中放着的 乃是一份折起的博书 雷远扶手往匣子里看 那书信上 寥寥数语 其中说道 海带与江东 唇齿也 方金天下未定 宋顾迎新 唐有其害 书更长恨 两家靖灵 或当同心协力 共欲外患 一味黎明之望 他微微吃惊 探手将博书完全打开 便见书信头一列 写着一行字 征东大将军 青州牧赃罢 赶至书车级将军 孙公足下 这是意料之外 也是理所当然 雷远转向诸葛景 有些佩服 又有些无奈 他叹了口气 孙将军 真有百折不挠之之也 雷远出来此事时 整个卢江雷氏宗族 只不过是被孙权所驱使的 一个棋子 还是随时可以 被抛弃的那种 雷远的父亲雷旭 甘愿以整个淮南 好友联盟的力量 为孙权火中取力 只是为了一个 虚无缥缈的刺使 将军的承诺 结果 孙权被诺退军 导致卢江雷氏 独队曹操重兵 和族遭到重创 不得不千里逃亡 识人都以为 正因为这个缘故 雷远才始终对孙权 满怀着忌惮和提防 忌惮和提防 当然是有的 却并非这个缘故 在雷远记忆中的另一段历史中 江东始终是天下顶足之一 孙权的才能和威望 乃至所建立的薰液 都比此事更高 正因此 雷远始终重视孙权 知道他虽然是衰 却依旧堪为天下枭雄 哪怕雷远的实力和能力 不断提高 底气愈发充实 眼界愈发开阔 可孙权永远是值得重视的对手 绝不容半点轻蔑 孙权的军政之才 较之 潮流或有不如 但他有他独特的优点 他若在折服 应对的身段便极度柔软 绝无半点放不下面子的扭捏 而折服的同时 又始终不放弃 捕捉任何一个细微的机会 一旦有机会 行动绝不犹豫 以此实情形来看 汉军威势如此之盛 而孙权始终控制着 江东的基本领地 保持着独立的姿态 而一旦 曹氏的政权稍有动摇 孙权的手 立刻就已经伸到了那个动摇的点上 青州木赃霸 赃霸自监安初年 纠合途中盘踞清徐 先后联合 或依附于陶谦 吕布 曹操等人 建安三年时 曹操以赃霸为狼牙像 乌敦为历城太守 银礼为东莞太守 孙冠为北海像 孙康为程阳太守 遂歌青 徐二周 伪之于赃霸 此后二十年 赃霸始终保持着半独立的姿态 即便曹操由司空而成相 由成相而魏王之威 也不能铲除 他在清徐两周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当时的淮南豪幼联盟中 凡有大智者 无不以赃霸为榜样 带到曹公并逝于军中 曹丕纠合不重 剑号称帝 随即以赃霸为征东大将军 青州木 以孙冠之子孙玉为徐州木 孙玉年幼 诸事皆决于赃霸 故而曹丕此举 形同认可了 赃霸在青州和徐州的特殊地位 自古以来 人苦不知足 既凭拢富望蜀 乃是常事 此举固然对以赃霸为代表的 清徐豪霸家以怀柔 但同时也显示出了 曹魏政权的虚弱 那么 赃霸有那么一点更多的想法 也是理所依然 而在这个过程中 无疑江东势力是下了功夫的 江东政权中如张昭 严俊乃至诸葛景等徐州人 必然发动了他们的力量 否则 以赃霸的老链 绝不会轻易写出这么一份书信来 若赃霸果然能与孙权联手 则这两方的势力横跨三州 互为依托 兼得泰山大江之力 或许能坐看曹流死斗 而自为垂掉渔翁 果然发动 又能立即对扬州北部 眼州乃至冀州都形成巨大威胁 随时可能势力暴张 但赃霸大概没有料到 孙权在得到了赃霸的书信之后 竟使诸葛景将之展示给雷远看 还要写往成多 这大概便是所谓 一山还有一山高了吧 在此事历练了那么多年 雷远已经颇扇剖析大局 分辨政治操作中的细微运意 他并不怀疑这份博书的真假 能在乱世中崛起的人物 个个都是琉璃猴子 划不留守 这份博书中 结盟自顾的意图固然明确 但究竟是真是假 都在脏霸的一念之间 他若能从孙权这里得到自己想得到的 那这博书便是真 哪天他若觉得所得不足 那这博书自然又是假的了 但孙权的想法 终究比脏霸更胜一筹 在过去十年里 江东势力一再萎缩 微声不断受挫 乃至不下人心也几度松散 长期处在内部的不断协调和挣扎之中 江东肯定对清徐有影响力 但这影响力 并不足支撑江东 在与清徐的联盟中取得优势地位 如果孙权联手竟以脏霸为主导 那对孙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要打破两家之间优劣分明的局面 就只有引入第三家 便是成都的汉家朝廷 如今 潮流不两立 汉家朝廷绝不会放过 动摇曹氏统治的可能 脏霸国有自立之意 成都一定全力支持 而汉家朝廷与清徐远隔千里 无直接通达的陆路 要做任何事都绕不过江东 除非雷远在江陵起兵 一鼓作气推平了江东 距大江之急 雷远倒不是不想 实际上 他已经盘算过很久了 马中带着幕僚下属们 已经做出了七八份作战计划 甚至连当年 庞同所设的东径策略 也已经从成都被要了过来 以做参照 新往江州的建威将军 前护军吴班 在年初与皇帝的次女成亲 成了皇帝的女婿 官平的廉京 他正在雄心勃勃 以求立功的时候 故而前后数次折返江陵 讨论三州的军事整合 并规划扩张的方向 但以眼下情形 一来江东之力尚未进洁 二来 吴班 廖化等将新入江州不久 统合不重靠的不是嘴上功夫 要是恩信心于上下 上续一段时间的水魔功夫 此时情形来看 尚不足以兴起大战 于是 雷远的想法 就只是想法而已 既然暂时不能战 为何不考虑何呢 江东拿出脏霸的书信 因以求恢复孙流联盟 成都未必没有捏着鼻子 同意的可能 站在孙权的立场上看 如果江东能恢复孙流联盟 则在孙赃联盟中 孙权借流氏之威 便可获得主动 而在孙流联盟中 孙权又展现了几方对曹魏沿海 清许等地的巨大影响力 借着脏霸而抬高了自身的地位 虽然成都的汉家朝廷中 早就已经万众一心地等着平定天下 重整秩序 而孙权却依旧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 追逐着似乎渐渐机会渺茫的大志 若不刻意贬损 但以这种精神而言 便是行天 夸父 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偏偏他还真做得到 虽然领地只剩下了半个扬州 虽然所仰赖的几乎只剩下了水军 然而只凭着他在清徐的经营 凭着这份脏霸的书信 孙权还真有可能影响到天下大局 而雷远还真不能无视 雷远和尚牧侠 向诸葛景微微躬身 紫渝先生 在 此物请族下妥善守好 我会尽快安排人手 陪同族下前往成都 诸葛景明显地松了口气 如此甚好 多谢续之将军 雷远再度告辞 往将军府内院去 他听见内院里 隐约又有喧闹 怕不是又打起来了 第1099章 都对 一溜小跑回到内院 还没来得及说话 阿诺飞扑过来 带着哭嗓大喊 父亲 我愿去成都 这年纪的孩子 体格已经不小 撞得雷远连 猎且 几乎摔倒 雷远好不容易 才将阿诺的手脚 从自己身上扯下来 又摁住他的发际 将他推远点 孩子已经将鼻涕眼泪 都擦在了雷远的袍服上 湿乎乎一大片 晚风一吹 凉嗖嗖的 雷远半蹲下身 问道 谁与你说起成都的事来 你怎么就愿去成都了 阿诺哇哇哭道 母亲说了 跟在你身边 怕是长进不了 非得去成都 陪着阿斗好好读书 长大了 才不会惹祸 这雷远不禁咳了几声 阿诺 你一向喜好功 马乃至航海 船舶之类的杂学 那也不能说是不长进 我家乃是将门 上至朴刚剑之风 倒不必抢求博通荆棘 刚开口 身前灯影晃动 不必扶着赵香出来 雷远不用抬头 都觉得赵香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于是他语气一变 不过 父子只说 君子不弃 却没有君子不学的道理 你愿求学总是好的 你既然有一项学 去成都那里 还有外祖父照顾 总不会让你吃亏 阿诺的哭声一下子停了 他抹了把脸 迟疑地看着雷远 真的要去 你的母亲 如果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 你还是去 成都过几年的好 雷远叹了口气 今日已经沉了一艘船 损坏了一艘船 还有好几人 差点落水丢掉性命 阿诺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去成都磨练几年 若能变得沉稳些 也是好事 不说这是还好 一说到沉船 阿诺再度哇哇大哭起来 哎呀 我的船 那是我拿一百枚大钱 请人造的 我全部的钱呀 刚嚷了没几句 赵香和问道 这我还忘了问了 你没来的钱 一百枚大钱着实不少了 这事情真不能细问 雷远连声咳嗽 小孩子身边有些零钱 那也寻常 咱们不谈这个 这一晚上 那月喧闹 实在没法表述 其实 雷远和赵香都明白 阿诺难免往成都去一次的 如今的雷远 地位如此之高 权柄如此之大 身后又有巨大的宗族支撑 纵然朝廷打击豪强士族的决心 从无动摇 可正常来看 如将雷势 除非造反叛乱 否则少不了 如南洋更是那般几代人的富贵 既如此 朝廷的眼光 便不会只看着雷远一人 朝廷需要雷远的长子为太子设人 令他从小熟悉朝廷中的规矩 与中书的年轻俊艳建立友谊 同时也令中书重臣们 能够得以了解雷势下一代的性格 这无关质任 而是政治上的基本保障 而雷远 其实也需要自己的长子安熟中书 亲近中书 这样才能够确保阿诺日后 获得掌握宗族的名义 拥有站在宗族与朝廷之间 平稳驾驭的能力 雷远本人并不乐见这种情形 他真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由着性子成长 走自己选择的路 但他的这点希望 哪怕连照相都不认可 不接受 来到此时那么多年 雷远已经具备一点点改变时局的能力 甚至通过自家的手段 能够扭转历史的本来进程 但他却终究不能改造社会 改造人的观念 这太难了 悠悠数千载已降 有这样能力的 敢这样去做的 又有几人呢 而这等人 成功的又有谁 乌落涂生 夜色来临 街上根骨不断 雷远轻轻按着妻子的手背 因为孕期的影响 赵湘的手和脚都很明显地浮肿了 每晚睡前 雷远都帮忙用热水泡过 再慢慢按压消肿 往日里 这时候也是夫妻间说些私房话的时候 可赵湘今天被阿诺惊着又气着了 回到房里便不肯说话 雷远叹了口气 我没埋怨你 真的 你说的都对 真的 真的 说到这里 雷远看看赵湘 赵湘依然并不说话 他似乎是睡着了 又似乎没睡 雷远凑近些看看 才见到赵湘的眼泪不断地流出来 慢慢地渗进了眷枕里 或许 阿诺捅出的娄子 促使赵湘下了决心 可终究母子情深 才十岁的孩子 就要远离做母亲的难免伤感 顿了顿 雷远继续道 明日开始 替阿诺收拾食物 三天后 不 五天后启程 让韩章陪着 韩章是李真的字 他虽然成了票级将军又曹苑 但卢江雷氏家臣的身份仍在 早年间 李真陪着雷远去过几次成都 有他随从 必不有失 还有公权 赵湘闷闷地道 让公权也陪着 辖江道路何等险具 有他在 我才放心 好好 让公权也陪着 被换作公权的是雷远的亲信部下陶威 他本是雷远派驻在辖江一带联络蛮部的代理人 对周边环境最是熟悉 所以 赵湘才会点名 让陶威也随行 雷远慢慢地拍着赵湘的手 想了想 黑黑笑道 诸葛景也要去成都 我让人陪他先走 正好沿途踏开一只 道路 路上但有苦头 多让诸葛景先吃了去 赵湘打了雷远一下 埋怨道 你这死人 哪能如此 紫渝先生是阿诺的恩人 他这般模样 也都是阿诺害的 你不留他在江陵 多江阳几日 他这样去了成都 别人都要笑话我们 诸葛紫渝是有急事去成都 本来也不会在江陵耽搁 何况我又不亏待他 嗯 让成德书沿途陪同 如何 德书也是大儒 于露和诸葛紫渝也好谈说 成德书便是成炳 他原世事谢的部下长使 精通五经 现在雷远麾下 主持文教 礼宾等事务 极受尊崇 雷远以成炳出面相陪 怎也不知失礼 赵湘连连点头 正带答话 又见雷远揪了两下胡子 正色道 只消算准时间 让他的行程 比阿诺快一日就好 这叫公私两变 赵湘被雷远逗得笑了 又捶了他好几下 不愉快的情绪少了些 睡意就一下子上来 没过一会儿 他便沉沉地睡着了 雷远起身和上半扇窗 又把床头的帷幄拉紧些 随即起身出外 前往书房 他将今日与诸葛景谈话时的 所见所想草旧一姓 沉生换道 文凭 言语闪身出来 再 将此信件八百里加急 送往成都丞相府 遵命 第一千一百零零章 兄弟 上 成都 城南 一列车队自东一里行来 车队规模不大 马车十辆 其中打头的是三辆自车 车架左右 有持毛挤的骑士 三五十人 黑衣立员十余人互从 为首两人 腰弦长剑 身配同印黑兽 气度不凡 正是李珍和陶薇 三辆自车里 后两辆是空的 第一辆上坐着诸葛景 成炳和阿诺 成炳是汝南南顿人 以极贯而论 算得上雷远的静灵 他早年跟从正玄学习精学 后避乱于胶州 求学于大儒刘西 与现任南海太守薛宗 参与长安登基大典的学士许词 乃是同窗 成炳本人也为当代名儒 精通 周易 尚书等 雷远入胶州时 成炳为胶指太守长使 雷远闻听其名声 以李征批为左将军从事 到了今年 成炳又转为票级将军从事 除了负责文教 礼宾事务 也时常出入将军府里 为阿诺等孩童上课 寻月前 雷远请成炳出面 陪同诸葛景入属 诸葛景 毕竟年近五十 在船上受了那一次大摔以后 身体有些不适 沿途经不得颠簸 过路上稍稍多些了几成 走到半路 他和成炳便被护送阿诺入属的李征 逃为一行人赶上了 成炳不晓得雷远的小小玩笑 便提议两对同行 他又为人师表惯了 听说 阿诺将要在成都为太子设人 惊得发昏 连忙抓紧时间 往阿诺的脑子里填充些学问 但成炳不是俘虏 他不抢求阿诺学那些过于专身的学问 反倒愿意讲些阿诺熟悉的 能够深入浅出的内容 而阿诺也非性格多么顽劣 在尊师重道上面 这孩子并不疏忽 此刻成炳正在讲的 便是杨雄的蜀都妇 男则有奸赃前仪 昆明峨眉 绝县 山梁 唐 堪言淡祥 公子 这一段 说的乃是蜀都以南的情形 那地方叫做南中 与我交州相通的 我听说 公子跟着郭敬将军去过玉林郡 玉林郡的西面 就是南中 公子想一想 沿途所见 可不就是这般情形吗 阿诺想了想 点头道 绝县 山梁 唐 堪言淡祥这两句 确实是好 便如杨紫云亲自到过南中一般 哈哈 那杨紫云的祖上 是居巴骏 或许真的 去过南中一游 意味可知也 巴骏 就是我们岩浅经过的那一代 对吗 正是 公子你可记得 杨紫云在腹中 也有描述巴骏的言语 这一段 成炳昨日反复讲过 阿诺记得慎劳 于是背诵到 东有八丛 绵更百铺 同梁金堂 火井龙丘 好 好 成炳连连点头 继而道 令尊序之将军 虽不至属地 却也以宜都郡为中心 大致八丛群蛮 辖江间郡县的户口 君资所出 多赖令尊之力 此番随你来成都的陶从事 在这上头 乃是令尊的得力助手 我曾听他说起过 许多惊险故事 公子若有侠 不妨问问他 每一个故事 都很有趣 原来先生也知道 阿诺兴致勃勃地道 我前几天正听陶叔叔说起 当年他在辖江间 和蛮夷们打仗的事 一开始 两家不停地打仗 打到后来 一边打 一边做生意 最后 反而有了交情 现在他手下的许多立员 都是蛮人 从人 陶威乃是当年与雷远 一起在前山出生入死的 二十名护从之一 当日雷远在天柱山 肋骨间对抗张辽 战斗惨烈之急 簇拥在雷远身边的 护从战死多人 陶威本人也断了好几根肋骨 此后便甚少直接上阵 最后一次厮杀作战 还是五年前 江东偷袭荆州那次 陶威与马带 沙摩科等人 随同梅远 在支江以东 连续把江东军上万人马 杀了个透川 此等人物 虽然官职未必很高 但真正是票计将军的亲信 掌握极大的权力 也有足以与权力匹配的能力 陶从氏 是续之将军的得力臂膀 他的经历 颇有传奇之处 我与公子一般 都很爱听他的故事 成炳呵呵笑道 公子此番到成都 日后必定也会成为 太子的得力臂膀 说不定十年二十年后 我会来打听 公子的传奇故事呢 这其中的道理 赵湘早就和阿诺 说了不下百十遍 阿诺自然懂得轻重 当下挺着腰杆 在车上正色作衣 当不负先生所望 正正经经说完了 阿诺忽有小小一点惶恐 只是 只是什么 去年我在长安 和他一起玩耍 就像兄弟般愉快 说到这里 阿诺忍不住又笑了两声 才又转为游宜 只是 我听说 太子快要大婚了 他要变成大人了 他若变成了大人 就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 先生你知道吗 言语加官以后 便越来越古板了 有点无趣 若太子也成了那样 我还不如回苍无趣 承炳笑道 公子 觉得无趣 那是 你还没长大的缘故 等你长大了 就知道 少儿辈的兄弟之情 便是所谓堂弟之华 最是珍贵 纵然年长深沉 总不会忘却 阿诺撑着下巴想了想 真的 承炳道 那是自然 阿诺点了点头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然又高兴起来 他问道 先生是才说堂弟之华 那是何意 承炳教会阿诺的时候 诸葛景一直微笑着坐在一旁静听 这时候 他插言道 堂弟之华 乃是诗经中的一篇 说的是 世上之人 以亲密而论 无人胜过兄弟 兄弟间的情谊 宛如堂梨树上的朵朵花 仿佛在阳光下 施放光滑 阿诺又点点头 这几日里 阿诺有时候 跟着李珍和陶薇 听他们说说 当年随雷远征战的实际 有时候听诸葛景和成炳 说些学问 诸葛景与成炳 都是性格敦厚 温文而不古版的人 也有口才 阿诺与他们同车而行 谈谈说说 虽然在学问上 资质寻常 也觉颇有长进 正待在问问 接着几句是什么 外见李珍策马过来 公子 紫余先生 德书先生 前头便是万里桥 昨日听说 当有人在此迎接我们 我们是不是下来坐一坐 正好也看看成都的繁华光景 阿诺欢呼一声 掀开资车的账目 便跳了出去 诸葛景也道 是该早些下车不行 以免失礼 他和成炳自然互相谦让一番 再缓不出来 成都的城池外围 有内外两江分从北面 西面流淌 到城池西南处 并肩而行 两江之间 有成都的大市 和景观城 车城等重要攻防的聚集区 所以有个说法 换作二江尔市 两条江上有七座桥 分别对应北斗七星 其中七星桥对应天旋 乃是从成都出发往江陵 无惠等地的起点所在 所以这两年也不知怎跌 人们都改称此地为万里桥 已是对远游之人的美好祝愿 万里桥周边 商骨繁盛 最是热闹 一行人下了车马 果然见到万里桥 对面的集市上 熙熙攘攘 有宽袍大袖的文士 悠然谈笑而过 也有穿着短衫 露出强壁膀的小丝 正赶着牛车或驴车 压着石板路上的车折印子 咯咯咯地过去 稍远处的池塘边 有人用滑稽的腔调说什么 当是鼠人才能听懂得顺口溜 也有人在池塘边铺着瞻席 摆两壶茶水 摇头晃脑地 看着对面两三层高的戏台上 蹦跳欢腾的挪戏 李珍上次来时 觉得矗立在桥旁的意志 颇具规模 这会儿静一时找不到驿站的位置 原来是新的建筑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把意志给遮挡住了 一行人正在桥的北头稍稍驻足 忽见不远处的一排大柳树下 有个体格壮硕的少年冲了出来 那少年连连挥手 极其欢悦地叫道 哈哈 阿诺 阿诺你来了 而少年身后 转出来一名身着素色袍服的书生 书生向成炳 李珍 陶薇等人汉手示意 随即将手中白羽扇道池 向着诸葛景行礼 兄长 许久不见了 第一千一百零一章 兄弟 下 孔明 诸葛景微笑着回礼 他想过很多次 该怎么来说服 成都朝堂上的众臣们 但这个众臣中的众臣 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口称兄长 他又一时不知该怎么应付 他下意识地侧过身 看看正互相挽着手臂的少年和孩童 看到他们两个的脸上 几乎要放出光来 所谓堂弟之华 也就是这般有爱模样吧 真是好久不见了 阿斗和阿诺上一次见面 大约才过了半年 但阿斗的个头比那时候高了些 整个人瘦了些 不再那么肥胖 他大步上前 拉着阿诺的手 哈哈大笑 使得阿诺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 阿诺跳了跳脚 笑什么 我很好笑吗 阿斗道 我听说 阿诺你亲手造了艘船 还把江东使者的船撞沉了 阿诺顾不得问 阿斗如何晓得 连忙去我阿斗的嘴 羞得胡言 你说起这个 我便觉得屁股疼 唉 现在还肿着呢 阿斗大惊 你用屁股撞的船 你 你的屁股这么厉害 阿诺知道 阿斗想是还是慢些 连忙解释 怎么可能 是我母亲打得疼 他叹了口气 信信道 其实 江东的船并没有沉 反倒是我的船臣了 要不是子鱼先生救命 我和我的伙伴们 都要泡在江水里喂鱼 阿斗沉吟道 那岂不是说 你的船不牢固 阿诺大跳起来 胡说 胡说 我那艘船只是小了 两人嘻嘻哈哈地说了几句 阿斗转回来 红着脸 向诸葛亮行礼 又钻了钻手心 先生 我 我想 诸葛亮温和地道 有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太子殿下 想陪着朋友走走 带他见见成都风雾 自无不可 只是 莫要贪玩四亿 可好 阿斗满心欢喜 快乐掩不住地 从嘴角眼角飞出来 他连声道 先生说的是 当然 以太子之尊 能够稍稍撒欢 便已有点余举了 必要的陪同人员 必不能少 诸葛亮回身看看 后方两名 恭敬素利的少年 那是费一和董允 他看费一的时候 阿斗便有些期待 他看董允 阿斗就满脸苦涩 诸葛亮很快就下定了主意 文伟 你带侍从一般 卫士二十人 陪着太子殿下 也照看好续之将军的孩儿 费一上前一步 是 修招 今日少仙休目在家 你去换一换他 带少仙来 你们一起陪着太子殿下 和阿诺逛逛成都 务必掌灯前回宫 董允沉声道 是 我立即去换少仙 少仙乃是另一名太子 摄人霍裔 霍裔是霍郡之子 与阿诺认得的 他的宅邸在成都 太城的东面 董允季要去换他 一来一去 总得小半个时辰 这便是 诸葛亮给阿斗留出的 放松时间了 阿斗在这上头 道不笨拙 黑黑地笑着 谢了诸葛亮 拉着阿诺去了 费一带着侍从们跟上 李珍 陶威稍稍犹豫 陶威留在原地 李珍领着两名利员 也跟了上去 万里桥这边 日常往来的高官贵胄极多 往来行人又车水马龙 故而竟没人注意到 汉家的储君 混进了人群里 这时自有负责的官员出面 接待成炳等一行人 并引他们王管设歇息 诸葛景再次登车的时候 同车之人 便换成了诸葛亮 车架沿着大路凌凌而行 挂在车顶散盖边缘的帷幕 被特地张开了 就在车辆两侧 有骑着马的夹式 坑枪紧随着 道边看到车架的寻常百姓 纷纷退往路边攻身 巧儿可好 他还习惯鼠中的气候饮食吗 诸葛景问道 甚好 晚间我会让他来管设拜见 道也不必这么急 或许 诸葛景道 他本想说 或许过的几日 能到诸葛亮的家中拜访 见见诸葛桥 也见见右地诸葛君 但随即又想到 已如今的局面 只怕诸葛亮 未必方便与兄长私下见面 于是他咽下了半截话 转道 就以孔明的安排 今晚就很好 车架继续向前 传过了雄伟的城门 沿着成都城中央 宽整平直的池道 一直去往宫殿 诸葛亮轻声道 续之已有信来 说了孙将军的意思 嗯嗯 看来 自从卢子经病逝 孙将军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了 诸葛景脸色一变 抢笑道 哪有此事 我主坐镇江东 安如泰山 之所以前我来 只是为了商议两家 重定盟约 共破曹事 孔明 你想多了吧 诸葛亮摇了摇头 兄长 我见过孙将军 知道 孙将军是何等样人 孔明 你什么意思 诸葛景提高嗓门 忍不住摆出一点 兄长的架势 可诸葛亮并不看他 过了会儿 诸葛亮徐徐道 以当今局势而论 曹氏余力尚存 而朝廷并无一招起兵 便横推河北 中原的能力 孙将军有足够的时间 慢慢与赃霸勾连 若能行事缜密 等到朝廷与曹氏决战时 孙将军猝然发动 或有割取数周的大力 在我眼中 以孙将军的为人 不该弃此等大力 而将密谋 早早地陷于人前 除非 诸葛景连连冷笑 诸葛亮与生舒缓 除非 江东人独行其事的做派 让孙将军快要承受不住了 这个盟约 是海带与江东的盟约 海带始终为脏霸所掌控 可再过数年 江东这边能做决断的 却未必是孙将军了 他转回身来看看诸葛景 兄长 我说的可对 诸葛景倒抽了口凉气 只觉得 寻月前栽倒在船舱里 撞破的几个伤口 一起都在发疼 在雷远看来 诸葛景提出这个盟约 是江东势力 希望借着刘氏之威 压抑脏霸 再以招揽脏霸的能力 来展现于刘氏 这是江东惯用的 给自家增添身价 以徒劳取好处的手段 这当然没错 但雷远是五人 他的眼光较多 集中在外部 诸葛亮则立即看到了 隐藏在其后 在江东政权内部的一层 五年前 孙权齐袭荆州不成 反而导致麾下吕蒙 林同等名将身死 五孝精兵 一战尽丧 孙权继位以来 多年纠和提拔的 忠诚新锐干将 在此役遭到沉重打击 而以陆毅 雇佣等为首的 江东大族势力 一时间 极有凌驾于 主军之上的声势 后来 孙权降服于曹氏 宪子孙登为人质 换来的不过一个 车骑将军 以名号而论 未必压过陆毅的 镇东将军许多 所以 孙刘两家的谈判过程中 孙权不惜 做出巨大的让步 皆因他急于换回攀章 徐胜所部的 两万精兵 再加上鲁素 吕范 朱智 朱燃等将领的力量 才能保持对 江东胜于领地的掌控 然而一年之后 鲁素病逝 这批将领 虽失去了重要的 灵魂人物 余下朱燃当中 吕范的财具 终究烧训 朱智年迈多病 朱燃 潘章 徐胜胆手有余 较少政治眼光 这一来 江东两派的力量 彻底失衡 陆毅 雇佣都不是那种 灵魄主君 肆无忌惮的下属 他们的形势 也并不激烈 可政治力量的对抗 没有侥幸可言 过去数年间 许多细微处的权柄 正在一点点地 脱离孙权的 直接管控 到了此时此刻 孙权需要朝廷的支持 孙权更需要 拉拢脏霸 扩展影响力 致清徐的大功 若拿不到这份支持 控不住清徐的 那些地方豪霸 那就更压不住 江东的大族 眼看着江东之主 就快不信孙了 既如此 那整庄事情 就是孙氏 有求于朝廷 而非朝廷有望于孙氏 主动权在谁手里 还用讨论吗 于是 这次兄弟两人 见面情形 又如上一次那般 诸葛景知道 恐怕少不得 要江东付出代价 如今和孔明打交道 为什么会这么难 诸葛景简直要 自暴自弃了 他深深地叹着气 孔明 你不妨直说 皇帝陛下想要什么 第1102章 公孙 诸葛景的同伴和车架 之前已经直接往管社去了 这会儿两人乘坐的 乃是诸葛亮的丞相车架 车架从武艺门入 将至虎威门 这时候行驶在开阔的广场上 车轮压过广场上 两尺宽的一道道条时 发出有规律的格格声响 而诸葛亮凝视着前方 渐渐接近的公雀 并不去看诸葛景 毕竟那是兄长 父亲病逝之后 兄长支撑家业 待诸葛亮便四半个父亲 诸葛亮并不愿意见到 兄长如此叹息情形 但他又很清楚 那是假的 当年身在狼牙扬都的诸葛景 是温厚到近乎有些迂腐的君子 但于江东士官多年的诸葛景 能在数十年封刀双剑之下 屹立不摇 始终被雄才之主视为 骨肉心腹 他绝对不会还是当年那般 只不过 江东的力量持续衰弱 导致能用出的办法也无新意 这种故作无措的伪装 以退为进的手段 早年间卢子竟用过 如今兄长又来用 诸葛亮有实诚把握 自己提出了要求以后 兄长必然连声叫哭 眼泪也会跟着流淌出来 然后就是来来回回 没有尽头的软磨硬泡 那真是太难看了 一点也没有必要 诸葛亮伸出手 摆了摆雨扇 示意遇者停车 遇者乐停马匹 随即跳下车 退到一边 护从夹市 也鱼贯往远处去 只剩下车架孤零零地 停在了宽大的广场正中 此时太阳已开始偏西 阳光透过渐渐促起的晚霞 拉长了车架的影子 兄长 如果皇帝希望 孙将军能亲自入朝 参加册封皇后的典礼 从此以后 长居帝都为一富贵外妻 你以为如何 诸葛景脸色批变 随即干笑 皇帝如此厚意 本该感谢 只是 诸葛亮用玩笑的口吻 打断诸葛景的言语 此戏言而 兄长不要当真 诸葛景松了口气 却盯着诸葛亮 警惕地等着他 说出一句不是玩笑的话来 孙将军既然有意再次携手 陛下倒也不致 犹豫当年的敌对 只是 双方将士愁愁一声 心结难消 孙将军想要得到什么 先得拿出诚意来换 你们需要什么诚意 自去年冬天起 曹丕在夜城重整进军 颇有几分卧薪尝胆的架势 此辈虽不足为大换 但若坐视不理 又恐养庸成换 孙将军若能说动脏霸 在清徐生出一些事端 牵制 疲惫曹师进军 便正好显示了贵方的诚意 如此 我也好试着去说服朝中武臣 两家的谈判 必不过这个关键点 孙权固然希望 借着与刘氏的联络 在内压制江东士族 在外拉拢脏霸 可成都朝廷上下 早就没有人信得过孙权 也没人再像当年那般 将孙权当作值得权力维系的盟友 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确 两家莫谈情谊 请孙将军 献与脏霸整出些事来 给曹氏制造一场乱局 带道证明自己有扰动 轻许两周的能力 再谈其他 想要空手套白狼 做梦 问题是 这岂是容易做到的 就算孙权和脏霸 有这样的能力 为此要付出多少代价 承担多少风险 稍有不慎 说不定就会丧失师弟 进而有性命之威 更何况 身后没有流逝朝廷的支撑 孙权又拿什么来策动脏霸呢 孙权的路 虽然越走越窄 可脏霸是新任的征东大将军 青州木 正在当时得令的时候 他的手术两端 只是地方豪霸的基本操作罢了 孙权拿不出足够的好处 拿不出必胜的把握 脏霸 哪里会动弹一心半点 孔明 我们做不到 诸葛景缓缓摇头 既然如此 兄长没有必要来成都走一趟 诸葛亮毫不犹豫 诸葛景挣扎道 终究看在孙夫人 兄长 你是外臣 若言辞涉及大汉的皇后 还请慎重 诸葛景默然片刻 苦笑道 孔明 何必如此 兄弟两人静静地做了会儿 眼看着车架的影子 往东延伸 又付过了一道条石 兄长还有什么藏着的好东西 这就拿出来吧 诸葛亮忽然道 什么 孙将军的做派 我很清楚 而兄长的行事风格 我可就更清楚了 你既然来成都 就一定做足了周全的分析 并带来了能够打动我们的东西 诸葛亮伸出手 兄长 别藏了 诸葛景连声苦笑 当年我出门游学 每次必带糖果回来 你围着我讨要时 就爱这么说 兄长 别藏了 别藏了 哈哈 诸葛亮也轻笑了起来 两人之间有些严肃的气氛 忽然消退了许多 但诸葛亮伸出的手掌 一直摊在诸葛景的面前 诸葛景垂下眼瞼 看看诸葛亮的掌纹 沉声道 孔明 我在剑业与孙将军商议过 都觉得既然朝廷已掌控关中 接下去无非拒四赛之险 而迎拢 蜀之驶马 财富 东向以灵天下 但是 想要尽情抽调拢上驶马 非得解决盘踞在武威 张业 九泉 敦煌四郡的曹氏势力 而想要得力与拢上 又须得联络善善 秋辞 于田等西域小国 打通西行的商路 为此 最迟明年 朝廷必定会派遣得力重降西征 这等大政 哪怕在成都朝堂上都没商议过几次 诸葛景却知道得如此清楚 可见 他们在成都下的功夫实在不小 诸葛亮道并不惊讶 平静地汉首道 没错 大军西征遥远 来回时日不短 唯免万一 最好能使曹氏的眼光集中向东 如果东方生出战事 那对朝廷却有益处 诸葛景 慢吞吞地从袍袖中 取出一个扁平的木匣 放在诸葛亮的手里 所以 若能说动脏霸 扰乱清徐 那就再好不过 诸葛亮低头看看木匣 知道其中胜放着的 便是脏霸的书信 然而 孙将军又承受不了 说动脏霸的代价 或者说 江东经不起再一次失败的风险了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诸葛景坦然汉首 随即从袍袖中 掏出另一个扁平的木匣 放在前一个木匣的上面 好在 除了清徐豪霸之流 江东的影响沿海直冠于北方 还有一处力量能够动用 这是 孔明请看 诸葛亮一眼打开这个木匣 只看了一眼 眼神烧宁 辽东公孙氏 诸葛景汉首 我主过去树仔 依托海运 在辽东也下了绝大的力气经营 并且 还在辽东公孙氏族中 则一野心勃勃之人 加以辅助 到如今 我们可以确定 只削江东一声令下 半年之内 辽东避乱 进而足以扰动整个幽州 威胁冀州的安定 让曹丕在夜城坐不安息 他翻手将两个木匣 收回袍袖里 用最恳切的声音问道 孔明 这样的诚意可够吗 我主要的 其实不多 不得不承认 孙氏的野心 任劲和手段 绝非那些守护之犬可比 无论局面多么恶劣 孙氏的努力都从不停歇 还真能时不时拿出一些惊喜来 诸葛亮记得 辽东公孙氏 近十年来 大势扩张于海东 东征高沟离 西征乌环 号称拥兵数万 距地千里 曹丕登基后 遂败公孙氏家主公孙公为 票继将军 贾捷 封平郭侯 若孙权真能在辽东闹出些事来 诸葛亮私存片刻 持其雨扇 向车架以外 挥动两下 于是 御者和护从都折返回来 车辆再度起行 兄长 陛下正在喧化殿 请随我前去拜见 甚好